而且这些女性服饰 大多颇为私密 有些还带有明显的骚味 让人闻之作悟 没想到她还有这样的癖好 向上一个机灵 连忙将这些花花绿绿 奇奇怪怪的衣服 全部丢得远远的 将属于徐元霸的杂物清除之后 现场收获顿时一目了然 紧接着 向上没有停留 再次将自己原本的储物袋 还有从空间走廊中 获得的储物法宝里面的东西 全部倾倒了出来 刹那间 这原本颇为宽敞的密洞 就变得有些拥挤了起来 这次发了呀 向上心中激动 原本陈木青追杀的郁闷之情 也消退了不少 看着这里面琳琅满目的宝物 许多都是从天舞制药集团 保险柜里面抢来的 饶是向上早 有心理准备 此时也是吓了一跳 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价值也太高了 发呆了好一会儿 向上才从头到尾 仔细清点起来 首先是徐原坝 合得自那个 揭取了悬赏任务的 独行侠编莫成的 两人中 只有徐原坝 身上有储物袋 总共加起来 获得了零食五千多块 可增长后 天进五者修为的 天元丹两瓶 下瓶法器级别的 金丝手套一双 下瓶法器级别的 软件一把 还有几张作用 不同的服录 一些材质特殊的矿材 几栋房产的证明 两人对比 明显徐原坝 更加富有一些 很多东西 都是得自他那边 当然也有可能 编磨成的财物 并没有戴在身上 毕竟他没有徐原坝 这样的储物法宝 自然显得轻便许多 只是这些东西 价值就相当不菲 不说那五千块零食 单是两瓶可增长后 天进五者五道修为的 天元丹 就至少数十亿星元 折合零食 也可达数万枚 至于那两件 法器级别的 金丝手套和软件 更是星元难买 只有零食 或者其他一些珍宝 才能换取 事实上 五道修为 达到一定境界之后 他们真正通行的 等价交易物 早就不是星元 而是零食 有许多人 更是倾向于 以物易物 最后 则是得自天五制药集团的宝物 对比徐元坝等人的收获 向上此次之行 获得宝物的大头 还是在天五制药集团上面 可以直接吞服提升 五道修为的 高浓缩灵液 一百七十瓶 能让自身爆发力 极度提升的 灵能药剂三十五瓶 吞服后 可以帮助五道强者 突破境界的 星月药剂十三瓶 百年份灵财七十三株 五百年分灵财十五株 千年分灵财七株 向上倒吸一口凉气 不盘点不知道 仔细清算向上才发现 自己这次获得的东西 价值超乎想象的高 高浓缩灵液 是最适合炼气镜以上 五者吸收的宝物 一瓶五十毫升 但要提取出来 至少需要消耗 上千枚灵食内的灵气 通过压缩等一系列 复杂手段 才能够形成 一百七十瓶 就相当于消耗了 十七万枚灵食 尽管天五集团 后续有着一定手段 减少这种消耗 却最少需要 耗尽十万枚灵食的灵气 才能够做到 至于灵能药剂 服用后 能够让炼气镜五者 猛然爆发出 自己近乎一倍的战斗力 每一瓶 都需要一千五百枚灵食 才能够购买 至于星月药剂 就更加珍贵了 因为这是少有的 通过科技手段 能与炼丹手段 媲美的药剂 能够提升五者 突破原有境界 足足三层的成功率 别看这个成功率不高 但却有着无数五者 倾家荡产 也要购买到 特别是困手 在炼体镜和炼气镜之中的五者 如果有了星月药剂 就有可能突破 进入炼气镜 不仅是实力增强 就连整个体征 也会变得不同 甚至就连兽元 都会增长 这是一种进化 由不得他们 不为此付出代价 炼体镜五者 就算修炼到了 第九重巅峰 兽元也不会获得增长 顶多活到120岁 就会无疾而终 而炼气镜 因为体内蕴含气 对内体有着 极佳的滋养作用 五者一般都能够活到 150岁 一些真气特殊 比如水属性真气 或者木属性真气 适合养生的 则有可能活到200岁 只这一点 就让无数人疯狂 而卡在炼体镜的五者 自然对于突破 进入炼气镜 更加的渴望 也愈加显得 这星月药剂的珍贵了 每一瓶 至少需要 一万块零食 才能够购买 这还是有价无市 实际价值更高 七瓶星月药剂 就相当于 七万块零食 再加上那许多的 成品零财 数百上千年份的 价值更加惊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星界虽然灵气复苏 仅仅百年的时间 但却并不是说 不能生长出数百年 上千年份的灵财 这些灵财 在年份足够的情况下 吸收灵气 虽然不足 但在灵气复苏之后 吞吐灵气的数量 将会大增 而后在极短的时间内 补足药力 天舞制药集团的这些灵财 很多都是如此得来的 向上只是大概估算 这些药剂 灵财总价值 就达到了上百万灵石 实际上更高 因为这里面的许多东西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有价无市 那么价值 自然也就更高 这次陈家 当真是要伤筋动骨了 向上脸上不由露出笑容 向上甚至猜测 这里面许多东西 都是陈家原本拿出来 要与某个势力交易的 不然陈家宝库 更加安全 怎么可能放在天舞镇 如今最后 却全部便宜了向上 想到这里 向上不由美滋滋 如今虽然都在我手中 却并不等于完全属于自己 价值这么高的宝物丢失 陈家不发狂才怪了 必定会下大力气 对自己进行追捕 所以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反而需要更加小心 向上极为清醒 他与陈家的矛盾 早就计划不可调节 双方已经是不死不休的结局 但向上从天舞制药集团中 抢夺了这么多的宝物 价值太惊人了 对方必然要花费大代价 对他进行追杀 将这些东西抢回去 而且 我的实力还是太弱了 面对即将到来的危险 炼气境第五重的武道修为 根本不够 越是在这种时刻 向上越是冷静 今天连番大战 向上几乎将自己的底牌 全部掀了开来 这对他是极为不利的 如果还是炼气境第五重的武道修为 一旦被天舞集团的人追上 自己就危险了 所以 向上没有犹豫 心中一动 就从储物袋中 拿出了一个浴瓶 里面装成的 正是高浓缩灵液 这种经过机械化 提取出来的灵液 就好像灵气一般 没有丝毫的副作用 并且效果远超原液 最是适合炼气境以上的武者使用 能够加快武者的修炼速度 毕竟其中蕴含的灵气 太惊人了 上千枚灵石之中 提取出来的灵气 足可以让一个炼体境的武者 生生撑死 一般炼气境武者 也需要多次吞服 才能够消化 向上之前虽然知道 有这种高浓缩灵液 但因为其价格太过熬昂 明显是给土豪武者使用的 是已并没有使用过 如今意外获得 且还是仇家的东西 用起来自然不会心疼 打开玉瓶盖 立即一股浓稠的灵气气息 从瓶口散发出来 没有迟疑 向上直接一口吞入 刹那间 惊人的灵力 就从那高浓缩的灵液中 散发出来 在他的体内扩散 扩散 再扩散 那膨胀速度 就好像要将他给撑爆 面对这样的情况 向上脸色不变 神霄五雷法 炼气偏 快速地运转了起来 顿时 一股强大至极的吸力 就自向上的体内产生 这股扩散开来的灵力 还没来得及完全散发出来 就被那股吸力 给吸收到向上体内丹田之中 然后顺着经络 一一流转 很快就转化成向上的真气 半个小时过后 向上面无表情地 再次拿出一瓶高浓缩灵液 打开后 毫不犹豫地灌入口中 一瓶之后 又是一瓶 终于 某一刻 向上身上涌现出 强烈的真气波动 突破了 第八条经络被打通 向上从炼气镜第五重 突破达到了炼气镜第六重 但向上只是微微顿了一顿 就再次闭上了双目 沉浸在修炼之中 还不够 炼气镜第六重 虽然让自己的实力有所增加 但却有限得很 向上的体内 就好似一个无底洞一般 吞噬着海量的高浓缩灵液 短短时间 就消耗了食品之多 炼气镜第六重巅峰 再有三个小时 应该就能够突破到炼气镜第七重 可惜 没时间了 在某一刻 向上终于停止了修炼 脸上露出遗憾之色 在修炼的间隙 向上打开了个人终端 无视掉无数联系自己的 未接通信和短信 直接查看新闻 果然是发现了 陈家震怒 到如今 已经全程出动 要对他进行追杀 从新闻上得到的消息来看 陈家这次 本家就出动了 足足二十多位 后天进五道强者 炼气进五者 更是达到了两百多位 除此之外 陈家还花费了大代价 在地下联盟的任务频道中 颁布了大量 有关于向上的任务 而且这些任务 全部都是开放式的 不需要揭取条件的任务 并且奖励极为丰厚 新闻上直接报道出来 标题就是百亿悬赏 这个消息 可以说是全程轰动 成为了所有人 茶余饭后关注的重点 更有无数舞者 相继涌出了江州市基地 想要获得悬赏 尽管野外危险无比 但钱财动人心 向上估计 这次出来搜寻的人中 至少有数十位后天静舞者 上千名炼器静舞者 至于炼体静 更是难以计数 向上的脸吸爵虽然厉害 就算是凶兽都难以察觉 但如果这么多人 一起涌入这片山脉之中 难保就会被看到 到时候就麻烦了 脸吸爵只能够遮掩气息 可做不了完全隐身 看到了 代表着暴露 那么信息传播之下 自己可就要被无数人追赌了 事已 趁着天还没亮 向上小心地跑出了这个密洞 立即向着这个山脉的深处 跑去 山脉深处 凶兽无数 觉醒镜凶兽 甚至通灵镜小妖也不少 向上并不敢放开速度 进行狂奔 小心地前进着 与生俱来的对危险的感应 让他在这凶肌遍布的山脉中 如鱼得水 偶然间 向上与一头觉醒镜初期的凶兽 正面相遇 以向上如今的实力 一头觉醒镜初期的凶兽 根本没有丝毫的威胁 他只是一刀 就能够将之斩杀 夜晚之下 凶兽大多极为凶残 看到向上之后 那头凶兽发出了一声怒吼 直接狂奔了过来 要将向上扑杀 向上面色不变 原本收敛到了极致的气息 猛然爆发了出来 瞬间那只原本兴冲冲 想要扑杀猎物的凶兽 好似碰到了天敌一般 猛地杀住了脚步 嗷吼一声 夹着尾巴直接逃走了 算你走运 向上嘀咕了一句 很快消失在了原地 如果是以前 向上或许顺手 就将他给斩杀了 毕竟凶兽和人类 向来都是敌对的 为了更多的土地和资源 百年来双方爆发出了 无数的战斗 但此时此刻情况特殊 斩杀这头凶兽很简单 一刀而已 但却会因此留下痕迹 不管是受血 还是凶兽身上的刀痕 都会被经验丰富的追踪者们 轻易推断出 有一个扇尸战刀的武者路过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容易推测到他的身上 尽管被发现的几率非常小 很有可能在对方追踪过来之前 这头凶兽已经被其他凶兽吃掉 痕迹也被掩盖 但向上不敢 也不想冒这个险 非常时期 自然要行非常手段 事已 接下来有好几次碰到了凶兽 向上都是显露气势 将对方吓走 如果冥顽不灵 他也不会动刀 只是将对方打伤 驱走 数个小时过后 太阳开始升起 天空也变得明亮 向上没有再次赶路 而是再次寻找了一个密洞 开始休息了起来 夜幕遮挡 陈家对向上的追踪 自然变得艰难 但是白天可不一样 他们有更多的手段 能够观测到他 向上的谨慎 果然救了他一命 在他躲进密洞没有多久 天边就有一架飞机 低空掠过 在四面巡视 更远处 还有十多架飞机 在这山脉中 四处搜寻着 密洞中 向上被外界的声响吸引 透过一些戏缝 看到了这样的景象 脸色立即变得阴沉了起来 尽管早就知道 陈家必然会下大力气 对他进行追捕 没想到 对方就连飞机都出动了 要知道 天空一向是鸟类凶兽的领地 如非必要 人类绝不会轻易踏足 陈家出动这么多飞机 一旦引起鸟类凶兽的反扑 可是有全部损毁的危险 向上才刚想着 立即天空中传来一道惊笑声 一火飞燕自远处飞掠而来 却见那架飞机连忙降低了下来 距离地面仅仅数十米高 那些飞燕自天空飞过 并没有理会那架飞机 原来如此 低空飞行 鸟类凶兽没有感受到领地受到威胁 自然不会轻易攻击 向上恍然 心中也有些遗憾 不过再一想 如果那架飞机在这边被损毁 势必会吸引一些武者过来 难保就注意到躲在密洞中的他 也就不在他想 很快 那架飞机就消失在天空中 果然白天赶路 要危险无数倍 还是等到晚上再说吧 这段时间还是一直修炼 实力才是自己安全的最大保障 向上心情沉重 两久才收回目光 心中也是有了一种紧迫感 白天飞机出动 被发现的概率太大了 自然不想冒险 至于晚上正是许多凶兽出动的时机 亮沉家的人也不敢开着飞机乱跑 向上盘膝坐下 再次拿出高浓缩灵液 开始修炼了起来 有着足够的资源进行修炼 每天都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实力的提升 这种日子是向上以前梦寐以求的 向上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达到了 只不过处于追杀中的修炼环境 太过特殊一点而已 田陵山脉原本是一个资源丰富的木材生长基地 在灵气复苏的现代 各种动植物变异 让得这里的木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个个生长得极为迅速 破百米高的树木随处可见 凶兽的增多也让得田陵山脉变得凶险 逐渐少有人烟 只是偶尔才有一些冒险小队 来这里寻求资源猎杀凶兽 但是在这一天 成千上万的舞者 纷纷从江州市基地出发 直奔田陵山脉 连绵的舞者 好似感激一般 每一个人都是一脸振奋和憧憬 人员的增多 让得田陵山脉中 漫山遍野都是舞者的身影 一些原本生活在这里的凶兽 恶然发现 原本是属于自己的乐土 不知不觉间 被那些只有两只腿的家伙占据 一些凶兽 愤怒地对他们发起攻击 但很快 就被无数道攻击打在身上 逐渐失去了声息 一些聪明的凶兽 则是随着那些人类的前进 而向着山脉深处退去 恐慌在凶兽中蔓延 这些人 正是被天舞集团颁布的悬赏 而吸引过来的舞者 白衣的悬赏 对于这些处于中低层的舞者来说 吸引力太大了 就连一些炼器进舞者 都为之心动 更别说炼体进的舞者了 而他们 也完全诠释了 人多势众这一个理论 在原本危机重重的 田陵山脉中 凶兽再也形成不了威胁 只要一出现 就会被所有人轰抢着攻击 眨眼就死去 一些人在这种 较为轻松的状况中 很是收获了一些灵财宝物 而在这群人中 一道轻力的身影 在山脉中快速地穿行着 在焦急地寻找 他的速度极快 在不平的山路密林中 也如履平地 无数景象在他身后 飞速掠过 偶尔 他还拿出个人终端 点开一道信息 好看得眉头紧锁着 快点回复啊 无奈地看着 毫无反应的个人终端 他愈加迅速地 在密林中穿行 目光扫过一个个角落 期待而又担心 这个身影 正是第一舞道学院的导师 秦青 只是寻找良久 他却还是没有找到那个身影 不过让他松了口气的是 其他人也没有丝毫地发现 要知道 其中有许多对于追踪 很有一手的强者 但在茫茫田林山脉中 却如大海捞针一般 难以探寻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舞者的涌入 整个田林山脉的外围 凶兽绝技 更多的凶兽 向着深处逃顿着 恐惧的情绪蔓延之下 逐渐形成了一种风潮 无数的凶兽 伴随着这股恐慌的情绪 一直涌向了山脉的深处 这种恐慌情绪 从刚开始 只能影响到低等级凶兽 到逐渐扩散 觉醒进凶兽 也随之受到影响 好似滚雪球一般 无数的凶兽在山林中飞快掠过 各种相互敌对的凶兽 一左一右相隔数米 也好似没有发现一般 向着山脉的深处逃脱着 这种风潮 甚至影响到了 在天空中飞翔的鸟类凶兽 惊恐的鸣叫声 在天空中响起 然后快速地向着山脉 深处飞去 一个密动中 向上感受到了 四周的一种轻微震动 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透过密动的戏缝 他看到了无数凶兽 快速地穿行 脸上不由露出疑惑之色 很快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心中一沉 而后抬头望天 见还有数个小时天就要黑了 稍微有些安心 这里虽然已经算是山脉的深处 但陈家到这里 也要不了太长的时间 看来到晚上的时候 还要继续深入 直至彻底穿过 此时向上已经决定 短时间内 他并不打算回到江州市基地中 再次闭上眼睛 向上又一次拿出了一瓶 高浓缩灵液 打开后一口吞下 刹那间 向上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真气 好似沸腾了起来 再快速地运转着 浓稠的灵液 在极短的时间内 就被转化成了精纯无比的真气 然后快速运转着 终于在某一刻 向上真气蓄满 再也增加不了一丝 达到了极致 突破 向上低喝一声 在体内高速运转的真气 好似一刀巨浪一般 猛地向着第十条经络 迅速冲了过去 哼 第九条经络 与第十条经络 之间的薄膜口颤了颤 好似变得更薄了一些 但并没有完全冲破 向上并不气馁 再次运转真气 对那条薄膜发起冲击 在之前的一个密动中 向上已经突破过一次 实力从炼气境第五重 突破到了第六重 并且经过修炼 进阶再次有了一个小层次的突破 第九条经络 得到了畅通 是以此时向上的五道境界 达到了炼气境第六重的巅峰 如今再次对体内经络发起冲击 则是想要将修为提升到炼气境第七重 达到炼气境后期 炼气境中期和炼气境后期 两者间的实力有着极大的差别 只有达到炼气境的后期 向上才有着更多的把握 从这即将到来的层层围堵中逃脱出去 因此尽管感觉到自己的蒸气对比之前 因为提升速度太快的原因 并不算太过精纯 在冲击境界的时候 显得有些无力 却还是毫不犹豫地再次发起了冲击 哄 一次过后 又是一次 那层隔膜 好似一堵城墙一般 始终堵在那里 阻碍着向上 我还就不信了 向上再次灌入一旁高浓缩灵液 体内消耗的蒸气 顿时得到了补充 好似不知疲惫一般 向上又一次发起冲击 无数次的冲击之下 向上体内那宽敞无比的经络 都感觉到一阵胀痛 好似要被撑爆一般 哄 向上自己都不知道 对那层薄膜 发起了多少次冲击 终于将之冲破 紧接着 好似视如破竹一般 他体内的蒸气 迅速地在第十层经络上流转 眨眼会入丹田之中 立即他就感觉到一种浑厚质感 在自己的身上产生 蒸气流转之间 丝丝缕缕的力量 快速地作用在他的身上 好似反补一般 向上感觉到自己的肉身 酥酥麻麻的 好似得到了某种滋润和锤炼 两久 向上才从境界突破的喜悦中 回过神来 暗自感应 立即就发现了不同 向上察觉到 如今在他眼中 整个世界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变得更加色彩斑斓 也更加清晰了起来 他甚至能够察觉到 原本空无的空气 其中蕴含着更多的物质 这些物质组成了空气的成分 就连灵气 也在他眼中无所遁形 火红色的火属性灵气 黄色的土属性灵气 青色的木属性灵气 蓝色的水属性灵气 金色的金属性灵气 还有紫色的雷电属性灵气 都清晰可见 当然更多的 则是那种无色的无属性灵气 向上的五行雷体 颇为特殊 是以只能吸收紫色的 雷电属性灵气 还有无属性灵气两种 至于其他属性的灵气 虽然也能够吸收 但转化效率明显变慢 所以 最适合我修炼的 应该是雷电属性的灵气 接着就是所有人 都能够吸收的无属性灵气 最后才是 其他各种属性灵气 直到这时 向上才对体质和灵气之间 有了更多的发现 除了外在感知 向上突破到了 炼气镜后气候 真气滋养下 向上的肉身力量 也再一次得到了增强 一些杂质 再一次从他的体内排出 一种源自生命层次的进化 让他舒服无比 难以忘怀 不过 这次突破 已经是有些艰难了 显然是之前的积累 消耗一空 可能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自己就不可能再如此毫无节制地进行提升了 向上心中微微苦笑着想到 使用高浓缩灵液提升真气 进行突破速度虽快 但毕竟没有经过提纯和炼化 真气并不够精纯 这也是他冲击境界的时候 显得有些无力的原因 而如今境界突破 尽管没有造成境界不稳 但他自然也不可能再像之前那般 毫无顾忌地去突破 至少相当一段时间 他需要将体内原本有些博杂的真气 进行提纯转化 直到达到之前那般精纯为止 倒是没想到 境界突破到了炼气镜第七重 我的精神力也有了极大的提升 让向上意外的是 五道境界提升 向上的精神力也是提升了一大截 原本就颇为浑厚的精神力 如今更庞大了 精神力浮散开来 到如今 竟然已经正式突破了200米大关 尽管向上早就知道 五道境界 身体强度 还有精神力量 三者是相辅相成的 气泻养神 神也可以温养肉身 这是从古时候传下来的常识 但向上精神力增强如此之多 还是让他一阵惊喜 因为神念师 本来就是精神力越强 那么实力越强的一种职业 如今精神力也获得了突破 他对于接下来的行动 也有了更大的把握了 眨眼间 太阳滑落山边 夜幕开始降临 此次上山的无数舞者 并没有因为黑夜的到来 而退缩 他们穿行于密林之中 不放过每一个角落 力求将向上找出来 获得那令人疯狂的悬赏 甚至一些后天镜以上的强者 也在其中 当然 他们野心更大 对于那百亿悬赏 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让他们真正兴奋的 却还是向上得自 天舞制药集团的收获 这个世界上 没有不透风的墙 后天镜强者 自然有渠道打探出 向上从天舞制药集团中 得到了什么 价值百万枚零食的东西 任谁听到了 都会动心 他们自然也是如此 事已 尽管夜晚到来 田陵山脉危险程度激增 却没有任何人退缩 依然在山林中穿梭着 只有那十几架飞机 返回了天舞镇 等待第二天的到来 好在大多数凶兽 都被他们白天的动静赶跑 事已危险程度并不高 而也在这样的情况下 向上轻巧地走出了密动之中 这个时候 向上已经隐隐约约 能够察觉到来自后方的人生 一旦继续待在那里 势必会被搜查到 向上自然不愿意坐以待毙 正当所有人都在对向上 进行追踪的时候 谁都没有发现 在田陵山脉的深处 一股规模浩大的危机 正在积蓄 酝酿 向上的身法 早就已经达到了圆满 就算是茂密的丛林中 也能够落地无声 它就像一个身经百战的山猫 在树林里穿行 叫踩踏在地面 不会留下丝毫的痕迹 它的气息 微弱地近似于无 就连一些细小的昆虫 也没能发现它路过 依然肆意地鸣叫着 好似在求欢 又好像只是完成 每天例行的工作 直到有一天 被天敌吃掉 忽然 向上身形一顿猛地 转变了方向 有点不对劲 人也越来越多了 向上的眉头 微微一皱 尽管此时此地 已经是属于山脉的深处 按理说危险无比 凶兽横行 但向上穿行这么久 却还是没能碰到一只凶兽 别说高等级的凶兽 就连数量庞大的低等级凶兽 也没有遇到过 反倒是追踪自己的人 已经碰到了两三个了 好在它五感强大 警觉无比 早在它们发现之前 就发下了它们 提前避开 但这种情况 还是非常危险 一旦被发现 等待它的 绝不是好的结果 继续找个地方躲起来 向上第一时间否决了 随着搜寻的人的深入 地毯式搜索的情况下 再次躲藏 更加危险 只有继继续深入 到达人类难以进入的深处 才能彻底摆脱 想到这里 向上越加地小心了起来 呼呼风声 数不尽的舞者 在这纵横连里的山脉中 快速穿行 它们每一个都有着 炼体径第七重以上的实力 身强体壮 速度快捷无比 尽管是在黑暗中 但只是一眼扫过 却也能将数十米范围内 看得清清楚楚 就连一些隐蔽的洞穴 它们也能够察觉 猎物的痕迹 正在这时 一位经验丰富的舞者 猛地进入向上之前 待过的密洞中 他捏了捏被向上 盘膝做过的泥土 一丝丝的温度差别 立即被他察觉 他脸上露出笑容 扫了周围一眼 见没有什么遗漏 快速钻出了密洞 心中一阵阵兴奋 温度的差别上看 猎物只离开了 15分钟左右 以对方的实力 大概能跑出 10公里左右 不过考虑到 周围人流的密集程度 猎物需要躲避其他人 所以应该是在距离 这里7、8公里 开外的地方 这位舞者脸上 露出自信的笑容 丝毫没有顾忌 将速度提升到了最快 与向上需要小心躲避 不敢闹出动静不同 他可不是其他舞者的目标 自然不需要如此谨慎 从对方一直以来 前进的方向来看 他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这山脉的深处 希望依靠里面强大的凶兽 阻挡我们这些搜寻的人 所以 范围又缩小了 他快速地穿行在山林之中 一棵棵大树 在他的眼前飞速掠过 也没有丝毫地理会 偶尔碰到了其他搜寻的人 他也毫不停留 只是快速飞奔着 即将发现目标的兴奋 让他热血上涌 好似每一个细胞 都在欢呼雀跃 路上 一些舞者自然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他的踪迹 有些人还被他狂奔的气势给吓到 正要破口大骂 但察觉到对方那后天进舞者独有的气息之后 全部闭上了嘴 灵气复苏的时代中 强者为尊 特别是在野外 弱者招惹强者的后果 往往都凄惨无比 就算被杀死 对方也不会受到惩罚 所以野外 也是很多犯罪者的天堂 无数心怀期望的舞者 永远倒在了野外 更何况 他们认出了这位舞者 猛如虎张震 是一个实力非常强大的独行侠 一般情况如果不招惹 对方并不会理会 可一旦打搅了对方办事 那么就必然会被对方虐杀 他是一个凶残却强大的存在 快了 快到了 猛如虎张震 暗自计算着距离 兴奋的血脉喷张 猛然间 他降低了速度 在周围快速掠过 双目如电 不放过周围每一个角落 而在距离这个舞者 四五公里之外 向上遇到了第一个危机 向上小心地在密林中穿行 每一次停顿 都尽量躲在大树边上 尽量减少别人发现的几率 忽然 向上心中一紧 一个练气近第三重的舞者 猛然间从一条大树身后掠过 对方四处搜寻 眼睛在周围快速扫射 向上连忙转变了方向 躲在了一棵大树之下 因为对方恰好处在 向上的两百米之外 处于他的惊觉范围之外 是以他没有第一时间察觉 向上的心脏 猛地跳动了两下 对方向他这个方向过来了 而在他的周围 除了一棵大树之外 全无遮挡 事实上 以对方练气近第三重的舞蹈实力 向上要杀死他很容易 但杀死他所要承受的后果 就绝不是他想要承受的 暴露的危险 让他时刻谨慎着 连凶兽都没有杀死过一只 更别说相对更容易被发现的人类 呼呼 对方飞速略过 最近的时候 距离向上只有十米 总算躲过 向上暗松一口气 正打算继续深入 转过头望向了 对方离开的方向 一道声音猛然间在百米外响起 他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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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似回音一般 巨大的声音 在山林中震响 让向上的脑中 都有一瞬间的空白 不好 被发现了 向上大惊 顾不得心中的震怒 身形如电 快速地向着密林深处跑去 他在这里 四五公里外 正在快速搜寻的张震猛地顿住 脸上露出了一丝喜色 毫不犹豫地向着那个方向飞奔 他在这里 数十里外 在山林中快速穿行 焦急地寻找着的琴琴 耳中隐约听到了一道声音 心神猛然震动 脸上有了一瞬间的煞白 向上被发现了 不行 我要尽快赶过去 琴琴猛地一咬牙 脸上露出焦急的神色 速度在第一时间达到了极致 好似一道白色闪电一般 在漆黑的夜空中 留下一道道的残影 一些舞者偶然看到 脸上都不由露出惊骇之色 他的速度太快了 身形又太美了 让人不由沉醉 那个舞者的一声震响 刹那间周围数十里范围内的舞者 全部听到了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消息迅速蔓延着 所有人都好似打了鸡血一般 向着那个方向冲了过去 最先与向上遭遇的 是一个炼气镜第七重的舞者 听到消息 他立即往这边赶来 是已与向上应面相遇 望着迅捷如电 直接冲过来的向上 这位兴冲冲跑过来的舞者 瞬间如坠冰枯 想也不想 直接往一旁闪躲了过去 尽管发现目标让他颇为兴奋 但窒息向上战绩的他 更加清楚 能够连续斩杀两位后天境舞者的人 绝不是他所能够应付的 一旦正面迎上 自己绝对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是已 他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 对此 向上面色不变 见他拾去地让开 也没有专门找他的麻烦 很快就飞掠了过去 只是很明显的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那位舞者一般 那么清醒 在发现向上飞速奔来的瞬间 迎面上前的三位 练气近五六重的舞者 立即形成了三角方位 想要对他进行围杀 他们想得很清楚 或许以他们的实力 做不到 将向上彻底留下 但只是组上一组 还是能够做到的 毕竟配合默契的他们 可也有过直面练气近后期的舞者 而不败的战绩 而且 他们可是很清楚地看到 四面八方 正有无数的舞者向这边围了过来 甚至在两三公里外 还有一位明显是后天镜的舞者 向上 你跑不掉 他们宁笑着 想象着将向上拦下 然后获得天舞集团奖励的情境 要是能够以此为阶梯 加入陈家 那就更好了 找死 向上眼神冰冷 心中波澜不惊 心念一动 瞬间三柄清风小剑窜出 锋芒闪动 眨眼划过长空 扑 扑 扑 三位练气近中期的舞者 还没来得及出手 就只看见一道剑光闪过 快到极致 直接就没入了自己的脑袋之中 鲜红的血液 煞时间洒落大地 一旁的树木 也好似染了红漆一般 显得有些妖艳 向上面色不变 甚至连速度都没有丝毫地停顿 直接飞掠而过 而随着向上掠过 三柄清风小剑 恰似飞鸟归巢 先后划过美丽的湖光 直接插入向上的腰间 远远的 一些人心中一惊 他们大多数只看过向上出手的视频 尽管觉得他非常强大 但毕竟没有亲自感受过 直到此时 眼见对方如此轻易杀死三位练气近中期的舞者 他们对于向上的危险程度 立即拔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只有两三公里之外的张震 脸色不变 将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每一次跨步都是数十米的距离 踩塌在地面之上 好似炮弹打过一般 捡起了一大片的泥土 地面上也是留下了一个个的巨大的坑洞 为了能追赶上向上 他使出了全力 连真元外泄引发出巨大的动静 也毫不顾忌 身为后天进强者 他自信的同时也颇为谨慎 事已之前就仔细研究了有关向上的资料和视频 确信对方的真实战斗力 顶多也就是堪比后天进一二重的强者 之前那两个被他斩杀的后天进武者 都是犯了轻敌的错误 才让他得逞 如今自己谨慎面对 加上实力达到了后天进第三重顶峰 他自然有着足够的把握 能将向上拿下 夺取那价值高昂的宝贝 只要想起那堪比一百万枚零食的宝物 他就心中振奋 脚踩他在地面上的动静 就更大了 快 他就在前面 终于找到他了 可真不容易 你要知道 我们这次出动了多少人 上万人都不止 那向上就算有三头六臂 也逃脱不了 远远的 越来越多的舞者 往这边靠近着 原本茂密的森林 此时竟有被才踏出一条条道路的感觉 忽然 两个炼气经第九重的舞者 猛然扑了上来 这两人 身穿着统一的练功服 一个臣字清晰可见 臣家的 尽管向上的舞蹈修为 并不如这两位舞者 但论速度 他可远超这两位 原本见两个炼气经第九重的舞者扑上来 为了不耽误时间 他并不打算纠缠 但是 一见他们身上的服饰 向上心中一动 心愁就恨涌上来 立即转变了方向 向上 你这简直是找死 如今家主已经得到了通知 马上就会赶过来 还有几个后天 近中后期的长老 也在来的路上 这次你插翅南飞 你死定了 两人分别说着 快速扑了上来 他们各自手中拿着一柄长剑 剑光忽闪 漆黑的夜中 竟折射出耀眼的剑光 两人一左一右 配合默契 同时攻来 这两剑在半空中同时颤动 一缕缕特殊的力量 在其中酝酿 竟好似相互融合在一起 化两剑为一剑 而这两剑的威力 也在这种融合之下 威力大增 静生生跨入了后天镜级别 达到了后天镜 第一重舞者全力一击的程度 我死不死还不知道 但你们两个 却是肯定要死了 向上语气淡淡地说着 战刀猛然挥出 雷霆斩月 一道凝石到了极点的刀芒 随着向上的战刀 斩出 迅速撞上了两柄长剑 强然声响中 刀芒泯灭 却生生将两者配合 而形成的联合武技 给打落了出来 紧随其后 向上的长刀 快速划过 这一刀 向上蕴含着向上满腔的愤怒 蕴含着 它要突出重围 从此海阔天空的决心 碰 两柄长剑 如遭重击 一股无可匹敌的力量 刹那间从手臂中传来 它们承受不住这样巨大的力量 不由自主地就将手掌松开 放开了对长剑的掌控 但紧接着 两位陈家子弟相顾骇然 心中生出一股不祥的预感 破 长刀将两柄长剑打飞的同时 毫不停留 瞬间掠过了两个陈家子弟的脑袋 好大的两颗头颅冲天起 两位武道实力达到炼气竞第九重的陈家子弟 立即陨落 死在了向上的手中 两位炼气竞第九重的武道强者联合一击 攻击力生生达到了后天竞第一重武者全力一击的程度 不可谓不强 但是向上的实力 远比之前还要强横得多 炼气竞第七重的武道修为 让他的力量更加恐怖 原本施展雷霆斩月 只有炼气竞第九重战斗力的他 此时已经能够轻易跨入后天竞的界域 攻击力之强 直达后天竞第二重 甚至是第三重的程度 两位陈家子弟 自然抵挡不住 这堪称恐怖的一击 陨落当场 配件不错 向上心中一动 那两柄长剑就好似被无形的力量牵引着 迅速靠近在向上的身边 而后被他收入储物袋中 不远处 一位尽管靠近 却比那两个陈家子弟稍慢一点的武者 原本想要与之一起 对向上进行阻拦 等待更多的武者上前一起围攻 却眼见那两个炼气竞第九重的武道强者 竟都不是向上的义和之敌 生生被斩杀当场 顿时脸色煞白地停在了原地 根本不敢靠近 哼 向上冷哼一声 身形一动 就要再次突围 忽然 向上脸色巨变 身子立即向着一旁闪躲了过去 好似地动山摇一般的阵响 一处巨大的火光 出现在了向上原本所处的位置 这个时候 五百米开外 再次有一位陈家子弟出现 他的武道修为尽管没有之前那两个人强 但也不弱 达到了炼气竞第八重 只是 真正让向上重视的 却并不是他的实力 而是在他手中抱着的一个巨型枪械 钢铁重炮 向上的脸色变得难看无比 他没想到 竟然会有人抱着这样的重型武器 对他进行追踪 钢铁重炮 可是军方独有的战略性武器 通体沉重无比 非常难以携带 尽管威力巨大 可以威胁一般的后天进武者 但价格高昂 号称吞金巨兽 每一炮打出去 就是上千万星元的消耗 绝不是一般的武者 能够承受得了的 钢铁重炮的攻击范围 可达三千米 绝不能让放任他无限度地出手 新面殿转肩 向上立即有了决定 他身形如电 很快消失在原地 紧接着再次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在了上百米开外 而后再次消失 再次出现 这样快到极致的速度 让那个携带着钢铁重炮的 陈家子弟冷汗瞬间流了下来 他猛地一咬牙 再次投入一枚炮弹 双目一眯 刹那间变得锐利无比 仔细寻找着向上的身影 距离五百米 速度150米每秒 呈大致直线穿行 那么他下一刻出现的位置是 能够使用这种钢铁重炮的 没有一个是简单的人物 这位陈家子弟同样如此 他虽然不能捕捉向上的身形 但却能够通过种种环境 对他的方位进行计算 极短的时间内 他计算出了向上的方位 立即就凭着这股源自心底的 经过了无数次证明的自信 按下了发射按钮 哄 几乎瞬间 重炮就出现在了它计算好的方位 落了下去 耀眼的火光再次响起 好似地动山摇一般 被炮弹覆盖的十米范围之内 红光闪耀 猛地凹陷下去了一大截 一棵树人难以核爆的大树 也因为受到了这炮火的牵连 直接崩断 生生撕裂成了碎木纤维 死了吗 无数人遥望着战场 心中期待着 打偏了 但是很快 所有人发现 在那炮弹轰击的边缘位置 一道身影突然出现 恍惚间 就好似从那火光中冲出 怎么可能 那位陈家子弟 脸色满是亥然之色 充满自信的一击被躲开 让他的自信心 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更何况 随着向上的靠近 一股强烈到了极点的威胁之感 就浮现在了他的心头 向上以练气镜 连斩两位后天竞武者的战斗力 彪悍得一塌糊涂 他自然也有所耳闻 自认不是对手 想到被向上靠近的后果 冷汗瞬间密布 咬了咬牙 他振作精神 再次拿出一枚炮弹装好 做事想要攻击 他并不愿意坐以待毙 只要打中了一次 他相信 以钢铁重炮 那可以撕裂金刚的强大力量 绝对能将向上轰得连扎都不剩 并不是只有你会计算 向上脸上浮现出一丝冷笑 在躲开第一枚炮弹的时候 他就清楚 这钢铁重炮的威力 强大的难以想象 能够对他形成威胁 是已 他在第一时间决定 将危险剪除的同时 也在暗自计算着 对方发射炮弹的频率和准确度 以向上那强大的精神力量 自然先一步 发现了对方的动作 和想要攻击的地点 而后只是提前施展身法 转变了一丝方向 果然是躲过了重炮的攻击 你认为我还会给你 再次攻击的机会吗 在对方发起攻击的瞬间 向上与那位陈家子弟的距离 就已经达到了200米范围之内 眼见对方还要垂死挣扎 他自然不会任由对方肆意妄为 瞬间 三柄清风小剑 从向上的身上弹射而出 好似三道银色的闪电一般 划过黑夜长空 眨眼就来到了那人的近前 而这个时候 他才刚刚将炮弹装好 三柄清风小剑 沿着特定的弧线 迅速在那人的身上穿行 直到这时 他才察觉到了 来自近前的危机 手持钢铁重炮的他 又如何能够躲避 这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 只听扑扑声响之中 三柄清风小剑 立即找准机会 没入了他的体内 肆意穿行的清风小剑 眨眼将这人的生机给磨灭 从头到尾 他连一点声音 都没能够传出 钢铁重炮的威力是强 后天进舞者都不见得 能够承受得了这重炮的一击 但他毕竟只是一个器武 操纵这个武器的世人 只要杀死了操控武器的人 武器自然就失去了威胁 站在生死的人的境前 向上一把拿起那个钢铁重炮 脸上露出莫名的神色 心中一动 这件钢铁重炮 立即从他手上消失 出现在他的储物袋中 而在这个陈家子弟身上 向上还搜到了三枚重炮炮弹 随后自然也被他收入储物袋中 哈哈 终于追上你了 恰在这时 咚咚正想中 一道猖狂的声音 忽然自不远处传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追逐 先后几个炼器进舞者的阻拦 张震终于追上了向上 闻言 向上只是抬起了头 淡定地望着来人 后天进三重 向上轻声说着 而后神情猛地变得冷冽 当真是烦了 既然如此 就别怪我出手无情了 他想要杀鸡锦猴了 他的实力是强 炼器进的实力 战斗力却达到了后天进 但如果被无休止地追杀阻拦 就算他再强 也会被无数的舞者淹没 要知道 整个山脉中盘踞的舞者 可是足足达到了上万人 其中炼器进以上 就至少上千人 一旦被这么多人围住 那他可就插翅难飞了 更别说 还有那数十个后天进强者 这其中可不仅仅只是后天进初期的舞蹈强者 后天进中期 甚至后期强者都有不少 他可没有自信 在这么多的强者手中 逃得性命 事已 他只有杀鸡锦猴 让那些练器进舞者怕了 不敢真的与之纠缠战斗 才有可能脱身 而再也没有 一位后天进舞者 更适合当锦猴的那只鸡 交出得自陈家天舞制药集团宝库的东西 或许我会放你一马 不然 你只有死路一条 张震肆意微笑着 自信满满 追赶的途中 他全程观看了向上的几次战斗 虽然都是第一时间就将对方斩杀 但展现出来的实力 与他预估的相差不大 后天进第一重 顶多后天进第二重的战斗力 这种战斗力 对比他的身份 还有武道修为来说 当真是一个惊艳绝伦的绝世天才 他自认论天赋 是远远不及的 但战斗力 比的并不是天赋 而且他向来认为 没有成长起来的天才 顶多是一个厉害一点的对手而已 杀了也就杀了 并没什么了不起的 自认已经看清向上实力的他 自然把握十足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向上眼神越加的冰冷 心中一动 刹那间六柄清风小剑 从他的身上猛地窜出 神念师吗 你的手段 我早就了如指掌 但我的手段 你可并不清楚 看我如何杀你如土狗 张震宁笑着 心中一动 手中立即出现了一根三米长的铁棍 铁棍粗重无比 上面却蕴含着复杂无比的纹路 一个个完全镶嵌在铁棍之上 随着他体内真元流转汇入 刹那间闪过一道道神秘的光辉 立即 一股厚重狂暴的气息 从他的身上散发出来 中平法器级别的长棍 向上眼中闪过一丝亚色 神色开始变得正重起来 法器的作用 他自然清楚 那是一种可以赋予原本死物的武器 一种独特强大的力量的一种神奇器物 就像他手中的铁剑 灌入真气 就能够发出 威力堪比后天镜第一重强者 全力一击的火球 这就是一枚下平法器 而对方这根长棍 却是中平法器 威力自然更加强大 晴天三十六棍 张震猛地挥动长棍 刹那间 好似连续挥出了三十六棍 重重棍影 重叠在一起 向着向上猛地冲了过来 无形的静气 在周围肆虐着 好似要将整个天地 都卷入这长棍之中 庞大的力量从中迸发出来 整个虚空都好似被卷破 形成一片漆黑的真空地带 须有其表 在向上的体内 雾道珠微微颤动着 只是刹那间 就将对方整个棍法的施展方式 还有体内真元运行方式 给记录了下来 也因此 向上完全明误了 对方这套棍法的跟角 确实精妙无比 但这在江州市基地 颇有名气的猛如虎张震 对这门棍法 根本没有完全领悟 甚至连皮毛都没有学到 这门棍法 看起来强大 实际上更多的 却是依靠那根中平法器带动 才有着这种 几乎无可匹敌的力量 蕴含其中 小七星剑阵 去 向上眼中闪过一丝明雾 六柄青锋小剑 迅速在虚空中排列 形成了一个剑形虚影 此时此刻 这柄剑形虚影 要远比向上 在一年之前施展的 要凝实的多 威力也要强大的多 毕竟 当时向上顶多 只是使用了五柄青锋小剑 组成小七星剑阵 并且还并不稳固 是以威力虽然强大 但也有限得很 而如今 精神力大增的向上 不仅能够自如控制 六柄青锋小剑 自由穿行 组成小七星剑阵 自然威力 也要强大的多 凶猛的棍影 与剑形虚影 迅速碰撞在一起 强大的力量 在其中迸发 好似尖锋对脉盲 不 剑形虚影 锐利无比 在这一刻 竟穿过了棍形虚影 将之打破 紧接着 势如破竹一般 猛地打在了 法器长棍之上 强大无匹的力量 从中传出 那长棍坚硬无比 在剑形虚影的攻击下 并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 反而滴溜溜地 快速旋转着 好似一个螺旋 张震的手掌 撕拉一声 被这股大力丝的虎口崩裂 旋转的长棍 也不由随之脱手 他心中亥然 不敢相信自己的武器 竟然会被一下子给打飞 他望着身前的少年 眼神冰冷 而没有丝毫的温度 浓郁的杀鸡 让人心寒 对方要杀他 张震自然清楚 原本他并没有放在身上 可是在这一刻 他的心底不由自主地 生起了一丝恐惧 对了 他的武器呢 忽然 张震悚然一惊 那柄渐行虚影 在打飞了自己的武器后 接着去哪里了 一丝疼痛 忽然自他的肚子上产生 疼痛占据了他 整个的心神 让他的思绪 好似都变慢了 不由自主地低下脑袋 看向了自己的肚子 一个人头大小的血洞 清晰地浮现在他的眼前 顺着血洞 他不仅看到了自己的血肉 还看到了身后的那棵大树 什么时候 他的思绪更慢了 渐渐地心底生出了一股明雾 对方的渐行虚影 在打飞了自己的长棍之后 顺着自己的肚子 穿透了过去 直接在自己的身上 留下了一个大洞 原来我已经败了 这就是死亡的滋味吗 他苦笑 而后扑通一声 倒在了地上 现场鸦雀无声 现场所有人都骇然色变 向上之前一击必杀 连杀数人 尽管让他们吃惊 但却都没有此时向上干脆利落的一击 将一位后天境初级的武者击杀而来的震撼 要知道 这可是后天境级别的强者 许多人甚至认出了 这位被斩杀的强者 正是有着猛如虎之称的张震 他在后天境级别中 可不算弱者 连他都被如此迅速地斩杀 向上的实力 可想而知 不由自主地 许多人停下了脚步 不敢再靠近了 连后天境强者都被这么快斩杀 他们大多都只有练气劲的武道实力 自然更不是对手 人都是惜命的 在人多势众的情况下 他们或许会头脑发热冲上去 但如今向上的战绩 让他们头脑瞬间冰凉 自然不会去作死 一些过于靠近的 还往后面连退了数百米 向上扫射了所有人一眼 见杀鸡儆猴的计划出见成效 心中也是松了口气 所有人冲上来的后果 他可承受不住 储物袋 还有一根中平法器级别的长棍 收获还算丰厚 紧接着 向上眼睛一亮 快速捡起战利品 而后没有停留 继续沿着 向着山脉的深处冲去 数分钟过后 一位气息凶猛的武道强者 快速掠过 一些小数都因为他的速度太快 而掀起的飓风 倒塌了下去 紧随其后 又有数位明显实力不凡的强者 施展着身法 从远处飞奔来 这些人 一个个实力都达到了后天境级别 在听到了那声 他在这里 的呼喊之后 全部以最快的速度赶来 树西后 一个一身白衣 美丽如鲜的女子 迅捷如电 飘然而至 又急速远去 是陈家长老陈紫棋 她可是后天境第七重的武道强者 那是战神战队的队长红继武 后天境第六重的武道修为 没想到她也来了 真神战队的毛天才 毛天父两兄弟也来了 他们可都是后天境第五重的强者 还有那个 可是陈家青年一代的最强者 陈东海 听说上次出手 斩杀了一位通灵境中期的小妖 无数人兴奋地看着 这一个个远去的身影 这些可都算是一方强者 在江州市基地中 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这个时候 却都出现在了这里 很多人 不由再次行动 向着那个方向追赶了过去 如今 经过向上的连番出手 他们已经清醒了过来 知道这场争斗 不是他们能够插手的 但看热闹 可是人的天性 这么多强者出动 必然有一场大战 他们自然不愿意错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还有着更多的武道强者 从各方赶来 只是短短时间 在这附近出现的 后天境强者 就超过了十个之多 向上这次是真的死定了 这么多的强者出现 他不可能逃得了 对 真是可惜了 练七境的实力 就能够连续斩杀 几位后天境强者 同龄中 整个江州市基地 也拿不出一个呀 他确实是一个绝世天才 上一次武道天堂 四榜更新 他就已经排在了 潜力榜五十六 天交榜一百九十九 如果他现在 这些战绩拿出去 估计潜力榜 可能直接就上升到了 前十名 就连天交榜 也能够进入前百 不对 至少能进入前三十 谁叫他作死呢 得罪谁不好 得罪天舞集团 他们可不会管 你是不是天才 扼杀天才的事情 这些大势力 又不是没有做过 十年前的航步舞 妖孽程度可不比这项上叉 不还是死在了两大一流势力的联合绞杀之下 静生 你不要命了 所有人顿时不再说话 只是远远地跟在后面 忽然 让所有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原本早早远去的向上 忽然折返了回来 哈哈 你是爱送死的吗 既然如此 就成全你 追在追前面的陈家长老陈紫棋 哈哈大笑了起来 速度在提 猛地迎了上去 其他几位追到进前的后天进舞者 脸上也是露出了振奋的神色 原本以向上展现出来的速度 他们想要追上 还是非常困难的 要知道 向上的速度全力爆发的情况下 就连后天进第九重的陈家家主陈木青 都需要不短的时间才能够追上 更别说他们了 只是如今 他竟然自投罗网 向着他们这边冲来 自然让他们喜出望外 全部向着他扑了上去 体内的真元 暗自快速流转着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将之情下 甚至斩杀 望着迎面走冲上来的陈紫棋 向上脸色不变 身形猛地一转 引起羊指之间 绕了开来 你跑不了 陈紫棋大鹤 那如店一般的身影 如影随形 快到了极致 后天进第七重的舞蹈修为 让他的真元浑厚无比 也凝实无比 同样的身法 他的身法在他身上施展出来 快了太多 加上那锐利如刀的眼神 在向上刚一转身的瞬间 就猜到了对方的动作 迅速追上 向上不管不顾 拼命向着前面跑去 迎面一位后天进中期的舞蹈强者 看准时机 一刀猛地劈了过来 这一刀霸道而凶狠 好似腥风血雨 蕴含其中 惨烈的气息扑面而来 向上脸色不变 身法施展到了极致 在扑出的瞬间立即转向 躲开了对方 势在必得的一击 哼 战刀猛地打在大地之上 一条纵横数十米的划痕 清晰地浮现在所有人的眼前 那划痕深不见底 有一种强烈的刀意气息 蕴含其中 没有人怀疑 这一刀的威力 就算是后天进舞者 也要避其锋芒 只是让人遗憾的是 向上躲了过去 不过 在这个时候 却有更多的后天进舞者 扑了上来 两柄战斧 一左一右 划破长空 向着向上袭来 与此同时 又有一柄长枪 枪出如龙 猛然爆发 急速捅了过来 这一刻 向上好似陷入了绝境 被三面围杀 动 动 动 恰在这时 一种强烈的震动之声 忽然传来 好似整个天地 都要崩裂倒塌 一种压抑到了极点的气氛 弥散开来 让人心神颤动 面对三面围攻 向上脸色不变 手中战刀猛然挥动 体内真气 好似沸腾的岩浆一般 急速流转着 哗啦啦的炸响 乾坤一隐 无数的刀芒 瞬间被向上斩出 一层层的刀芒 将向上整个护持在内 砰砰砰 两柄战斧 还有一根长枪 狠狠地撞在了刀芒防御之上 发出了通天的震响 好似雷弓轰鸣 将周围的一些草木 都给震碎 挡住了 远处一直观战的人震惊了 他们的眼力不弱 加上向上星径突破 气息还有些散乱 自然能够看出 他如今已经突破 达到了炼气径第七重 尽管实力 比之前在天舞阵的时候 强大了许多 但炼气径 毕竟只是炼气径 与后天径舞者之间 有一个大境界的差距 并且 这三个围攻的后天径舞者 可都不算拥手 最弱的一个 都要比向上之前斩杀的 那个张震要强 武道境界都达到了 后天径中期 可是在三人围攻之下 竟然还没能攻破 向上的防御刀芒 实在是让他们难以置信 向上实力突破之后 同样的武技 自然施展出来的威力 就强大了许多 如今 向上施展乾坤一影的防御能力 三个后天径四重的强者 同时攻击 也能够抵挡 那三人眼看一击不中 脸上不由露出意外之色 而后很快再次出手 想要将向上拿下 哼 向上冷哼一声 感觉到身后的动静越来越大 心中也闪过了一丝交集 自然不会再去理会几人 身形一闪 有如青烟一般 从另一个方向掠了过去 躲避了包围圈 只是向上才刚一站定 又有一柄长剑 呼啸之间 快速打来 对方的眼中 闪过浓烈的杀鸡 那股恨意 竟好似滔天一般 要将他撕碎 死吧 他嘶吼着 力量爆发的越加凶猛 看着对方那有些熟悉的脸 向上心中闪过一丝明雾 认出了这人的身份 陈家青年一代的最强者陈东海 是被向上杀死的 天舞制药集团 总经理陈木华的儿子 怪不得对他那么仇恨 快了 只要树西向上神色不变 提起战刀 就想要防御 忽然在一旁 一道剑光炸起 竟先踏一步 将这陈东海的攻击 抵挡了下来 你怎么来了 向上目光闪过 脸上不由露出一丝温暖之色 来人正是第一舞蹈学院的导师秦青 快跟我走 冲出去 秦青见向上安全无视 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 尽力迸发 立即就将陈东海打飞了出去 他的实力可是比陈东海要强得多 动 动 动 随着时间的推移 之前的那种震动之声 变得越加强烈了起来 好似黑云鸭城 让人心神震荡 快看 那是什么 忽然一声惊呼声传来 指向了山脉的深处 事实上不需要他提醒 早在那种震动之声传响的时候 已经有许多人将目光放在了那边 只是因为距离太远 加上夜晚天色昏暗 看不真切 所以一直在驻足 寿 寿巢 是寿巢 一位后天静初期的舞者 身子一颤 高呼道 说完 他竟想也不想 毫不犹豫地 向着山脉的外围冲了出去 这个时候 大多数人 也已经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些凶兽 从山脉深处冲出 特别是最前面的一些 体积庞大 气息凶猛 踩塌在地面上 地面都凹下去了一大块 一些眼力强大的人 甚至能够看到更远处 无数凶兽 漫山遍野地往这边冲来 阻挡在他们面前的草丛灌木 横沟山时 甚至是树人难以核爆的巨树 都被冲撞了开来 倒塌了下去 然后被更多的凶兽 踩塌成为了粉碎 死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吞咽了一口口水 他们惊呆了 甚至有些不知所措 整个江州市基地 已经有足足十年 没有出现过寿潮了 猛然间突然面对 让他们手心脚心都一片冰凉 那种漫山遍野 视野中全是各种凶兽的景象 让他们震撼不已 不过很快 他们就反映了过来 现在并不是感慨的时候 铺天盖地的凶兽朝袭来 危险无比 自然是逃命要紧 视野 所有见到这样景象的人 全都在刹那间转身 毫不犹豫地向着山脉外面跑去 什么悬赏 什么奖励 什么热闹 自然都没有自己的生命来得重要 就连一些后天进舞者 面对这样的景象 也都心惊不已 第一时间转身往外面逃去 到了这个时候 所有人才恍然察觉 为什么向上会在跑掉了的情况下 再次返回 不惜面对无数 后天进舞者的围堵 对比这铺天盖地 几乎无边无际的凶兽浪潮 自然是这个方向 要安全得多 不要看了 快跑 向上一把拉住处于震撼中的 秦秦的手 快速地往一个方向冲了过去 秦秦见状身子一颤 脸上露出一丝羞红 只是黑夜中 并不能看得真切 他顺着向上的拉扯 也是施展了身法 与向上一起 向着那个方向冲去 这里 好像不是山脉的外围吧 秦秦一边施展身法 一边低声问道 因为大多数舞者 都被身后的兽巢吸引 是以这时候 反倒没有谁对他们出手 你跟着就知道了 向上淡淡地说了一句 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一旁被打飞的陈东海 见状怒哼一声 快速追了上去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他自然不会放任向上逃跑 一些心怀想法的人 贪念向上储物带中 天舞制药集团宝库中的 价值连城的宝物 也是跟了上去 而更多的人 混乱中本能地 往山脉的外围 江州市基地方面 跑去 面对寿巢 个人的实力被无限降低 更别说其中 还有许多通灵境的小妖 后天境武者 都有陨落的危险 只有回到江州市基地 依托城墙和军队力量 才能够真正地抵挡 这属之不尽的凶手 想跑 陈家张老陈紫棋 见向上想要逃跑 怒吼一声 身形一动 就要追赶上去 将之彻底留下 兽巢虽然凶险 但他自信以自己的实力 短时间内保住性命 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只是恰在这时 一声嘹亮的 阴蹄之声传来 眨眼间就只见一头展翅 足有十多丈 躯体庞大的巨鹰 从兽巢的方向飞速掠过 他的速度太快了 眼睛也太过锐利了 第一时间就找上了 所有人中明显实力最强的 陈紫棋 瞬间扑了下来 通灵境后期凶兽 金翅飞鹰 陈紫棋瞬间变色 再也顾不得追赶向上等人 连忙开始躲避这头 金翅飞鹰的攻击 一般相同等级情况下 凶兽的实力 都要比人类舞者要强大一些 更被说这头金翅飞鹰 在通灵境后期小妖中 都属于强者 加上天空中的巨大优势 实力强大的可怕 Pull 第一次交风 陈紫棋就落入了下风 飞鹰扑击 掀起了巨大的飞风 那坚硬如金刚的 巨爪抓了下来 陈紫棋举起武器抵抗 立即就被那种 不可匹敌的力量给打飞 紧随其后 金翅飞鹰双翅扫过 好似巨型战刀一般 整个地面 生生被削平 一颗晴天巨树 也在它那金翅扫荡过后 断裂了开来 留下了一个平滑无比的切口 哄 巨树倒塌 掉在地上 生震十里 让人震撼不已 除了这只金翅飞鹰之外 很快又有数只通灵境凶兽 快速冲向那些后天境舞者 短短时间内 竟就出现了 二十多头通灵境小妖 或是飞禽类 或是走兽类 或是灵甲类 各个体积庞大 气势凶猛 灵气复苏以来 人类通过修炼 实力都有着巨大的增长 但凶兽的进步 却更加快速 无尽大山之中 生长着数之不尽的天才地宝 它们并没有什么修炼之法 能够快速进阶 但在这丰富的天才地宝的帮助下 实力提升一点都不慢 有些还觉醒了特殊的神通 战斗力堪称恐怖 好在在这无数凶兽之中 暂时并没有先天境级别的大妖出现 不然现场所有人 几乎没有谁能够逃脱的了 另一边 向上和秦清 各自将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每一次跨步 就是数十米的距离 周围的景象 快速地向着身后飞掠 这个方向 好像凶兽确实更少一点 渐渐地 秦清也是发现了 跟着向上跑的这个方向 凶兽要比之前那边 要少得多 当然 这并不是说 这里就是绝对的安全 但相对来说 通灵镜小妖 只有两三只 威胁并不大 如果从之前那个方向 往山脉的外围跑 短时间内确实相对安全 可是无数的通灵镜小妖的追赶 可绝不是好受的 一旦被纠缠 那就等着被无数的凶兽包围吧 就算是实力再强 面对如海一般的凶兽大潮 也苏手无策 最后只有立即而亡的下场 整个大厦联盟无数年来 因此死在兽朝之下的 后天境级别的武道强者 太多了 数不胜数 只有先天境级别的强者 能够预控飞行 才能避免这样的下场 当然 最先看到兽朝的是我 我自然知道哪个方向 凶兽的实力强 哪个方向更弱 向上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 说道 之前 向上原本想着 进入山脉的深处 依靠里面的高等级凶兽 抵挡大部分的追踪者 没想到 计划赶不上变化 因为无数的武者涌入 肆意猎杀凶兽 引发了山脉中的凶兽的恐慌 无数的凶兽 因此逃亡深处 这种情况下 自然会引起凶兽的反弹报复 在一些通灵境小妖 甚至是某个先天境大妖的指引下 引发了这场兽朝 向上在深入其中的时候 自然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这种变化 看到那无数凶兽一起奔袭的震撼场景 而后他自然第一时间辨认通灵境小妖的数量 还有各个小妖的分布情况 才察觉到了这个方位 是相对最为安全的 还笑 你知不知道 我们有多担心你 不声不响就做出这么大的事情来 真是太大胆了 情轻健壮 没好气地说道 我这也是没办法 总不能别人都欺负到头上了 我还去隐忍吧 向上无奈地说道 地下联盟的悬赏 就好像高悬在头顶的一柄利剑 不想被动 他自然要展开报复 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做出选择 他还是会这么做 以前之所以忍让天舞集团 对他下达的必杀令 并不是他不想报复 只是因为实力不足 就算行动也动不了他们分毫 反而有可能将自己陷入进去 如今实力提升 加上这次的悬赏 当真激怒他了 他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别说是天舞集团 就算是地下联盟这样的 横跨整个大厦联盟 实力强大的不可思议的组织 只要有机会 他也不会放过 至于如今 他自然不会贸然去招惹 我这也没怪你 琴琴飞快地说着 忽然见光一闪 一头觉醒进后期级别的飞禽 在靠近的瞬间 就被他一箭斩杀 飞禽类凶兽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远远超过了在地面上奔跑的他们 时不时地就会有那么几只 飞掠过来 对他们发起攻击 事实上 最先与人类进行交战的 就是这些飞禽类凶兽了 很多人类就是因为这些飞禽的干扰 影响了速度 而后被那铺天盖地的凶兽大军给淹没的 这次你先跟我回去 我已经跟我父亲说过了 他答应出面帮你和陈家调解 只不过 琴琴说着 看了向上一眼 琴琴的父亲 正是第一武道学院的院长秦元宗 先天境以上的强者 只不过 可能你要受点委屈 要在媒体上公开向陈家道歉 并且还要归还从天舞制药集团中 获得的一切东西 勤勤小心地说道 向上皱眉 语气坚定地说道 他们想得美 他们愿意和解 我还不乐意呢 等着吧 总有一天 我会让他们跪下来 求我原谅的 我想你也不可能答应他们的条件 所以接下来就只剩下了一个办法 琴琴见向上没有生气 暗松一口气 而后说道 什么办法 向上问道 离开江州市基地 跳出陈家的势力范围 琴琴直接说道 先离开这里再说 向上心念一动 树柄清风小剑冲天起 瞬间没入两只飞扑过来的 飞禽的脑袋之中 透体而过 直接将之灭杀 两人尽管在说话 但却眼观四路耳听八方 对于周围的危险 都观察得一清二楚 有什么事情 都能够及时做出反应 呼呼 山林中 风声呼啸 两人的速度太快了 周围的景象快速倒退着 让人眼睛都看不真切 而在距离两人数百米外 正有三四位后天进舞者 快速跟随者 他们的速度 同样提升到了极致 紧跟其后 不愿意放弃 对向上的追踪 阿妩 身后 无数凶兽嘶吼着 一些速度快的凶兽 甚至已经追赶上了 落在后面的舞者 与之爆发出来一场大战 至于结果 自然不用多说 或许那位舞者 本身实力强过一些凶兽 但在被凶兽纠缠 没能逃脱的情况下 最后无不会被 无数凶兽给淹没 死咬啃食 最后尸骨无存 对于凶兽来说 人类的肉身 同样是大补之物 不 忽然 一声凄厉绝望的呼喊声 自身后传来 向上猛地回头 立即就看到 那位陈家张老 后天进第七重的 舞蹈强者陈子齐 被金翅飞鹰 猛地展翅划过 脑袋冲天起 鲜血喷洒一地 一带五道强者 就此陨落 聂处 找死 紧接着 一道震动虚空的声音 猛地传来 而后一位身穿 紧身练功服 身躯魁梧 浑身散发出一种 伟岸气息的中年男子 快速扑了上去 一剑斩出 好似可以划破虚空 整个天地 似乎都只剩下了这一剑 无数观望的人 都不由自主地沉浸进去 像是为这美丽的一剑感叹 陈家家主 陈木青到了 只是可惜 他还是来迟了一步 没能救下那位 后天进第七重的 陈家长老 陈子齐 破 金翅飞鹰一条翅膀 猛地被这一剑 给切成两段 失去平衡的他 立即横飞了出去 撞到了一大片的树木 他发出凄厉的阴提之声 想要再次飞起 又是一剑闪过 另一只金翅 也随之离他而去 被陈木青斩断 最后 他再次刺出一剑 彻底将这只通灵镜 后期小妖 给杀死 陈家家主 陈木青 不愧是地榜上 流明的强者 这一刻真正展现出了 自己那强横无匹的实力 受他影响 数量更多的通灵镜凶兽 向他扑来 他们凶猛无双 每一头都散发出 强烈的气息 就算是一只 都让人头疼 更别说他只有一个 越来越多的凶兽出现 漫山遍野 全部都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人 陷于自身的速度 没能逃离出去 而后很快陨落当场 沉入无数凶兽之中 快跑 被陈木青追上就危险了 陈木青的出现 让秦青也是变了脸色 低声提醒了一句 原本就已经快到极致的速度 再次激增了数成 向上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地榜上的强者 可绝不是如今的他能够应付的 真要被追上 就只有死路一条 是以体内真气 也是高速流转着 速度再次得到飙升 好在有数只通灵境级别的小妖 向他凶猛地攻去 让他脱身不得 也没能注意到 向上的具体位置 现场 太乱了 受吼声 惨叫声 震动声 声震四方 整个现场 就好似人间地狱一般 无数的舞者 因为一时的贪念 陨落在了这里 山林景象 快速掠过 一个个身影 被两人甩在了身后 渐渐地 他们已经跨入了山脉的外围 身后 尽管偶尔能够听到一些 受吼之声 却已经淡了许多 显然两人已经逃离了 受潮的包围圈中 成功脱险 背后还有几个尾巴 我需要处理一下 忽然间 向上猛地顿住 停了下来 没有了凶兽的威胁 向上自然不想 再让别人跟在他的身后 让自己的踪迹 始终处于他们的坚实之下 更别说 这些人 还对他不怀好意 轻轻点点头 同样有着这样的顾虑 数分钟过后 四道身影 先后从远处飞扑了过来 而后很有默契地 停在了距离向上等人 一百米开外 陈家青年一代的最强者 陈东海 真神战队的毛天才 毛天妇两兄弟 还有战神战队的红继舞 四位后天境中期的强者 没想到 我向上的吸引力 还挺强 向上声音淡淡 眼睛却闪过一道寒光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更别说 你的所作所为 彻底激怒了 我们陈家 只有你的向上人头 才能够消除我们的心头之痕 陈东海眼中 闪过仇恨的光芒 说道 嘿嘿 我们两兄弟 可没有他那么大的肚气 我们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你身上从天舞制药集团宝库中 搜刮到的宝物 宝物交给我们 我们立马就走 不跟你做丝毫的纠缠 毛天才黑了一声 说道 对 拿了宝物 我们才不管你跟他们的恩怨 毛天父跟着说道 毛天才毛天父两兄弟 是一卵同生的双胞胎 长相大不相同 一个极矮 一个极高 却都有着极强的武道天赋 如今仅35岁 就有着后天境第五重的武道修为 他们一个人的战斗力 就颇为强大 两人联手 配合默契的情况下 战斗力立即就会飙升 生生提升一个等级 能发挥出后天境第六重的武道实力 非常可怕 哈哈 看来我跟毛氏兄弟的想法一样 我只要把握 其他的什么陈家 跟我可没什么关系 红纪武大笑了一声 眼睛却肆无忌惮地 看向了一旁的秦卿 秦卿美丽脱俗的脸庞 不管是对谁 都有着堪称致命的吸引力 宝卧 就在我身上 想要就自己过来拿 向上冷哼一声 说道 哼 不知死活 在别人眼中 你或许是天才 练气境长后天境 确实是非常了不起 可是后天境和后天境是有区别的 如果你以为所有后天境武者 都像你杀的那几个废物一样 那你就错了 这一次 我要扼杀天才 说着 红纪武身形一动 快速向着向上冲来 一旁的毛天才毛天父 也是大笑着 向着向上冲去 紧随其后 陈东海手持长剑 身子一闪 迅速飞掠过来 四人尽管是第一次联合对敌 配合却相当默契 一左一右一上一下 几乎将向上整个闪躲空间 都包裹了进去 虚空都好像承受不住他们的锁定 变得凝稠起来 一股无形的尽力压迫力量 让向上好像披着一个上万斤的重甲 每一个细小的动作 都要费极大的力气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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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上的眉头一阵阵地抖动 他感觉天地间的一切都消失了 只剩下他站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中 四周是凶猛无比的火山岩浆 要将他摧毁 正在这时 一柄长剑忽然插入其中 只是微微一个上条 那好似被冻结的虚空 刹那间就活了过来 阳光明媚 冰雪消融 整个天地都充满了一种生机的气息 却是一旁的琴琴突然出手了 一柄长剑 只是一身 无尽的活力气息 好似能将人心底最深处的阴霾 都给驱散 一柄长剑 两柄战斧 竟在这一刻全部都被他一剑给抵挡了下来 微微牵引着 就自动形成了一个狭小的战场 将毛天才毛天父 还有陈东海三人给圈了进去 这一刻 琴琴展现出了第一武道学院导师的强大战斗力 后天进第五重的武道修为 却能将三位近乎同级的武道强者的攻击 一同压制下去 向上目光一闪 战刀猛然炸起 无尽的刀光 组成一层强大的防御力量 让他好似一个刀仙 军灵大地 碰 红技武的武器颇为奇特 不是传统的长刀长剑 而是一种古兵器中的战歌 歌声修长 歌刃尖锐而锋利 战歌狠狠地刺在刀光之中 只听砰的一声 刀光猛地蹦碎 向上的乾坤义影的防御力虽然强大 但他本身的实力 毕竟还弱了一些 面对后天进第六重武者的权力一击 乾坤义影的防御力自然承受不住 刀忙碰碎 红技武的战歌只是微微一转 就再次捅了过来 一种一往无前 血战苍穹的气势 从他的身上升腾而起 好似黑云压城 盖压万古 在刀忙破碎 乾坤义影被打破的瞬间 向上就反应了过来 身形在瞬间飞退 早有准备的六柄清风小剑 在他的进前 就组成了一柄剑行虚影 剑行虚影凝实无比 形成之后 立即就与那根战歌撞了过去 碰 一声震响 战歌锐利无双 剑行虚影 同样强势无匹 两者相撞 好似彗星撞星球 刹那间爆发出强势无匹的气息 战歌无功而返 但是在这一刻 剑行虚影却同时被打碎了开来 六柄清风小剑 就好似断线的风筝一般 向着四面八方飞速扑去 这一击 两者间好似势均力敌 但实际上 在真正力量对比上 向上的小七星剑阵 还是稍弱一筹 无法抵挡那战歌的全力一击 因为在这一刻 红纪舞的战歌又一次挥出 好似无穷无尽 划过虚空 能将整个天地都给斩碎 一旁的秦卿 战斗之中 有些担心地望了这边一眼 向上确实天才 战斗力之强 远超一般的武者 以练气境第七重的武道修为 却能连杀数位 后天境武者 战斗力之强 堪比后天境第五重强者 但他此时面对的 毕竟是一个后天境第六重的武道强者 一身实力完全爆发 凶猛地一塌糊涂 看情况 向上根本不是对手 而他虽然还有余力 但同时面对三位后天境中期的武道强者 特别是毛天才毛天父两兄弟 尽管只有后天境第五重的武道修为 但两人练手之后 爆发出来的威力 堪比后天境第六重 再加上陈东海 陈家青年一代的最强者 尽管如今只有后天境第四重 但猛然爆发出来的实力 也达到了后天境第五重 堪堪达到后天境第六重的程度 在三人联手攻击之下 他虽然还能应付 却已经没有余力 帮助向上分担压力了 小七星见证破碎 红纪武的战哥再一次挥出 这一刻向上的情况危险到了极点 好像在下一瞬间就会被彻底斩杀 陨落在此 向上你死定了 红纪武脸上露出无穷的自信 战哥使出 搅动风云 吞心夺月 向上暴退 但战哥次来的速度太快了 已经超过了音速 那冲破阴障的巨响 好似能将整个天地都给震撒 现在得意 还早得很 向上并没有因此失去冷静 精神力涌动之间 煞时间一直挂在腰间的空心铃铛 响起了一道脆响 叮当 铃铛的声音忽然传开 清脆而悦耳 好似能让烦躁的人瞬间进入宁静之中 无丝无想 只是这在其他人听来 清脆悦耳的铃铛声 这一刻作用在红纪武的身上 就好似无穷的魔杖在冲击他的心神 一股强烈到了极点的刺痛之感 让他心神俱颤 身子都扭曲了起来 而他的动作自然也随之停滞了下来 甚至因为这股剧痛 他就连战哥都把握不住 几乎要掉落下来 红纪武陷入停滞之中 但向上可没有停下 在精神力引动空心铃铛的瞬间 向上战刀扬起 刀光忽闪 刹那间 一颗头颅冲天起 后天进第六重的武道强者红纪武 就此陨落当场 被向上斩杀 向上脸上无喜无悲 斩杀红纪武之后 毫不停留 身子一闪 就踏入一旁的战场之中 精神力再次涌动 叮当 又一声铃铛声响起 联合在一起施掌武技的毛天才 就猛的一颤 从那种配合无间的状态中 退了出去 甚至也陷入了凝制之中 一旁的琴琴 自然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 手中长剑微微一颤 瞬间划过一道玄妙至极的弧线 破 长剑轻颤间 穿过重重阻拦 直接没入到了毛天才的脖子之中 穿透而过 直到这个时候 她才好似有了一些清醒 惊恐无比地望着长剑的另一端 琴琴那美丽却冰冷无情的脸 张嘴想要说什么 却只有一大片的血液吐出 子 琴琴很快抽出长剑 刹那间 毛天才的脖子几乎被切割成了两半 鲜红的血液喷洒着 落在地上 传出一阵阵扑扑的声音 毛天才瞬间生死 这一切的变化都太快了 快到毛天赋和陈东海 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在极短的时间内 向上就已经将后天进第六重的 红纪武斩杀 并且很快加入他们的战场 与琴琴一起杀死了毛天才 哥 毛天赋震惊地望着倒下的毛天才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旁的陈东海 见状也是脸色大变 心中冰凉一片 向上的实力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 早知道如此 他们又如何敢追赶过来 我要杀了你们 毛天赋的眼睛 此时已经通红一片 源自心底的无穷愤怒 煞时间冲昏了他的头脑 他怒吼一声 再次举起了手中的战斧 用力批出 想到与毛天才数十年 一起努力成长的情景 毛天赋脸色猙獰 高大的身材 配合那巨大的战斧 给人一种无穷的冲击力 相比之下 陈东海却冷静得多 他用充满忌惮的眼神 望着向上腰间的那个铃铛 那奇鬼的能力 让他惊恐不已 源自对生命的渴望 让他这一刻 做出了最为明智的决定 他直接转身 逃了 以比来时更快的速度 向着身后逃去 叮答 再一次铃铛响起 他身躯狂震 恐惧完全占据了他的身心 好在预感到的攻击并没有到来 他完全不受影响地 继续向着远处逃去 不过 这一刻 他却也清楚了 既然他没事 那么毛天赋 就必然遭殃 他必死无疑 瞬间跑出百米开外后 陈东海还是没能忍住心中的好奇 转头望了过去 却恰好看到 那毛天赋的脑袋 被向上一刀斩下 这一幕 深深地硬刻在他的脑海中 彻底成为了他的噩梦 也在这一刻 向上成为了他的心魔 只要一想起 就心生恐惧 回忆起这时候的惊硬和无助 好了 不要追了 斩杀毛天赋后 晴晴正想追赶陈东海 向上连忙拦住 此时此刻 他的脸上一片苍白 身上额头上 汗水晶晶直落 脑袋更是眩晕得厉害 好似随时都要昏睡过去一般 你这是怎么了 晴晴见到他的状态 心中一紧 连忙问道 没事 收拾一下战利品 我们马上离开这里 向上强撑着 没有昏睡过去 说道 晴晴连忙点头 将他们几人身上的 储物袋 还有武器全部搜走 然后才扶着向上 快步离开 至于陈东海 早就被吓破了胆 根本就不敢回头 路上 向上总算稍微恢复了一些精神 摸了摸腰间的空心铃铛 心中一片宁静 这个空心铃铛 还是在空间走廊中 周五年交给他的 因为这个铃铛没有心 加上注入蒸汽 他也没有丝毫反应 向上远以为 这只是一个残破的法宝 只是材质特殊 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直到偶然间 向上在研究这件法宝的时候 将精神力注入其中 顿时就发现了 这件空心铃铛 竟然是罕见的精神攻击法宝 每一次注入精神力量 都会使他发出一股精神攻击力量 威力强大的可怕 唯一可惜的是 每一次驱使 都需要耗费极多的精神力 饶式以向上的精神力浑厚程度 也只能发出三次攻击 三次过后 他的精神力就会完全消耗干净 几乎不留一丝残余 不过对比他那恐怖无匹的力量 这些消耗 却是值得的 也因为拥有着这样的精神攻击法宝 向上才有底气 留下红继武等人 那精神攻击太过强大了 就算是后天进第六重的舞者 都会受到影响 陷入短时间的凝制之中 而舞者战斗 瞬间就能够愤出生死 树西的凝制时间 足够让向上将对方杀死数十次了 而这也愈加显得 这空心铃铛的恐怖之处 向上到现在 都没有试出他的极限在哪里 也不知道他的具体品级 但有一点 向上可以肯定的是 他绝对超过了法器级别 很有可能达到了 传说中的法宝的程度 唯一可惜的是 陈东海见机不妙 第一时间就逃跑了 要不是顾忌自己的此时的状态 精神耗尽之下 就算是普通的炼器进舞者 都不是对手 他才不会阻止 秦清导师去追杀他的 数个小时过后 向上和秦清两人 远离了田林山脉 来到了一处荒废的小山村中 暂时躲避了起来 小山村如今已经荒废了 近乎上百年 很多房屋都已经倒塌 地面上满是凶兽 肆虐过的痕迹 向上和秦清 在斩杀了一头高级凶兽后 直接占据了他的巢穴 移动两层楼高的别墅楼 当做了自己的临时居所 向上盘膝而坐 默默地运转无名精神修炼法 缓慢地恢复着自己的精神力量 经过连番大战 向上对于自己的真实战斗力 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 如果只是舞者手段的话 他的能够爆发出来的战斗力 大概相当于后天境第二重 到后天境第三重之间 在同龄舞者中也算是极强了 应该已经达到了天交榜上前二十左右了 但是如果算上神念师的手段 向上的真实战斗力 如今已经达到了后天境第五重 同龄中不说没有 但也绝对稀少无比 至少可以排在天交榜上前三 甚至问鼎天交榜第一 都有可能 而如果算上空心铃铛的手段 向上有把握 一般的后天境第六重的强者 也绝不是他的对手 只是这么算的话 向上好像已经处在了同龄中的最顶端 甚至可以被称为同龄中最强 这个称呼 确实有着极强的诱惑力 就算是向上 也有了一瞬间的心动 心中生出一种自信自满的情绪 不过很快 他就将这种不成熟的想法 给压了下去 或许只算真实战斗力 他确实很强 可在同龄人中称雄 但他却不会因此而松懈 认为自己真的可以在同龄舞者中横行 要知道 他能有空心铃铛这样强大的精神攻击法宝 其他舞者 同样有可能拥有 甚至 他们大多处于京都 手中掌握的资源 要远远高于他 身上拥有的法宝 甚至可能比空心铃铛还要强 一旦对上 就算向上实际战斗力 要比对方要强 也要吃亏 练气静以上舞者 不像练体静 因为拥有真气 已经能够催动一些法宝 发挥出远超自己本身实力的攻击力了 更别说 还有许多尽管不在天胶榜上 可实际战斗力 要远高于天胶榜上强者的存在 年轻是一种优势 但同样也是一种劣势 实践积累上 并不如一些老牌强者 梁九 向上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恰好看到 数米开外 秦清正靠在一个石柱上 看着个人终端 你醒了 怎么样了 秦清显然 时刻注意着向上的情况 见状连忙收起了个人终端 问道 已经完全恢复了 向上笑着说道 对了 那个寿潮如今 怎么样了 秦清导师 观看个人终端 显然是想看有关于寿潮的新闻 之前那铺天盖地 无数凶兽汹涌而至的场景 向上可谓印象深刻 已经被镇压下来了 秦清轻描淡写地说道 这么夸 向上眉头一条 有些意外 当然 又没有先天境大妖带头 只是几十头 通灵境小妖形成的寿潮 规模有限 有军方还有江州市 那么多先天境强者在 自然形成不了 什么威胁 只是这次去田陵山脉中 那上万个舞者 到了大霉了 最后活着回去的 估计不到一半 陨落在其中的后天境强者 也有十多位 秦清理所当然地说道 向上想想也是 别看寿潮凶猛 但毕竟个体实力太弱了 而军方的强势 他可是清楚得很 一个钢铁重炮 就能够威胁一位后天境强者 更别说军方 还有比之强大的 多的重型武器 就算是先天境大妖 也不敢直面 而且 除了军方之外 江州市中 可还有十几位先天 数不胜数的后天 那些凶兽能够 从田陵山脉 冲到江州市城墙 就算是非常了不起了 实际上 那些凶兽 顶多冲到了天舞镇 就被无数的强者 将之打散 对了 你接下来 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秦清接着开口问道 就像你之前说的 继续留在这里 肯定会受到 陈家的报复 倒不如跳出去 去见识更广阔的天空 更别说我还和别人 有了个约定 所以我打算去京都 向上想了想 说道 他从来不低估任何人 继续留在江州市基地 他的生命安全 必定要受到威胁 之前是陈家 没有太过重视他 才让他能够 一直活到现在 到如今对方 对他可谓是恨之入骨 自然会施展一切手段 要将他扼杀 所谓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他可不会给别人 杀死他的机会 约定 秦清闻言 不知道为什么 心里有一瞬间的难过 感觉鼻子有点酸酸的 瑟瑟的 去京都也好 那里不管是环境 还是资源 都要远比这边要强 对你未来的成长 非常有帮助 不过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秦清目光一闪 将那种莫名的感觉 抛之脑后 而后看向了向上 他有想过 让向上留下 甚至请他父亲出面调解向上和陈家的矛盾 毕竟他父亲秦源宗可是第一武道学院的院长 还是天榜上的强者 说的话 没有谁敢不重视 但考虑到向上的性格 还有他与陈家的矛盾 他还是放弃了开口 决定尊重他的选择 毕竟京都 确实要比江州市要大得多 不管是资源 还是修炼环境 也要好得多 现在就可以出发 向上皱了皱眉 说道就是这次计划还是不够周密 有些东西还忘在学院 可能要麻烦你了 放心吧 刚好我也把东东带来 你等着 秦秦笑了笑 听明白向上的要求后 快速离开 而也在这个时候 随着寿巢被扑灭 无数有关于这次围堵向上的战况经过 就在整个江州市基地中传了开来 杀练弃净武者如土狗 再次斩杀后 天晋第四重武者猛如虎张震 在无数后天晋武者的包围圈中突围而出 这一件件事情 传播开来 带给许多武者的震撼 是超乎想象的 向上的所作所为 不仅没有让人感觉到恐惧 反而让他们 生出了崇敬崇拜之感 毕竟他做的这一切 可都是有理由的 是陈家先一步 招惹向上 在内部网上 对他下达必杀令 接着 和其他四方一起对他进行悬赏 想要他的性命 不管是谁 都不会容忍别人 对自己的追杀 向上做的这一切 不仅没有错 反而是更让他们佩服 毕竟不是所有人 都有勇气 直面陈家的威胁 敢进行报复的 更别说 他们还听说 陈东和柳杰两人的身份背景 都极为不简单 但向上 却还是义无反顾 杀法果断地将之斩杀 能做到这点的 或许很多 但敢这么做的 却少之又少 向上是一个值得 他们佩服的偶像 而他的一些人生履历 也被媒体自发地翻了出来 孤儿出身 崛起于微末 从一开始的 普通逐渐成长 变为天才 一步步展现自己的天资 成为强者 进入潜力榜 天交榜 练气斩后天 有许多人注意到了 他的成长速度 远超旁人 或许是因为 获得了某些天才地宝 有一些人 甚至动了一些异样的心思 但更多的人 特别是 少年一代 年轻一代 却也将他当作了 自己的人生偶像 希望自己有朝一日 能够像他一样 成为如此耀眼的 青年强者 时间缓慢流逝 陈家也逐渐放弃了 对向上的搜索 大部分陈家子弟 都撤回了江州市基地 当然 这并不代表着陈家 已经放弃 只要地下联盟上 有关于向上的悬赏 还没有撤去 那么就表示 他们对向上的追杀 并没有停止 他们只不过是将 杀死向上的计划 从明处转到了暗处而已 事已 就算向上离开了江州市基地 也不代表着他完全安全 还是会有各个杀手 会接取任务 对他进行追杀 忽然 向上心中一震 连忙离开了原地 只是一个跳跃间 来到了别墅的屋顶 透过窗户 开始观察外面的景象 远远的 只见一道身影 快速穿行着 眨眼跨过了数十米的距离 见到来人 向上才算是松了口气 走了出去 你回来了 没被跟踪吧 来人 正是之前 离去的情情导师 眼见对方一副严肃的模样 向上不由开口问道 差一点被人跟踪了 还好我反应快 带着他们绕了一圈 总算没让他们发现 对了 这是你让我带的东西 还有洞洞 交给你了 向上随手接过对方 递过来的东西 粗略看了下 随手就放入了储物袋中 而这个时候 雷兽又在洞洞 见到了向上这个主人 早就兴奋地 咪叫了起来 好似一个小羊羔 那胖了一大圈的身躯后面 萧短尾飞快地摇动着 展现自己的兴奋的心情 他跳下了轻轻的怀抱 又飞快地跳了上来 直接扑在了向上的怀中 那萌萌的双眼中 满是兴奋和委屈之色 好似在诉说着自己的心情 颇为灵动 白羊你这么长时间了 小没良心的 晴晴瞠怒地看了洞洞一眼 美丽的脸上流露出一丝不舍 这段时间 谢谢你照顾他了 向上感激地说道 客气什么 我也很喜欢他 晴晴摆摆手 而后望着向上那俊朗而坚毅的模样 让他心中一颤 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 到嘴边却变成了另一句话 一路小心 我会的 你也小心点 有很多人看到了 你跟我一起离开 如果有人问起 你实话实说就好了 不用刻意隐瞒什么 向上一脸感激地说道 只要我不想回答 没谁敢逼问我 你就放心吧 晴晴回道 向上恍然 以他的身份 一般人还真不敢去逼问 既然如此 那我走了 后会有期 眼见时间不早了 向上最后深深地忘了 晴晴导师一眼 像是要将他的面容记住 而后直接转身 抱着洞洞离开 健壮晴晴微微颤动了一下 说道 保重 一百年前 江州市距离京都 直线达到了上千多公里 坐车都需要一到两天的时间 而如今 整个天地发生了巨变 灵气复苏之下 不仅动植物发生了净化 就连山体也在成长变大 一些低矮的山丘 如今很有可能变成 数千米高的飓风 原本就有数千米高的山林 却也会因此变得越加的庞大 好似晴天柱一般 插入云端 撑起整个天地 地面平原也在极度扩张着 百年来 早已经扩大了无数倍 有专家因此做出估计 如今的星界 已经比百年前 足足扩大了十倍之多 而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扩张速度 还在加快 完全没有停止的意思 事已到如今 尽管江州市基地 和京都间的路线畅通着 每年都有无数舞者商人 在其中穿行 但实际距离 却已经远大于百年前 因为道路的原因 以前坐车 都需要一两天 才能到达的距离 如今就算是乘坐飞车 也要最少十天半个月的时间 此时距离向上 和胡孟岩的约定 还有半年时间 是以他并不着急 也并没有特意走到 那条畅通的道路 行走 同样是一种修行 这段时间 因为陈家的危机 向上对自己的实力提升 有些太过急功近利了 所以他打算通过一路的历练 对自己进行锻炼 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 将自己体内博杂的真气 提炼纯净 彻底稳固自己的武道境界 一个茂密的山林中 一团火焰 升腾而起 向上坐在一旁 手中提着一根长长的木棍 木棍之上 是一头被包去了皮毛的铁嘴鸡 被他架在火焰上 进行烧烤着 时不时的 他会讲一些调料 均匀地撒在上面 浓郁的香味 随着调料和油脂混合而散发出来 让得向上食欲大增 实力达到了炼气境之后 武者对于血肉的食欲 就大幅度降低 不再如炼体境那般疯狂 毕竟炼体境的时候 不能够吸收天地灵气进行修炼 想要增强气血 提升实力 只能通过吃凶兽血肉进行提升 这也是造成各个炼体境武者 食量都大的恐怖的原因 而如今 向上食力已经达到了炼气境第七重 对于凶兽血肉的需求 自然降低了许多 甚至几天不吃饭 只是修炼吸收天地灵气 就能够维持 当然 这并不代表着他已经能够完全避骨 如今他同样需要吃饭 需要进食 但如今进食 更多的却是为了维持自己身体的基本需求 满足自己的口舌治愈 嗯 好吃 果然铁嘴鸡虽然只是低级凶兽 但单论肉质鲜美 他却是最顶级的 向上一口咬了下去 那无尽 美味在味蕾中炸开 让他幸福地眯了眯眼睛 一旁的动动剑状连忙吼叫了起来 他可是被向上的表情缠坏了 剑状向上只能无奈一笑 分了一半肌肉给他 最后还不够 向上只得再次出发 猎杀了几只铁嘴鸡 一一处理后 烧烤熟透 才再次开吃 三四只铁嘴鸡 一人一瘦 吃了半个多小时 才将只消灭干净 随手将火焰熄灭 向上再一次踏上了路程 这个时候 距离他离开江州市基地 已经过去了五天的时间 在这五天的时间里 他并没有刻意地去寻找什么路线 而是按照一个大致的方位 直接穿山而过 以向上如今的实力 只要不是倒霉地 遇到先天境以上的大妖 基本上保命还是没有问题的 毕竟他的速度 就算是一般的通灵境凶兽 也不见得比得过 也因为向上与生俱来的 对于危险的敏感直觉 让他的安全 有了极大的保障 总是能够远远地 就提前发现前方的危险 避开后 自然安全性大增 当然 有时候 无聊的向上 也会专门找一些 通灵境凶兽进行大战 用以磨练自己的实力 提升自己的战斗经验 别说 无尽山林中 各种稀奇古怪的凶兽 数不胜数 通灵境的小妖 也是极多 向上与之战斗 经验极度丰富 就连体内的真气 也因为无数次的战斗磨练 变得精纯了几分 当然 也因此 向上的储物袋里面 不仅多了一些特殊的材料 连腰单都突破了十个之数 除了战斗磨练之外 图中向上更多的 就是将时间 放在修炼精神力量 和打磨体内 真气之上了 只是因为时间较短 还没有太大的突破 而在这段时间 向上自然没有放弃 对悟道珠的研究 特别是他那新出现的功能 能够记录与之交手的 舞者的一些武技功法 之前那段时间 向上大大小小经历了 数次战斗 面对的都不算是弱手 悟道珠中 自然也很是记录了一些武技 向上花费了一些时间 将这些武技整理了一遍 总算确认了心中的想法 悟道珠心功能 只记录蕴含着 冥冥中的道德武技 一般的武技 他根本看不上眼 而向上通过观察 理解这些蕴含道德方面的东西 却是有了一些模糊的想法 我不需要全部修炼这些武技 但却可以通过整理 将武技中蕴含道德方面 柔和起来 形成一个新的武技 在接连查看了五六门武技之后 向上心中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毕竟他身上的悟道珠 太过独特了 简直是天生适合创造武技功法的一种法宝 如果能将无数武技 柔和成一门武技 那威力将是不敢想象的 不过现在他记录下来的武技 还是太少了 只有武技多了之后 才好真正实施 很快 向上暂时压下了心中的这个想法 有些遗憾地想到 悟道珠记录功能非常逆天 但所谓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没有足够数量的武技 他这个想法就不可能实现 武道天堂中或许有足够多的武技 但却需要海量的资金 一个个贵得离谱 他可没有那么多心源 争取一个个购买 事已 向上心中也是定下了一个大致的计划 但想要具体实施 还需要足够长的时间 他并不着急 再次上路 向上带着雷兽洞洞 来到了一个奇异的山谷之中 这里人际罕至却生长了许多奇异的花朵 一个个开合着 七彩夺目 非常美丽 走进山谷 一种浓郁到了极点的花香 就从空气中 汇入向上的口鼻 让它一阵沉醉 来到这里 就连洞洞地兴奋了起来 跳下向上的怀抱 直接在这花海中肆意奔跑 时不时地咬下一朵花朵 舔了舔后 又很快丢弃 这些花朵尽管美丽 可并不是灵才 山谷灵气并不算充裕 只是大自然环境中孕育的产物 美丽的景象 自然会吸引人 向上第一时间 就喜欢上了这里 忽然 洞洞慌乱地跑了回来 一双短腿 跑得飞快 在它身后 一伙蜜蜂嗡嗡地飞了过来 足有数百只 向上见状有些失效 却并没有帮它驱逐 这些蜜蜂 尽管个头挺大的 一个个都有婴孩拳头大小 但并不是凶兽 只是有一些进化而已 见状洞洞 顿时有些委屈的乌液起来 跑到向上的身边 带着那些蜜蜂 绕着向上跑 很有一种或饮动水的味道 只是 尽管向上收敛了气息 但这些蜜蜂 却本能地对它有些惧怕 并不敢靠近 再绕了一圈后 很快就四散飞走了 眼间蜜蜂散开 洞洞立即得意了起来 欢快地来回跳动着 好似在挑衅 一只蜜蜂似是被激怒 快速飞了过来 洞洞撒欢间并没有发现 顿时被那只蜜蜂 狠狠地折了一下 一声凄惨的嚎叫声 从洞洞的口中发出 它激动地上下跳动着 来到向上的身边 双目汪汪 委屈地看着它 像是在跟向上告状 而它的屁股上 这时候也多了一个拇指 大小的红肿 颇为显眼 谁叫你调皮的 向上好笑地摇摇头 把它剥开 建筑人不理自己 洞洞四十枚放在心上 又一次在山谷内 跑动了起来 花海中四处都有 它飞窜过的痕迹 进入山谷深处 向上很快就发现了 洞洞被追的原因 却是在一棵小树上 有一个蜂巢 无数蜜蜂穿行其中 硕大的蜂巢中 一股诱人的蜂蜜香味 从中传了出来 而在蜂蜜 有一个细小的缺口 显然就是洞洞的手柄 不知道什么时候 洞洞又一次绕了过来 似是感觉到 有向上站在身边 胆子达了许多 直接一个飞扑 扑到了蜂蜜之上 砰的一声震响 蜂蜜直接掉落了下来 洞洞也是勇猛得很 竟直接咬住蜂蜜 立即掉头 就向着向上这边跑来 瞬间 无数的蜜蜂从中飞了起来 嗡嗡正想中 向着它冲去 真是惹是惊 见状 向上无奈地摇摇头 真要放任这么多蜜蜂蜂遮它 那它指定全身是包 它的体质虽然特殊 但这些蜜蜂也不简单 尽管没成凶兽 但风针也狠毒得很 还只是幼年期的它 很有可能承受不了 向上猛地一挥手 瞬间一股强烈的进风 袭了过去 立即就有无数蜜蜂 被吹飞了出去 只有少数几只个头较大的蜜蜂 抵挡了下来 却也东倒西歪 这是蜂王吗 竟也达到了凶兽级别 向上意外地看了几眼 那几头足有常人 拳头大小的蜜蜂 这几头蜜蜂 都是达到了初级凶兽的程度 甚至一头快头 更大的蜂王 此时竟已经达到了 终极凶兽的程度 当然 这对向上来说 并没有什么区别 很快就被他给驱走 他也没有将他们灭杀 毕竟怎么说 也是他们不对在先 将他们的老巢 给一锅端了 洞洞见主人驱赶了蜜蜂 岳家兴奋起来 飞快地摇晃着自己的小短尾巴 来到了向上的身边 献保式地 将整个蜂巢放在了向上的脚边 示意向上收下 非常的灵动 算你还有点良心 向上笑骂了一句 提起蜂蜜 感觉还有点沉重 浓烈的蜂蜜香味 让向上也感觉到有点馋了 唯一记得 上一次吃蜂蜜的时候 还是在小时候 父母还健在的时候 专门给他买了一罐包装好的蜂蜜 那甜甜蜜蜜的味道 就像记忆深处的那抹温情 刻骨铭心 向上撕下一块蜂蜜 算是对洞洞的奖励 才在蜂蜜上咬了一口 嗯? 猛然间 向上瞪大了眼睛 脸上显露沉醉之感 但心里却一阵诧异 这蜂蜜 好吃是真的好吃 不过 它真正奇异的地方竟然是 能够提升自己的精神力 蜂蜜的美味 自然不用多提 这种野生蜂蜜的味道 特别是灵气复苏后产生的蜂蜜 实在是人间极品 让人沉醉 但真正 让向上震动的是 在吃下蜂蜜之后 那种作用在自己的精神力量的清凉质感 却是在缓慢地提升着自己的精神力 尽管这种提升 似乎很是微弱 但也远比它修炼无名精神修炼法 要强得多 只是一口 就至少相当于修炼那无名精神修炼法 一整天的效果 实在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宝物 洞洞你这次 可算是立了个大功了 向上不由大笑了起来 蹲下身子 摸了摸幸福地舔弄着蜜蜂的小家伙 这些算是对你的奖励了 向上心中一动 原地立即出现了好几块拳头大小的雷金 这些都是向上从那个孤岛上雷金矿中获得的 他修炼五星雷体的时候 虽然有所消耗 但对比那堪比小山一般的雷金 算是极少的了 是以他的储物带中 还剩余了许多 那些雷金 向上原本就是打算 将之当作雷兽洞洞的口粮的 这个时候拿出来奖励 却是正好 原本享受蜂蜜美味的 动动身躯一阵 见到雷金后 飞快地窜了过来 小短腿拼命护着 而后小心地望了向上一眼 见他没有阻止 顿时兴奋起来 一个一个全部扒拉到自己的怀中 一脸雀跃 好笑地摇摇头 向上开始在花骨中转悠了起来 蜂蜜既然能够提升他的精神力 他自然想要更多 只是手中的五六斤蜂蜜 他可并不满足 花骨并不大 但蜜蜂却是极多 向上转悠了一圈 手中再次多了两个十斤重的蜂蜜 当然 他做事并不像动动那么粗暴 尽管将蜂蜜摘取下来 但他却还是留了一点在上面 给它们继续采集 相信再有一段时间 还是能够收获一波的 这个时候 向上已经是决定了 要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了 这种能够增加自己的精神力的奇珍 可是少之又少 珍惜无比 他自然不会放过这种 能够持续收割的宝物 接下来 向上再次往周围 往山谷的周围 仔细查看了一圈 在距离那个山谷五六公里开外 再次发现了一个蜂巢 向上满心兴奋地 将那个蜂蜜再去了下来 至于蜜蜂的攻击 在向上蒸汽护持之下 自然没能起到作用 不过 当它尝了一口之后 却有些懵了 精神力量没有增加 味道也不对 向上很快就察觉到 这次摘取的蜜蜂的不同 这么说的话 很有可能 那山谷中蜂蜜采集的花粉中 蕴含着某种增强精神力的效果 而在外面 因为蜂蜜采集的 并不是那种花朵的花粉 所以并不能增强精神力 向上心中猜测着 恍然起来 想象也是 江州市基地边上蜂蜜同样不少 但却从来没听过 有谁因为吃了蜂蜜后 精神力大涨的 显而易见的 那山谷确实非常奇特 生长的花海 也是少有的变异之物 也因此 被蜜蜂采集花粉之后 才能结成这种 能够增加精神力的蜂蜜 想明白这点 向上终于放弃了 在外面探寻的想法 再次回到了花谷之中 因为早就精神力探寻过 知道这里相对安全 是以他也放任洞洞在里面活动 接下来要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 那我就搭一个小木屋吧 向上看了眼周围的环境 再次走出了花谷 在距离花谷数十米外 就有一些大树 向上拿出战刀 只是数个劈砍 就将大树砍断 微微一抬 树人难以核爆 加起来足足数千斤的巨树 就被他抱起 抬到花谷口 栈刀迅速挥砍着 一个个枝叶被他斩下 而后取其躯干 再一一加工程自己需要的模样 数个小时过后 一个小木屋 就出现在这 无限美丽的花谷之中 满意地看着自己亲手 建立起来的花谷 向上心中 也是涌现出一丝成就感 尽管木屋并不算漂亮 但该有的东西可都有了 进入木屋 上面有一个木板床 向上从储物袋中 将一个圆盘拿出 放在了木板床之上 这个圆盘 正是巨灵盘 向上之前计划不过周密 尽管将大部分东西带走了 但却忘记了这件最重要的东西 因为时机敏感 所以他并没有进入江州市中 而是托亲戚导师 帮他将木屋内的 这个巨灵盘给带了出来 失去了巨灵盘 那个木屋内的阵法 必然威力大减 但对于向上来说 已经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毕竟他现在可没有生活在那里 巨灵盘刚一拿出 丝丝缕缕的天地灵气 立即就从四面八方汇聚了过来 好似受到了一种莫名的牵引 极为的神奇 对于巨灵盘的神意 向上早有预料 知道这必然是一种奇宝 珍贵至极 只是因为他境界过低 并不能窥探其中的奥秘 自然只能放任 盘膝坐在巨灵盘之上 向上从储物袋中拿出蜂蜜 一口一口地吞吃了起来 一边吞食 向上的脑海中 也一边在运转着无名精神修炼法 将这增加的精神力量 彻底地巩固 时间缓慢流逝 眨眼间就是十天的时间过去 踩自花谷内的蜂蜜 在这些天的时间内 全部被他吞入了肚子之中 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吸收 向上的精神力也有了极致的提升 向上将自己的精神力完全放开 瞬间 周围三百多米近四百米范围内 都处于他的精神感知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 通过吞服蜂蜜 向上的精神力直接提升了将近一倍 要知道 向上的实力可是跟他的精神力 直接挂钩的精神力越强 那么他的实力就越强 如今精神力提升了一倍 向上的实力不说提升一倍 却也绝对有了极大的提升 十天时间就有这么大的提升 这蜂蜜果然神奇 收起精神力 向上缓慢地走出了木屋之中 这么多天过去 花谷中的奇异花朵虽然还在盛开着 但向上能够明显地察觉到 很多已经过了花期了 处于凋零之中 剩下的奇异花朵 顶多还能盛开两三天的时间 观察了一番几个蜜蜂巢巢的情况 发现经过他们的殷勤劳动 产生的蜂蜜如今也有了近二十斤 相信两天过去 应该能够达到二十五斤的程度了 对这个结果 向上还是颇为满意的 之前二十五六斤的蜂蜜 就让向上的精神力 直接提升了近乎一倍 这次的二十多斤 就算因为长期服用效果相对减弱 也绝对能让它再有一次打得提升的 回到木屋前 向上再一次开始了修炼 五道修行就犹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想要成为真正的强者 就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这一次 向上修炼的是战刀武士第二史 乾坤易饮 乾坤易饮呼吸法 契合天地之时 一股奇异的力量 立即顺着整个天地 汇入它的脑海之中 让它的精神力 缓慢地提升着 与炼体径一样 这种有别于一般的修炼之法 获得的提升 与经过修炼 无名精神修炼法 还有吞服蜂蜜增长精神 都有不同 这是一种 不受境界限制的提升 就算向上修炼 无名精神修炼法 陷入了瓶颈之中 不能寸进 吞服天才地宝 都不能获得增长 通过修炼乾坤易饮呼吸法 契合天地 却还是能够让已经停止增长的精神力 再次得到进步 这对于绝大多数舞者来说 太过重要了 因为瓶颈 是阻碍修炼者进步的最大敌人 它原本的精神力量 不足以冲破阻碍 但如果通过这种方法 增长了精神力量 积蓄的力量就更强 自然有着更多的机会 进入下一个境界 一边修炼乾坤易饮呼吸法 向上的体内 混远五雷法 也在自动地运转着 每一时每一刻 都在淬炼自己体内的真气 让其更加的精纯 也更加的浑厚 甚至 就连向上的脑海之中 也在时刻地运转着 无名精神修炼法 可以说 向上每时每刻 都在修炼着 实力也因此 每时每刻都在增长 几乎没有停止过一瞬 悟道珠的强大作用 在这一刻 被它使用得淋漓尽致 通过悟道珠 向上将每一门功法 都修炼到了极致 圆满程度的功法 本来就被形成了本能 让它不去控制 都能够本能地进行运转 三门功法一起运转 尽管颇为消耗心力 但确实让它陷入某种平衡之中 将时间最大程度的利用 每一天 它都能够察觉到 自己比昨天 更强大了一些 修炼之中 时间过得尤为快速 三天时间 眨眼即逝 到如今 整个山谷内的奇异花朵 全部凋谢 再也没有扑鼻的花香传来 向上在花谷中走了一拳 将蜜蜂采集的蜂蜜 全部收走 比预计的收获还多一些 向上总共获得26斤蜂蜜 全部被它暂时收入储物袋中 再次来到木屋 向上微微招呼 一个黑胖的身影 就飞快地从花谷中跑了过来 一个飞跃 黑胖身影 直接跳到向上的怀中 十天的时间 向上每天喂食几块雷金 加上一些肉食供应 动动生长的越加快速起来 如今站起来 已经有向上膝盖高了 身子也是胖了一大圈 走 出发 向上最后望了花谷一眼 直接离开 从这里到京都 可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它虽然不急 却也不想在这里浪费太多的时间 翻山越岭 跨崖渡河 向上行走在山脉丛林之中 尽量避开一些危险的区域 一路倒也没有太大的危险 唯有一次 也是来自天空中 一只巨大的飞鸟 从半空中掠过 气势威压强到极点 向上估计 它至少有着通灵镜后期 顶峰的实力 也不知道它哪根筋不对劲 发现向上后 就对它一路追杀 向上也是费了极大的力气 躲进一个幽深的山洞中 才得以脱身 半个月后 向上出现在了一条山路中 已经彻底迷路的它 害怕会走岔了 当即决定 沿着这条路 走上一段时间 这条路 虽有后来人修建的痕迹 但却很少有车辆往来 向上走了大半的小时 却还没有看到一辆往返的飞车 想象也是 到如今 各个基地市 虽然能够通行做生意 但真正在路上通行的 还是极少的 毕竟野外中凶兽横行 难保就有倒霉的 碰到强大凶兽 事已 一般人驾驶飞车出行 要么就是一大批人一起 组成商队穿行 要么就是有强者守护 能够保护他们的安全 忽然 眼睛一鸣 竟是看到在数公里开外 两三辆飞车停在那里 此时此刻 正有一群数十头魔猿猴围在那里 对他们发起攻击 这些魔猿猴 各个实力强大 达到觉醒镜以上 其中 还有一头通灵镜的魔猿猴王 进行指挥 而另一边 这是十几位人类舞者 一个后天镜初期的老者 还有十多位炼器镜中后期 一身拥兵模样的舞者 他们守在飞车之前 与那群魔猿猴战斗者 很明显 双方战斗 明显凶兽魔猿猴一方 占据着上风 不仅是数量更多 更是因为那只魔猿猴王 颇为勇猛 那只后天镜初期舞者 尽管奋力抵抗 却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 相信被击败 甚至被那只魔猿猴王斩杀 只是时间的问题 至于其他佣兵 面对数倍于己方的魔猿猴 抵抗得越加的艰难 时不时地就有舞者 被魔猿猴抓伤 甚至直接拖入魔猿猴之中 而后被残忍杀死 中间明显更加豪华的飞车上 坐着一大一小两个女子 大的三十岁左右 一身私人定制的合体战服 既美观又舒适 一看就是高等级凶兽皮毛制作 较小的少女 只有十二三岁 可爱的小脸上眉头紧皱着 透过车窗看向外面 小手紧紧抓住自己的衣角 却倔强地没有哭出声来 苏震 你待在飞车里面不要出去 妈妈下去帮忙 见到佣兵还有黄老节节败退 根本不是魔猿猴群的对手 特别是黄老面对的魔猿猴王 凶猛残暴 黄老根本不是对手 岌岌可危 他顿时皱起了好看的眉头 说道 妈妈 我怕 名叫素贞的可爱少女 终于忍不住 眼睛微红 有些瑟瑟发抖地说道 放心吧 很快就会没事的 女子眼中闪过一丝担忧和无奈 安慰地摸了摸少女的脑袋 而后坚毅地打开了飞车大门 随后关上锁好 女子手持长剑 很快加入战场 趁着一头魔猿猴的不注意 直接通入她的身躯之中 Pull 锐利的长剑将她的身躯穿透 但很快就有两只魔猿猴 发现了她的出现 快速扑来 疾风剑 女子猛地一咬牙 手中长剑快速挥舞 好似一道道凌厉的疾风 肆意地在魔猿猴上穿行 扑扑扑 一道道伤口 出现在魔猿猴的身上 让她们陷入重疮 很快就相继被她 刺入体内要害之中 失去生命 女子的出现 很是缓解了佣兵的压力 却也引起了一位 雄壮的魔猿猴的注意 她放弃了对一位高大佣兵的攻击 直接扑了上去 那个高大佣兵刚想出手 又是两只魔猿猴扑了上来 将她拦住 数量的优势 让魔猿猴处于绝对的上风之中 数只围攻之下 极少有佣兵能够抵挡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就有数位佣兵 永远地倒了下去 还有几个 也是尽其多出气少 失去了战斗力 那只高大魔猿猴 熬叫一声 聚起一根巨大的木棒 对着女子狠狠地打了过去 碰 女子的长剑拍了过去 却在刹那间 察觉到 这一棍的巨大力量 身子一颤之间 抵挡不住 常见抛飞 那巨大的木棒余力不减 狠狠地拍在了她的肚子上 扑 女子口中吐出了一口鲜血 整个身子 也被猛地打飞了出去 在地面上滚了几圈 才卸去了力量 妈妈 飞车内 一直紧张关注战斗的少女 脸色煞白 担心地望着地面上的女子 觉醒静后期的凶兽 女子面色凝重 心中闪过一丝绝望 完了 此时她已经注意到 不仅是面对通灵禁 摩原侯王的黄老 还有剩下的佣兵 这时候 都已经处在最危险的时候 别说救援她 能保住自己性命 就算不错了 想到自己才十二岁的女儿 她心中一阵惶恐 但这时候 她只能坚强 她快速上前捡起长剑 再次出手 但是那只摩原侯 只是再一次挥出手中锯棒 脆骨拉锡一般 长剑只是呛然一声 然后携带着一股恐怖的剧力 再次撞在了她的身上 女子又一次地狠狠地摔在了地面上 这一次 她伤得更加严重 鲜血已经染红了她的衣巾 小姐 战斗中 黄老担忧地叫了一句 其他人目光也是怅然 但这时候 所有人都自顾不暇 根本就帮不上忙 哦 那只摩原侯 兴奋地嘀吼一声 再次举起巨棒 向着女子狠狠地砸了下去 这一棍力量之强 从那呼啸的风声中就能够听出 那强大的力量 像是要将空气都撕裂 不要 飞车上 少女发出绝望的呼喊 女子自己也是苦笑了一声 闭上了眼睛 她已经彻底失去了反抗之力了 一吸 两吸 三吸 两久 预估的攻击没有到来 女子不由睁开了好看的眼睛 立即就看到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一个少年来到了她的身边 一只手抱着一只小兽 一只却握住了那根 原本呼啸砸下的巨棒 那只魔猿猴 拼尽全力地想要将巨棒抽出 但这个少年握住巨棒的手 就好似铁箍一般 任由她多大的力气拉扯 都纹丝不动地定在半空中 需要帮忙吗 紧接着 一道淡然的声音 在她的耳边响起 绝处逢生 女子神情都有些恍惚 闻言愣了一会儿 才想起来 对方在跟自己的说话 连忙点头 说道 要 请您帮帮我们 如你所愿 向上淡笑了一声 正好这个时候 那只魔猿猴 放弃了对巨棒的拉扯 雄壮的手臂用力捶来 女子口中的小心 还没来得及发出 向上已比这只魔猿猴 更快的速度 一拳捶了出去 碰 好似钢铁锯锤 先那只魔猿猴一步 撞在了她的胸膛之上 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传出 魔猿猴那雄壮的身躯 直接凹陷下去了一大片 魔猿猴狠狠地倒飞出去 足足飞出去了数十米的距离 才掉在地上 只是在半空中的时候 她就因为伤势过重 直接死去 掉在地上的 只是一团死肉 帮我看着点她 向上说着 将手中小兽放下 下一刻就消失在了原地 当她再次出现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在了战场之中 一柄长刀出鞘 只见刀光闪过 树头魔猿猴就被她直接斩杀 连续挤刀 已经有七八头魔猿猴 死在了她的手中 面对这些普遍只有觉醒进初中期 极少数觉醒进后期的魔猿猴 向上根本没有丝毫的压力 好似一面倒的屠杀一般 没有一头魔猿猴能够抵挡 求你救下黄老 正在这时 那女子忽然紧张地开口说道 向上目光一闪 顿时就看到 唯一的后天境老者 这时候抵挡得越加艰难 被那只通灵晋级初期级别的魔猿猴王 抓住机会 狠狠地捶了几下 脸上一片潮红 显然已经受了重伤 剑状向上也没有迟疑 立即扑了上去 斩刀猛地斩了下去 魔猿猴王正想乘胜追击 将这个人类老者彻底击杀 忽然一种源自心底的惊骇 让他恶然抬头 顿时就见到一道刀光 向着自己快速展落下来 魔猿猴王嘀吼一声 立即放弃追杀黄老 抬起巨棒往身前一挡 下一刻 一层浓郁的土黄色光韵 在他的身上闪现 正是他的觉醒的 土属性神通 防御土盾 碰 魔猿猴王手中的巨棒 尽管粗壮 但材质却很普通 距离护持下 根本抵挡不住 直接被斩成两段 而后战刀余力不减 直接斩在了 他的防御土盾之上 土黄色光云 微微闪烁 直接就蹦碎了开来 战刀这时候 才狠狠地砍在他的身上 入肉三分 经过木棒和土盾防御 向上这一刀力量 难免有所衰弱 加上魔猿猴王身躯坚实 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 但这对魔猿猴王来说 却足够让他惊骇惊恐的了 因为防御土盾 一直使他最为强大 也最为得意的神通 多少次与别人战斗 都没能被打破 这个时候 却被向上如此轻松地斩破 一种源自心底的恐惧 立即滋生 他嚎叫着 身形连退 想要逃离 向上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再一次出手 刀光如电 瞬间穿过 狠狠地斩在他的身上 只听扑的一声 他的大半边身子都被斩断 刀光划过他的心脏 直接将之斩杀 魔猿猴王身死前的嚎叫 早就引起其他魔猿猴的注意 这个时候见到 就连他们的猴王都被斩杀 恐惧立马 占据了他们的身心 眨眼间 这些魔猿猴就一晃而散 向着远处逃顿了去 向上没有追踪的想法 只是看了眼 他们逃顿的方向 来到那头已经死去的魔猿猴王身边 一刀捅如他的脑袋 微微一划 一颗土黄色圆珠就被挑出 很快被他收入储物袋中 这土黄色圆珠 正是这头魔猿猴王的腰单 价值不菲 多谢先生出手 救下我们的性命 这时候 那个女子已经在一个 十一二岁的少女的搀扶下 来到了向上的面前 感激到 这次能够活下来 确实全靠这位少年的帮助 想到对方那迅捷无比 只是两刀 就将那头魔猿猴王 直接斩杀的勇猛 他心里不由的 也有些敬畏 举手之劳 向上耸了耸肩 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 对我们可是救命之恩 女子苦笑一声 接着像是想起了什么 连忙不好意思地说道 对了 还没请教您的名字 我们是烽火市基地皇家的 我叫黄月 这是我女儿黄素贞 还有这位 是我们皇家的祖老 这次就是护送我们回烽火市的 谢谢你了 一旁黄老 也一脸感激地说道 我叫赵光明 刚好路过 向上想了下 没有说出真名 毕竟他还处于 陈家的悬赏中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适当地隐瞒 还是很有必要的 不知道这里 距离烽火市基地 还有多久的路程 我记得你们那边 好像有一个烽火山 专门出产烽火金石的 向上心中一动 忽然问道 他之前也有看过地图 知道烽火市基地这个地方 刚好也是处在江州市基地 到京都的路程之一 知道自己 没有偏移方向 而后他很快就想起了 有关烽火市基地的介绍 知道这是一个靠近火山 且有着丰富出产的基地石 当然真正引起 他注意的并不是这烽火金石 而是其半生的火雷珠 一般的火雷珠 向上也用不上 但是也据向上所知 也只有这里 才有产出先天火雷珠了 这先天火雷珠 可是向上修炼神霄五雷法中 那强大的法术所必须之物 他原本就计划在这里 谋划一番 看看能否有所收获 此时正好问了出来 没错 我们这边确实有一个烽火山 也确实出产烽火金石 只是 对了 既然您也要去烽火市基地 正好顺路 不如就坐我们的飞车 一起回去吧 到烽火市基地 坐飞车 可都需要一两天的路程的 刚好我皇家 在这烽火山上 也占有一定股份 或许有您感兴趣的东西 黄月盲说道 一边说着 一边一脸期待地望着向上 他自然也有 自己的小心思 从这里回烽火市基地 还有不断的路程 如今黄老身受重伤 战斗力大减 其他佣兵 也有了许多的减员 而路途长久 难保 再碰上什么凶兽 如果有向上 这样一个大高手随行 安全方面 也有了极大的保障 那就打扰了 向上想了下 点点头 不打扰 黄月儿笑容如花 修整了一会儿 将一些佣兵的尸体 掩埋处理 受伤的人员 吃过疗伤丹药 然后将被摩元侯 堵住路口的一个巨石 给搬开 队伍再次出发 向上被黄月儿安排 坐在他们之前 所坐的那辆 相对高档的飞车上 车上只有一个 佣兵司机 还有黄月儿母女 加上向上 也只有四个人 倒也宽敞 至于洞洞 个头还小 自然被无视了 倒是黄素 真见了颇为喜欢 犹豫着想清静 却又有点害怕的模样 向上见状 就把洞洞递了过去 他眼中 立即绽放出 惊喜的光芒 连忙结果 轻浮了起来 洞洞自己 倒是颇为享受 也不认生 直接趴在他怀里 一副 舒服惬意的模样 赵先生 这一路 都是您一个人出行吗 黄月儿 一脸好奇地问道 这里地处荒郊野外 最近的基地市 都要两三天的 飞车路程 如果向上是一个人 并且还是不行的话 那就真的让他 有些惊骇了 魔猿猴 就是这种情况 而向上一个人出行 那么危险程度 就更高了 他实在难以想象 对方到底是如何 经历那般危险的 没错 就当做一种修行吧 向上笑着说道 这也是向上 原本的想法 实力到了他这种程度 加上身上 资源也不缺 在野外历练修炼 反倒更加有助于 他的实力提升 那您的目标是 京都 黄月儿恍然 在他看来 对赵光明这样的 少年天才来说 确实只有 京都那样的地方 才能够容得下 才有足够的舞台 展示他的精彩 对了 有关烽火山的事情 你能帮我讲解一下吗 我恰好需要一种材料 是烽火山出产的 向上接着开口问道 对于先天火雷珠 向上志在必得 如果连出产地烽火山都没有的话 他就只能去京都 再碰碰运气了 烽火山以前确实有出产烽火金石 我们皇家在其中也有一些股份 不过自从一年前 烽火山诞生了一头先天级别的火焰兽后 烽火金石的产量就大减了 不过 不知道你需要哪种材料 或许我们皇家就有库存 黄月儿解释道 先天火雷珠 我需要烽火金石的半生矿 先天火雷珠 向上开口说道 这 我们皇家占据的股份相对较少 还真没有这种级别的材料 只有一些火雷珠 不过烽火市薛家一定有 一年前先天级别的火焰兽 还没出现的时候 我就听说 薛家有挖出过先天火雷珠 如果他们 还没有用掉的话 就还在他们的宝库中 黄月儿先是歉意地摇摇头 紧接着才赶紧开口说道 薛家吗 那到时候 可要麻烦你们帮我搭线 与他们交易了 向上想了想 说道 这当然没有问题 黄月儿赶紧点头同意了下来 要不是向上出手 他和他女儿 此时可能葬入魔猿猴的肚子里了 一点小忙 他自然不吝啬帮忙 两天后 一个巨大的城市轮廓 出现在所有人的眼前 高耸的城墙 往来的飞车 还有城门出入口的守军 一切的一切 都与江州市基地相仿佛 向上坐在飞车上 顺着车流 进入烽火市基地中 从黄月儿的口中 向上也对这烽火市基地 有了一些了解 知道这是一个势力结构 与江州市相差不多的地方 唯一的区别就是 这里的人大多都依靠那座巨大无比的 烽火山的产出生活 是以为了防止产生争斗 烽火市基地中 几乎每一个家族都占有 烽火山的一定比例 当然 大头还是军方和大夏联盟官方 也是在这种情况下 烽火山基地相对江州市基地 争斗要小得多 晚上 在黄家 向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就连黄家家主都有出面 对他进行感谢 晚宴中 黄月儿提出向上的需求 黄家家主黄月山 一口答应下来 表示会与薛家进行沟通 力求帮他把先天火雷珠换到手 而后 向上就被安排到一栋别墅中 进行休息 一夜无事 第二天 向上一早起床 然后 来到了别墅前院中 进行每天的例行修炼 除了修炼功法需要进修 武技的修炼 却都要一遍遍地施展 才能够更加熟练 形成本能 在战斗中 才能发挥出 更加强大的战斗力 向上尽管将他所掌握的一切武技 都修炼到圆满程度 但每天放在其上的修炼时间 也并不少 特别是战刀武士 不仅是一项战斗武技 对于提升 他的肉身力量 还有精神力量 都有辅助作用 他自然勤炼不止 只是修炼 向上并没有灌入真气 但呼吸法契合之下 向上修炼第一式的时候 还是能够感觉到力量的增加 修炼第二式的时候 精神力也极为活跃 在缓慢吸收一种神秘的物质 进行提升 尽管没有灌入真气 但向上施展武技的时候 动静还是颇大 一刀斩出 无形的波浪散发出去 形成一道刀器波纹 缓慢而迅速地没入地面之中 留下一个深深的坑洞 好在院子中的地面 只是一些泥土 并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 而在他修炼乾坤意淫的时候 刀光闪烁 好似狂风呼卷 进风呼啸之声 不绝于耳 周围一些落叶 还有细小的砂石 都随着他的动作 而被引动 向上修炼的动静 自然引起了皇家 其他人的注意 黄月儿这时候 正跟皇家家主 也就是他父亲黄月山 站在远处观看向上的修炼 只是修炼武技 就有这么大的动静 父亲 你能确认 这赵光明的实力 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吗 他的武道境界 好像才炼器进第七重 但是之前斩杀那头 通灵境初期的魔元猴王 却颇为轻松 青年一代中 好像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黄月儿开口问道 他的真实战斗力 可能比我还要强 至于名字 你真以为赵光明这个名字 是他的真名吗 黄月山凝重地说道 死 黄月儿倒吸一口凉气 要知道 他父亲黄月山 可是后天进第五重的武道修为 向上看起来那么年轻 当真有那么强吗 如果他真是我猜测的那个人的话 他的实力 可能比我想象中还要强大 黄月山接着开口说道 您知道他的真实名字 黄月儿不由问道 像他这样练气劲 就有后天进的战斗力的人 加上年龄较小 必然在天交榜上留名 加上他不是出身京都 我找遍天交榜上 都没有找到赵光明这个名字 反倒是在天交榜上末尾 发现一个人跟他长得很像 所以这赵光明 只是他的假名 他的真名 应该叫做向上 黄月山肯定地说道 天交榜排名末尾 那应该是150名以后了 这样的排名 绝对达不到后天进的战斗力的 之前他可是两刀斩杀了一头 相当于后天进两三宠武者的 魔猿猴王的呀 黄月儿皱起了眉头 质疑道 那只是他之前的排名 过几天 五到天堂四榜更新 他的排名 必然要提升到前十名以上 我也是在之前查资料的时候 才发现 这位的战斗力不仅强大 甚至可以说是彪悍了 死在他手中的后天进强者 就达到了四五位之多 其中可还包括一位 后天进第六重的强者 而且 他还有一个身份 就算是大夏联盟 都非常重视 是以他就算是 做出了那么轰动的事情 都没有追究 不然以他在城内杀人的疯狂 大夏联盟早就派人 对他进行通缉了 黄玉儿惊骇地瞪大了眼睛 不由问道 什么身份 神念师 他不仅是一个舞者 还是一个神念师 黄月山沉声道 神念师 一万练器进舞者 都难得出现一位的神念师 他之前可完全没有展现出 自己的神念师的手段 黄玉儿心中惊骇不已 望向远处 一直处于修炼中的向上 流露出深深的敬畏之色 向上舞者的手段 就已经这么强大了 他实在不敢相信 当他展现出神念师的手段的时候 到底会有多么强大 或许真如父亲所说 比他还要强 一个小时过后 当向上结束修炼的时候 黄玉儿带着几位下人 推着一个餐桌 进入了别墅 赵先生 吃早饭了 黄玉儿有些恭敬地说道 想到父亲所说的话 面对这样年轻 就有着后天进中期的强大战斗力的存在 他不得不恭敬 至于向上的真实身份 既然他自己都没有公布 就算他猜出来了 却也不好去揭穿 只能故作不知 多谢 向上洗漱一番出来 道了一声谢 早餐颇为丰富 量也足够大 琳琅满目堆满了整个餐桌 向上看了 也是胃口大开 这一个月来 向上可算是风餐露宿 尽管野外资源丰富 加上带了足够多的调料 他并不艰苦 但也是难得吃上 这么丰富美味的早餐 风卷残云一般 半个小时内 向上将所有早餐吃完 才放下了筷子 赵先生 之前你提到的先天火雷猪 我父亲已经跟薛家 交流过了 他们同意交易 不过 见向上用完早餐 黄月儿斟酌着语气 有些迟疑地说道 不过什么 听到薛家答应 向上精神一震 只是听黄月儿的话 对方肯定有什么附加条件 让他的眉头不由一皱 这件事情 说实话 我们是有些抱歉的 因为我父亲跟他们联系的时候 不自觉吹嘘了下您的实力 所以他们提出条件 要你在马上进行的 围剿火焰兽的行动中 为他们出力 为了表示诚意 他们愿意先将报酬交给你 黄月儿一脸歉意地说道 我记得那只火焰兽 是先天镜以上的大妖吧 一年时间都没有围剿成功 这只火焰兽的实力可想而知 我可不认为 我的实力 能够参与先天镜以上存在的战斗中 向上皱起了没有 心里倒不是很生气 他一直都将心态放得很宽 先天火雷珠 或许在向上眼中非常重要 但实际上其他人需求并不大 毕竟星界灵气复苏才百年时间 很多东西的具体用处都没能摸索出来 之前向上从军方花费军功购得的三枚个属性 先天雷珠就是如此 换算价格或许很贵 但跟他的心理预期实际上相差极远 烽火山中开采出来的先天火雷珠 这么多年来也有一些 向上相信只要出得起价格 还是会有人出售的 并不一定要盯准薛家一家 至于钱 向上目前还真不缺 得自成家的那么多收获 可都在他储物袋中装着 处理掉后可是一大笔的巨款 您误会了 先天镜火焰兽 当然会有先天镜以上的强者出手 实际上除了先天镜火焰兽 烽火山上 还有很多各种觉醒镜 甚至通灵镜级别的火焰兽 原本为了开采烽火金时 各方势力都会定期对火焰兽进行清理的 只是这一年时间 因为有先天镜火焰兽出现 这个清理自然就进行不下去了 所以烽火山上火焰兽极多 这次是军方和官方下定决心 要将那只先天镜火焰兽围剿掉 而其他品级的火焰兽 就分配交给各个势力处理 每一家都要拿出一定的人手出来 薛家因为一年前 先天镜火焰兽出现的时候 损失惨重 拿不出太多的高端战力 所以才想请您出手的 见状 黄玉尔连忙解释道 如果当真 不要参与先天镜火焰兽的战斗 加入围剿 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先说好 如果到时候 真要直面先天镜级别的火焰兽 我可是会提前退出的 先天与后天 两者间有着天差地别 向上虽然对自己的实力有自信 却也知道 先天镜以上的存在 随便一击都能够要自己的命 先天火雷珠虽好 但如果要搭上自己的小命 他自然不会愿意 这点我相信 他们会同意下来的 黄玉尔连忙说道 什么时候出发 向上随口问道 就明天 向上意外地挑了挑眉头 却没有多说什么 接下来 向上在黄家家主黄月山的带领下 面见了薛家家主薛文荣 一个看起来充满书生气息的中年男子 空口评说 对方自然不会相信向上的实力 是以向上也是在薛家 展露除了战斗力 一刀将一块数米高的巨石 切成平滑的两段 薛文荣身为薛家家主 自然眼力不弱 知道向上这一手的厉害 至少达到了后天镜第二重的实力 欣然地笑了 为了表示诚意 更是直接送上了一个玉盒 向上打开玉盒 果然是看到 里面放着他此行的目标 先天火雷珠 薛文荣的魄力 倒也让向上另眼相看了一番 一般人 可绝不会这么轻易地将报酬交出 当然 同时也确实证明了 薛家高端战力的缺失 向上在薛家待了不短的时间 后天镜以上级别的强者 也只见到了两位 远低于二流势力的标准 就连向上之前所待的皇家 在烽火市基地中 只能算是三流势力 后天镜以上的强者 也有四五个之多 从黄月山口中 向上了解到 要不是薛家 还有一位后天镜第七重的老太爷 估计他们早就 被排出二流势力范畴了 因为第二天就要出发 所以向上没有会皇家 在薛家的安排下 又是住在了一栋灵气浓郁的别墅中 别说 二流势力 当真要比一流势力要强 这栋别墅 环境明显要比皇家的要好 当然 向上也没有太过讲究 正常洗漱之后就盘膝坐在了床上 如今我已经筹齐了先天火雷珠 先天木雷珠 先天土雷珠 还有先天水雷珠四种 只差先天金雷珠就能够修炼法术了 希望到京都的时候能有收获吧 向上心中想着 缓慢地闭上了双眼 进入了修炼之中 第二天一早 向上例行修炼过后 薛家家主就直接上门 邀请向上出发 加上向上 薛家总共有七个人 参加这次的围剿火焰兽的任务 其中包括 后天境第六重的薛家家主薛文荣 后天境第三重的薛文心 另外还有四个炼器进后期的青年一代 至于后天境第七重的薛家老太爷 则留在家族中镇守 对于薛家来说 只要老太爷还在 他们就还是烽火市基地的二流势力 地位不会下降太多 一旦老太爷不在 那么势力等级掉落 其他家族很有可能会扑上来 到时候反倒更加危险 与薛文荣等人一起 向上乘坐飞车 直接来到了城门口 此时此刻 这里早就汇聚了许多各势力的舞者 后天境舞者 随处可见 向上甚至在其中感受到了 不止一位属于先天境舞者的气息 显而易见 为了剿灭火焰兽 烽火市这次可算是 清尽全力了 你们先在这里等着 我去商议一下 这次有关围剿火焰兽的任务分配 薛文荣对想好事等人说了一句 就向着一伙明显气息 强大的人群走去 那里 就是这次围剿火焰兽的主力 除了四位先天境级别的强者之外 剩余的无不是后天境中后期的强者 其中四位先天境强者 军方一位 官方一位 还有两位 则是属于烽火市最大的两个家族 柳家和童家 烽火山上的那头先天境火焰兽 到时候就将由他们四人一起对付 至于剩余的二十多个后天境中后期强者 则都是烽火市各个家族的组长 或者势力的首领人物 他们齐聚一堂 正式商议各个家族势力 将在接下来的围剿任务中 来进行分配任务地点和数量 二叔 听说组长将先天火雷珠给他了 这都还没出力呢 报酬就先拿到了 而且我看他的实力 也只是炼气劲第七重吧 还不如我呢 根本不值一块先天火雷珠 薛家组长薛文荣离去后 一个青年故作大声地说道 对啊 先天火雷珠价值可不菲 上一次拍卖价 都达到了一万多块零食 给一个炼气精的小子 组长是不是脑子抽了呀 有这代价 让一个后天静舞者出手 都绰绰有余了 相伴的另一个青年 也是一脸不服 一万块零食 足够他修炼很长一段时间了 无缘无故交给一个外人 实在让他气愤 薛家剩余的连个子弟 虽然没有说话 脸上也是露出不愤之色 家主做事 自然有他的考量 你们想那么多干嘛 薛文荣训斥道 再怎么考量 也不值得一个 先天火雷珠吧 看他年纪 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 连天骄榜 甚至潜力榜都没上的人 实力怕是 连我都比不上吧 怎么说 爷也是曾经在潜力榜上 待过的人 第一个说话的青年 大声说道 向上皱了皱眉 忘了他们几个人一眼 想了想 向上没有开口 这些人对他不服 是很正常的事情 毕竟他又没有在他们面前 展现实力 加上他此时 用的还是假名 没有丝毫战绩 自然得不到他们的认可 赵先生 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希望这次围剿 任务完成之后 您还能到我们 皇家做客 正当薛家青年 对向上议论纷纷 意见很大的时候 皇家黄月儿 却是小跑着过来 一脸恭敬地打着招呼 再说吧 向上想了想 说道 那真是可惜了 黄月儿满脸遗憾地说道 如果下次您路过 风火市的时候 请一定要到我们 皇家做客 到时候 我们一定扫他相迎 接着黄月儿 再次一脸认真地说道 会的 向上淡笑着点点头 紧接着他们 再次闲聊了一会儿 黄月儿就告辞离开 毕竟这次围剿任务 各个家族都有分配 不可能都是靠在一起的 这皇家 真是越混越回去了 面对一个炼气精的小子 也那么恭敬 那表情 我看了 真有点隔音 小家族嘛 看到一点 有潜力的人 当然要使劲八减 可惜 就是恋皮厚了点 我们这么说他 他都不知道 自觉一点 把东西还回来 脸皮厚 吃个够啊 上万块零食的东西 换你你舍的 薛家青年见状 又是一阵议论 似是对皇家 非常不屑 姐 就算那赵光明 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也不用那么恭敬吧 等黄月儿 回到他们 皇家的队伍的时候 一个跟黄月儿 长得有点相像的青年 一脸疑惑地问道 这人正是黄月儿的弟弟 黄天龙 实力比黄月儿 还要强得多 已经是炼气镜 第九重顶峰的实力 距离后天镜 只差一步之遥 你懂什么 这赵光明实力之强 远超想象 别说是你 就算是爹 都不能说稳赢 其中的差距 你自己掂量吧 黄月儿 翻着白眼说道 不能吧 之前也没听说过 这么一号人啊 爹的实力 我可是知道的 后天镜 第五重的实力 可战斗力 却堪比后天镜 第六重 他能比爹还强 黄天龙一脸震惊 我只能告诉你 只是薛家怪不得会没落 都已经快要 从二流势力 掉入三流势力了 还将眼睛长在天上去 当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就算没有一年前的损失惨重 估计也长久不了 迟早会从二流势力上 跌落下去 他之前就是听到了薛家那些人 对向上进行嘲讽 心里气愤不过 才上前的 当然 向上的实力 也足够资格 让他如此恭敬了 更别说向上之前 还救过他们母女的性命 在从父亲那里 得到向上的真实身份的时候 他可是专门查过 有关他的信息 那一项向越籍而战的战绩 还有他所做的事迹 都让他振奋激动 继而产生了 无限的崇拜之情 要是在年轻十几岁 他估计 自己都会像江州市基地的 一些小迷妹一样 疯狂追寻有关他的一切 飞蛾扑火一般 想要向他靠拢 灵气复苏时代 强大的舞者 可是比百年前的明星 还要受人追捧 半个小时过去 薛文荣才一脸气愤地走了过来 组长 怎么了 薛文心好奇地问道 其他人这时候 也有了不祥的预感 这次我们的任务 是将火池山上的火焰兽 全部围剿干净 薛文荣一脸凝重地说道 火池山 这太欺负人了吧 我们才几个人 薛文心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 风火山 其实是一个大片的山脉的统称 它实际上 是有许多小型的火山组合成的 其中火池山 处在风火山的最外围区域 是一个小型的火山口 但与其他火山不同的是 这是一个活跃火山口 几乎每一天都会有火焰喷发 所以尽管是属于小型火山口 但山头上的火焰兽却极多 偶尔还有通灵镜中后期的火焰兽出没 薛家分配到火池山 可以说凶险极大 向上听到几人议论解释 眉头也不由皱了起来 能不能申请调换 一年前 我们或许还有实力接下这个任务 但现在我们薛家 总共后天镜只有三位 这次也只来了我和你两位 根本完成不了 薛文鑫满脸凝重地说道 换不了 除非我们自愿放弃 二流势力的身份 不然这火池山就必须拿下 薛文荣摇摇头 说道 薛家因为一年前 先天镜火焰兽的出现 损失惨重 后天镜舞者 直接陨落了五六位 直接从二流势力的顶端 掉落在了最末端 要不是有老太爷 一个后天镜第七重的强者撑着 就连末端都维持不了 也因此 无数有志于进入二流势力 获得风火式更多资源的家族 就起了心思 在这个时候 对薛家发难 为了家族能够继续占有资源 维持二流势力的地位 他只能硬撑着 文言 其他人顿时沉默了 身为薛家人 他们更加能体会到薛家的难处 如今他们出行 都低调了许多 不敢张扬 因为始终有人会为难他们 好了收拾一下 我们就出发吧 围剿火吃山虽然困难 但我们也不是没有机会 说着 薛文荣看了向上一眼 心中有一些庆幸 别人不知道向上的身份 他因为曾经帮过黄家家主黄月山 却是明白得很 知道向上的实力 比之他都不弱 原本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才提出请向上出手帮忙 如今却是发现 如果没有向上加入 他们薛家 可能就真的危险了 随着一声招呼 各个势力的人相继出发 向着自己的任务范畴走去 那四位先天境强者 则目标明确 直奔烽火山的中心 一个巨大的火山口而去 那头先天级别的火焰兽 就处在那火山口里面 至于向上等人 则在薛家家主薛文荣的带领下 直奔火池山 靠近烽火山 向上明显感觉到 周围的温度变得灼热了起来 之前在城门口的时候 还只是二十几度的气温 这时他们才刚进入 烽火山的山脚下 温度就已经达到了 近乎四十度的程度 真正进入烽火市上的时候 这个温度更是达到了五十度 普通人进入其中 不用一个小时 就会承受不住 缺水而死 好在向上等人 全都是实力强大的舞者 烽火山上的温度虽高 但对他们的实力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向上走在烽火山上 放眼望去 连绵数百里范围内 一大片的火山高高耸起 只是肉眼可见 就足足有上千个火山口 时不时的 向上还能看到 火山口中有火山喷发 肆虐的岩浆从中喷发而出 耀眼的火焰光芒 好似泥石流一般翻滚而下 在山岩上留下一层浓浓的岩浆灰尘 当然 除了岩浆灰尘之外 冷却后的火山口边缘 还会有一个个赤红色的金石出现 散落各地 这些赤红色的金石 正是烽火山的真正产出 烽火金石 而在这些烽火金石之中 偶然间 同样有一些其他的半生矿石出现 经过火山沿浆的无尽断烧 还能够存在的半生矿石 都极为珍贵 就像向上获得的先天火雷珠 就是属于半生矿石中 最顶级的一种 整个烽火山 除了一些死火山周围 有一些植被生长之外 其他地方光溜溜一片 几乎没有植被生长 偶然间 向上就看到 在这连绵火山群中 是不是有一些火红色的身影出现 想来这些火红色身影 正是这烽火山特有的火焰兽 它们的个体看起来倒是不大 人腰高 通体火红色毛发 大嘴长尾 看起来有点像狼 但却比狼面容更加凶恶一些 就连眼睛都是呈火红色的 哄 这个时候 已经有舞者与火焰兽开始了交战 火焰兽不愧是以火焰为名 直接喷出一大片的火焰 冲向那个舞者 灼热的气息喷洒而出 让得周围的温度 再次提升了一大截 那个舞者实力不弱 迅速闪躲掉了火焰兽的攻击 而后快速突进过去 一刀斩出 火焰兽的身形颇为灵巧 竟也进退有度地 跟那舞者战斗起来 不过 这一次人类舞者出动的极多 有一位后天境级别的强者 剑壮直接扑了上去 一刀斩下 就将那头火焰兽斩杀 向上摇摇看着 对于火焰兽的实力 有了更多的了解 它们的个体战斗力 与其他凶兽差不太多 唯一麻烦的 就是它们喷射火焰的能力 一只两只还好 可以闪躲过去 但一旦几只一起联合 火焰四射之下 对它们的威胁 将会提升一大截 毕竟与这种凶兽战斗 火焰四翼之下 战斗空间必然缩小 一个不小心陷入火海中 就有可能受伤 不用理会 我们加快前进 争取今天结束战斗 薛文荣对向上低声说了一句 而后带领薛家所有人 绕过战场 向着一个地方飞速前进 中间 就算有遇到火焰兽 它们也没有出手 毕竟 这并不属于它们的任务目标 火池山上的火焰兽 可是极多的 它们自然要节省体力 避免不必要的消耗 很快 在薛文荣的带领下 向上等人 就来到了火焰兽外围中的 一个数百米高的火山口脚下 这里 正是此行的目标 火池山 火池山脚下 寸草不生 丝丝灼热之气 散发出来 向上初步感应 竟已经达到了六十多度 在这种地方 裸露的石头 经由火山散发热气 滚烫得吓人 一个鸡蛋磕破放上去 不用几分钟 就会煎熟 远远的 向上等人从山脚望去 已经是能看到 几只火焰兽 懒洋洋地躺在那里 一副慵懒悠闲的模样 还有几只 则是时不时地低头 剥开盐灰 将一块块火红色金石 吞入腹中 火焰兽 本来就是以 吞吃风火金石为生 是以 尽管一年以来 烽火市各大家族 没来采集烽火金石 但散落各地的烽火金石 却并不算多 同样的 这也是为什么 军方会和各个家族 一起联合起来 将火焰兽剿灭的原因 准备战斗 小心点 别看周围出现的火焰兽不多 实际上更多更强的火焰兽 都在火山口里面 所以 不到必要 不要靠近火山口 薛文荣一脸凝重地说道 薛文心点点头表示明白 向上也是默默点头 没有说话 倒是四个薛家子弟中 一人却是说了一句 我们当然没有问题 就是有些人 等一下可别吓尿了 老三 你也要体谅一下人家 毕竟是 第一次面对火焰兽 有一些过激反应 也是正常的 一旁另一个青年 却是接了一句 住口 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快跟赵先生道歉 薛文荣脸色一变 严厉地瞪了他们两人一眼 赵先生 真是对不起了 管教不严 让你看笑话了 说着 他一脸歉意地望向向上 凭什么要道歉 我们又没错 两人忽然被训斥 一脸不服气的表情 要么道歉 要么停止月宫 薛家的一切福利待遇 将与你们无缘 薛文荣冷酷地说道 他当真是有点恨铁不成钢 向上的身份 他们巴结都还来不及了 没想到 却被自己的连个子指给得罪了 想到这里 他就心中暗恨 原本还想着 怎么找机会 对向上进行拉拢 现在看来 能让他不记恨 就算不错了 两人脸色瞬间煞白 舞者修炼 最需要的就是资源 一旦停止月宫 他们的生活还有修炼 将陷入长久的停滞之中 不得已 他们只能一脸屈辱地 向向上道歉 一旁的薛文荣忍了忍 还是没有说话 他对于家主薛文荣 如此偏帮向上的做法 还是颇有微词的 毕竟说到底 向上只是一个外人 而且又没有展现 什么奇异的地方 在他看来 实在不值得 如此大惊小怪地 去处罚自家子弟 既然你们家主 都如此说了 那我也不计较了 向上看了两人一眼 淡淡地说道 文言 那两人胸口一闷 心都快气炸了 但估计家主在一旁 没敢反驳 但心里却也是打定了主意 等下真正战斗的时候 一定要让他好看 两头觉醒进中期的火焰兽 小三小六 交给你们了 速战速决 上德火池山 很快惊动了两头火焰兽 薛文荣立即吩咐道 只是两头觉醒进火焰兽 自然不需要他们所有人动手 小三小六两人 正是刚才讽刺向上的两位 文言立即快速冲向了两只火焰兽 他们都属于薛家年轻一代的佼佼者 都有着炼气禁第七八重的五到十例 实力不弱 加上他们或许是经常与火焰兽有过战斗 知道对付他们的办法 很快就结束了战斗 紧接着两人动作飞快 分别将战刀捅入两只觉醒进火焰兽的脑袋中 微微一挑 立即就从他们的脑袋中取出两个火红色的晶体 火焰兽吞食封火金石为生 其中大部分封火金石会随着他们的消化系统消耗掉 但还有一些奇异物质会被他们吸收 最后会在他们脑海中汇聚 形成这种好像妖丹一般的晶体 这里面储存着丰富且纯粹的火属性能量 可以直接被武者吸收 价值很高 薛文蓉对向上解释道 不是通灵镜的火焰兽 也能形成妖丹 向上有些奇异地望着火焰兽 没错 就算是通灵镜的火焰兽 脑海中也会形成这种红色晶体 并不会再另外产生妖丹 而这也是火焰兽最奇特的地方了 薛文蓉笑着说道 向上默默点头 小三小六与火焰兽的战斗 似乎是引起了远处其他火焰兽的注意 很快就又有七八头火焰兽被吸引 从火池山上方位置向着这边快速冲来 这几只火焰兽全都是觉醒镜以上的实力 在刚一靠近 就是一连串的火焰从嘴中喷尸而出 一大片的火焰覆盖周围数十米 就好似火海一般让人难闪躲 小三小六两人健壮 对视一眼眼中都是闪过了一丝笑意 而后一起往一旁闪躲了开来 而在他们的身后却正好是向上站在那里 两人心中暗自得意 树枝火焰兽的喷射的火焰 速度极快 他们可是感觉得到 在他们闪躲开来的时候 向上却还没有开始动作 好像被吓傻了一般 火焰临身 向上必然狼狈 只要想到他出丑 他们心里就暗自高兴 所以 他们才刚刚站稳身形 就迫不及待地将目光放在了向上的身上 却只见站在向上身边的薛文荣 先一步出手 一刀斩出 那扑面而来的火海 就直接被他斩成了两半 向着两边四散开来 而处于刀光之后的向上 丝毫没有受到火焰的影响 只是一些热浪袭来 将他的衣服吹动 紧接着 薛文荣快速突进 直接杀入了火焰兽之中 刀光闪烁之间 只听到火焰兽的嚎叫之声传来 一头头火焰兽 很快被他快速斩杀 一般情况下 后天镜舞者 可要比觉醒镜 凶兽要强大得多 薛文荣后天镜第六重的五到十例 斩杀这些 只有觉醒镜中后期的火焰兽 自然轻松得很 小三小六两人健壮 一脸失望 原本还想看向上出丑 却没想到家主横插一杠子 直接帮他挡住了这个危机 八只火焰兽 收获八枚火焰晶体 向上等人再次向前 半个小时过去 火池山除了火山口外围的 所有火焰兽 全部被他们解决 只是让小三和小六两人 颇为郁闷的是 尽管这段时间 遇到的火焰兽挺多 但都很快 被家主薛文荣 或者薛文心 两个后天进舞者 快速解决 偶尔一两只落单的火焰兽 也都是他们 四个薛家青年一代的人出手 至于向上 中间只是出手了两次 还都是火焰兽 被他们打成重伤之后 被他捕刀而死的 整一个打酱油的一般 两人心中更加不舒服了起来 而他们也能够明显感觉到 就连他们二叔 对向上的这种不作为 都颇有微词 怎么说 他们薛家也付出了一枚价格高昂的 先天火雷珠 向上如此做法 实在有失自觉 你们小心 我来去引一些火焰兽出来 薛文荣看了眼距离他们 五十米开外的火山口 有些紧张地说道 从那火山口中 一股灼热的气息扑灭而来 因有几股气息强大的存在 躲在其中 让人心生忌惮 不用猜他们 也能够知道 里面必然隐藏着 许多实力强大 达到了通灵境的火焰兽 真正的战斗 到这里才算是开始 只有将里面的火焰兽 全部剿灭 他们才算是完成任务 由不得他们不紧张 实际上 这个距离 向上的精神力 已经悄悄地覆盖上去 脸细绝第二重作用下 向上的精神力 只要不触碰到他们 就很难被他们发现 是以他此时也是看到了 在火山口里面的火焰兽数量 可能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多 等等 因此 向上忽然出手 拦住了薛文荣 赵先生 怎么了 薛文荣疑惑地问道 我来吧 说着 向上就自顾地走向前去 慢慢靠近火山口 薛文荣见状 出于对向上的信任 只好停了下来 挥手示意其他人做好准备 还算有自知之明 小三轻声嘀咕着 脸上露出期待之色 这时候 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在期待着什么 好像是希望向上倒霉 又害怕因为他的过失 将过多的火焰兽吸引出来 导致他们手忙脚乱 出现伤亡 其他人也是一脸紧张 各自调整姿势 随时准备迎战 或者逃跑 随着靠近 向上能明显地感觉到 周围的温度再次飙升 达到了七八十度左右 丝丝灼热气息 作用在向上的皮肤上 就算他都感觉到 有一点不适应 嘶 这火山口里面的火焰兽 也太多了吧 觉醒进后期的火焰兽 七八十只 通灵境初中期 火焰兽也有十多只 而且在最深处 那头火焰兽气息 明显要比其他的火焰兽 都要强 应该是达到了通灵境的后期 这一刻 就连向上都有些变色了 怪不得之前薛文荣听到他们薛家 分配到这火吃山的时候 脸色会那么难看 这么多火焰兽 且实力如此强大 当真不是一般势力 能够吃得下的 要是一次性全部引动 就算是一流势力的人 全体出动 也会头疼 还好 这些火焰兽都处于修田当中 偶尔一些清醒的 也都懒洋洋地躺在火山口内壁上 享受着高温的清洗 向上按松一口气 精神力轻轻浮动 瞬间覆盖在五头火焰兽的身上 这五只火焰兽中 四只觉醒进后期 剩下一只 则达到了通灵境初期 在向上的精神力 覆盖在他们身上的瞬间 五只火焰兽 立即警醒了过来 愕然地四处张望着 一种浓浓的恶意的注视 让他们非常不安 只是生性慵懒的他们 在抬起头没有发现什么人后 竟重新闭上双眼 打算继续休息 见状 向上不得已加大了精神力的注入 立即他们就感觉到 注视在自己身上的目光 变得更加凶猛 充满了浓浓的恶意 再也不能安然休田 他们立即爬了起来 直接从火山口中跳出 与大多数凶兽一般 火焰兽的实力越强 那么他们的体型就越大 四只觉醒进后期的火焰兽 大概只有牛犊大小 至于那头通灵进初期的火焰兽 体型却是整整大了一倍还多 气息也明显更加强大 在跳出火山口的瞬间 他们就发现了 站在火山口边上的向上 他们立即嘀吼一声 向着向上扑来 向上没有丝毫地停留 在将五头火焰兽引出之后 立即就往薛文荣等人 所在的位置 狂奔去 在火山口边上跟他们战斗 向上闲命长了 才会有这个想法 一旦战斗的动静 引出了那里面的火焰兽 不要多 只要有一半 他们就危险了 好在火山口里面的火焰兽 大多比较慵懒 几只火焰兽的低吼声 也没有引动他们的好奇 除了靠近的两只火焰兽 睁开了双眼 而后又很快重新闭上 其他火焰兽 根本就没有动弹 五头火焰兽 立即往向上这边追来 向上刻意控制速度之下 那头觉醒镜火焰兽 与向上的距离仅有五十米 哼 火焰兽猛地喷出了一道火焰 与觉醒镜火焰兽喷出的火焰不同 这头通灵镜火焰兽喷出的火焰 是一大团的一片 瞬间可以覆盖身前数十米范围 向上只是一个加速 就躲过了火焰的攻击 干得漂亮 薛文荣笑着说着 立即就赢了上去 一旁的薛文心也跟着向前 加入了战斗 两个后天镜级别的舞者 一个早已经处于后天镜第六重 一个实力也达到了后天镜第三重 战斗力颇为强大 面对一头只有通灵镜初期 顶多相当于后天镜第三重的舞者的火焰兽 结局早已经注定 至于剩下的四头觉醒镜后期的火焰兽 自然有薛家几个青年出手 我继续引一些火焰兽出来 知道不需要自己插手 就能够结束战斗 向上直接招呼了一声 再次向着火山口冲去 第二次 向上引动火焰兽 越加得心应手 只是一分钟过后 就又有几只火焰兽从火山口中跳出 只是与之前不同的是 这次向上引出了七头 七头火焰兽 五只觉醒镜 两只后天镜 相同的策略 向上直接引到了薛文荣等人埋伏好的地方 第一波攻击 就将三只觉醒镜火焰兽击杀 一头通灵镜火焰兽 也因此受了重伤 一头通灵镜初期的火焰兽 惊慌下发出了惊天的嚎叫 向上心中一惊 仔细将心神放在火山洞口中 好一会儿 他才长出一口气 这些火焰兽 果然性情慵懒 能不动它 就绝不动它 那声嚎叫 绝对被火山内的火焰兽听到了 却没有一头因此 从躺着的地方爬起来 一分钟后 七头火焰兽再次受手 薛文荣等人处理一番 空出战场 向上再一次出动 如此三五次过后 火山中大部分火焰兽就被向上等人清空 这样看的话 想要将这些火焰兽全部解决 也并不困难 这样立好的局面 就算是薛文心也是心中畅快 这也就是赵先生赢得好 每一次都能引动一小部分出来 刚好是我们能够承受的 不然 这么多火焰兽一起出来 换谁也解决不了 薛文荣一脸庆幸地说道 文言 薛文心默默点头 向上吸引这些火焰兽的手段 确实让他佩服 因为经常要围剿火焰兽的原因 他们也怒视 没有引动火焰兽进行围杀的 毕竟火山口内部环境 对他们来说 可绝不是一个好战场 但他们引动火焰兽 每一次都颇为凶险 不是一次性吸引太多 险向还生 就是被迫将战场放在火山口内部 随时有坠入岩浆中的危险 每年因此死去的舞者 就超过十多个 但向上出手 与他们完全不同 也不知道 他是有着什么样的手段 只是站在火山口位置 就有几只火焰兽被他吸引 从火山口冲出 并且每一次引动的 都不多 刚好处于他们能够对付的范畴中 可谓是轻松又愉快 就连一直对向上 颇有微词的小三小六几人 这时候 也不好多说什么 毕竟能做到这一点的 真不多 又一次将一波七头火焰兽解决 薛文荣笑着问道 赵先生 那火山口里面 还有多少头火焰兽 如今天色看起来还早 今天之内完成任务 想必是是没有问题的 是以他显得颇为轻松 十几头吧 剩下的可都是南啃的骨头 十来头觉醒镜后期的火焰兽 还有五只通灵镜级别的火焰兽 其中两只通灵镜初期 两只通灵镜中期 一只通灵镜后期 向上想了想 说道 之前因为火焰兽较多 向上引动起来 还颇为轻松 如今火焰兽只剩十来只 向上已经能察觉到 剩下的那些火焰兽 都带有一种焦虑的情绪 显然 他们也发现 事情有些不对劲了 要不是性格天生慵懒 不愿意动弹 加上火山口内的温度极高 最是适合他们生存成长 他们早就跑出来 一探究竟了 通灵镜后期 薛文荣煞时间变了脸色 原本的轻松 再也不复存在 通灵镜后期凶兽 基本上相当于 后天镜后期的强者 并且因为凶兽的一般身体庞大 肉身力量更强 所以实力还要比 同等级的 后天镜后期的舞者 要强上一些 如果当真有一头 通灵镜后期的火焰兽 他们根本就不是对手 这时候别说薛文荣 就连薛文荣 还有其他几个薛家子弟 脸色也一下子煞白 要不要 找其他家族的人求救 迟疑了一会儿 薛文荣开口说道 不行的 这种时候 没谁会帮我们 薛文荣沉默了一会儿 摇头说道 那找老太爷出手 现如今只有他能对付 那头通灵镜后期的火焰兽了 一个薛家子弟试探性地说道 这就更不行了 老太爷是我们最后的底蕴 不到生死存亡的情况下 绝对不能出手 薛文荣直接拒绝道 向上站在那里 没有说话 他本来就是被请来帮忙的 这时候自然不好影响他们的决策 赵先生 你能感觉到 那头火焰兽的实力 处于通灵镜后期哪个阶段吗 好一会儿 薛文荣才凝重地开口说道 应该算是刚突破 进入通灵镜后期没多久 气息并不稳固 向上直接说道 从薛文荣的话中 向上已经能察觉到 对方应该是有着一定的底牌 不然以他的实力 是绝对不敢聊通 灵镜后期的火焰兽的虎须的 不过想想也是 身为一个家族的组长 手中自然会有着一两个底牌 能够越级战胜 比他们强大的存在 就算是向上 手中都有着空心铃铛 这样的大杀气 赵先生 如果只是防御的话 您能抵挡这通灵镜后期的火焰兽 多长时间 紧接着 薛文荣直接问响了向上 向上的眉头不由一皱 很抱歉 我知道您是想要隐瞒身份 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不过我可以保证 绝对不泄露有关您的信息 这次也是没办法 才给您点破的 见向上脸上好似有些不高兴 薛文荣连忙解释了起来 语气非常真诚 其他人闻言 这时候也长大了嘴巴 似是有些搞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抵挡通灵镜后期的火焰兽 他 赵光明 一个炼气镜第七重的小子 这怎么可能 他们第一反应就是质疑 但看组长薛文荣 那一脸严肃认真的表情 却由不得让他们不重视 难道是真的 是黄月山跟你提的 向上冷着脸 问道 之前与黄月山接触的时候 他自然能察觉到 对方对他态度的变化 心知对方猜出了自己的身份 双方也心照不宣 没有提出来 是以他这时候 才会有此问 就是想要判断出 对方是否将自己的身份 泄露出去 一旦如此的话 他就要重新考虑 自己的安全问题了 没有 他只是跟我说过 您的实力很强 然后我结合您的年龄实力 还有一些信息 才猜到您的具体身份的 他绝对没有直接泄露你的身份 薛文荣连忙解释道 薛文荣自然知道 向上心中的顾虑 换成他 也会非常谨慎的 我这里有一件一次性攻击法宝 能对通灵镜后期凶兽 造成致命伤害 只是却有诸多限制 不仅发动时间缓慢 而且 只能对相当于 后天进第七重的凶兽起作用 再强就难以保证效果 所以才想问您 能挡住他多长时间 薛文荣耐心地解释道 当然 事后 我们也一定会给你补偿的 其他人这时候也是明白过来 向上很有可能 真的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强者 顿时神色变得复杂了起来 特别是小三和小六两人 对视一眼 都能从对方眼中看到一丝惶恐和不安 补偿就不必了 我已经收了你的先天火雷珠 足够支付这次的报酬 自然会帮你把事情办好 向上拒绝道 实习 如果只是单独一只通灵镜后期火焰兽 我只能挡住他实习的时间 如果有其他火焰兽干扰 时间就会缩短 接着 向上想了想 给出了一个谨慎的数值 实习足够了 只要能拦住他五息 我就有把握让他重伤 薛文荣文言 信心大增 同时也对向上的实力惊叹不已 尽管早就从诸多新闻上 预估到向上的实力很强 但没想到 对方的实力 竟然已经达到了这么强大的程度 要知道 通灵镜后期凶兽 可是相当于后天镜第七重的舞者 向上能够抵挡这样的存在实习 也就代表着 他的战斗力 绝对达到了后天镜第六重 距离第七重 已经不远了 嗯 那我继续去吸引火焰兽 向上见状也没多说 再一次 向上再次来到火山口 这个时候 除了一两只新大的火焰兽 其他火焰兽 都有一种莫名恐慌的情绪 向上精神力轻轻拂过 根本不敢靠近 仔细观察着 几只火焰兽的情况 向上选择了七只 距离其他火焰兽相对较远 且情绪更为焦虑的火焰兽 向上小心控制精神力 侵入了这七只火焰兽体内 顿时 原本就已经有些焦虑的 七只火焰兽 就好似挣扎了一般 立即跳起 四处张望着 发出不安的嚎叫 向上逐渐加大精神力量的压迫 浓浓的恶意 让他们立即察觉到 这股窥视是来自火山外面 瞬息之间 他们就从火山内壁中 跳了出来 但是 让向上意外的一幕出现了 在这七头火焰兽 从火山内壁中 跳出的瞬间 一只通灵境中期的火焰兽 似是也被他们引动 跟着跳了出来 也就是说 这一次 向上直接引动了八头火焰兽 其中 五头觉醒境后期 两头通灵境初期 还有一头通灵境中期 让他松了口气的时 其他火焰兽 并没有随着这只火焰兽的跳出 而跟着被引动 如果火山口里面的火焰兽 全部被惊动的话 那他真就只能跑路了 向上精神力 始终处于锁定在这八头火焰兽身上 然后身形一转 好似一道闪电一般 向着火焰兽山脚下冲去 本能中 这些火焰兽嚎叫着 向向上冲来 一双凶恶的眼睛 冰冷而充满杀鸡 他们要将这个挑衅他们的小家伙 狠狠地撕碎 眨眼间 向上横跨数百米的距离 他发出一声嘀咳 动手 随着他话音刚落 躲在一旁的薛文荣等人 第一时间冲了上去 对这些火焰兽发起攻击 这些火焰兽在一瞬间的慌乱之后 也很快反应了过来 无不展开反击 三头通灵镜火焰兽 一头通灵镜中期 两头通灵镜初期 在被攻击的瞬间 张口吐出一大片的火焰 好似火山爆发 周围数十米范围内 浓烈的火焰 像是要将整个天地都给灼烧 乾坤一隐 直到这个时候 向上才真正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 战刀猛的一闪 那好似可以灼烧一切的火焰 竟直接被他阻拦了开来 紧接着 他快速突进 一刀狠狠地斩出 雷霆斩月 破 刀猛凝而不散 被向上紧紧扣在战刀之上 这是他为了不让武器力量分散 而使出的手段 灵力霸道的刀翼 蕴含其中 充满了无尽的威胁之力 好似能将整个天地都给斩破 视如破竹一般 一头通灵镜初期的火焰兽 就被他直接斩成了两段 离开江州市到如今 进入烽火市 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天的时间 这段时间 向上的实力境界虽然没有突破 还是炼气镜第七重的修为 但是实力 却每时每刻都在进步着 原本因为连续突破 而有些斑驳的真气 经过二十多天的不断修炼纯化 排除杂质 提炼压缩 如今已经精纯无比 相对应的 每一招每一式 施展出来的威力也就更强 加上圆满级别的雷霆斩月 还有向上领悟的刀翼力量 让他这一击已经突破了极限 攻击力几乎达到了 后天镜第四重的程度 一头通灵镜初期 只是相当于后天镜第二重的火焰兽 自然抵挡不了 被他一刀斩杀 一刀剑威 向上的强势 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不管是薛文荣还是薛文心 甚至是其他学家子弟 尽管也是处于战斗中 但却也都是眼观四路 耳听八方的高手 自然第一时间察觉到了 这一刻 他们的心中无不惊骇不已 薛文荣倒还罢了 对他的实力早有估计 并不算太过惊讶 但是薛文心等人 就当真震惊不已 尽管在之前听到 他和组长薛文荣的对话中 他们对向上的实力 已经有一定的猜测 但他一击就斩杀一头 通灵镜初期火焰兽的强势 还是让他们心生敬畏 要知道 向上此时的武道修为 可还只是炼气镜第七重 而他们呢 最弱都有炼气镜第八重 但在真实战斗力方面 向上早就已经达到了 后天镜级别 并且已经处在 后天镜极高深的程度 至少要比他们的二叔 后天镜第三重的薛文心 还要强 而自己呢 同样试炼气镜后期 甚至武道修为 还要比向上要高 但真实战斗力方面 却相差这么多 怪不得组长对他如此恭敬 实在是对方的实力 太过惊世害俗了 这还只是他实力的一部分呢 要知道 他真正的身份 可不仅仅是一个武者 眼睛扫过薛文心等人 那震惊的目光 薛文荣心中暗笑 知道向上真实身份的他 自然清楚 向上除了是一个武者之外 还是神秘无比的神念师 论战斗力 比武者手段还要强得多 向上之前引动那些火焰兽的技巧 在他想来 应该就是神念师特有手段之一了 原本面对五头觉醒镜后期 三头通灵镜的火焰兽 薛文荣等人压力极大 但在被向上第一时间斩杀一头之后 顿时轻松了许多 精神一阵照之下 战斗起来越加的勇猛 速战速决 向上在战斗的同时 精神力却遥遥感应着 火山内其他火焰兽的情况 在又一次被他引动了八头火焰兽的情况下 剩下的火焰兽变得更加躁动不安了起来 就连那头通灵镜后期的火焰兽 这时候都有些坐不住了 知道情况紧急 向上再也顾不得保留实力 心中一动 瞬间七柄清风小剑 从他的身上飞出 眨眼间遍布战场 在火焰兽的身上 快速穿行了起来 在那个花骨中 向上获得那些特殊蜂蜜 到如今已经被向上全部吸收 这让他的精神力提升了一大截 如今 向上精神力覆盖之下 500米范围内都处于他的掌控之中 比之之前 感应范围可谓是提升了一大截 自然的 精神预见之下 每一次能够控制的清风小剑数量 也有了一定的提升 到如今 向上精神预见之下 每一次都能够控制七柄清风小剑 自由穿行 而不会相互干扰影响 如果静气凝神全力控制 甚至能够控制八柄清风小剑 战斗力对比之前 可谓是 有了质的提升 果然 神念师手段 精神预见 薛文蓉剑状大喜 心中信心更足 其他人在刚开始的大惊失色之后 才发现 这竟然是向上使出的手段 心中狂震 几乎叫出声来 神念师 这赵光明不禁武道实力强大 达到了后天境以上 其本身竟然还是一个神念师 一个轮战斗力 要远比武者要强大得多的神念师 这一刻 他们脸上的神色 无不复杂无比 之前对向上 还有点不服的小三和小六两人 这次是真的拜服了 心中生不出丝毫的不敬 第一次对一个同龄 比他们年纪还要小的人 心服口服 有了向上的清风小剑加入 他们顿时变得越加轻松了起来 只是数息之间 就有三头觉醒惊后期的火焰兽 被他们击杀 剩下的火焰兽 也无不带伤 正当向上等人 打算一鼓作气 将所有火焰兽斩杀的时候 一道震动天地的声响 忽然响起 啊我 好似天空崩塌 无尽的威严 从这道声音中传开 让得所有人都心神惊颤 都有一瞬间的停顿 紧接着 向上等人就看到 一大四小五道身影 竟直接从远方快速飞了过来 不好 先天镜火焰兽 还有四位先天镜高手 他们往这边飞过来了 小六脸色狂变 声音都几乎变形 其他人这时候 脸色也变得难看无比 先天镜高手 实力强大的可怕 绝对不是他们所能够窥探的 一旦他们将战场放在这边 只是随手一击 甚至就能让他们陨落 这其中的凶险 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 这还是不是最危险的 毕竟那头先天镜火焰兽 还有那四位先天镜大高手 来对付 向来他们还会控制一二 不会让战斗的余波 波及到他们这边 但是真正 最危险的却是 随着之前那头先天镜火焰兽的 那一声震响 原本已经焦躁不安 处于火山口内部的 剩下七头火焰兽 从中冲出来了 七头火焰兽 五头各头较小 只是觉醒镜后期 但剩下的两头 不仅各头更加庞大 达到了其他火焰兽的两倍以上 气势更是强大无比 一头通灵镜中期 一头通灵镜后期 两头火焰兽 只是一出现 就让包括向上的所有人的心中一沉 七头火焰兽使一出现 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向上等人 还有与几人一起战斗的火焰兽 更重要的是 他们还发现在战场的边缘 那数十上百头倒在地上 永远失去了生息的各个等级的火焰兽 所以 在他们跳出来的瞬息之间 他们先后发出了嘶吼 直接冲了上来 完了 薛文星手脚冰凉 绝望了 难道是天要绝我薛家 薛文荣无助地看着这一切 心中悲呛不已 这一刻 他们真正地陷入绝境之中 天空中 一位强者空中飞行 猛的一个加速 直接超过了那个庞大的火焰兽 一道攻击猛地打了过去 天空中 那头火焰兽一个亮枪 身后三位先天境强者 瞬间跟上各种攻击 接连驶出 战斗在第一时间 就陷入最为激烈之中 无尽的刚风 从天空中散发出来 吹拂的地面 就好似被刀刮过一般 他们的战斗动静极大 偶然间火焰兽喷出火焰 那漆黑如墨的火焰 蕴含着恐怖到了极点的高温 掉落在地面之上 一块裸露在外的石头 瞬间被焚烧成为一片焦黑 而后慢慢军裂 化成了一片片细小的砂石 变成了一片晶体 一块在这里经过 无尽高温蕴养的石块 竟然被那火焰给烧化了 可想而知 这火焰的恐怖程度 好在天空中的战斗 虽然在继续 但始终没有靠近向上等人 所在的战场 这让他长舒一口气 直到这时 才真正地将注意力 放在战场之中 这个时候 那新出现的七头火焰兽 距离他们 只剩下了一百米的距离 下一秒 他们就将加入战场 危机即将降临 饶势镇顶如向上 这时候也感觉到有些棘手 不要慌 速战速决 向上低喝一声 七柄清风小剑 穿行得越加迅速起来 破 瞬间 三柄清风小剑 顺着他们的眼睛嘴巴等弱点 穿过三头 觉醒镜后期的火焰兽脑袋 将他们的意识剿灭 其他人闻言心中一震 才从之前的慌乱中回过神来 眼尖向上 瞬间就斩杀了 三头觉醒镜后期的火焰兽 顿时信心重新开始恢复 向上神念师的身份 让他们大为宽慰 毕竟据他们所知 神念师可是最为擅长群战的强者 精神欲见 防不胜防 一不小心就能从弱点位置 被攻入体内剿灭生机 这些火焰兽虽多 但他们也不是没有机会 接下来这两头 火焰星号星号给你们了 我来挡住他们 三头觉醒镜后期的火焰兽一死 现场只剩下一头通灵镜初期 和通灵镜中期火焰兽 相信以薛文荣和薛文星两人的实力 足以应付 加上四位薛家子弟辅助 拿下这两头通灵镜火焰兽 只是时间的问题 真正的危机 却是这突然出现的七头火焰兽 向上身形移动 瞬间迎了上去 七柄清风小剑 更是在第一时间就冲入了火焰兽之中 好似一条条灵活的小鱼 在它们之中穿行 向上知道 单个的清风小剑 根本对付不了通灵镜以上的火焰兽 是以七柄清风小剑 都是绕开它们 直接冲向了剩下的觉醒静后期的火焰兽 一个个灵活无比的清风小剑 在火焰兽的身上快速划过 尽管它们拼命闪躲 喷火灰爪 无所不用其极 倾尽全力抵挡向上的清风小剑 但在向上精神力覆盖之下 它们的所有举动都无所遁形 一个个细小的防御漏洞 在向上的眼中都清晰无比 而后清风小剑就顺着这些漏洞 快速穿过 在它们身上留下一道道的伤口 甚至 急禀清风小剑相互配合 结合它们的防御漏洞 一步步将它们的防御缺口扩大 然后从要害之中 传入它们的体内 肆意搅动 斩灭它们的生机 只是眨眼之间 原本威风凛凛的五头 觉醒静后期的火焰兽 就在向上的精神预见之下 失去了生机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快到从向上出手到五头 觉醒静后期的火焰兽死亡 中间只过去了一夕的时间 不管是薛文荣等人 还是火焰兽一方 都是大为震惊 向上甚至能从迎面扑来的 火焰兽眼中 察觉到一种名为忌惮的神色 忌惮过后 剩下的两头通灵镜火焰兽 眼中却流露出更加浓郁的杀鸡 每一座火山中的火焰兽 都是一个族群 这火池山上的火焰兽 其实就是这头通灵镜后期 火焰兽的族群后代 如今却被向上等人全灭 它们自然怒火滔天 啊我 声震虚空 它们瞬间扑来 浓烈的火焰 呼啸着而至 那头通灵镜中期火焰兽 喷出的火焰 倒还罢了 红的耀眼 虽然炙热非常 但给向上的威胁 还并不太大 但是那头通灵镜后期 火焰兽喷出的火焰 深红之中 还带着一丝漆黑 好似红色之中 带着黑色的点缀 炙热而美丽 只是向上却丝毫 没有欣赏的神色 之前那头先天进火焰兽 喷出的火焰 还清晰地在它脑海中浮现 那漆黑如墨的颜色 与这一丝黑色 相差无几 那黑色火焰的威力 到现在 向上还历历在目 如何敢怠慢 退 退 退 向上以比来时更快的速度 向着身后退去 但火焰呼闪 从火焰兽口中喷出 却快速无比 好似撕裂了虚空 直接扑到了向上的镜前 不得已 向上战刀扬起 一片片的刀光 在他的身前浮现 乾坤一引 无尽的刀芒 将他包裹 向上体内蒸气 勃勃而流 从手中汇入战刀之上 一种圆润无比 可挡神佛的刀意 散发出来 让得他的这一世防御武技 威力更加强大 这第二种刀意 是向上从乾坤一引 这一门防御武技中 领悟出来的 能让他的防御能力 提升一大截 哼 无尽的火焰 瞬间将向上包裹了进去 在他的周身 炙热的火焰 将他周围数米范围 都灼烧地扭曲了开来 让人看不真切 另一边 刚刚将最后 那头通灵境中期的火焰兽 解决的薛文荣等人 第一时间 就将目光放在了向上这边的战场中 立即就发现 原本七头火焰兽 这时候 只剩下了两头 但这两头火焰兽 却给向上带来了无限危机 直接喷出火焰 将它淹没 那恐怖的高温 就算是他们距离火焰中心 足有数十米 也能够感觉到 原本他们所在的地方 周围的温度 就已经达到了六七十度 可是这一刻 当那火焰爆发 温度竟然已经达到了上百度之高 可想而知 火焰中心向上所处的位置 温度将多么恐怖 他死了吗 小三脸色煞白 心中恐惧不已 通灵境后期的火焰兽 在这一刻 正是向他们展示了自己的强大 薛文荣薛文心都没有说话 他们心里也没底 尽管对向上实力有信心 但通灵境后期火焰兽的强大 他们更加清楚 向上说到底 也只是一个炼气境第七重的少年 就算再添财 能挡得住两头 相当于后天境第六重 和后天境第七重的火焰兽的联手一击吗 这并不现实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想到向上那充满自信的神色 他们心里却生腾起一丝希望 咦 有趣的小家伙 虚空战场中 四人遗兽的战斗还在继续 其中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口中 发出了一声轻疑之声 四世也注意到了地面上的战斗 死啦 火焰消退露出了向上的身影 呼呼 挡住了 原来我的防御力已经这么强了 向上心中长呼一口气 心中微微有些兴奋 那一丝黑色火焰果然恐怖无比 力量之强 远超他之前遇到的所有对手 他原本还有些担心 但却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防御力量竟已经如此强大了 向上虽然无时无刻都在进步 不仅将体内真气提穿到了极限 还领悟了圆润无比的防御刀翼 但毕竟没有与真正的通灵镜后期的凶兽战斗过 对于自己的防御极限 自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如今 他才明白过来 原来自己已经这么强了 两头通灵镜中后期火焰兽 似是惊讶于向上的防御能力 竟然能够抵挡住他们的联手一击 发出愤怒的咆哮 再次冲了上来 薛组长 开始准备 向上口中爆喝一声 体内的真气再次涌动 乾坤翼影又一次使出 面对通灵镜后期的火焰兽 向上还是以防御为主 不过 坐以待毙 从来不是向上的风格 在施展出战刀武士乾坤翼影的同时 向上心念电转之间 遍布虚空的七柄清风小剑瞬间转动了起来 他们划过一道道复杂无比的弧线 在天空中形成了一个个好似 与整个天地契合的字体符文 字体符文相互结合间 一股无形的力量作用下 一个巨大无比的剑形虚影 就出现在了天空中 神念师五纪 小七星剑阵 七柄清风小剑 立即汇入这剑形虚影之中 相互结合 刚好形成一个小型剑阵 如今向上精神欲剑 已经能够预使七柄清风小剑 总算恰好能够发挥出 这门神念师五纪的真正威力 几乎凝结成实体的剑形虚影 在两头火焰兽的攻击 落在向上的刀芒防御之上的瞬间 爆射了出去 哄 但这一刻 两头火焰兽的攻击 却是陷落在了向上的乾坤异影之上 圆润无比的刀翼 在攻击铃声的瞬间 就流转了起来 一点一点将凶猛爆发的攻击力量 给倾泻开 蹦 防御刀光 到底还是崩裂了开来 之前两头火焰兽喷射火焰 力量相对比较分散 向上防御起来 还算比较轻松 如今 两头火焰兽肉身攻击 那强大的力量 猛然爆发出来 确实太过强大了一些 不过 突破防御 这两头火焰兽的攻击 如今却也消洁 趁着这一定点的空荡 向上再次使出乾坤意义 紧接着 对方的攻击就再次落下 两头火焰兽 特别是那头通灵镜后期 火焰兽的攻击力 太过强大了一些 向上抵挡起来极为艰难 极短的时间内 两只火焰兽一次次攻击 而向上的防御刀芒 一次次蹦碎 却总能在他们下一次攻击 落下之前 重新凝聚 进行抵挡 两者间 一时间竟僵持住了 不过 正在这时 剑形虚影 滑破虚空 猛地展落了下来 这一剑 向上叙事待发 好似石破天惊 直接落在了那头 通灵镜中期的火焰兽的身上 对比实力较强 肉身防御力 也更强的通灵镜后期火焰兽 自然是这头通灵镜中期火焰兽 更容易对付一些 也能第一时间减轻它的压力 破 剑形虚影 锐利无双 直接斩在那头火焰兽的后背之上 在剑形虚影落下的瞬间 通灵镜中期火焰兽的双眼 立即瞪圆 凶恶的目光 泛起了一大片白 一股恐怖的力量 冲它的后背爆发出来 锐利且凶狠 深深地没入它的体内 让它的几股 都几乎断裂 只是一击 它就受了重伤 自然不能再次 对向上发起攻击 甚至就连它那庞大的身躯 都因为巨大的疼痛 亮枪了下 几乎站不安稳 这头火焰兽 实力应该达到了通灵镜中期的顶峰 不是那么好对付 不过 我的小气星剑阵 不能一击将之斩杀 第二剑落下 它也必死无疑 向上暗自嘀咕 心面再次转动 去 几乎凝视到了极点的剑形虚影 又一次飞起 然后快速斩落下 这一次 那头通灵镜中期的火焰兽口中 发出了惊恐绝望的嚎叫 似是想要向那头通灵镜后期的火焰兽求救 但向上的攻击太快了 剑影斩落 好似流星坠落 快到极限 Pull 这一剑 顺着之前的剑斩 直接斩在了它的击骨之上 猛烈的力量爆发出来 它的击骨瞬间被切成两段 而后剑影毫无阻碍地深入下去 地面上 都因此留下了一道 狭长且深邃的剑痕 至于这头火焰兽 更是直接被它斩成两段 或许还没有第一时间死去 却也彻底失去了战斗力 太强了吧 在抵挡一位通灵镜后期的火焰兽的情况下 它竟然还能将那头通灵镜中期顶峰的火焰兽斩杀 这就是神念师吗 小三的眼中爆发出无尽的惊叹之色 心中更是升起了无限的向往 尽管它一直都知道神念师的强大 但却并没有真正见识过 但向上的出手 当真让它叹为观止 惊为天人 同样失恋气镜后期 年龄还比我们小这么多 但它的实力 却强得可怕 就算是天交榜前十 也不一定能做到吧 小六的脸色也有些发白 被向上的强势 给吓到了 想到自己等人 之前对它的嘲讽 它就恨不得狠扇自己几个耳光 人家那才是真龙 自己几个井底之蛙 当真是无知的可怕 同时 望向组长薛文荣的目光 不由有些忧怨了起来 如果他早点醒他们 让他们知道向上的身份实力 他们有必要出那么大的丑吗 这时候他只希望 向上大人有大量 不记恨他们 不然他们真不知道 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了 薛文荣同样惊现 他可是后天进第三重的武道修为 但对比向上这个 比他小了一辈还多的少年 却感觉到 好似鸿沟一般巨大的差距 其他几人心中的震撼自不多说 一击斩杀通灵境中期火焰兽之后 向上的压力反倒更加巨大了起来 吐死狗杯之下 这头通灵境后期的火焰兽 爆发出更加惊人的力量 每一次撞击在向上的刀芒上的攻击 都在加大 时不时地还喷涂火焰神通 让向上置身火海之中 感受来自四面八方无尽的灼烧 好在向上的乾坤异影 圆润无比 能够抵挡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 不然这一刻还真有点危险 也在这个时候 向上终于感受到 自己的身后传来了一股惊人的灵压 在向上提醒之下 薛文荣终于反应过来 使出了自己的底牌 将那件一次性攻击法宝 给激发了出来 无尽的灵压下 不仅向上能够感受到 就连火焰兽也有察觉 攻击不由一环 凶兽实力达到了通灵境 被称为小妖 自然灵智都有着一定的提升 几乎不比七八岁的小孩差 这头通灵晶后期的火焰兽 在感受到来自向上身后 那股惊人的 能给他带来无尽威胁的灵压之后 瞬间反应了过来 自己会死 如果真被那攻击落在身上 自己有可能会死 所以 他怕了 直接转身 向着身后逃去 现在才想逃 已经迟了 向上目光冰冷 连续被攻击 他心中可以有气 转瞬间 剑形虚影自下往上 猛的一条 紧接着再次一蹦 好似一个藤条 打在他的身上 顿时就让他的身形 致了一致 受到了限制 向上清楚 以自己欺禀 清风小剑 形成的剑形虚影 攻击力量 短时间根本不可能 对他造成太大的伤害 毕竟后天进第六重 和后天进第七重之前的 攻击强度 相差太大了 所以 向上的攻击 主要以阻拦为主 只要限制住了对方的身形 接下来自然有薛文荣出手 果然 在向上阻拦下火焰兽的瞬间 薛文荣那件一次性法宝的力量 终于积蓄完毕 猛然爆发了出来 一道锥形的尖刺 好似一道闪电一般 急速飞出 数十米的距离 十分之一息的时间都没到 就被穿过 速度早已经超过了音速 达到了超音速 破 锥形尖刺 顺着这头通灵镜后期 火焰兽的脑袋 直接穿过 而后透体而出 那强大无比的攻击力量 几乎将火焰兽那硕大的脑袋 给打得稀巴烂 那锥形尖刺余力不减 直接没入一旁地面岩石中 轰隆声响中 留下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坑洞 坑洞深邃 几乎看不到低 而那锥形尖刺四世 也被这一击消耗掉了全部力量 撕裂了开来 直到这时向上才发现 那锥形尖刺根本不是实体 而是完全由能量组成的攻击力量 只是因为这股能量太过凝实 几乎成为了实质 才会有这样的错觉 脑袋被击穿 饶式通灵镜后期 火焰兽生命力再顽强 也是死路一条 不可能有复活的可能 紧接着 向上控制剑形虚影 最后在那已经被斩成两段 还剩一口气地通灵镜中期 火焰兽身上斩下 彻底将之解决 才将青锋小剑 从剑形虚影中分散开来 如燕鸟归朝一般 欺禀青锋小剑 一一划过虚空 插在了向上的腰带之上 学家青年 无不掩放一光 羡慕得一塌糊涂 神念师精神欲见的手段 在他们看来 实在是太帅 也太犀利了 赵先生 这次能解决这火池山上的火焰兽 真是太谢谢你了 尘埃落定之后 薛文荣这才长舒一口气 热切地说道 各取所需罢了 说不上什么感谢 向上摆了摆手 并没有太过鞠躬 不好 这家伙想跑 正在这时 天空中的战斗 也陷入白热化的状态之中 四位先天境强者 勇猛无双 联手攻击下 强得可怕 整个虚空都几乎要被他们打得崩塌开来 那头先天境火焰兽 同样极强 在四个先天境武道强者的围攻之下 尽管时常受创 却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 他的实力 可想而知 向上听薛文荣说过 在这一年之内 烽火室先后出动两次对他的围剿 第一次只有一位先天境强者出手 反倒被他打成了重伤 第二次 两位先天境武者出手 却没想到 对方小有突破 还是无攻而返 这一次 是第三次 直接出动四位先天境高手 总算彻底压制 这头先天境火焰兽 只是实力达到先天境 这头火焰兽的智力不低 在伤势严重之下 终于想到了逃跑 他猛地喷出一道火焰 漆黑如墨的火焰 好似能够灼烧一切 将虚空都烧得扭曲起来 扭曲了一大片 一位先天境武者避其锋芒 却没想到 他攻击为虚 逃走为时 直接顺着那个方向快速飞去 其他先天境武者快速追上 各种攻击先后落在了先天火焰兽身上 让得他皮开肉绽 灵甲蹦碎 血液低落 渐渐地 他们的战斗逐渐远去 先天境火焰兽且战且退 飙悍得一塌糊涂 尽管身上多了无尽的伤势 却还是能够保持反击 有一两位先天境强者 被他的攻击打中 受了重伤 直到战斗彻底远去 几乎看不真切的时候 向上才收回了目光 先天 向上心中生起了一丝向往 还好 总算走了 薛文荣一脸庆幸 先天级别的战斗 可不是开玩笑的 一旦波及到这边 那么他们就危险了 之前五位先天境强者的大战 可是生生将一座火山给打爆 那岩浆横流的景象 他们此时可都历历在目 赵先生 先前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希望您能原谅我们之前的过错 正在这时 小三和小六走了过来 一脸诚恳地道歉道 见识到了向上的实力 他们才知道自己之前错得有多么离谱 羞愧之下 他们也想获得向上的原谅 毕竟被向上这样的一个几乎可以匹敌通灵境后期的强者记恨着 他们可承受不住 过去了 向上淡淡地说道 过去了就好 赵先生 这边是了 我们先回去吧 刚才我已经联系了家里 准备了宴席 庆祝这次顺利剿灭火池山上的火焰兽 薛文荣大笑着说道 等等 向上摇摇头直接走向前去来到了火山口 难道还有火焰兽没有解决 薛文荣心中一紧 其他人这时候也变了脸色 那倒不是 只是这火山中心还生长着一件天才地宝 留在这里可惜了 向上说着顺着火山口向下 火山内壁温度要远比外面要高得多 就算是向上 这时候也有点承受不住 控制体内的真气流转一圈 才好了许多 其他人这时候也是来到了火山口边缘 顺着内壁往下望去 顿时就发现了 生长在内部底部 扎根于翻滚的岩浆内部的一株植物 火焰果 它们惊呼出声 对于烽火市的人来说 天火山是它们最大的财富 不仅因为这里盛产风火金石 更因为在这种火属性灵气充裕的地方 还生长着许多的火属性的天才地宝 除了一些常见的火灵草之外 还有许多天才地宝都是这里独有的 其火焰果就是其一 并且还是烽火山中最顶级的天才地宝之一 这种天才地宝 生长于火山之中 吸纳火山岩浆中的火属性能量成长 天生带有一种狂暴气息 不仅适合修炼火属性功法的舞者 就算是对不修炼火属性功法的舞者 也有着非凡的作用 吞浮之后 其火属性能量 能最大限度地淬炼舞者的身体 增强它们的身体防御能力 并且还能让它们增加一定的火属性抗性 以后遇到修炼火属性功法的舞者 将会有极大的优势 它们没有想到 在这里竟然会生长着一株火焰果 要知道火焰果生长 可是需要不断的时间 从这株火焰果的模样看 至少已经生长了十年以上 这么就都没能被发现 实在是让人惊奇 或许正应了一句老话 宝物有缘者拒之 薛文荣有些感叹地说道 向上对薛文荣的话嗤之以鼻 这火焰果确实生长了十年以上 但以前之所以没有被发现 却是因为它生长在岩浆内部 常年处于翻滚的岩浆里面 自然没有被发现 如今或许是岩浆喷发而出 岩浆层有点消退 是以这枚火焰果就露了出来 至于这火池山 只是一个小火山 却有这么多火焰兽 这时候也能够解释得通了 正是因为这火焰果的缘故 使得周围聚集着丰富到了 极点的火属性灵气 才让它们全部汇聚在这里 向上之前精神感应 就已经发现 这距离火焰果最近的 可就是那头通灵境后期的火焰兽 自然是因为距离最近 火属性灵气最为浓郁 自然吸收的就越多 感受到火山地部那翻滚的岩浆 还有从中冒出的灼热气息 向上想了想 还是没有继续靠近 心中一动 三柄清风小剑 就自它的身上飞出 却 向上控制着飞剑 缓慢地向着火焰果飞射而去 灼热的环境 对于向上精神预见 也有着极大的影响 好在精神力无形无质 虽然被炙热的高温灼烧着 有点不适应 但也没有使它的精神力 与飞剑之间的联系中断 很快 三柄清风小剑来到了火山底部 距离翻滚的岩浆 只剩只有半米之窑 猛然间 一柄清风小剑微微一滑 立即将火焰果与枝叶斩断 紧接着 另外两柄清风小剑 好似一个托盘一般 轻巧地拖住了那枚火焰果 而后与另一柄清风小剑一起 缓慢而迅速地向着向上飞来 眨眼间 三柄清风小剑 就来到了向上的境前 感受到那枚火焰果中 浓郁到极点的火属性灵气 向上心中欣喜 连忙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玉盒 将之放入了其中 神念师还可以这样 火山口几人 看得目瞪口呆 事实上 那枚火焰果所处的位置 距离灼烧的岩浆层太近了 在他们向来 除非后天境以上的舞者出手 采用特殊的方法 绝难采集 他们都做好了 向上花费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 才艰难地将这枚火焰果 采集下来的准备了 却没想到 只是数息的时间 向上采用极柄小剑 就将这火焰果采集下来了 这种手段 在他们看来 简直神乎奇迹 对于向上 也越加敬佩了起来 回去的路上 薛文荣等人 对于向上的收获 心照不宣地没有提及 一些恭维拉拢的话语 却没少说 向上却只是淡淡地应付着 并没有答应下来 对于烽火室 他只是一个过客 注定不会在这里停留太长时间 自然也不会接受他们的拉拢 回到烽火市基地 顿时所见所闻 到处都是 有关于烽火山战场的信息 对这些向上并没有太过关注 来到了薛家住所后 直接找到了 被代为照顾的洞洞 一整天没见 洞洞似乎是颇为委屈 一副似哭非哭的模样 看起来颇为可怜 赵先生 自从您走了之后 洞洞就一直这样 给他东西也不吃 我真不知道 应该怎么办才好 见到向上回来 照顾洞洞的薛家媳妇 就松了口气 一脸无奈地说道 好了 我知道了 接下来交给我吧 向上笑了笑 说道 他倒是没想到 洞洞这么黏塌 别生气了 来 吃点雷晶 向上说着 手一翻 立即就出现了几枚雷晶 洞洞转过了脑袋 好似真有点生气 向上没有带他出去 但又有些忍不住雷晶的诱惑 看了一眼 又转过脑袋 又再看一眼 向上好笑地摇摇头 将雷晶放在了地上 见状 洞洞连忙飞快地将这些雷晶 扒拉到自己的怀里 将向上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他顿时一僵 而后向是轻哼了一声 又一次转过了脑袋 向上没有在意 来到了别墅房间里面 之前薛文荣已经提过 庆功宴将放在晚上 而他因为完成任务 却也要去烽火市官方议事厅开会 探讨这次剿灭火焰兽的后续情况 而这个时候 距离晚上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向上自然不想放弃 向上手一翻 顿时就出现了一个浴河 打开浴河 一股浓郁到了极点的火属性灵气 就浮散了开来 这浴河里面装成的 正是向上之前火池山中火山底部收获的火焰果 火焰果的功效 他自然清楚 尽管他并没有修炼火属性功法 但这种天才地宝 对他都有着极大的帮助 他自然不会交给别人 趁着这时候有时间 他打算将这枚火焰果吞服 进行炼化 向上一直知道 舞者实力的提升 是没有止境的 真气重要 精神力重要 肉身却同样重要 到如今 向上的真气精纯无比 精神力也是远超同境界舞者 甚至是同境界的神念师 但他的肉身防御力方面 却并不太强 这算是他的一个短板 向上的肉身力量 因为在炼体境的浑厚积累 强大无比 就算是如今修炼到了炼气境 肉身力量也没有停止增长 每一次境界的提升 都会带动他的肉身力量的提升 但肉身力量强 并不代表着 他的肉身防御力也强 被刀砍在身上 他同样也会受伤 被剑刺在身上 他同样会疼痛 之前他虽然有将陈家的炼体片 结合进自己的修炼功法中 但对于肉身防御力的提升 并没有显著的提升 向上更多的 只是依靠其他手段 避免自己的肉身受到伤害 战刀武士第二世的乾坤意义 就是这种手段 如今这火焰果 却恰好能够填补他这一个短板 让他的肉身防御力得到增强 他心中自然满意 没有犹豫 向上直接拿起火焰果 直接送入自己的口中 婴孩拳头大小的火焰果 被向上塞入口中 几乎入口即化 瞬间就化为了一股精唇无比 也强大无比的力量 刹那间作用全身 一股灼热无比的力量 顺着喉咙 进入向上的体内 沿着他的经络 他的血管 他的血肉 快速扩散着 向上感觉自己的身体内的每一处 都被断烧着 好似蚂蚁撕咬 又好像被铁锤锤打 一会儿酥酥麻麻 一会儿又痛苦不堪 一会儿又舒服地 好似坠入母体 这种感觉 颇为奇妙 向上仔细地感受着其中的变化 渐渐地也是发现了 自己的肉身 果真随着这种变化 开始变得强韧了起来 体内的每一个细胞 都好似带着一种活属性的特质 向上甚至感觉到周围空气中 属于活属性的天地灵气 都变得活跃了一些 被它吸收后 再也没有以前的那种凝质感 反而颇为顺畅地 就被吸入体内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向上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感受到自己的变化 脸上也不由露出一丝喜色 肉身力量 直接增强了一万五千斤 就连体内蒸气 也变得更加浑厚了一些 不过变化最大的 还是身体防御能力 向上对于身体的变化 了如指掌 很快就感知到了不同 原本 我的肉身防御能力 虽然也算是不错 但顶多能够抵挡 炼体进武者的权力一击 如果他们使用武器的话 那么 就算是炼体进第七重的武者的权力一击 我都承受不住 要受到伤害 但如今 别说炼体进武者 就算是炼气进两三重武者权力一击 也难以对我造成伤害 而如果加上武器的话 却也能够抵挡 炼气进第一重武者的权力一击 而不受到丝毫的伤害 向上很快判断出自己到底有了多大的提升 对此颇为满意 如今向上的肉体之强已经比之前要好得多 同样的攻击落在身上 伤势也要轻得多 他自然满意 至于再次提高 也不是不能做到 但却需要修炼炼体功法 一般的向上可看不上 自然只能暂且放下 除了外在提升之外 这活属性抵抗能力 却是不好判断 不过我估计 如果以我现在的状态 进入火池山火山口内壁 那种高温下 估计不需要运转蒸气 就能够在其中自动行走 而实力不会受到丝毫的影响了 向上心中 如此计算着 走出房门 却是洞洞一只手在门口 见向上出来 立即飞窜了过来 小尾巴一个劲地摇摆着 小家伙却是早就忘了自己的生气 对向上表现得极为亲近 向上微微一笑 只是一招手 洞洞就跟在了他的身后 迎面 薛家薛文心恰好走了过来 一脸微笑地说道 张先生 宴席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您呢 好 我这就过去 向上点点头 而后收拾一番 就和洞洞一起 跟薛文心一起向着宴会厅走去 这一次 要不是张先生出手 我们薛家可真没有这么顺利地 就将火池山上的火焰兽 全部围剿在这里 我先带我们整个薛家 敬你一杯 宴席上 薛文荣一脸感激地说道 这次宴席 出席的都是薛家子弟 除了这次一起参加了 这次围剿任务的七人之外 就只剩下两个老一辈舞者 还有一位 气势最盛的 自然就是薛家的老太爷 薛家唯一一个 后天进第七重以上的强者 薛子晨 客气了 向上淡淡地说道 也抿了一口酒 这可真不算客气 你知道其他家族 在参与围剿之后 损失有多惨重吗 能够全身而退的 少之又少 只我知道的 因此陨落在火焰兽口中的 舞者就超过了五十个 其中还有一两个家族 高端站立全面 如今已经退出了资源分配之中 可谓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一次要不是你 我们薛家 绝对也跟那些家族一样 死在火焰兽的围攻之下 薛文蓉一脸认真的说道 他说的话 一点都没有夸张 想到那火山口中 那么多的火焰兽 他的头皮就有些发麻 要不是向上施展神念师的手段 一波一波地将火焰兽引出来 他们打起来 绝没有那么轻松 对 我们薛家 一向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这是给你的报酬 请收下 薛家老太爷薛紫辰 这之后也是开口 似是对他颇为重视 不过向上还是拒绝 说道 我已经收取了我该得的报酬 多得你们自己收起来吧 不然我可就生气了 该自己得的 我不会放手 不是自己的 我也不会贪图 眼见薛文蓉又要劝说 向上接着开口说道 如果你们真要补偿的话 刚好我需要一枚先天惊雷珠 如果你们有消息的话 可以告诉我 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 到如今 向上已经筹齐了四枚先天五行雷珠 分别是先天水雷珠 先天木雷珠 先天土雷珠 还有最近刚获得的先天火雷珠 就只剩下一枚先天惊雷珠 还没有消息 这时候 他突然心中一动 想到问起了薛家 不管怎么说 他们也曾风光一时 处于烽火式二流势力 消息渠道 显然要比他要强得多 先天惊雷珠 等等 我记得我有看到过一条新闻上 有关于先天惊雷珠的消息 薛文荣对向上的事情很上心 文言连忙拿出自己的个人终端 开始查看了起来 我好像也看到过这方面的新闻 记得是在一个名叫青流镇的地方 一旁的小六也是开口道 找到了 青流镇二十里外 有人发现一头灵狐 他的脑袋下面就挂了一个先天惊雷珠 说着 薛文荣就将个人终端上 有关于先天惊雷珠的记载 只给了向上 上面还有那头灵狐 和挂在他脑袋下面的一颗金色的圆珠的图片特写 显然是有人刚好拍到了有关他的图像 被一些媒体当作新闻记录了下来 确实是先天惊雷珠 只是看那绳子的模样 这头灵狐是有主的 向上皱起了眉头 如果那只灵狐有主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并不会待在同一个地方 那他找起来就难了 不一定 你看这新闻 间隔五天 又有人看到了这头灵狐 新闻的时间还就在几天前 所以 不管他是不是有主的 他应该还在那附近 紧接着薛文荣再次指着一个新闻说道 清流阵是在天心市吗 向上嘀咕了一声 对薛家几人道了生险 接下来 自然是兵主共欢 向向上这种少年天才 且本身实力已经强到了一定的程度 薛家这样逐渐走在下坡路的家族 自然不会得罪 宴会一结束 向上就提出了辞行 薛家再三挽留 但向上心意已决 当夜就离开了薛家 对于向上来说 不管是什么事情 都没有提升自己的实力来得重要 先天金雷珠 事关自己今后的修炼 对于他的实力有着实实在在的提升 他自然不会耽误 更别说 那灵狐本就聪慧 不管有没有主 都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待太长的时间 他自然要抓紧时间赶过去 而正当向上离开薛家 驾驶着薛家送出的一辆飞车 直接离开烽火市的时候 一个不速之客 却恰好找上了皇家 烽火市 距离天心市 两三天的路程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 却也不能浪费了 如今我的真气 已经重新被修炼 精纯无比 却是正好可以吞服 高浓缩灵液 再次修炼提升境界 近乎一个月的时间 向上虽然都在修炼 但更多的是 对自己体内的真气 进行淬炼 如今已经将所有杂志排除 他自然想着 对自己的实力 进行提升 事实上 武道修炼 就是一个不断消耗资源的过程 向上有着 从陈家获得的那么多宝物 特别是这高浓缩灵液的帮助 武道修为 才能提升得这么快速 如果只是正常运转 功法进行修炼 向上想要达到炼气劲后期 至少还需要 三到四个月的时间 这就是差距 这同样也是为什么 有些人资质 明明那么低 修炼速度 却同样快速的原因 无它 资源堆砌起来的而已 当然 这种资源堆砌起来的修为 如果不注重根基 不注重真气 精纯与否的话 战斗力就会有所削减 自然比不上那些一步一步 稳固修炼上来的人 且运转之后 对真气 还有提纯功效 并不用担心根基的问题 也不敢如此长时间 使用高浓缩灵液 来提升自己的武道修为 前面有薛家专门安排的司机行驶着 是以向上放心地 从储物袋中拿出一些雷金 交给洞洞让他实用 自己则拿出一瓶高浓缩灵液 灌入口中 进入了修炼之中 眨眼间 就是几天的时间过去 路途中并不算太过安全 时不时地就有凶兽阻路 但由向上出手 自然很轻松 就将那些凶兽解决 所以一路顺畅 向上来到了天兴市基地 根本没有在天兴市基地多呆 向上直接来到了清流镇 送走薛家司机 向上走入了清流镇中 天兴市基地四面环山 但或许是地理问题 周围灵气并不浓郁 资源相对比较平级 就连凶兽都比别的地方少了许多 也因此 天兴市已经有足足五十多年 没有经历过寿潮 没有发生凶兽围城的事情了 在这样夺天独厚的条件下 天兴市基地尽管资源相对较少 但人们的安全却有了极大的保障 于是有很多人 并没有生活在成本相对较高的城市内 反而生活在周围的城镇中 过得也很如意 清流镇 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在清流镇中 向上发现了许多炼体 近一二重的普通居民生活着 似是根本不害怕 来自野外的凶险 向上并没有贸然前往野外 寻找那只灵狐的踪迹 而是开始跟周围的居民打听了起来 网络上的消息 他基本上都已经看过了 而恰好生活在清流镇的居民 很有可能就有更多的 有关那只灵狐的消息 他自然想要打听清楚 只是让他郁闷的是 大部分人都一脸警惕地望着他 好似他食恶不赦一般 只要一问到有关灵狐的消息 居民们都是三尖其口 不吐露分毫 直到最后 向上才从一个妇女的口中 得到了一些有用的消息 原来自从那只灵狐 并且她的脖子上 挂了一个价值近十亿星元的宝物的消息传开后 已经有无数舞者 涌入了这清流镇中 想要打她的主意 对本地居民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毕竟许多舞者 仗着实力强 脾气可不太好 斗殴惹事 石友发生 还有凶杀事件发生 本地居民可谓是敢怒不敢言 自然对向上这种打探灵狐消息的人 多有提防 对此 向上只能无奈地探口气 毕竟本质上 她与那些打灵狐脖子上宝物的人差不多 都是为了先天惊雷猪而来的 眼见天色见晚 向上只能放弃 继续打探消息 开始寻摸住处 只是 清流镇中的旅馆 因为无数舞者的涌路 早已客满 她也不可能将别人赶走 最后不得已 向上通过人介绍 住进了一个民房中 民房还挺宽敞 听说是一对夫妇 带着两个小孩生活在一起 向上付了一个月租金5000新元 那房东就对她客气极了 对生活在清流镇的他们来说 5000新元 已经算是一笔不菲的资金了 足够他们生活一两个月的时间 还有富裕 当然 这只是维持基本的生活 如果家人有人需要练武的话 这笔租金自然不够 小兄弟 接下来你就住在这间房子里了 没有问题吧 屋主30岁左右 一脸奸哗模样 点点头 向上说道 没问题 她住在这里 本来就不是为了享受的 环境好坏 并不太在意 再说 这间房间也不算太差 收拾的还是挺干净的 不行 不能让她住 这是我爸妈住的房间 为什么要让她住 正在这时 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忽然响起 一脸伤心地说道 向上不由转过头来 见一个衣着有些破烂 瘦瘦弱弱的小女孩 眼泪婆妈地看着向上 臭丫头你懂什么 你爸妈早死了 这房子 放着也是放着 不租出去 你吃什么 用什么 那男子训斥了小女孩一顿 而后一脸微笑地望着向上 说道 小姑娘不懂事 你不要见怪 进去吧 我会处理好的 臭丫头 你事情干完了吗 衣服都还没洗完 就敢跑过来探完 晚上别想吃饭了 正在这时 那男子的老婆走了过来 肥瘦的身子走起路来 一摇一晃的 当她靠近过来之后 直接一巴掌 打在小女孩的脸上 一脸凶恶 我 小女孩张了张嘴 委屈地想说什么 却被直接打算 我什么我 快去做事 男子老婆再次训斥道 哦 小女孩眼巴巴地望了这房间一眼 一步三回头地走向了院子的一边 开始洗起衣服来 向上皱了皱眉头 那桶子里的衣服 足足十几件之多 显然是他们一家所有人换下来的衣服 小女孩看起来瘦瘦弱弱的 只有七八岁的样子 却要洗这么多的衣服 实在有些艰难 不过这毕竟是人家的家事 向上也不好太过于关注 进入房间 除了一张床一个衣柜之外 就只有一张桌子 显得很简陋 而在墙壁上 却还贴了几张相片 其中有单人的 也有全家福 看模样 正是门外那小女孩一家 其中全家福上 小女孩 看起来比现在小几岁 白白嫩嫩的 好似一个小公主 一脸幸福的依偎在父母中间 小兄弟 你是舞者吧 向上正想关门休息 那个男子却挤了进来 一脸讨好的问道 向上点点头没有说话 是这样的 我这孩子刚好处于打击处阶段 您能不能抽出一点时间 教教他 他舔着脸 问道 想到外面小女孩可怜的模样 向上点点头 说道 我白天基本上不在 晚上有时间 我可以指点一下他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那你休闲 先休闲 我先走了 唐志强见向上答应了下来 顿时一脸喜色地退了出去 见状 向上也没有多说什么 心念一动 房门自动关闭 而后他才盘膝 坐在床岩上 进入了修炼之中 路途中的几天时间 向上已经将自己的舞蹈修为 提升到了炼气境第八重 短时间内他并不打算再做突破 只要将现在的修为巩固就可以了 如今 向上在修炼的是 那得自空间走廊古战场中的无名精神修炼法 他的精神力一遍一遍地按照那特有的规律运转着 那复杂无比的纹路 好似蕴含着特殊的奥义 每一次运转 向上都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力在快速消耗 但当他将那个纹路完全运转一遍之后 这种消耗却又在急速地恢复着 而且在他精神力恢复的同时 一丝丝清凉的气息却自九天之上 坠入向上的脑海之中 让他的精神力得到增长 这种增长 好似没有极限一般 并且随着向上的精神力的增强 而在加快 比方说 向上原本的精神力是一百的话 那运转一圈增加的精神力就是一 如今向上的精神力是一千 那运转一圈向上增长的精神力就是十 比例并没有改变 唯一改变的 就是向上每一次运转着无名精神修炼法之后 所投入的精神力量 它始终让向上处于一种极限修炼状态中 感受到自己的精神力的不足 或许 这门功法的品级 比我想象中还要高 目前我只是刚好达到了它的修炼门槛 向上心中暗自猜测着 同时 向上也对于拿出古战场 有了更多的猜测 对于远古时代 那些强大的存在 心生无尽的向往 只要想想 那空间走廊中跪拜在那里 存在于无数年的高大身影 还有那古战场中 被锁在大殿中 无尽岁月下 还生存着的异域生物始祖 甚至向上经历过的 神霄格遗迹中 那如神似魔的存在 这一切的一切都证明着 这方天地 极为不简单 灵气复苏 虽然让人类踏上了 无者修炼之道 但百年时间 对于人类来说 还是太短了 短到 一旦那种存在 真正出现在星界之中 就可以将所有人类横扫 甚至不需要那种存在出手 只需要某一个如青云界一般的世界 与星界接壤 就可以使得整个星界的势力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毕竟青云界中 可是存在着极多比先天境更强的存在 星界中 据向上所知 先天境以上的存在或许有 但绝对不多 还是那句话 人类成长的时间太短了 而星界却在以越来越迅速的速度 发生变化着 谁也不知道 在什么时候 就会再有如空间 走廊一般的变化出现 什么时候 就会有新的世界的人类 或者异域生物 降临星界 让原本就风雨飘零的人类 陷入更大的危难之中 凶兽只是人类目前直面的第一个危机 了解的越多 向上越是发现 未来人类的危机 将不止眼前的凶兽 还有未知的存在 时间流逝 眨眼夜已深 正在这时 向上睁开了双眼 望向了门外 咚咚咚 一阵敲门声响起 向上走下床 直接打开了房门 门外是那个小女孩瘦弱的身影 她窃窃地看着向上 说道 大哥哥 我能进来吗 当然可以 向上笑着说道 早在她敲门之前 向上就已经察觉到了她的靠近 小女孩进来后 打开了柜子 然后从柜子中拿出了一床被子 吃力地抱起 口中还是说道 谢谢大哥哥 说着 就要走出房门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向上笑着说道 唐紫燕 我叫唐紫燕 爸爸妈妈给我取的名 不叫臭丫头 她一脸认真地说道 好 我记住了 唐紫燕 向上莫名地感觉有些心疼 显然她生怕向上 也像她叔叔婶婶一样 叫她臭丫头 同事父母双亡 向上对她的遭遇很有感触 但她只是一个过客 帮不了她太多 第二天 向上一大早起来 却正好见到唐紫燕 吃力地提着一桶水 往厨房走去 这里的厨房 还是百年前那种烧柴的厨房 唐紫燕提着水 直接倒入一个大锅中 然后在下面烧火 这么早 向上惊讶地说道 这 昨天小姑娘就已经干活到很晚才睡 现在才五点钟 她就已经起来开始干活 想到她的年龄 向上心中有点疼 她这个年龄 应该是最贪睡的时候 却不得不这么早起来干活 至于她的叔叔婶婶 向上只是稍一感应 就发现他们正睡得香甜 大哥哥早上好 她摸了下脸上的汗水 笑着回应道 你每天都这么早起来吗 向上问道 当然啊 不起来没饭吃的 唐紫燕理所当然地说道 说完 她又急急忙忙地提着一个水桶 来到一口水井前 用力打起了水 向上见状 没再多说什么 来到了院子中的一角 开始站起庄来 如今向上修炼武技 动静还是挺大的 这院子一来比较小 二来也不结实 所以向上直接开始站庄 经过向上改良而成的 混缘庄工 稳如轻松 力如仙鹤 非常有意境 旁人只是看着 都会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 思绪随着向上的动作而改变 唐紫燕见状 时不时地将目光放在向上的身上 脸上流露出羡慕向往的神色 她知道 这是舞者才会修炼的庄工 她弟弟小庄就在修炼 只是小庄害怕被她偷学去 经常躲在房间里修炼 是以这还是她第一次看到别人修炼庄工 不知不觉 她沉浸其中 小小的身子 好似也随着向上的动作在变动着 体内血液都开始快速流转起来 她发觉自己浑身都有些燥热 大汗淋漓 好似干了一场大活一般 但却不感觉到累 就连之前因为早起做事 而有些疲惫的身子 都轻松了许多 这种感觉 让她沉醉 恰在这时 叔叔的房门打开 她就好似受惊的兔子一般 清醒了过来 连忙转过身子 继续开始烧水 臭丫头 你是不是偷懒了 你看看都几点了 水都还没有烧好 今天早上没饭吃 唐志强训斥道 可是我昨天晚上就没有吃饭 唐子燕委屈地说道 眼睛中蓄满了泪水 她没有想到 她以为只是过去了一会儿的功夫 谁知道 已经是两个小时过去了 锅里的水冰凉一片 连锅下面的火 也早已经熄灭了 我说没饭吃就没饭吃 再多嘴把你赶出去 唐志强哼声道 闻言唐子燕脸色煞白 顿时不敢多话了 吸着鼻子 哆哆嗦嗦地 又开始烧起水来 向上见状 在一起皱起了眉头 想了想 她还是没有说话 而是打了桶水 冲了冲凉 返回房间换了身衣服后 走出了住所 清流阵 因为周围少有凶兽肆虐 加上最近 因为灵狐还有宝物的消息 显得颇为热闹 各种贩卖小吃的叫喊声 也不绝于耳 向上逛了一圈 十分钟后 就回到了住所 这个时候 唐志强一家 已经开始吃早餐了 一家三口 就着咸菜 吃着粥和油条 很是香甜 只有角落中 小姑娘唐子燕 一脸委屈地站在那里 看着他们吃 臭丫头 帮我再盛一碗 正在这时 唐志强的儿子 一个十来岁的小子 指使道 哦 唐子燕小声地应了句 连忙上前 帮他打好了一碗粥 看着锅里面 逐渐见底的粥 唐子燕燕了燕口水 鼓起勇气地说道 叔叔 我 呃 能给我吃点吗 吃 吃什么吃 一点事都做不好 还想吃饭 唐志强还没有说话 一旁的张倩就开口了 一脸凶恶地说道 想吃饭要先干活 那些木材看到了吗 中午之前批好 批好了就有午饭吃 批不好 那就继续饿着吧 继续饿着吧 唐志强的儿子 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说道 你们这样 过分了 向上终于开口了 瞪了几人眼 而后说道 唐子燕 过来 哥哥这里有吃的 向上如今的实力 多么可怕 尽管没有使出精神力量 但只是眼睛一瞪 却也让唐志强一家如坠冰枯 好似经历了无尽恐怖一般 吓得说不出话来 唐志强的儿子小庄 更是被他这一瞪 吓得哭出声来 哦 唐子燕文言 高兴地答应了一声 小跑着来到了向上的身边 包子 豆浆 吃吧 向上说着 将早已经买好的早餐递给了他 谢谢大哥哥 唐子燕文言脆声道 接着他小心地接过向上给的包子 小口小口地咬了起来 晚上等大哥哥回来 再给你带好吃的来 向上笑着说道 谢谢大哥哥 我会报答你的 唐子燕答应了一声 而后一脸认真的说道 哼 我可不要你的报答 你只要过得开心就好 向上文言大笑着说道 看到唐子燕 向上莫名地就会想起自己 同样是父母双亡 同样是一开始寄宿在亲戚家 同样不受待见 只是向上比较幸运的是 父母有抚恤金 加上年龄更大 懂得多 所以才能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而唐仔燕 五岁就父母伤亡 一直寄宿在叔叔家 为了讨口饭吃 只能干活自己养活自己 时不时地还要受到叔叔婶婶的欺负 就连弟弟小庄 对他也如他父母一般 不是打就是骂 可谓苦不堪言 也因此向上对他尤为怜惜 见他将所有早餐全部吃掉后 向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害怕自己离开后 唐志强一家三口又会欺负他 向上专门提出 让唐仔燕照顾自己的灵宠洞洞 并答应给予他们一笔钱后 他们忙不迭地答应了下来 早在刚才 他们就被向上那一眼给吓破了胆 自然向上说什么就是什么 更别说还有一笔钱拿 见状向上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走出了院子 昨天一番打探 向上也不是全然没有收获 除了被媒体曝光的两次 那只灵狐在之后还出现了一次 就出现在距离清流镇 三十里外的一个山脚下 向上这次出去 就是想要看看 在那里是否会有什么线索 当然 他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毕竟此时 距离他上一次出现 已经过去了三天的时间 从各方面汇聚而来的消息上看 这只灵狐 至少有着通灵镜的实力 如果他当真要跑的话 三天时间 足够他 跑到数百里开外了 出了清流镇 向上认准方向 快速穿行着 荒野中 向上仔细观察着四周的情况 果然是发现 这里的凶兽少得可怜 如果是在江州市的野外 不说凶兽遍地 但数百米范围内 也必然会遇到 一两只低等级的凶兽 如果是山林中 那凶兽就更多了 但是在这里数百米范围内 别说凶兽 就连野兽都很少看到 偶尔碰到了一两只凶兽 也都是最低等级的 没有丝毫的威胁力 相信 就算是普通炼体 进三四虫的人 都能够轻易对付 只有当向上 逐渐深入野外十几二十里开外 凶兽的数量 才逐渐多了起来 但也形成不了规模 不过仔细感应 这周围的天地灵气 确实要稀薄的许多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 凶兽的数量 这么稀少的原因吧 向上心中嘀咕着 凶兽大多数 都是由普通野兽 进化而来的 而起到进化作用的 就是这天地灵气了 天地灵气稀薄 自然进化成为凶兽的野兽 就稀少 天地灵气浓郁 自然进化成为凶兽的野兽 就更多 只是不知道 这里天地灵气稀薄 是地理位置原因 还是其他因素呢 向上心中 始终有一些疑惑 毕竟天地灵气浓郁程度 虽然跟灵脉 还有大环境有关系 但它确实是在缓慢流动的 并不是说 这里灵气稀薄 那么永远就是稀薄的 从灵气浓郁的地方 还是会有灵气会缓慢地流入灵气稀薄的地方 提升这个地方的灵气浓郁程度 这其实是一种水流现象 比如向上修炼的时候 将一个地方方圆数公里地方的灵气 吸纳一空 但等一天过去 这个地方的空白 还是会被其他地方的灵气流入填满 能够被它重新修炼 而这天心市基地周围 据向上所知 天地灵气却一直都是如此稀薄 也因此 这里的强者相对较少 本地中 甚至连先天境以上的强者都没有一个 维尔的两个先天境强者 都是军方和官方从其他地方调过来的 这就有点古怪了 只是 以向上的实力 暂时还不能窥探这其中的究竟 他只能将这些疑惑暂时放在心里 很快 向上就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 那一头灵狐上一次出没的地方 这里 早已经被无数舞者踏遍了 只是一会儿功夫 向上就看到了 有三四波舞者从这里经过 仔细查看着周围的痕迹 眼见于此 向上就知道 那只灵狐肯定已经离开 不在这附近 不过 他也没有轻易放弃 将精神力完全浮散开来 仔细探查周围的一切痕迹 只是 一整天下来 向上都没有什么收获 回到租下的住所 天已经快黑了 大哥哥 你回来了 见到向上 唐子燕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 嗯 吃饭了没有 我专门给你买的 向上说着 将特意在酒楼里打包的食物 递给了他 吃过了 他们怕你 不敢不给我吃的 唐子燕有些嘴馋地 看了向上手中的食物 又摸了摸肚子说道 那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当夜消耻 向上笑着说道 见到向上 洞洞明显变得兴奋起来 小短尾一个劲地摇晃着 向上揉了揉洞洞的毛发 而后从储物袋中 拿出几枚雷金递给了他 如今向上也是 发现了 对于洞洞这种雷兽来说 雷金是 最适合他的食物了 一段时间下来 他已经成长了许多 如今几乎快有向上的大腿高了 虽然还是处于幼生期 但他如今 不管是力量还是速度 都堪比高级凶兽 加上他特有的神通雷电之力 就算是高级凶兽 都不见得是他的对手 只是一般情况下 他并不会使用这些力量而已 那个 您来了 昨天您答应的事情 不知道 正在这时 唐志强有些紧张地走了过来 问道 叫他过来吧 向上淡淡地说道 而后 向上望向唐仔燕 问道 你想练武吗 在向上想来 唐子燕与唐志强一家 毕竟有着血缘关系 如今寄宿在他家 自己在的时候还好 对方不敢欺负他 但他始终 是一个过客 随时都有可能离开 一旦自己离开 那么以向上 对唐志强一家的了解 唐子燕以后的日子 可想而知 甚至因为 他们在自己这里受了气 反而会对他变本加厉的虐待 所以 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他有自保之力 而再也没有什么 比让他修炼武功 更适合的了 这个世界 毕竟还是强者为尊 有实力 唐志强一家 就算想做什么 也要掂量掂量 可以吗 唐仔燕眼睛一亮 紧接着有些迟疑的问道 尽管非常渴望 但长久以来的不自信 让唐仔燕非常忐忑 生怕向上说的 只是一句玩笑 当然可以 眼见唐仔燕那弱切的模样 向上越加心疼 温和地说道 很快 唐志强就将他的儿子 唐庄带了过来 向上之前那一眼 给唐庄留下了 太过深刻的印象 是以面对向上 他显得很是惧怕 躲在唐志强的身后 畏畏惧惧的 他要不听话 您尽管打骂 我们没意见的 唐志强带着点 敬畏之色说道 我只负责指导 他学不学 用不用心 就看他自己了 我会一视同仁的 向上淡淡地说道 原本他只是想教唐仔燕 但考虑到 他以后还要在 唐志强家生活 后此薄比心里痛快了 对小姑娘以后 可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那好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见状 唐志强也没敢多说什么 而是瞪着自己的儿子 说道 要敢不用心学 要你好看 底层生活这么久 唐志强的眼力 自问还是极强的 知道向上 绝对是一个厉害的舞者 有他教导自己的儿子 可远比把儿子 送去舞馆要好得多 当然最重要的是 舞馆收费 且极高 而向上这里没要钱 如果向上知道 唐志强的想法如此浅薄 脸上的表情 想必会非常精彩 要知道不算修为 只论舞到庄公 整个大厦联盟 向上称第一 几乎没人敢称第二 本身向上的混员庄公 就已经达到了圆满的极致 加上后来他凭借自己的理解 将这门庄公再次改进 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高深的层次 别说只是指点两个没怎么修炼过的小家伙 就算是一个先天进强者过来 只论庄公的话 他也能说得头头是道 让对方幸福 混员庄公 想必你们都学过了吧 向上笑着问道 我学过了 唐庄连忙点头 我没有学过 唐仔燕怯切切地说道 没关系 我可以重新教你 向上目光一闪 对于唐志强的印象更坏了 大夏联盟为了普及全民习武 像混员庄公这种基础舞技 可都是免费发放的 只要孩童年龄到了八岁 就可以凭身份到官方渠道领取 而唐仔燕如今都已经十岁了 却连混员庄公都没有修炼过 可想而知 唐仔燕这些年过的是什么日子 你既然学过 那就先摆一下庄公 向上看了唐庄一眼 说道 文言 唐庄连忙站起了混员庄公 只是不管是摆放姿势 还是呼吸节奏 他都一塌糊涂 向上随手在他身上一拍 一股力量就在他体内运转 气血立即自动转动了起来 只是三个呼吸的时间 他的动作就规范了许多 就连呼吸节奏 也都按照混员庄公的规律运转着 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 向上对于庄公 理解太过通透了 如果是别人 还需要一个 一个动作去纠正 但他只是以自己的进气带动 就能让唐庄 按照既定的节奏 运转混员庄公 论效果 超过了他以前自己修炼的无数倍 只要他记住 向上这次指正的修炼节奏 以后将混员庄公 修炼到大成 也不是问题 大哥哥 那就是混员庄公吗 唐紫燕好奇地 看着唐庄施展的庄公姿势 问道 对 这就是大夏联盟 召集无数武道大家 一起联合创出的 最适合普通人修炼的庄公 妙用无穷 向上笑着说道 接下来我来教你这套庄公 很简单的 我想练大哥哥修炼的庄公 可以吗 唐紫燕仰起头望向向上 怯声声地说道 他之前有看到过 向上站庄修炼 与唐庄站的庄公 有很大的不同 当然可以 向上想了想 笑着说道 向上修炼的庄公 是他根据混员庄公 还有自己的理解改进而成的 虽然是最适合他自己修炼 但别人修炼 却也要比大夏联盟 发下来的混员庄公 要好得多 而他也没有什么门户之� 将自己创造的庄公传出去 在他看来 反而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紧接着 向上开始直接教导 唐紫燕站庄 让向上诧异的是 唐紫燕尽管没有修炼过庄公 但对于他讲解的东西 却都能在极短的时间内 理解通透 有时候还能举一反三 将还没有学到的知识 按照自己的想法讲解出来 知识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 他就将向上 交给他的庄公给学会了 此时他正站在那里 有模有样地修炼着 近第一时间 就已经将庄公入门了 没想到小家伙 还是一个武道天才 向上心中诧异地想着 要知道 向上改良后的庄公 可要比混员庄公 复杂无数倍 能在半个小时内 学完并且入门 可想而知 他的悟性之高 对此 向上也是乐见其成的 毕竟教一个天才 可要比教一个蠢才 要舒服得多 眼见唐宰燕呼吸有序 进入了修炼节奏之中 向上也没有借劲 给他 直接拔高他的庄公境界 借助向上的力量提升 自然没有自己领悟得来得稳妥 以唐宰燕的悟性 加上自己的指点 向上估计 要不了多长时间 他的庄公境界就能提升 至于唐庄 以他的资质 如果不借助向上的帮助 他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 才能将庄公入门 未来的潜力也有限得紧 反倒是没有那么多讲究 能借助向上的尽力 提前进入庄公的高深境界 已经是他无尽的服源了 庄公修炼 只要能够入门 气血运转之下 基本不会感觉到累 他会将人体内的疲劳 完全驱逐 只会让人感觉到一种 力量涌动的充沛感 满足感 庄公修炼唯一消耗的 是能量 所以 一般人修炼后 都是在饥饿中清醒过来的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唐庄和唐仔燕就清醒了过来 无尽的饥饿 让他们肚子一阵轰鸣 饿了吧 刚好今天准备了夜宵 向上坐在那里 对他们招招手 虽然对唐志强颇有意见 但向上也不至于怪罪到小孩身上 所以也没有厚此薄笔 两个小时过后 向上结束了指点 目送唐庄离开 唐子燕迟疑了一会儿 问道 大哥哥 你也是为了小白狐来的吗 呵呵 你问这个大妈 向上笑问道 你会杀了他吗 他紧接着又问道 虽然觉得唐仔燕的问话有些奇怪 不过他还是开口说道 一般情况下 会的 凶兽与人类 少有听说能和睦共处的 除非如洞洞一般 从小被收养驯服 哦 唐子燕身子一缩 窃窃窃地点点头 然后才走出了向上的房间 向上没有在意他的异样 关上房门 又开始了例行的修炼 到如今 向上每天的睡眠时间极少 只要修田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足够保持一整天充沛的精力了 而且 修炼同样是一种休息 是以向上 已经极少有如普通人 躺在床上睡眠的情况了 第二天一早 向上例行修炼结束 望向唐子燕 或许是顾虑到向上的态度 唐志强一家 没敢再步给他吃饭 此时 他正小口吃着米粥 一脸幸福的模样 见状 向上就没再给他带早点 招呼一声 走出了住处 向上茫然无目的在野外探寻 精神力散开 方圆数百米范围 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大半天的时间过去 向上灵狐没有找到 反而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精神力无形无智 却对于灵气的感知更加灵敏 这天心事附近 灵气平级 向上原本以为是地理位置的因素 可是在向上无时无刻放开精神力感知下 却发现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长久的精神力感知下 向上察觉到了整个空间中 对于天地灵气 有一种排斥的力量 阵法 这是阵法的力量 向上目光中 闪过一丝金光 这种排斥灵气的现象 让向上想到了一种阵法 为一灵阵 一灵阵作用下 周围的天地灵气 会向着四周一散开来 渐渐地使阵法笼罩范围内 形成一种绝灵之地 如果真是一灵阵 那这个手笔也太大了吧 向上心中暗自震惊 要知道 天心事可不小 从周围影响范围来看 至少辐射了周围数百公里 如果真是一灵阵的话 那么在这周围 必然有一个地方 是绝对没有丝毫灵气的 属于死地 那里应该就是 一灵阵的中心地带 而且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那里还必然有一处封印 近封着某个恐怖存在 向上连忙拿出个人终端 依照这个条件进行查找 果然是发现 在距离青流镇数十里外的 一处地方 名为死祭山 那里寸草不生 只有一片荒芜 人步入其中 就好似有一种剥夺之力一般 待不了多久 就会有脱力脱水的危险 舞者待在其中 甚至会损耗修为 果然如此 向上了然 知道了在那死祭山中 必然隐藏着一个大秘密 因为 向上从陈道阳的镇道九卷中 就有看到过 关于一灵阵的记载 一般都是为封印 某些强大存在而准备的 就是为了隔绝灵气 让他们不能冲出进风之地 至于天心事周围 只不过是处于那处 进风之地的影响范围之内 所以才会使得周围的天地灵气 如此稀薄 明白了这点 向上对于此处 也有些慎重了起来 同时 也对于远古时代的事情 越加好奇起来 毕竟能够影响数百里的大阵 可是稀少无比 非大能不可为 而这座阵法 想来是自古就存在着 到如今 却还在发挥作用 可想而知 不证人的恐怖 而那被封印的存在 想必也很不简单 正当向上因为自己的发现 有些震惊的时候 数百米外 一个一直潜伏着的身影 眼中爆发出了精芒 机会 尽管不知道 向上为什么会突然愣神 但他对于这样的机会 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好似飞驰的利剑 他将自己的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数百米的距离眨眼极视 他一剑刺出 带着一网无钱 不成功变成人的气势 浓厚的杀鸡袭来 向上瞬间警醒 斩刀顺势批出 这一刀 赤裂如太阳 充满了蛮横霸道的意味 凝炼无比的刀芒 附着在斩刀之上 一刀斩下 好似虚空崩塌 挤压的所有事物 浸在刀下 破 就知道 不是你的对手 不过迟早有人 会取你的性命 那人才刚刚靠近 那一剑甚至还没来得及刺入 就被向上这一刀 给斩成了两半 他像是早就有这种觉悟一般 以后天尽强大的生命力 强撑着吐出这句话 而后才彻底地失去了声息 刘虎 向上一愣 认出了这人 他正是之前与柳杰一起 从京都来到江州市的柳家客亲 在向上出其不意地 将柳杰和陈东杀死之后 他还追击了向上一路 只是因为速度不如飞车 被向上甩掉了 向上没想到 对方杀他的执念如此之强 还专门追到这里 想要偷袭杀他 你这是求死吗 向上目光淡淡 却也很快察觉到了对方的想法 这刘虎的实力 只有后天晋初期 以向上之前的战绩 他一个人对向上 是绝对造成不了威胁的 明知不是对手 明知必死还要出手 就只有一个可能了 他有不得不出手的理由 身为柳家客亲 兼任柳杰柳大少的保护人员 柳杰生死 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自然会被柳家责难 要杀死向上复仇 在柳家 甚至还有京都陈家的威逼下 他不得不出手了 然后很自然地 死在了向上的手中 说他是求死 丝毫不为过 但对他来说 却也是最好的结果 不死 那他在京都的家人的安危 就要受到威胁 死了 而且还是死在向上的手中 自然柳家 不会太过为难他的家人 这对他来说 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向上也是从他的话的语气中 听出了对方的心思 虽然他一心求死 不过也从侧面说明了 我的位置暴露了 看来这里待不长了 向上收起战刀 眉头轻轻地皱起 向上从来没有怀疑过 陈家杀他的决心 不过柳虎的出现 却让他惊觉 自己越来越靠近京都 那么来自柳家和陈家的追杀 随时都会到来 而如今 既然柳虎出现在了他面前 那么可想而知 各方势力 该知道的 自然也就知道了 再待三天 三天之内 如果还没先天惊雷珠的消息 那就只能退走了 向上心中暗自做出了决定 这三天 向上也是有依据的 天心市灵气平级 武道强者极少 一般有志 在武道中前行的人 都不会在这里滞留 天心市除了军方和官方作证的 两个先天强者外 最强的 也只有后天进第七重武道修为 对他形成不了太大的威胁 各方势力 如果想要对向上出手 不管是他们自己人动手 还是请地下联盟的人出手 都需要从其他基地市中调牌过来 而就算是距离天心市基地 最近的基地市 从那边赶过来 也要四五天的时间 事已 短时间内 向上还是安全的 当然 这个安全 也只是相对来说的 有可能这刘虎早在之前 就发现了他的踪迹 一直隐忍不发 提前汇报了上去 这时候 已经有各方势力的人 过来对他出手 但 向上不可能因为这个担忧 就轻易放弃先天惊雷珠 再说了 以向上的实力 先天静以下 他不拘任何人 打不过 他跑还是能跑掉的 对于自己的速度 他自信得很 或许是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刘虎身上很干净 除了那柄长剑 堪堪达到法器级别 身上再没有其他东西 向上将那柄长剑收起 很快离开了原地 灵狐出现了 时间流逝 一个小时过去 正当向上想要换个方向 继续寻找的时候 一道大喊声忽然传来 向上心中一激动 身形如电 眨眼间就向着 那个呼喊的方向跑去 你说什么 灵狐出现了 在哪里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向上就来到了 那个呼喊的舞者的身边 我也是听说 在天祈山山脚 有人发现了灵狐的踪迹 现在有很多人 正往那边赶呢 这位舞者 对向上神出鬼没的方式 吓了一跳 只是察觉到 向上气势如鸢 明显要比他强得多 也不敢怠慢 连忙解释道 事实上 他自己实力 只是练体经第九重 本身对灵狐 还有灵狐身上的宝物 也没有什么想法 只是单纯地 想要凑热闹 对于向上来询问 他也是乐于建成的 不然刚才 也不会直接呼喊起来 这步 又有一伙树人 向他飞奔来 想要询问 灵狐的具体方位 这会让他有一种 行走江湖的感觉 谢了 向上说着 身形再次一闪 就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向着天骑山儿去 这两天 向上对于 清流阵周围的地形 不说了如指掌 却也是熟悉得很 自然知道天骑山的方位 只是半个小时的时间 他就已经来到了 天骑山的山脚 这个时候 这里已经是热闹非凡 无数的舞者 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汇聚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还有源源不断的舞者 从各地赶来 当向上赶到的时候 见到的就是如此热闹的景象 不是说发现灵狐了 哪呢 正在这时 一位兴冲冲的舞者 扛着一柄大斧头 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是你小子 就算灵狐出现 凭你的实力 你抓得住吗 艺人显然是认识这位舞者 嘲弄道 别看来人气势凶猛 还扛着一个大斧头 实际上 只有炼体进第七重的舞蹈修为 属于在场中较低的了 这你管得着吗 这不这么多高手在吗 唯也唯死他了 也许我运气好 捡漏了呢 他翻着白眼说道 那还是算了吧 如果你真捡漏了 命都要丢掉了 那人大笑着说道 灵狐跑了 之前确实有人发现了 灵狐的踪迹 但他速度太快了 只是一转眼的功夫 就消失了 当时好像有两个战队的人 一起看到了 眼见追不上 他们才将消息散布开来的 倒是一旁有一个老实人 开口向炕斧头的青年解释了起来 向上就站在他们周围 自然也听到了他们的议论 心中立即一紧 从其他舞者口中得来的消息 向上沿着那只灵狐逃走的方向 快速追了上去 尽管知道 时间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他很难再追上 但他还是想要试试 灵狐脚步轻盈 加上实力达到了通灵境 每一次跨步都是数丈远 很难在地面上留下痕迹 只要消失 其他人想要找到就难了 不过 我有精神力 仔细观察的话 那些痕迹虽然暗淡 就算是最高明的猎手 也很难发现 却也难逃我的追踪 向上心中 信心十足 很快 向上就发现了 灵狐的第一个脚印 就算是舞蹈高手的肉眼看去 也发现不了分毫 但在精神力观察下 他脚步踩踏下去 对地面产生的微小震动 而引起的痕迹都无所遁形 也只有向上这种精神力强大的神念师 才有这样的本事 发现第一个脚印 向上精神一震 立即沿着他逃走的方向 追踪了过去 很快 第二个 第三个脚印 相继被向上发现 这时候 向上暗自庆幸 还好自己来得早 这些脚印的痕迹还残留着 如果再过一段时间 风吹雨过 就什么痕迹也察觉不了了 十公里 二十公里 三十公里 痕迹越来越清晰了 向上心中振奋 这时候 他早已经远离了 最初发现灵狐踪迹的地方 大多数在附近晃荡的舞者 在听到了灵狐出现的消息后 都往着他被发现的地方赶去 周围自然没有舞者存在 至于一些经验丰富的猎手 估计也很难猜到 灵狐的具体方位 因为他实在是太狡猾了 在向上的追踪中 对方一直在绕圈子 就算没有被人发现 他也始终维持着一种绕圈的状态 混淆别人的视听 好几次 向上都被他晃过去 直到返回 才发现新的痕迹 快到了 向上越来越兴奋 因为他察觉到 对方的脚印已经逐渐清晰 显然距离踩踏过去 没有太长时间的缘故 猛地 向上顿住了身形 脸上露出了苦笑之意 这只灵狐 当真是太狡猾了 在他身前 是一条数米宽的小河 当向上追到这里来的时候 却已经彻底失去了 这只灵狐的踪迹 为了探查仔细 他甚至上下追查了数千米 但他只发现了那头灵狐 靠近小河的痕迹 却始终没有发现 他上岸的脚印 接下来一两个小时 向上都在这附近 仔细搜索着 精神力使到了极致 几乎不放过一个角落 但无奈的是 还是没能发现 这小河的周围 确实有一些空洞洞穴 但在他精神力探查下 只是很浅显的小洞 偶尔隐藏着的 也顶多是低级凶兽 甚至只是野兽 根本不是那只灵狐 没想到就这样被他跑了 向上有些无奈了 眼见就要追上了 谁知道对方不知道 有什么手段 将自己的痕迹彻底掩盖了 不过 这个地方 估计没有谁会想到 这只灵狐 竟然会在距离青流镇 这么近的地方活动吧 这时候 向上也是发现了 这只灵狐消失的地方 竟然距离青流镇 只有十多里的距离 要不是像 上岸照他行走的痕迹 跑过来的 也很难相信 对方会出现在这附近 只能明天再过来 看看会不会有新的发现了 眼见天色 开始暗淡 向上记下了方位 最后还是决定离开 这么久都没有发现 如果对方逃了 这时候 估计早就跑出树石里开外了 而如果他的老巢 就在这附近的话 那么他明天再来 就很有可能 发现他留下的痕迹 当向上回到 租住的住所的时候 天已经彻底黑了下来 例行都喂养了洞洞后 唐紫燕和唐庄 就相继跑了过来 舞者修炼 第一步就是要练好庄工 只有庄工站好了 基础打得牢固 以后才能走得更远 今天还是站庄 我来纠正你们的动作错误 向上见状 也没客气 直接直倒了起来 文言 两人乖巧地点点头 各自站起庄来 今天 唐庄的庄工 明显要比昨天要好得多 如今已经有模有样 将混元庄工 修炼到入门了 不过 毕竟是小孩 能记住的要点有限 很多动作 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形 呼吸节奏 也并不到位 向上也没有客气 又是一道静气 打入他体内 顿时好似 产生连锁反应一般 他的动作 立即变得顺畅了起来 就连呼吸 也开始平缓有序 这个时候 要是其他舞者 在看到他站的庄工 绝对惊为天人 会叫出声来 竟那每一个动作 是那么的混元如意 那每一次呼吸 长短急促 都是那么的流转有序 就连他体内奔腾的气血 都好似水流一般 在哗啦啦作响 这完全就是 混元庄工大成的表现 要知道 当初向上 混元庄工小成 秦秦导师 就将他特招 进入了第一舞蹈学院中 可想而知 这其中的珍贵之处 只是 唐庄的这种大成 是借助了向上的尽力 才达到的 最后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就看他的悟性 还有造化了 不过有一点值得提的是 有了向上的指点 他已经在起步阶段 超过了无数舞者 甚至是超越了无数天才 只要他资质不算太差 将来修炼到炼气劲 已经是很轻松的事情了 至于唐仔燕 向上并没有使用自己的尽力 直接提升他的装功境界 而是一点一点 指点他的错误之处 力求让他自己领悟 将装功提升到最高 眨眼 又是两个小时的时间 送走了两个小家伙 向上回到了房间 正打算进行例行的修炼 一阵敲门声响起 怎么了 向上打开了房门 正好看到 敲门的是 去而复返的唐仔燕 他有些紧张地 抓着自己的衣角 沉默了两久 才开口说道 大哥哥 我把这个珠子给你 你别杀小白虎好不好 说着 他将放在后面的手 抬到前面来 而在他的手中 却紧抓着 一根青色绳索 绳索的另一端 绑着一个婴孩 拳头大小的金色珠子 向上的瞳孔 微微一缩 尽管在唐仔燕进来之前 他就已经察觉到 对方的手中 有一抹灵气波动 但他却绝对没有想到 他的手中拿着的 竟然是他此行的根本目标 先天惊雷珠 你跟那灵狐 是什么关系 向上这时候 自然明白过来 昨天他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 而如今 先天惊雷珠在他手中 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他是我父母收养长大的 大哥哥 您能不杀他吗 唐仔燕灵动的小眼睛中 蓄满了泪水 好似随时都要掉落下来 既然是你父母的灵兽 加上他也没有害人 我当然不会杀他 向上想了想 笑着说道 向上当真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会这妖巧地 住进灵狐原本主人的住处 并且还与他的小主人 唐仔燕这个小姑娘结识 而那只灵狐 也确实没有杀过人 就算那么多武者追杀他 也是如此 紧接着 经过向上的一番询问 他才终于明白过来 原来唐仔燕的父母 是御兽宗的弟子 收养了这只灵狐 当作自己的御兽 只是一次意外 他父母双双生死 而这只灵狐也消失不见 当时 他父母好像是在执行什么任务 所以将他寄宿在 唐志强家 一直到如今 直到前段时间 灵狐才找到了他 这么说 唐志强不是你的叔叔 向上有些诧异地问道 不是的 我爸妈给了他们一笔钱 让他们帮忙照顾一段时间 谁知道他们 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听唐叔叔说 他们死了 可是我不相信 他们一定会来接我的 说着 唐子燕眼睛通红 向上闻言 也有些感伤 大哥哥 这个给你 我说过要报答你的 而后 他很快止住了哭意 坚定地说道 向上沉默了一会儿 说道 如果是其他东西 就算再宝贵 我也不会要 不过这先天金雷珠 确实对我修炼有帮助 这样我将它折算成星园 在上一次拍卖中 先天金雷珠 被以17亿星园的价格被拍出 我就给你17亿星园 当作买走你的 向上做人做事 都有着自己的底线 如果那宝物是在凶兽手中 那么他抢夺过来 并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毕竟非我族类其心必毅 人类与凶兽间 本来就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但是这件宝物 既然在唐仔燕的手中 他自问做不到心安理得的 将这先天金雷珠收下 可是 唐子燕张了张嘴 却被向上打断 就这样定了 我会帮你处理好 专门帮你请一个管理团队 处理这些资金 你也可以搬到市区中 由他们安排你的生活起居 将来你如果要修炼武道 那这笔钱 也足够你修炼到 可以自保的程度了 向上知道 如果直接将这笔钱 交给唐仔燕 那么很有可能 落入到唐志强一家手中 甚至让人对他生出歹意 所以向上打算 请一个专门的团队 全方位服务他 让他自由成长 在野外 虽然凶险无比 各种阴谋诡计 层出不穷 但在城市中 相对还是很安全的 毕竟有军方和官方 两个强力部门 能够保护普通居民的 生命安全 不受威胁 大哥哥 收下吧 除了这个 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的了 他很执拗 一定要将东西送给向上 大哥哥 你是要离开了吗 见向上想说话 他又忙问道 嗯 这次来 目标其实就是这先天惊雷珠 如今目标达成 我也就不在这里多待了 不过你放心 你的事情 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也绝不会再让你受到欺负 唐仔燕虽然说 这先天惊雷珠 是送给他的 但他自然不会当真 心安理得地收下 肯定要将他 安排妥当了才会走 我不要待在这里 大哥哥你带我走好不好 我怕 唐仔燕拉住向上的一脚 怯声声地说道 我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洗衣做饭 还能打扫卫生 所有事情 我都可以做 我不想待在这里 唐叔叔他们 对我不好 我也没有什么亲人 唐仔燕 眼泪婆杀地说道 看着唐仔燕 那瘦弱的模样 向上不由沉默了 唐志强一家 对他确实非常苛刻 他十岁的年龄 看起来却好像五六岁一般瘦弱 当真让人有些心疼 但我一向独来独往 而且你跟着我也很危险 哦 紫燕知道了 文言唐仔燕 失落地低下了脑袋 慢慢地转过身去 你跟着我也行 但要听话 向上到底还是不忍看到 他失望伤心的模样 开口说道 而且 留他在这里 确实有些不负责任 倒不如将他带到京都中 那边不管是生活环境 还是修炼环境 都要好得多 到时候托人 把他送去学校 也好过他一个人 待在这里 有可能受到 唐志强一家的欺负和纠缠 唐仔燕惊喜地 抬起了小脑袋 连忙说道 紫燕会听话的 那就先这样 我们明天就出发 既然答应了下来 向上也干脆 定下了上路的时间 大哥哥 还有一件事情 我想把小白狐一起带上 可以吗 他很乖的 不会给你惹麻烦的 唐仔燕四世想起了什么 连忙开口 四世害怕向上嫌麻烦 又不断解释起来 当然可以 有他跟着你 我也更放心 向上笑着说道 向上自己 毕竟要面对 有可能出现的杀手 有时候害怕自顾不暇 如果有一位通灵镜小妖 跟着保护小家伙的安全 他反倒更放心 闻言 小子燕这才放心地 走出了向上的房间 瘦弱的脸上 绽放出数不尽的欣喜 第二天 向上就这事情 专门跟唐志强一家 做出了说明 对方巴不得 现在就送唐子燕离开 哪里会有不同意的道理 只不过唐志强老婆贪婪 试探性提出 百万新元的补偿款 被向上一瞪 顿时不敢说话了 最后 向上念在对方 将小子燕养到这么大 虽然多有虐待 但总算让她没有饿死 给了十万新元 当作补偿 对向上来说 这只是小钱 随后 他们才欣喜地 与向上一起 来到了官方户籍处 将小子燕的身份 进行了转变 眼见尘埃落定 小子燕满脸雀悦 对于未来 充满了憧憬 目标达成 向上并没有在 清流镇多呆 与小子燕一起 带着灵狐和洞洞一起 直接租了一辆飞车 就开始上路 毕竟身边还带着小子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估计到清流镇中 灵狐引起的巨大轰动 向上暂且将她 放在了一个黑色布袋中 已经粗通灵智的她 一个劲的翻白眼 对于向上的举动 很是不满 毕竟不管怎么说 她也是一个通灵劲的小妖 有着自己属于妖兽的威严 但在向上的强硬 还有小子燕的恳请下 不得不委屈自己 只是那小眼神忧怨的 好似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向上心中暗笑 也觉得有些畅快 昨天她为了追踪这只灵狐 可很是费了一些功夫 最后却还是让她跑了 如今能让她吃点苦头 也是觉得有些舒畅 再次出发 向上自己的心里 也是有些激动 修炼术法所需要的先天五行雷珠 已经被我收集齐全 接下来就简单了 只要布置正法 将这些先天五行雷珠炼化吸收 就可以了 不过还不急 布置正法 却也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天心室附近 灵气平级 显然不是一个好地方 一天后 就可以走出天心室范围了 到时候 找一个灵气充沛的地方 就可以好好修炼 布置正法所需的材料 我早就准备好了 向上心思浮动 说事不及 实际上也有些迫不及待了 想要快速地 将先天五行雷珠炼化掉 正式开始修炼 《神骁五雷法》中记载的术法 咕噜旅行 小子燕也开心得不得了 抱着小白狐还有洞洞 玩得非常开心 时不时地指着外面 飞速掠过的景象 一副大惊小怪的模样 被他感染 心情也是舒畅了许多 之前都是一个人赶路 难免有点孤僻 有时候兴致来了 也会和他一起 逗弄逗弄洞洞洞和小白狐 小白狐别看实力 已经达到了通灵境 但个头并不大 就好似一只小花猫一般 小巧得非常可爱 纯白色的毛发 摸起来非常柔顺 当然 或许是对向上 把他装到麻袋里 非常有意见 他不怎么愿意让向上抚摸 只有小紫燕轻拂他的毛发 他才会露出轻松享受的模样来 见状 向上也是滋滋称奇 不知道为什么 这只小白狐 会那么亲近小紫燕 要知道 他可是小紫燕父母的灵兽 尽管与小紫燕熟悉 但他父母生死之后 按理说 他也是恢复了自由的 如今 对方却在消失几年后 刻意找到了小紫燕 并且还愿意 一直跟他在一起 实在让他有些不能理解 刚开始向上确实有些怀疑的 但见他对小紫燕是真的亲近 也就渐渐放下心来 不管怎么说 这也算是一件好事 想不明白 向上也就不去纠结 眨眼间 一天的时间过去 这个时候 向上等人 已经彻底使出了天心式范围 只是略意感应 周围的天地灵气 明显变得浓郁了许多 而且 或许是那个 上古阵法一灵阵的反向作用下 向上明显能够察觉到 这周围的天地灵气 要比其他地方浓郁得多 好似一个小型的灵地一般 就连小紫燕都受此影响 呼吸也畅快了几分 大哥哥 前面有一个小阵 忽然 小紫燕眼间 指着前面的一些建筑说道 那些建筑 在百年前 或许非常高档繁华 但如今 却荒无人烟 多是残缘断壁 偶尔还有凶兽的踪迹存留 做了这么久 你也累了吧 那么我们今晚 就在那里歇息一下 向上心中一动 开口说道 尽管小紫燕 如今也开始修炼武道 但毕竟 才站装没多久 加上长久的营养不良 体质还很弱 一整天 都在飞车上度过 自然非常疲惫 常年寄人篱下 他的心思非常敏感 估计向上的感受 没有提出来 但向上却不能当作 没有发现 任由他忍受 至于野外的危险 对于向上来说 根本算不得什么 况且这种公路两边 一般也没有什么 太过强大的凶兽出现 只要小白狐散出气息 周围的凶兽 自然会逃离 果然 眼见向上提出休息的要求 小紫燕小脸上 立即露出笑容 答应道 好 停好飞车 向上寻了一个品项完整的别墅小院 就住了进去 这里似是时常 有人停靠休息 休整的还算完整 里面一张铺好的床铺 晚餐 是小白狐捕捉的一只 低级凶兽独角山羊 由向上烧烤 添配调料 味道鲜美无比 小紫燕吃得满嘴流油 就连小白狐那瘦脸上 也露出满意的神色 似是在赞赏 狐狸原本就聪明 这只小白狐实力达到了通灵境初期 灵智大增 如今智慧不下于人类 自然也能做出各种拟人的表情 深夜 月亮高悬 在房子周围 布下了防御阵法后 向上才回到了房间中 野外之中 小心一点 总没大错 也能防止他们 在休息中被打扰 这个时候 小紫燕早已经睡着 动动躺在地上 呼呼大睡 至于小白狐则卷在小紫燕的身边 闭目养神 当向上走进来的时候 他还警惕地睁开了眼 见识向上后 才重新闭上 见状向上也不以为意 开始从储物袋中 拿出一件件的材料 很快 地面上就堆满了一堆的 布置阵法所需的材料 文刻阵文 摆正方位 各种材料 一一按照特定的方位 背向上摆好 有些材料 背向上摆在虚空之中 却好像有一股 无形的力量 作用其中 让它能够脱离地心引力 悬浮其中 这就是阵法的力量 凡是十节以上的阵法 都会涉及到空中布阵 阵法材料 悬浮空中 是很正常的事情 前期的准备 已经就绪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五个材料了 先天五行雷珠 向上眼放金光 再次从储物袋中 掏出五个玉盒 五个玉盒中 分别放置着这次的主材料 先天木雷珠 先天火雷珠 先天水雷珠 先天金雷珠 和先天土雷珠 将玉盒一次打开 向上首先 拿出先天土雷珠 早已经计算好了 方位的向上 快走两步 将先天土雷珠放 在一个空位上 好似风云突变 一股浓郁的土黄色气息 在整个阵法中弥漫 而在这土黄色气息中 还有一种紫色的闪电 穿梭其中 给人一种 云觉波轨之感 向上知道 这是阵法作用下 先天土雷珠内的力量 被引动出来的效果 一个位置 立即 一股火红色的气息 也在虚空中弥散 与先天土雷珠一般 在这火红色气息中 紫色的闪电 穿梭其中 威势极为恐怖 然后是先天金雷珠 先天水雷珠 最后 当向上将先天木雷珠 放在整个阵法的中心位置的瞬间 先天五行雷珠的力量 瞬间汇聚 相互牵引 相互扭曲 最后形成了一种 特殊的紫色能量 这股紫色能量 好似介乎于虚实之中 肉眼可见 但却没有实体 不像灵气一般 可以让人感受得到 成了 向上眼睛发亮 连忙盘膝 坐在阵法中心位置 向上缓缓地闭上了双目 心中一动 混远五雷法 立即开始运转了起来 而在他体内功法运转的瞬间 这股介于虚实之间的紫色能量 好似受到了牵引一般 缓慢却坚定地向向上靠近着 一点一点 当这股能量 真正与向上接触的刹那 哄 好似虚空生雷 整个天地都在这一刻乍下 好在 向上早有预料 在外围特意布置了一个隔音阵 不然只是这股乍响 就能将小紫燕给吵醒 向上整个身躯都因此狂震 好似被这股无形的紫色能量摧毁 这一刻 向上的五行雷体 发生了根本性的作用 在那股紫色能量 接触向上的瞬间 它的躯体在发光 一道紫色的光芒 从向上的身上散发出来 这道光芒 与那紫色能量一接触 好像相互受到了吸引 立即汇聚了起来 紫色能量 终于停止了暴躁的震动 开始被驯服 五行雷体 本来就与 这由先天五行雷珠汇聚而成的紫色能量 同本同源 自然能够相互牵引 而这个时候 向上体内的功法 并没有停止运转 随着紫色能量被驯服 一股犀利作用下 紫色能量 才真正被向上吸收进入体内 这股紫色能量 在进入向上体内的瞬间 就好像受到牵引一般 沿着既定的经络流转着 在流转的过程中 紫色能量一部分 被向上体内的真气同化吸收 反向淬炼它的真气 一部分则溢散开来 会入向上的肉体之中 覆盖着向上体内的每一寸肌肤 每一根血管 甚至每一个细胞 一点一点 对向上的体质进行改变 随着阵法的运转 紫色能量源源不断地汇聚 然后被向上吸收 渐渐地 向上整个身躯 都好似被这股紫色的能量包裹着 充满了一种出尘的气息 当紫色能量包裹向上的时候 它丝毫没有察觉到肿胀 反而感觉极为的舒服 舒畅 好似回归了母体一般 无思无想 无忧无虑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向上始终处于修炼之中 那紫色能量 好似没有穷尽一般 源源不断地产生 又源源不断被向上吸收 而正当向上处于修炼中的时候 一辆飞车在公路上快速穿行着 唰的一声 飞车从废弃小镇飞速掠过 只是一分钟过后 那辆飞车又迅速倒了回来 停在了路边 车内 一个青年模样的人 嘴角微微掀起了一个弧度 轻声说道 差点就错过了 他直接走下飞车 小心地向着小镇靠近着 潜力榜第一 天交榜第五 还是一个神念师 这次的目标不好对付啊 青年口中说着 脸上却挂着若有若无的笑容 他正大光明地 走向了一辆飞车旁边的那栋别墅 忽然 他停下了脚步 眉头轻皱 震法 连百节震法都不到 又怎么能够拦得住我 只是很快 他就露出冷笑之色 随手一拍 轰隆震响中 震法就被他直接震碎 向上布置的震法 本也只是 起到警觉防护作用 只能防护一些 低级凶兽 自然拦不住 这明显实力极强的青年 很快 他就跨入了这别墅之中 大哥哥 我怕 这声震响 立即惊醒了 沉睡中的小紫燕 他睁大了眼睛 看向四周 明亮的月光 勉强能够将四周照个通透 见到不远处盘夕而坐的向上 他才松了口气 从床上爬了起来 而这个时候 小白虎早就如轻弱青烟一般跃起 站在小紫燕的身前 警惕地望向了门外 一股若有若无的气息 从他身上升腾而起 这股气息 由弱至强 只是极短的时间 洞洞被这股气息震动 身子不由有些发抖起来 说到底 他也还是又生气 尽管潜力不差 将来必成通灵境 但毕竟还没能成长起来 恰在这时 一道身影跨入房间 放目一扫 脸上露出意外之色 那只灵狐 我说这向上 为什么会突然离开 原来他已经找到了灵狐 那件先天惊雷珠 显然也落在了他的手中 当真不愧是天骄榜第五 他嘴中说着 目光却没有放在灵狐身上 而是望向了 还盘膝坐在那里的向上 这时候 向上好似还在修炼之中 无声无息地坐在那里 呼吸平缓至极 好似根本没有察觉到 这青年的到来 这是在闭关修炼吗 看来我来得真不是时候 虽然有些圣之不武 但谁管他呢 嘴角露出一丝邪笑 青年身形一动 就要使出手段 想趁着向上在修炼之中 直接将他斩杀 小白狐快帮大哥哥 小紫燕连忙惊叫起来 随着他话音刚落 小白狐身上的白毛 立即炸裂了开来 迅速窜了出去 在半空中的时候 他那原本瘦小的身子 立即开始急速扩大 只是眨眼的功夫 就扩大了十倍不止 威势淋漓 一个通灵境初期的小家伙 当真是找死 面对急冲过来的灵狐 青年脸色不变 一掌却迅速拍出 这一掌 四缓石块 拍出之后 迅速在半空中 凝结成一个巨大无比的 能量手掌 这个手掌 凝石无比 就连掌纹都清晰可见 凝石的能量手掌 狠狠拍出 瞬间将灵狐变大后 那有些庞大的身躯 笼罩其中 哄 灵狐的身躯 以比来时更快的速度 向身后倒飞了出去 狠狠地砸在了一堵墙壁之上 那由红砖铺水泥铸铸就的墙壁 瞬间崩塌开来 将灵狐整个压在其中 小白狐 小紫燕悲呼一声 眼泪瞬间掉落下来 忙扑过去 想要剪开砸落在他身上的砖块 既然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连忙转过脑袋 却正好看到那青年 又是一掌打出 狠狠地拍向了向上 大哥哥 他无助地大叫着 伤心极了 潜力榜第一 天交榜第五 还是一个神念师 原以为会费一番手脚 没想到这么轻松就解决了 这个任务倒也简单 青年的脸上露出轻快的笑容 一掌拍出之下 凝实无比的能量手掌 巨大无比 铺天盖地 挡住了月亮光滑 好似要将向上整个的拍扁 嗡 向上所处的地方 布置有一个阵法 是他之前修炼之时 用来转换先天五行雷珠力量的法阵 因为不是防御法阵 被手掌轻松拍碎 而后能量手掌 于是不减 狠狠地压下 恰在这时 向上猛地睁开了眼睛 面对扑面而来的手掌 向上同样一掌向上 顶了上去 哄 轰隆隆正想中 能量手掌破碎了开来 而向上脚下的地板 却猛地凹陷下去了数寸 裂开了一道道的细缝 七年前的天交榜第九 现如今的京都通缉榜 第十七 张真如 向上缓慢地站起身来 一口道出了来者的身份 这人在七年前 同样是天交榜上的强者 排名在第九名 炼器晋第九重 堪比后天晋初期舞者 是京都二流势力张家子弟 只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 让他性情大变 弑父杀妻 判处张家 加上后来几次出手 截杀各家族天才子弟 被京都官方通缉 如今排在了通缉榜上 第十七位 七年过去 对方实力早已突破到后天晋 如今已经达到了后天晋第七重 加上本身就属于天才舞者 有着越即而战的能力 真实战斗力 可达后天晋第八重 甚至是第九重 这才有意思嘛 我还以为 你要被我直接拍死嘛 天骄榜前十的舞者 在修炼中被拍死 那就太憋屈了 你说是不是 青年对于向上 突然清醒过来 毫不在意 反而大笑着说道 张真如 飞天才不杀 看来你这次的目标是我 向上目光扫了 小子燕那边一眼 见他没什么大碍 就将目光收回 看向张真如 至于那只灵狐 向上此时也感知到 对方虽然受到重创 但并没有生命危险 通灵静小妖 生命力还是很顽强的 没错 你的人头值三十万灵石 张真如豪整以待地站在那里 好像一点都不着急一般 见状 向上也不着急 不动声色地走在 小子燕的身前 把他挡在了身后 淡淡地说道 又是地下联盟 也就只有地下联盟 这样的地方 才出得起价了 其他组织 不靠谱 张真如很无所谓地笑道 嗯 避免不了 向上试探性地说道 避免不了 那去外面一站吧 宽敞 向上耸了耸肩 无所谓 张真如对于自己的实力 有着绝对的自信 根本不怕向上耍什么花招 直接走出了别墅 在他看来 向上毕竟是一个天才 作为曾经的天交榜上的强者 他愿意给向上一点尊重 乖乖待在这里被动 向上对小子燕说了一句 走出了别墅 大哥哥 你会赢得对吗 小子燕紧张地问道 这个时候 小白虎也从砖堆中爬了出来 虚弱地看了向上一眼 似是鼓励 似是期望 当然 向上自信地笑道 如果是在之前 向上还真没有太大的把握 面对一个早期天才 如今已经达到了 后天境第七重的五道强者 可以说 这是向上除了陈家家主 陈木青之外 遇到的最强的一个对手 但如今 吸收了先天五行雷珠 向上却有了无穷的自信 这么快就交代好后事了 见向上出来 张真如讽刺了一句说道 泽泽 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才啊 难道你老爸比你帅 向上打量了张真如一眼 嘖嘖有声 反击却更为犀利之命 你 张真如脸上怒意一傻而逝 怒火滔天地说道 原本还想给你留个全尸 现在我要将你挫骨扬灰 他的往事 一直都是他的逆龄 不管是谁 都不敢在他面前提起 被向上如此当面点破 他此时对向上的杀意 已经前所未有地浓烈了起来 滔天的气势 从他身上升腾而起 属于后天境第七重的强大实力散发出来 让得四周的空气都好似凝固了起来 下一个瞬间 他动了 双手抬起 仿佛拖起了整片虚空 无形的力量 凝聚其中 形成了好似黑幕一般的景象 天空中的月华 在这一刻 好似暗淡了下来 被他的黑幕给遮挡 他双手一翻 黑幕倒转 却好似将整个天地都笼罩 乾坤颠倒之间朝着远处的向上落了下来 轰隆隆 难以形容这一掌的威势 恐怖的难以想象 整个天地都好像被掩盖 在向上的眼前 是一片漆黑如墨的景象 他好像失去了光芒 天地间只有黑暗 就连处在别墅中的小紫燕 也在瞬间失去了光明 黑雾遮挡了所有的光 掌心硬 乾坤倒转 这是一门高深无比的绝学 是张家老祖 深入某个大型遗迹 奇遇所得 掌心八印 印印不同 却都有着无穷的威势 向上的瞳孔微微一缩 心中也为这一印而惊叹 这种武学 是真正的武道神迹 已经脱离了单纯的武技范畴 进入了近乎于道的境界 这种程度的威力 别说是后天境第七重 就算是后天境第八重 也不见得能够挡住 如果是在一天之前 面对着恐怖威势的一掌 向上除了逃跑 没有第二种可能 绝对会死在这一掌之下 但事情就是这样恰好 向上在之前 布下阵法 连夜炼化了先天五行雷珠 先天五行雷珠 每一枚中 都蕴含着恐怖无比的力量 五行流转 会合而成的力量 更是恐怖 向上吸收之后 不仅一举将自己的武道修为 推到了炼气境第九重巅峰 更是让自己的体质 进一步进化 形成了先天五雷体 所而先天五雷体 却正好是修炼 神霄五雷法中 法术的先决条件 刹那间 向上的精神力一阵涌动 在整个虚空中 勾画出一道 复杂无比的纹路 而在他的体内 那凝食无比 好似拱叶一般的真气 在这一刻 沸腾了起来 瞬间 被精神力涌动 冲出向上体内 沿着那股复杂无比的纹路 快速覆盖 一股莫名的契机 在虚空中凝聚 刺了 一道紫色的闪电 突兀地在虚空中浮现 滑破长空 瞬间穿破了 这遮挡无尽光滑的黑夜 照亮了整个天地 别墅内 原本被漆黑遮挡 有些惧怕 却强拧着嘴 害怕因为自己的呼喊 打扰向上战斗的小紫燕 就见到一道紫色的光芒闪过 将整个黑幕丝的粉碎 顺着光芒 他看到了一道 足有他手臂粗的雷电 迅捷地窜过黑幕 将无尽的黑幕 一一穿破 然后向着 站在远处的张真如 狠狠地落了下去 一道过后 又是一道 这紫色雷电 全都是自虚空中 突兀地出现 然后以迅捷无比的速度 快速地撕裂黑幕 然后落向了张真如 交织的紫色雷电 蕴含着恐怖无比的威势 就算是没有见过 舞者战斗的小紫燕 都感觉到一阵心惊肉跳 认为他无可匹敌 可以将他面前的一切阻碍 都给摧毁 事实上 早在青年张真如 打破外围防御阵法之前 向上已经将 先天五行雷珠的力量 全部吸收完毕 他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清醒过来 却是因为 他当时恰好处在悟道珠之中 感悟修炼神霄 五雷法中的一门法术 雷霆万钧 法术法术 施展法术 必须要让自己的精神力 真气 还有自己的体质 相互契合 按照特定的方法 才能够施展出来 在之前 向上的精神力 还有真气 都勉强达到了要求 他欠缺的就是体质 五行雷体虽然强 但并不足以让他施展出法术来 先天五雷珠 最主要的作用 就是让他的体质进一步蜕变 成为先天五雷体 只有形成先天五雷体 借助先天五雷珠内 蕴含的先天之气 才能让向上与天地契合 顺利地施展出法术来 而法术雷霆万钧 也不出向上所料 第一次出现 就展现出 无可比拟的恐怖威势 撕裂黑幕 迅捷无比地向着张真如 垂落了下去 面对着恐怖无比 狂暴霸道的紫色雷电 原本一直淡然的张真如 瞬间变色 虚拖着的手掌连忙展开 立即一股炙热无比的气机 从他手上升腾而起 掌心硬 破日如来 无尽的光芒 热量 从他手中绽放开来 不仅彻底撕裂了 他之前布下的黑幕 更将所有的光芒给掩盖 好似整个天地 都由他手中的光芒来照亮 这一刻 好似日耀升起 黑暗退散 缓缓升起的日耀 瞬间与紫色雷电 撞在了一起 轰隆隆 只是一瞬间的凝制 那如日耀一般的光芒 就溃散了开来 紫色雷电 肆虐残暴 在天地间纵横 将日耀打碎 好似雷霆将士一般 余力不减 直接落在了张真如的身上 张真如脸色狂变 战俘上的防御符文 被他激发 形成一个青色的能量光芸 足足可以抵挡 后天境初期高手权力一击 但这青色能量光芸 丝毫不能给他安全感 狂暴的雷电 给他的威胁力太强了 他体内真元 再次疯狂涌动 在他体表 形成一个能量防御罩 这是真元护体 以他后天境第七重的 武道修为 施展出来的真元护体 足足能够抵挡 后天境第五重强者 全力一击 直到这时 他才暗松一口气 打算硬抗这肆虐的雷霆之力 哼 紫色雷电 正式落了下来 第一道雷电 就瞬间 将他战俘上激发出来的 青色防御光运给击碎 紧接着 第二道紫色雷电 降落下来 第三道 好似没有穷尽一般 等第四道雷电掉落 他的护体真元 也在瞬间蹦碎 紧接着第五道 第六道 他整个身子 如稻草般横飞了出去 鲜血洒满长空 还伴随着雷电肆虐之音 风雷消逝 整个天地恢复了平静 只有地面上 留下了一个浑身焦黑的身影 张真如这时候 已经彻底失去了声息 紫色雷电的力量 残暴无品 这一刻 他可以说是面目全非 几乎没有一处完好 就连身上的战俘 此时也破破烂烂 看不出本来材质 别墅内 小紫燕顺着窗户 看到这样的景象 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 他虽然不知道 向上那一击的威力 到底如何恐怖 却也明白 这场战斗 是向上取得了胜利 这对他来说 就足够了 在他身边 是已经恢复了一些的小白狐 他虽然不能说话 但正因为与那青年交过手 他才更清楚 那青年的恐怖 随手一击 就能将他打成重伤 可是 就是这样几乎不可匹敌的人物 却在向上的攻击下 毫无还手之力 直接就轰击致死 这样的实力 这样的强势 让他都感觉到 一阵心惊肉跳 原本因为向上气息微弱 还有些轻视的心思 立马消失无踪 只剩下了浓浓的敬畏之意 这个画面 映入他的脑海 将被他永远铭记 这就是雷霆万军的力量吗 不愧是法术 太强了 向上喃喃自语 就算这一是法术 是由他自己亲自施展出来的 但他的威力 还是让他震撼不已 那种好似雷霆将士 末世降临的恐怖威势 第一次让向上 真切地感受到了 术法的威力 这种攻击程度 威力绝对达到了 后天境第九重 而这 还只是神霄五雷中 记载的法术中的一种 想到神霄五雷法中 记载的另外几门法术 向上的心 更加火热了起来 不过 这法术威力是强 但消耗也当真恐怖 紧接着 向上心中也一阵无奈 法术的威力 从之前的威势中 就可以看出 但消耗之距 也让向上一阵色变 只是雷霆万钧这一世法术 就将向上体内的真气 消耗了大半 特别是他的精神力 更是差点被抽空 要知道 向上不管是精神力 还是真气 可都是浑厚无比 远超普通武者的 不过向上仔细想想 心中也是释然 这法术原本在 《公法》中记载 就表明了 只有后天进武者 才可以尝试施展 向上如今 还只是炼气经第九重 能够顺利将这门法术 施展出来 已经是极为恐怖的了 如果这一个消息传出去 必将震惊整个大厦联盟 惊艳整个世界 毕竟说到底 向上还只是炼气经第九重的 武道修为 但他的战斗力 却已经可以比你 后天进第九重了 这实在是一件 非常惊世的事情 走到张真如身边 看着这面目全非的景象 向上有些遗憾的叹口气 原本还想拿他的脑袋 去领悬赏呢 现在只能放弃了 京都通缉榜排名第十七 悬赏可也不低 足有三十五万零食 实际上算起来 他的脑袋价格 比向上的还贵呢 心念一动 一个花色布袋 从他的腰间飞出 落入了向上的手中 好在储物袋材质特殊 是用空间属性的 高等级妖兽皮毛制作成 没有被雷电给损毁 向上暗松了口气 悬赏没了 要是储物袋再没了 他会心疼死的 精神力探入张真如的 储物袋中 向上脸上 喜色一闪而逝 或许是处于通缉之中 这张真如没有固定的居所 所以他将自己的所有财物 都放在了储物袋中 其中中品法器级别战刀一件 下品法器级别常见两件 其他各种灵丹零食也不少 初略算下来 价值达到了50万枚下品零食 这对向上来说收获不菲 毕竟他从陈家宝库中 获得的宝物价值 也才价值100万枚下品零食 不过想想倒也正常 张真如出身不凡 判出家族后 做的一直都是 截杀各方天才的事情 天才人物 本来就被家族看中 有一两件保命的宝物 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这些宝物 价值可不低 张真如截杀天才 不仅收取佣金 还能获得那些天才身上的宝物 自然身价不菲 大哥哥 他死了吗 远远的 小紫燕怯生生地问道 嗯 死了 你就不要过来了 向上应了一声 随手将张真如的尸体 抛到一处密林中 回到别墅 向上看了小白狐一眼 被张真如一掌打飞 他也受了重伤 这个时候 却是显得有些违靡 不负之前的灵动 向上心中一动 从储物袋中 拿出了一瓶丹药 递给了小紫燕 说道 给小白狐服下 可以治好他的伤势 这瓶疗伤丹药 还正好是从张真如 储物袋中获得 刚好物尽其用 谢谢大哥哥 见状 小紫燕一脸欣喜 小白狐受伤后的模样 可让他心疼得很 自然想让他快点恢复 这个时候 冻冻缩着身子 颤颤巍巍地走过来 在向上的脚边 轻腻地动着 似乎在诉说 自己的恐惧和委屈 向上见状 轻踢了他一脚 笑骂道 好歹也是 通灵境雷兽的后代 怕成这样 也太没出息了 没有理他 向上将一些 阵法材料收了起来 才对小紫燕说道 天也快亮了 我们这就出发吧 在这里也睡不安稳 这时候 他也已经将 疗伤丹药给小白狐 喂服了下去 可以作用于 后天境后期 舞者的疗伤灵丹 对他自然也很有效果 此时 他的气色明显好了许多 这时候 他看向向上的目光 再也没有之前 那种高傲和轻视 反而显得有些畏惧和感激 看起来复杂极了 对于灵狐的智慧 向上早有预料 也不以为意 收拾一番后 就和小紫燕一起 带着小白狐 和洞洞上了飞车 值得一提的是 向上的租用的飞车 因为过于靠近别墅 所以被战斗余波给毁掉了 不得已向上只能驾驶 张真如的那辆飞车 对方的储物袋中 正好有飞车的操控钥匙 别说 仅从舒适性来说 他的飞车 要远比向上之前 租用的要好许多 在后面 还有一个可供人休息的小床 就连平稳性都极强 显然 张真如驾驶的飞车 颇为高档 这时候 却正好便宜了向上 再次上路 小紫燕因为中途 被打扰 还有些犯困 向上就让他睡在 后面的小床上 小白狐因为受伤 这时候也卷着身子 在他旁边休田 倒是动动 这时候反倒有些活泼起来 上跳下窜 很是闹腾 被向上训斥两句 也就安静了 飞车在公路上急行 两边各路景象 飞快地往后面掠过 向上此时的心情 却还不错 这一次 与七年前的天交榜 前十一战 让向上对自己的实力 有了更清晰的判断 毕竟能上前十的 没有一个是弱者 都有着越级而战 炼气境第九重 就可以战胜 甚至斩杀 后天境初期强者的实力 更别说张真如如今 可还有着 后天境第七重的 武道实力 更是恐怖无比 我现在的武道修为 已经达到了 炼气境第九重巅峰 距离后天境 只剩下一步之遥 但只论战斗力 却已经堪比后天境第九重了 如果不算术法的威力的话 仅凭神念师的手段 就算是后天境第七重的武道强者 我也有一战之力了 向上暗自计算着 境界突破 他的精神力 也提升了一大截 战斗力自然增强了许多 如今已经可以直接控制 九柄清风小剑 自由穿行 战斗力有了极大的提升 如果算上那件神秘的 法宝空心灵荡的话 甚至后天境第八重的武道强者 他也可看一战 至于武者的实力 提升倒是没有那么明显 只达到了后天境第五重 在战斗力方面 我武者身份的手段 还是匮乏了一些 向上思虑着 眉头微微皱起 看来依靠武道猪 记录诸多武学 将之柔和一起 创出一门武道神通 要尽快进行了 向上想到了 武道猪的那个记录功能 之前张真如施展的 两世掌心印 可都被向上记忆了下来 只是这掌心印虽强 但与向上想要的神通 还有一定的差距 加上并不完整 所以他虽然记忆下来 却没有学习的打算 所以 向上也是打算 在进入京都之后 找到合适的方式 观摩其他武者的战斗 提升自己的眼界的同时 积累各种武技 为将来创武做准备 潜力榜第一 天交榜第五 这次武道天堂的四榜更新 却是将我的排名 提升了一大截 之前向上一直在忙自己的事情 并没有关注武道天堂的四榜变化 自己的排名 他还是从张真如的口中得知 不过从这个排名上看 向上也是猜测 武道天堂所依据的 正是向上 之前在江州市中 那一系列的战绩 而做出的判断 这榜单 毕竟只是一月一排 准确性始终有所之后 这张真如就是过于相信上面的排名 才会栽在我手中的 对这个排名 向上虽然还算看重 但却已经没有第一次上榜的时候 那么激动了 因为他知道自己如今的真实战斗力 远远超过了一个月前的自己 而他也相信 榜单上的天交们 有许多存在的真实战斗力 也绝对超过了上面的实际排名 毕竟没有谁会将自己的底牌 全部展现出来 让人评价 张真如也是依据上面的排名 才会对向上的实力有所低估 尽管最后结果改变不了 但轻敌大意的结果就是 他死得更快 更彻底 不然以他的实力 就算最后还是不敌向上 也绝对能够抵挡一阵子的 甚至 如果他起意要逃的话 逃脱的几率还是很大的 张真如七年前天交榜前十的身份 加上本身有着后天境第七重的武道修为 如果不是碰到先天境以上的存在 或者是地榜上的强者 想要逃走 还真没有多少人能够拦得住 正当向上驾驶飞车 向着京都而来的时候 京都一处大宅院中 一个老者正舒适地坐在一个堂椅上 不远处 一位中年管事模样的人 微弓着身子 站在一旁小心地伺候着 轻声说道 老爷 刘虎已经死了 据那边的人介绍 是死在了向上的手中 他倒是拾去 知道没脸来见我 老者没有起身 却哼了一声 好似对于一个后天境武者的生死 毫不在意一般 那他的家人 中年管事小心地问道 人都死了 我柳家也不能做得太过分 下面人会有意见的 不过柳家庄园 就不能让他们住了 赶出去吧 老者淡淡地说道 是 中年管事点点头 硬了下来 紧接着 他微微迟疑地说道 最近陈家那边 好像在地下联盟中加大了筹码 很多佣兵闻风而动 我们是不是也要加点筹码 让那敢杀死二少爷的向上 彻底死在路上 不用 老者摆摆手 说道 陈家既然出手了 那向上就蹦跆不了多久 陈老头 可是老辣得很 肯定会让有绝对把握的人出手的 不过 那向上能活到现在 本是应该还有一些的 就怕他中途跑掉 这样 他不是要来京都吗 你放出风去 就说天交榜第五的向上要来了 肯定有很多人会闻风而动的 不要我们出手 自然会有很多人去找他麻烦 至于柳杰的仇 有机会就报 没机会就算了 被人杀了 只能怪他实力不济 说着 老者就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中年管事很是了解自家老爷 知道他这是不想因小失大 毕竟他们柳家家大业大 子孙众多 一个柳杰死了 根本算不了什么 那像尚能一路成长 成为天交榜第五 可想而知 潜力巨大 他们自然不会将他彻底得罪死了 不然 等这样的天才人物 彻底成长起来 倒霉的就是他们了 京都中 这种因为得罪一个天才 最后玩脱了自己灭亡的家族 可也不少 他们柳家 自然不想不这个后尘 至于陈家 一个刚刚崛起的家族 不管是底蕴还是格局 都要小很多 加上子孙西少 死了一个自然心疼 他们愿意冲锋陷阵 自然没人拦着 柳家只要坐着看戏就好了 退出去后 中年管事立即开始开始 将执行老爷的吩咐 只是一天之内 整个京都上流圈子 就有一个消息流传了开来 最近突然崛起的潜力榜第一 天交榜前五 还是舞者中稀少无比的神念师向上 要入京都了 这个消息 引起了小范围的震动 特别是一些同属于潜力榜天交榜的舞者 更是跃跃欲试 想要见识一下 这个从小地方冒头 突然崛起的天才舞者 同样也有人 想要对他进行挑战 让自己一举进入天交榜前时 当然更多的家族势力 却也在观望 想要看看这个无背景 无底蕴的天才 如何在群狼环视的京都中 站稳跟脚 一旦倒下 自不用多说 无数人不介意在他的身上再踩一脚 而他一旦逆势崛起 他们自然也要展示诚意 对他进行拉拢 至于现在 没有谁会在明知道 会直接得罪两个京都二流势力的情况下 对他进行拉拢 陈家和柳家 可没一个是好相遇的 一处高档酒宴中 胡孟严正正地看着手中的酒杯 那喃喃自语 向上哥哥 你要来了吗 虽然身处京都 但胡孟严时常有关注向上的消息 对于他的崛起速度 饶视他进入京都之前 就已经有所察觉 但却当真没有想到 他会成长得这么快 从原本的资质普通 勉力前行 到现在一路崛起 强势进入潜力榜 天交榜 并且只在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 就将他都超过 一月而居潜力榜第一 天交榜第五 这个崛起速度 堪称金氏 就算是他 身负绝世天资 也不得不佩服 只是这个时候 入京都 胡孟严眉头轻轻地皱了起来 孟严 在想什么呢 恰在这时 一个身材高大 俊朗无比的少年 同样端着一杯红酒 走了过来 一脸微笑地说道 对了 最近突然冒出来的向上 好像跟你一样 都是出生于江州市基地 你认识吗 少年尽管在笑 但目光 却紧紧地盯着胡孟严 好似要从他的脸上 看出点什么 我认识他 胡孟严看着眼中的杯子 继续说道 他可不一定认识我 哦 是吗 那等他来了 倒是可以认识一下 青年大笑着说了一句 转过身来 脸色却猛地阴沉了下来 徐兄 这向上马上入京都 你还有心情在这里喝酒 一家简陋的小酒馆中 一个青年模样的人 自饮自珍 这时候 却有一个微胖的青年 一脸笑意地问道 他来不来 跟我有何关系 青年一脸莫名其妙地说道 是没什么关系 不过以我对历来 突然崛起的天才舞者的了解 他来到京都的第一件事情 必然是挑战 排在他前面的天骄强者 而你刚好排在第四 在他的前一位 到时候 他少不了跟你站上一把 微胖青年 一脸得意地说道 真正应该担心的 不应该是那向上吗 史天成被他几下第五名 早就放出风声 要与他一站了 我想以史天成那心急的性子 估计那向上前脚刚踏入京都 他后脚就赶上去找他挑战了 等着吧 会有好戏看的 徐姓青年 幸灾乐祸地说道 微胖青年一愣 接着也是笑了起来 说道 这倒也是 史天成那性格 可绝忍受不了 被别人突然骑到头上 不把他打到心服口服 那向上别想轻松下来 不过 说起来 以前虽然有一些突然崛起的天才舞者 一路逆袭 天交榜上排名快速跃进 但像这向上这样 人都还没入京都 就一跃进入第五名的 当真是少之又少 说着 微胖青年也一脸好奇 无他 为实力而 徐姓青年淡淡地说道 我有看过他的战绩 确实有着天交榜前十的实力 加上神念师的身份 五道天堂将他排在第五 也无可厚非 神念师 毕竟是一群创造奇迹的存在 但如果他的实力仅止于此 却也不是我的对手 说着 徐姓青年身上 涌现出无穷的自信 神念师 确实让人羡慕 那位可不就是神念师吗 微胖青年感叹地说道 那位徐姓青年 脸色严肃起来 说道 神念师虽强 但并不是绝对 我迟早会战胜他的 此时此刻 向上丝毫不知道 远在千里之外的京都 已经有人因为他 而掀起了一番谈论 赶路的途中 是枯燥而又漫长的 得自张真如的飞车 让向上和小紫燕 也舒适了许多 累了 也可以直接在飞车上休息 饿了 就有小白胡出洞 在山上一钻 半个小时之后 就会有美味的猎物送上 然后就由向上进行烹饪 倒也自在 不管是向上还是小紫燕 都没有丝毫赶路的紧迫 偶尔兴致来了 向上还会带着小紫燕 在某个景色优美的地方 游玩一番 对于从小生活在黑暗中的 小紫燕来说 这些天是他最快乐的时刻 向上也乐于带给他快乐 当然 赶路途中 向上也不会放松他的修炼 武道修行 本来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 每天向上都会让小紫燕 战装修炼 有了各种凶兽血肉的补充 他那原本瘦弱的身子 逐渐变得有肉了起来 原本有些黑瘦的脸 也逐渐恢复了一些光泽 看起来倒是好看了许多 有一种可爱少女的味道了 当然 他进步最大的还是装弓境界 从刚开始接触战装到如今 十来天过去 他就已经步入了装弓小城接近大城 就连力量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但向上却没有让他开始正式的武道修炼 装弓是一切的基础 只有先将装弓打牢 将来修炼 才会更加迅速 也更加金勇猛进 他毕竟有着长久的营养不良 自然先要将亏空填补上再说 至于向上自己 自然也没有放弃修炼 圆满级别的功法境界 让向上体内的真气 能始终处在自动运转之中 无时无刻 向上的真气都处在积蓄之中 无时无刻 向上的真气都处在淬炼之中 可以说 尽管向上没有刻意修炼 但他的实力 却还是处在稳定的增长之中 特别是他的精神力方面 无名精神修炼法 让向上的精神力 始终处于快速增长状态 几乎没有极限一般 这个时候 向上的精神笼罩范围 已经达到了800米 就连精神预见数量 都再次得到了提升 达到了11米 估计要不了几天 他就能够再做突破 将精神预见的数量 再次提升一个档次 达到12米 也就是所 到时候 他可就要重新定制神念师武器了 毕竟他手中 也只有12柄清风小剑 且这些清风断剑 品质并不高 甚至连法器级别都没有达到 已经逐渐跟不上 他的实力增长了 眨眼间 又是数天的时间过去 在汇入一条大道的时候 向上明显能够察觉到 周围的飞车 开始增多了起来 京都 快到了 向上开口说道 确实快到了 向上看着周围的景象 心里也是一阵惊骇 稻谷菜园还有许多畜牧场 向上实在难以想象 在野外竟然还能见到这样的景象 在这距离京都至少还有一百里的地方 向上见到了许多农忙的景象 甚至都还有小孩 肆意奔跑在田间 大人看着 却并没有训斥 这种景象 向上只在百年前的影像中能够看到 而在这里 简直随处可见 野外 好像不再是凶兽的乐园 人类也可以肆意纵横 这就是京都吗 将凶兽都彻底震慑住 形成一个三百里范围内的凶兽 真空地带 向上以前就有听说过京都的种种 但都没有真正见识过 来得震撼 出生于江州市基地的他 很难想象 在野外肆意玩耍 而不需要担心 随时有凶兽出现的景象 而且 这里的天地灵气 太浓郁了 这还是处在京都的外围 向上深吸一口气 眉毛也是一阵跳动 向上只是稍一感应 立即就察觉到 周围的天地灵气 浓郁得超乎想象 几乎不比向上在第一武道学院中 布置下锁灵阵后的住处差了 而这还只是京都的外围 甚至向上此时再看 那些种植稻谷的人们 种植的哪里是普通的稻谷 分明是一株株的灵米 每一株都灵气饱满 蕴含着充沛的灵气 修炼者长时间吃了 都能够稳定地增长力气 提升实力 这里的普通人 一个个也是身强力壮 最差都有炼气进第五六重的武道修为 田地中 隔一段路程就会有一两个炼气进的武者出现 显然 这些田地都是某个家族的产业 炼气进武者 是为了防止意外发生的 毕竟京都虽然震慑住了凶兽 让他们不敢靠近京都三百里内 但难保有一些凶兽 忍不住好奇闯入其中 看来传言 京都是处于一个巨型的灵脉之上 是真的了 也只有巨型灵脉才能产生这么浓郁的天地灵气 江州市与之一比 差得太远了 更别说灵气稀薄无比的天心市了 也难怪 京都的强者会远比其他地方来得多 处于这种得天独厚的地方 资质普通的武者都能够有巨大的进步 更别说原本就是天才的武者 不管是修炼速度还是资源 都要远比其他地方的天才武者强 向上虽然维持着面无表情 但看着这一切的一切 却也有一种相巴老入城 长了见识的感觉 公路上 往来飞车极多 有从别处进入京都 也有从京都驶向其他地方的 向上的飞车处于其中 毫不起眼 半个小时后 向上的飞车逐渐靠近了一个巨大无比 堪称庞然大物的城市 这就是京都 从江州市基地到京都 向上途经好几个基地市 占地都算广博 但都无意能与京都相比的 整个京都都太过广博了 与各个基地市中 建筑了巨大无比的城墙不同 京都并没有建筑城墙 它就好像敞开了一般 任游人进出 没有做出丝毫的防范 这种大气魄 让人深深地探浮 或许也只有京都 才敢如此 向上感叹一声 随着车流靠近了城市入口 京都虽然没有设置城墙 但却也设置了各个出入口 对于进出人员的身份排查 也并没有放弃 将个人终端扫过 守城军官看了眼车里的洞洞 和小白狐一眼 直接放他们入城 身处京都这样的地方 别说小白狐只是一个通灵境小妖 就算是先天境大妖 也翻不起什么波澜 自然不会被放在眼里 当然 例行记录 却也少不了的 大哥哥 这就是京都吗 这时候 小子燕打量着四周繁盛的景象 好奇地问道 没错 这就是京都 向上应了一声 看了眼周围 这样巨大的城市 还真让人有一种茫然感 想了想 向上拿出了个人终端 拨通了一个熟悉无比的号码 向上哥哥 你来了 到京都了吗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住处 你先到那里安顿下来 等一下我发地址给你 很快 个人终端另一边 就出现了胡孟岩的身影 此时的胡孟岩 或许是年龄见大 已经退去了原本的声色 变成了一个美丽动人的仙子 只是站在那里 就给人一种出尘的气息 清静而美丽 你在哪里 我想去见见你 向上直接开口说道 这 我现在有点不方便 下次吧 下次我找你 胡孟岩目光一闪 迟疑着说道 向上微微皱眉 不过还是说道 那行 我有一个妹妹 想要在这边入学 你能帮忙安排下吗 整个京都 向上人生地不熟 唯一认识的也只有胡孟岩 这个时候 自然只能找她 我会叫人帮你处理好这一切的 胡孟岩连忙说道 见状 向上点点头 随后就挂断了通讯 向上看得出来 胡孟岩心中有顾虑 像是害怕 与她见面 向上虽然不知道 是什么改变了她的态度 但心里 也是感觉有些不高兴的 信冲冲跑过来 却是这样的结果 自然让她不爽 很快 向上的个人终端 再次想起 上面出现了一个地址 还有一个联系号码 是胡孟岩发过来的 联系号码上 他说明是能帮她联系学校的人 向上想了想 最后还是删掉了这条信息 孤儿出身 向上心 私本就敏感 对方这样的态度 让她有一种被施舍的感觉 很不适应 大哥哥 接下来我们去哪儿 小子燕见向上 再次启动了飞车 好奇地问道 我们先找个落脚的地方 向上说着 飞车再次穿行 在城市中穿行 一个小时过后 向上停在了一个寿楼部门口 这个世界上 钱虽然不是万能的 却能够解决很多问题 之前她只是单纯地 想要见胡孟岩一面 既然对方不愿 她也不会上赶着凑上去 京都说起来高大上 但以向上的身家 在这里买一套房 还是非常轻松的 要知道向上的资产 如今可是达到了 150万零时之举 如果换算成新元的话 可是达到了1500亿 这是一笔堪称 恐怖的巨款 不是舞者 根本不敢相信 有人能这么有钱 所以说 舞者才是整个世界上 掌握财富最多的人 一些庞大无比的财团 大多也是为舞者服务 一个小时过后 在支付了1.5亿新元的巨款之后 一栋坐落在中小学学校附近的300坪 自带院子的独栋别墅 就正是属于向上了 向上看中了其位置 还有已经经过装修 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的条件 直接就定了下来 当天 向上和小子燕 就直接入住了进去 宽敞的房间 舒适的环境 还有浓郁程度 堪称恐怖的天地灵气 让路途中 有些疲劳的小子燕 睡得非常安稳 不过 第二天一早 她还是自动起来 来到了院子中 开始了每天的修行 在赶路的这段时间 在向上的要求下 她已经习惯了 这样每天的站桩修炼 如今一段时间下来 她的气色明显好了许多 就连个头也长高了一点 看起来再也不像之前那般 只有五六岁了 这让她非常高兴 对于向上也越加地感激 自然修炼也更加勤勉 她不想让向上失望 处于修炼中的向上 这时候却是睁开了眼睛 见状眼角露出一丝笑意 而后才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打算继续修炼 好似透过了墙壁 看到墙壁之外的景象 在这一刻 向上感觉到一道凶猛的气息 在快速靠近 根本没有犹豫 向上快速走出了房间 来到了院子中 恰在这时 一道身影 出现在了向上别墅的门口 透过拦炸 死死地盯着向上 天交榜第六 史天成 向上眉头深深皱起 向上没想到 他才刚刚进入京都 麻烦就找上门来了 这人正是原本的天交榜第五 如今的天交榜第六 而他这个排名 却恰好是被向上给挤了下来的 也难怪对方 如此迫不及待地找上门来 看来你认识我 那就好 我来是向你挑战的 史天成一脸不服地说道 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 向上冷声问道 他自问进入京都之后 除了胡孟岩之外 没有跟任何人联系过 这史天成却能找到他 让他非常纳闷 要知道 就算是胡孟岩 现在也不知道他的具体位置 你一进入京都 很多人就收到消息 各个城门的那个身份记录仪 有一定身份的人都可以查阅 不过我之所以知道你的具体住址 却是因为 你所住的这个别墅的产业 恰好是我史家的 说着 他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神色 哦 向上恍然 随后直接转身 淡淡地说道 没兴趣 等等 你必须接受我的挑战 史天成急了 连忙大声说道 为什么 向上一脸关爱智障的表情 看着史天成 因为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 那我就一直缠着你 让你什么事情都干不好 史天成威胁道 紧接着 他似也觉得自己的话有些示弱 加强语气说道 我说到做到 谁管你 向上哼了一声 说道 小子燕 吃早餐 哦 小子燕经过一早上的站桩 早就饿了 从院子走过的时候 看了眼站在门口高大健壮的史天成 本能地缩了缩小脑袋 连忙快速地跑进了别墅中 你 史天成张了张嘴 静也不是 不静也不是 也有些无奈了 一般舞者 面对挑战 不都是马上应战 恨不得让所有人知道 证明自己的实力吗 怎么这向上 直接就拒绝了 昨天入住的时候 向上就顺道购买了许多食材 所以早餐倒也丰富 终极凶兽地山羊的养奶 配合灵脉做成的面包 鲜嫩可口 而且还有着丰富的营养 最是适合小子燕这个年纪的小孩食用 当他们吃完早餐 刚好过去半个小时的时间 擦擦嘴 我们一起去附近的学校看看 向上观念中 读书还是非常重要的 就算是以后要修炼舞蹈 一些必要的知识也要掌握 向上在第一舞蹈学院读书之前 就是一个学霸 经常位列全年级第一 甚至在第一舞蹈学院中 他虽然主修舞蹈 但各方面的知识并没有少读 反而因为有舞蹈猪的关系 他几乎将第一舞蹈学院的 图书馆内的各方面知识翻遍了 所以 对于小子燕的学习 向上一直很上心 好的 小子燕点点头 站起身来 因为有小白狐在 向上倒是不用头疼照顾洞洞的问题 小白狐聪慧如人 加上通灵境的实力 只要稍微显露气息 动动就会变得老实起来 有他待在家里 向上也放心 走出别墅 向上一眼就看到了 坐在别墅门口无聊等待着的史天成 见到向上和小子燕出门 他连忙窜了起来 说道 你终于舍得出来了 来吧 让我看看 你有什么资格超过我 空降天交榜第五的 小子燕怯生生地 站在向上的身后 好像有些害怕 相比较于向上那俊逸非凡的面孔 史天成不仅身材高大 长相还很粗糙 实在很容易对小孩造成心理阴影 不要来烦我 向上拉着小子燕 直接走向车库 你必须接受我的挑战 我突然想起来了 如果我对你发出三次挑战过后 你还是拒绝的话 那么舞蹈天堂就会自动 将我们的排名对调 到那时候 你可就会被背负一个怯战的名声 被其他舞者唾弃 史天成见向上马上要上飞车 连忙大声叫道 向上理也没理他 直接驾驶飞车 使出了车库 而后只是一转 很快消失在拐角 哼 我是不会放弃的 史天成目光坚定 也很快上了一辆高档飞车 轰隆声响中 快速向向上追去 走出第三家学校 向上的眉头不由微微一皱 他没想到这京都的学校 对于入学要求这么高 小子燕年龄对比 其他孩子要大 加上中途入学 各个学校都不太愿意让他入学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却是 他没有京都居民身份 就算向上愿意给钱赞助 学校都没有直接硬承下来 这让他有些皱眉 有些时候 这种内部的一些规则 更让人头疼 难道真要找胡梦颜 向上念头刚一浮现 就被他掐灭 实在不行 就直接收购一家好了 向上又一个念头浮现出来 让他眼前一亮 京都中私立学校 还是极多的 几百上千万新元 就能够收购一个 对向上来说 真不难做到 还是那句话 钱不是万能的 但有钱真的能办成很多事情 虽然这么做有点爆发户 但谁叫他有钱呢 你是不是要找一个学校 让这小家伙入学 恰在这时 史天成开口说道 如果你能答应我的挑战 我就帮你把这事情解决了 史天成一脸得意地说道 皇家高等贵族学校 整个京都都是属于最顶级的中小学学校 怎么样 这可是很多有钱人削尖了脑袋 想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去的地方 你这个要求当真是向上无奈地叹口气 既然你这么想被打 那我就成全你吧 嘿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的 史天成兴奋地说道 时间地点你来选 要不要叫人公正 我认识五道天堂的主管 专门负责四绑的排序问题 由他公正的话 结果没谁敢质疑 乃需要那么麻烦 直接开始吧 向上没好气地说道 快点 我赶时间 而这个时候 小子燕也是机灵得很 直接跑向了远处 害怕影响到向上的战斗 见状向上欣慰地点头 才又一次将目光放在了史天成身上 此时 他们刚好处在学校门口 因为是处于上课和上班时间 除了一个门卫大爷 根本没什么人 而学校门口 这地方却非常宽敞 倒是非常适合进行一场战斗 刚好我也很迫不及待 史天成大笑着 快速冲了过来 他知道 向上是一个神念师 远程攻击手段 诡异而强大 近身才是对付他们的最佳办法 一个神念师 一旦被近身 那么所能发挥出的战斗力 就有限得很 史天成之前处在天交榜第五 战斗经验丰富无比 与神念师的战斗 也不是一次两次 知道他们的这个弱点 而舞者对战 他可从来没怕过谁 进了 进了 哈哈 你输定了 十米 五米 眼间自己与向上的距离 已经达到了触手可及的地方 史天成的脸上露出激动的潮红色 在这个距离 他相信 就算是天交榜第一的那位 也来不及将神念师的手段施展出来 只能被动施展武者手段 与自己对战 一股惊人的气势 从他的身上升腾而起 他一拳打出 无尽的真气力量层层汇聚 不断地挤压压缩 而后猛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红色蜆印 炙热的高温 将空气都烧得扭曲 十米开外一个花园中的花草 在瞬息之间 就被烘烤得失去了水分 开始粘巴了起来 花孤朵都在往下垂 好似在躲避这种高温烘烤 不远处 门卫大爷第一时间发现了气息变化 砰的一声将门房紧闭 一双眼睛 透过窗户 紧张而小心地注视着 只是这种程度的攻击 你真的不是我的对手 随着向上的画出口 他缓缓地抬起了手 好似携带着千军之力 一巴掌狠狠地拍了出去 紫色的巴掌 看起来比那火红色拳头要小了许多 也没有丝毫的气息散漏 让人看不出深浅 直到这一个巴掌 与那虚空中的火红色蜆印相撞 哄 一股狂霸的气息 猛然爆发了出来 那火红色的蜆印 几乎在刹那间 就被这一掌大的蹦碎 紫色巴掌 只是气息稍稍暗淡 就余力不减地落在了史天成的身上 碰 一声巨响 史天成那高大的身躯 好似飘飞的柳絮一般 直接飞了出去 足足飞出十几米远 才掉落了下来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嗨嗨 嗨嗨 史天成狠狠地咳嗽着 将几乎从体内的喷出的鲜血 吞咽了下去 眼中一片茫然 败了 就这样败了 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他就被向上一掌给打飞 饶食他之前 想过无数种结果 认为自己就算会败 也应该是与向上大战 十几二十个回合之后 才会战败 甚至他也想过 自己实力更强 直接将对方打败 从而再次登上天交榜第五 拿回属于自己的荣誉 只是他绝没有想到 自己会败得这么彻底 对方只是一招 就将自己打败 并且最重要的是 他清楚地知道 向上是一个神念师 但他打败自己的手段 却是无者手段 也就是说 对方根本没有使出权力 这样的结果 实在让他难以接受 这才是他的真实实力吗 别说是天交榜第五 就算是天交榜前三 甚至是问鼎第一 也足够了呀 梁九 史天成才苦涩地笑了起来 望向向上的目光 已经不再如之前那般充满斗志 只剩下了深深的敬畏之色 我败了 你排在天交榜第五 实至名归 甚至以你的实力 稳定第一 也不是不可能 史天成被向上真正打服了 向上慢慢地走过去 说道 能起来吗 要不要送医院 不用 以前比这重得多的伤势都有过 第二天我就能活蹦乱跳了 史天成摇摇头 而后又说道 谢谢手下留情 向上那一击落下的瞬间 他都以为自己完了 实在是那种 威势太恐怖了 不过 当那一掌真正落在身上的时候 他才发现 威力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大 显然 是在关键时刻 向上将力量收敛了几分 才让他只是受点轻伤 那就快点起来 帮我妹妹将入学手续办了 向上没好气地说道 好嘞 史天成连忙爬起来 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 见状 向上也露出满意的笑容 为了让这史天成 放弃纠缠他的想法 还要让他诚心诚意为他办事 所以 向上又一次使出了 神霄五雷法中的绝学 五雷掌 这五雷掌 可是一门真正的武道神通 能够随着他的实力提升 灌入其中的真气多寡 而威力变化 这一次为了奏效 向上一次性 就将体内近乎一半的真气 灌入其中 自然显得这一掌威力绝伦 史天成天交榜第六 本身战斗力 已经达到了后天境第四重 如果使用其他手段 必然没有这么干净利落 而五雷掌就不同了 被向上灌入近乎一半真气的五雷掌 威力几乎达到了 后天境第六重的程度 碾压只有战斗力 只有后天境第四重的史天成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我就知道 大哥哥是最棒的 这个时候 小子燕也是大笑着跑过来 一脸欣喜地说道 至于站在门卫室 窥视着战况的那个老大爷 这个时候眨把眼 一脸莫名其妙 自语地说道 这就完了 说好的战斗呢 这战况结束得太快 以他的眼力 根本没能看清 结果就已经出来了 接下来就很简单了 直接由史天成出面 安排小子燕 进入了皇家高等贵族学校 只是半天功夫 就完成了入学手续 这皇家高等贵族学校 距离向上的住所并不太远 驾驶飞车的话 只是数分钟就可以到达 向上通过一番观察后 也是满意得很 今天谢谢你了 走吧 我请你吃顿饭 向上对史天成感谢地说道 如果没有他出面 小子燕的学习问题 还真有点难办 他最后虽然肯定能够解决 但绝不可能将他送入这么好的学校中去 毕竟学校与学校之间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这是我应该的 吃饭是肯定要吃饭的 不过应该是我请 在京都这个地方 我作为一个地主 怎么能让你请客呢 面对向上 史天成显得非常客气 一脸诚恳地说道 走吧 我知道一个地方 叫做凤凰楼 有很多青年强者 会在那里共聚一堂 味道不错 而且经常有好东西供应 好东西 向上目光一闪 笑问道 对这史天成 向上心里也是有一点好感的 之前对方虽然一直表示 要对自己挑战 但都是光明正大的 并没有使用一些威胁手段 自己不理他 他也没有应来 只是这一点 就让向上觉得 对方是一个可骄之人 先天进大腰的血肉 史天成微微一笑 说道 向上目光一闪 心里也有些骇然 先天进大腰 他连直面的勇气都没有 可是这凤凰楼 竟然可以直接拿只 当作盘中菜肴 实在是让他对于京都的奢华 有了更深层度的了解 或许也只有京都这种强者遍地的地方 才能够出现 凤凰楼这种 将先天进大腰的血肉 都拿出来供应的豪华酒楼吧 至少向上在其他地方 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谁拿先天进大腰的血肉 当作招牌的 见向上面上也有些变色 史天成也不由露出笑容 对方的实力他自愧不如 也是心服口服 但在吃这方面 京都的奢华 可是让他自豪不已 很快一行三人 就来到了一个战地广阔 充满古色古香的酒楼门口 凤凰楼 充满古朴意味的三个大字 挂在酒楼顶端 这三个字是目前的天榜第三 十里剑神陈北璇亲笔书写的 听说他在这牌匾中 留下了一层剑意 如果有谁能够通过观察这三个字 悟透他所留剑意 就可以直接拜他为师 成为他的清传弟子 史天成一脸敬仰地说道 十里剑神陈北璇 剑术通神 号称十里之内战无不胜 早在十年前就问鼎天榜第三 地位没有丝毫的撼动 最重要的是 他非常年轻 十年前他才三十六岁 就已经超过一大批的老一辈强者 进入天榜第三 如今十年过去 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实力 到底达到什么程度 有没有踏出那一步 进入更高的层次 哦 向上疑惑地问了一句 精神力弥散 瞬间触碰到了 那凤凰楼三个大字 瞬间 一股灵力到了极点 也锐利到了极点的建议 好似九天之上垂落的星河 斩灭下来 一股灭绝人体七情六欲 斩断成根的气韵 好似要将他的所有感情 都给剥夺出去 直到最后 才有一抹勃勃的生机 忽然冲进一中冲出 将那种毁灭七情六欲的气韵 给冲散开来 向上身体一震 脸色有一瞬间的苍白 良久 他才开口说道 果然厉害 想要领悟他的这股建议不难 真正难的是 放弃一切感情 斩灭七情六欲 一心一意追求建道 怪不得这么久 都没人能够继承他的一波 人都有七情六欲 当真将所有感情剥夺 一心一意只追求建道 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 而真正能做到的 却又不可能承接到了 他的这股建议 因为陈北璇建议中 最后的那抹生机 是一种新生 是一种将感情剥落后重新萌发的 更加纯粹的预念 从这道建议中 向上已经看出 那陈北璇已经走出了 从原本的钟情于剑中走了出来 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厉害是真的厉害 不是向上所能窥视 但向上心中却知道 这不是自己的道 所以他再厉害 也与自己关系不大 确实 真正能够放弃一切七情六欲 追求剑道的 要么已经封魔 进入了魔道之人 要么则是心灵纯粹 无一丝一毫杂念的人 这两种人都太少了 入了魔道之人 到最后 绝对很难冲破 那抹生机的祖道 反倒只有心灵纯粹 心思干净如白纸的人 才能真正领悟他的剑道 入魔道之人 斩灭自己的七情六欲容易 但是最后那股冲散毁灭 七情六欲气韵的生机 却会变成一道新的阻碍 将他们前期的所有领悟 冲散干净 所以只有那种真正心灵纯粹 干净如白纸的人 才是十里剑神陈北玄 真正要找的一波传人 这个牌匾挂在这里 也有十年时间 但却还是没有 出现一个这样的人 可想而知 这种人的稀少程度 走吧 早就有大佬及人物断言 这个世界上 不可能拥有这样的人存在 十年了都没有人出现 十年后也不会有 我们还是快点进去 享受着凤凰楼中美味的佳肴的 史天成淡淡地说道 等等 向上没有动 目光却一顺不顺地 放在了一旁的小紫燕身上 随着向上的话音刚落 一股虽然弱小 却同样凌厉 同样锐利的剑意 从小紫燕的身上升腾而起 好似于凤凰楼三个大字里面 蕴含的剑意 遥相呼应一般 一呼一息 相互契合 啪 那挂在酒楼足足十年之久的 凤凰楼三个大字的牌匾 猛地蹦碎了开来 牌匾的碎片 直接掉在了地上 发出轰隆震响 史天成一脸震惊 瞪大了眼睛 死死地看着向上身边 那小小的身影 这怎么可能 这个看起来瘦瘦弱弱的小丫头 竟然领悟了 十里剑神陈北璇留下来的剑意 这实在是让她太过难以置信了 她才刚说 没有可能拥有这样的人 却在下一瞬间 就出现了一个 而且还是她一直没有太关注的 向上身边的小丫头 事实上 就连向上自己也有些震惊 没想到小紫燕不声不响间 竟然就领悟了 那牌匾中蕴含的剑意 凤凰楼牌匾被毁 造成的动静很大 不管是里面的时刻 还是凤凰楼的伙计 都第一时间被吸引 从里面冲了出来 是你们砸毁了我们凤凰楼的牌匾 胆子不小 也不看一下这是什么地方 一个伙计冲出来后 一眼就看到了 站在凤凰楼门口的向上三人 眼睛一瞪 大声叫喊道 她心心念念 是有人来砸凤凰楼的招牌 并没有注意到具体的情况 一边呆着去 没眼力见的东西 一个巴掌瞬间落在了 那个伙计的脑袋上 将她打飞 一个凤凰楼管事 直接冲了上前 仔细地看着向上等人 特别是向上身边 身上还残留着 非常明显 建议的小紫燕 笑着眼睛都眯了起来 很快 向上三人就被管事 一脸恭敬地请了进去 而其他时刻 也是一脸惊奇 死死地盯着身上 还残留着浓郁建议的小紫燕 目光火热如智 这时候 他们所有人脑海中 都第一时间浮现出 那个有关十里剑神 陈北璇收徒的传言 而从凤凰楼管事 那恭敬的模样 更是证明了这一点 那可是十里剑神 陈北璇啊 天榜第三 实力强大到不可思议的强者 能成为他的徒弟 绝对是一飞冲天 不管是地位 还是将来的实力 都贵不可言 原本他们能来凤凰楼吃饭 已经自觉身份地位不低了 但一旦与陈北璇将来徒弟相比 那就低了不止一筹 要知道他们很多家族老祖 家族中势力最强的存在 见了十里剑神陈北璇 也要恭恭敬敬地问个好 只有真正有先天境存在的家族 才知道天榜上强者的恐怖 而天榜前三 更是人间绝顶 在整个京都中 都有着十足的话语权 可一言绝生死 第一时间 就有无数人拿出个人终端 将这个消息传了出去 只是短短时间内 京都各大家族 都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 知道凤凰楼中 十里剑神陈北璇留下的 剑义传承 已经有了主人 而也在这一刻 无数人都将目光放在了凤凰楼 静观事态的发展 暗地里 更有无数人开始行动 调查有关小紫燕的 所有一切信息 请 我们凤凰楼的楼主 马上就到 你们可以先在这里休息 一会儿就有人送菜上来 放心 免费的 那管是一脸恭敬的模样 特别是看向小紫燕的时候 热切地让她都有些害怕 说完 她就退了出去 顺手关闭了隔音包厢 我突然发现 你们兄妹俩 没一个是简单的 史天成兴奋中带着忧怨 说道 一个是天骄榜第五 实力抢得可怕 还是神秘莫测的神念师 而另一个 看起来瘦瘦弱弱的不起眼 一声不响 就成了剑神陈北璇的徒弟 当真是人比人 气死人啊 现在说 这些还早 再说到底要不要拜师 还要看小紫燕的意愿 她如果不愿意 我也不会强求 初始的惊讶过后 向上的心态也平和下来 并不以为意 或许在其他人眼里 拜实力建神陈北璇为师 是一件值得骄傲 让人羡慕的事情 但在向上看来 却并不如此 或许陈北璇实力很强 一百个一千个向上 都不是对手 但在教导学生方面 拥有悟道珠的向上 有着绝对的自信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底气 说出这样的话 不过我要说的是 拜陈北璇为师 不管是对你 还是对小紫燕 都是有着绝对的好处的 至少你们在京都中 就有了一个大靠山 使天诚一脸严肃 说道 京都并不光明 暗地里的手段 同样不少 很多天才靠山不硬 稍有不慎 就在没有成长起来 之前就陨落了 特别是向上你 天资绝世 绝对不比天交榜第一的 那个人差 如果没有选择 一个过硬的靠山的话 暗地里的手段 将层出不穷 甚至小紫燕 都是如此 而一旦他拜陈北璇为师 将没有谁 敢对他下暗手 向上目光微宁 考虑良久 点点头说道 谢谢你的提醒 如果是他一个人 他自然不怕 这一路走来 他经历过的暗手 还少吗 唯有以杀指杀而已 不过 如今多了小紫燕 他自然不能毫无顾虑 毕竟他的实力 还太低微了 根本承受不住 别人的手段 我也是当你是朋友 才跟你说的 京都中 近乎所有家族 对于天才 就只会使用两种方法 拉拢和打压 我不希望有一天 你会像历史中 很多精彩绝艳的天才一般 会心斑陨落 史天成微微低沉语气说道 哼 能杀死我的 还没出声呢 向上淡笑一声 对于史天成 能如此真诚地对他诉说 他还是充满感激 恰在这时 敲门声响起 很快 一位看起来 好像是二十岁 又好像三十岁的 美艳女子 走了进来 笑着说道 你们好 我是凤凰楼的楼主 江凤凰 这位就是领悟了 陈北璇建议的小姑娘 唐宰燕吧 他刚一进来 一股醉人的熏香 就充满了整个包间 江楼主好 见来人进来 史天成寺 是有些拘谨 连忙恭敬应道 向上虽然有些疑惑 他的态度 却也点头问好 我这次来呢 其实也没什么事情 主要是想认识你们 然后就是告诉你们 剑神陈北璇此时 还在北方战场 一个月之内 就会感到 这段时间 他托我照顾好 他预定的徒弟 也就是小子燕了 所以以后有什么事情 都可以来找我 江凤凰笑咪咪的说道 来 这是姐姐送给你的礼物 有什么事情 都可以通过这个联系到姐姐 说着 他将一个特制的个人终端 递给了小子燕 小子燕没敢收 怯生生地看着向上 见向上点头后 才甜甜地说道 谢谢姐姐 乖 他笑得更开心了 你就是向上吧 接下来这段时间 小子燕就麻烦你照顾了 面对向上 他显得正常许多 似是有一种 巨人千里之外的疏远 小子燕 是我认的妹妹 照顾她是我应该做的 说不上麻烦 向上不吭不悲地说道 尽管这女人给她一种极为危险的感觉 但她神情却还是很坦然 对 是我说错话了 哈哈 我们也留一个联系方式 有什么事情 你也可以找我 再惊多 我将凤凰说话 还有点用呢 说着 与向上交换了联系方式 而随着她的到来 很快餐桌上 就摆满了各种美味佳肴 一个个只是看过去 就食欲大增 特别是中间那一盘 脸盆大小的菜盆中 装着一个巨大的瘦掌模样的血肉 只是闻着那股肉香 就让人感觉蠢蠢欲动 体内气血 都有一种奔腾之感 先天进大腰的血肉 只是一眼 向上就判断出 那一盘菜肴 就是先天进大腰的血肉 烹饪而成 这盘是先天大腰 大地之熊的一只熊掌 吃了 对你们气血增长 有极大的好处 就不要客气了 今天算我请客 请慢用 我就不打扰了 将凤凰介绍了一句 而后对小紫燕说道 紫燕姐姐先走了 姐姐再见 小紫燕 对她好似也有好感 脆生生地说道 开吃吧 见将凤凰出去后 使天成才长舒一口气 而后迫不及待地说道 好 向上此时 也是食指大动 照顾小紫燕 吃了一些美味 却并不像高等级 凶兽那样 太过滋补的东西后 向上也很快 加了一块 先天进大腰血肉来 一口咬下 向上眼睛一亮 那美味 那嚼劲 那充沛的能量 相互结合 无不让向上 感觉妙不可言 如疾风暴雨一般 满满一大粥的菜肴 只是短短时间内 就进入了向上和史天成的肚子之中 舞者 本来都是大胃王 桌上的菜肴 虽然丰富 但也撑不住两人的疯狂进食 蒸腾的热气 从两人身上升腾而起 让得包间中的温度 都上升了好几度 这是滋补过度 两人身体 在快速分解消化的缘故 先天进大腰的血肉 对他们来时 营养还是太过剩了一点 对了 那将楼主是什么身份 我怎么感觉 有点怕他 九族范宝 向上踢了个牙齿 随口问道 他 史天成脑袋转了转 似是在注意着周围的情况 剑处在隔音包厢中才 松口气说道 他的身份可不简单 如果没有必要 我劝你 最好不要招惹 向上眨巴掩 一脸愿闻奇祥的表情 他除了有一个 凤凰楼楼主身份之外 还有一个外号 名叫江修罗 雄威赫赫 曾经一人血洗了一个三流势力 几乎寸草不生 更一人追杀一位地榜强者 三个月后 有人见到他 一手提着那位强者的脑袋 一步一步远去 除此之外 他还是一流势力江家家主之女 跟剑神陈北璇 还有几分牵扯不清的关联 所以 几乎没谁敢招惹他 史天成提到他的时候 说话的声音都小了几分 向上默默点头 有身份 有背景 还有实力 确实是一个不可招惹的存在 对了 你知道附近有什么 可以观摩别人战斗的地方 紧接着 向上开口问道 如今 小子燕的事情基本上解决 向上也开始考虑 自己的实力增长的问题 在神念师方面 向上的实力 还是处于稳定增长状态 所以目前并不需要太过关注 反倒是舞者身份 向上认为自己 还有着极大的提升空间 向上从来不认为 神念师就一定会比舞者要强 从张道阳的那些古籍 还有一些古老传说中 他也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描述 反倒是将这两种修炼方式 都统称为修炼者 甚至向上从某本古籍上 还看到过有关这方面的记载 说两者间最后都会殊途同归 不分彼此 在施展法术的时候 向上已经看到了这样的大趋势 自然不会不重视 所以 他还是想要通过悟道珠 观看更多的武技 最后柔和成为一部 能让自己舞者战斗力 堪比神念师武技的武道神通出来 事实上 向上认为 这种武道神通 还是存在着的 只不过自己的实力 太低 还接触不到 或许太过珍贵 并没有被放出来 但向上有预感 必然已经有人掌握了这样的手段 有 科武道馆 史天成直接说道 第二天 向上送小子燕 去皇家高等贵族学校上课之后 自己就直接驱车 来到了一家 充满科技气息的高大建筑门口 科武道馆 向上目光在招牌上一鸣 直接走了进去 科武道馆 是百年来科技和武道结合的结晶 在这里 可以通过高科技手段 将舞者的各项数据反应 全部柔和进入虚拟网络之中 然后舞者可以通过里面的设备 尽情地战斗着 他近乎百分百模拟了舞者的所有反应和威力效果 极为真实地还原了战斗双方的各种反应 让得舞者不仅不会受伤 还能极大的增加战斗经验 很受到当代舞者的欢迎 不过 这里虽然方便 但花费也是不菲 向上支付了100万新元 获得会员卡字后 才得以真正进入科武道馆中 无数舞者汇聚在一个宽广到极点的广场之中 每隔数米就有一个圆形的功能罩 这时候 功能罩中已经有许多舞者躺在其中 亦是进入各种擂台之中 与其他人进行战斗 向上注意到 在距离它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巨大的屏幕 上面划分着无数的战斗窗口 从这里可以直观地观看到 一些人的战斗景象 向上并没有自己 也进入那个功能罩中 与人战斗的想法 从史天成的提醒中 向上了解到 虽然这颗舞道馆极为方便 有着诸多好处 但一旦使用它们的东西 那么自己的各项数据 都会被记录下来 而且在里面使用自己的底牌 甚至是某些没有出现过的绝技 也会被记录成侧 所以 一般实力达到一定程度的人 是不会来这里训练的 没有谁 会想将自己的秘密底牌 甚至是战斗风格 任人研究 向上自然也不想 他来这里 本来就只是为了观看 更多人战斗景象 从而通过悟道猪 将它们的5G记录下来而已 打的就是偷学的注意 目光放在屏幕上 向上的脑海中 悟道猪猛然间放出了光滑 只是短短时间内 向上的脑海中 就开始浮现出 一道道的蕴含道的5G 向上沉浸其中 观察各种5G 记忆的同时 吸收领悟其中 蕴含道的部分 心中那原本模糊的想法 逐渐变得清晰 一天 两天 三天 向上几乎每天都会来这里 观看各位舞者的对战 从中通过悟道猪 记录下来了数百上千种5G 它的积累 它的底蕴 终于逐渐加深 而正在向上通过悟道猪 记录5G的时候 京都各个家族这个时候 也逐渐通过自己的渠道 将向上和小子燕的身份信息 给调查清楚了 原来她就是向上 没想到她的运气这么好 能跟剑神陈北璇未来的弟子 扯上关系 那个小女孩的身份是唐仔燕 竟然只是出身于天心市 那样的平级的小城市中 拉拢 必须要拉拢 不仅是唐仔燕要拉拢 就连这向上也要拉拢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让她跟我们产生联系 客亲 长老 钱 资源 都可以给她 一些小家族 只能调查到向上的身份 还有小子燕的名字和出身 但是一些二流势力以上的人 却将小子燕的具体身份 给挖得一清二楚 父母原本是御寿宗的弟子 在一次宗门内部轻渣中 成为了牺牲品 他身边的那只小白狐 就是他父母的御寿 嘿嘿 御寿宗这次 可是有点因小失大啊 有人发出幸灾乐祸的笑声 却也同样对自己的手下下达了指令 不惜一切代价 拉拢向上 虽然小子燕才是根本 才能与陈北璇扯上关系 但他毕竟年纪还小 不能自己做主 而向上这个监护人 自然就浮出了水面 被所有人看中 而且 向上天交榜第五的实力 也值得他们下重主了 至于向上与陈家和柳家的仇怨 这时候谁在意 从科武道馆出来 向上顺道接了小子燕回家 才刚从飞车上下来 向上的目光就是一宁 不知道什么时候 家门口已经一圈人 各个穿着得体 一副正式的模样 向先生您好 我是李家管事 这里程妖宁成为我们李家的客亲长老 我们 向先生您好 我是张家 五六拨人全部都一脸热情地走了过来 热情地说这话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拉拢向上 甚至就连小子燕都处于他们的拉拢范围 一个个使出浑身解数 就是要让向上答应他们 加入他们的势力范围 滚 向上见到小子燕被吓到了的模样 眉头一皱 低喝一声说道 向先生 滚 向上精神威压 瞬间扩散开来 立即让他们静若寒蝉 这些人大多都只是一些家族的管理人员 或许口才手段有一些 但实力都不强 又哪里能够抵挡向上那堪称恐怖的精神压迫 一些势力较弱的 甚至在第一时间就被吓得软趴了下去 打开别墅大门 向上带着小子燕直接走了进去 再也没有理会外面的骚扰 大哥哥 这些是什么人 小子燕好奇地问道 是想要巴结你的人 你不用理会就是 向上说着 便让他继续做功课 自己则拿出了个人终端 史天成 你家这小区 是不是应该管一管 怎么什么人都往里面放 向上抱怨地说道 两人关系经过上次那次交谈 倒是变得密切起来 相互间也没有太过客气 是不是有很多人找上门来 想要拉拢你 史天成大笑着说道 知道海温 现在还只是开始 要不了几天 多的是人会找上门去 一些普通人 我们还拦得住 但有些人 真不是我家那群安保人员能拦 敢拦的 史天成苦笑着说道 就我这 这几天也被老头子烦了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入我史家 合着我这是送上门来啊 向上哭笑不得 说真的 我史家说起来也不差 在京都怎么也算是一流 我家老头说了 入我史家 给你一等客亲待遇 每月五万零食的资源用度 还赠送价值一百万零食上品法器一件 每月还有三次进入藏金阁官月的机会 这待遇可不差 史天成到真当起说客来了 我考虑考虑 向上笑着说道 史天成也不以为意 知道这种事情不是三两句话能说清的 不过他还是劝解道 不过 你还真应该考虑一下 不管是加入我史家 还是其他势力 都要选择一家 不然这种纠缠是不会少的 这点我都当然明白 向上点点头 京都中 各种势力纵横交错 对于天才都极为渴望 向上目前处在天交榜第五 本身就有足够的拉拢价值 加上小紫燕监护人的身份 自然受到重视 只是目前找上来的 都只是一些小家族 向上自然不愿意屈尊 更别说这些人最主要的目的 却还是小紫燕 对于向上本人 到底有多大看重 还真说不定 接下来两天 刚好小紫燕放假 无数家族往来拜访 这次 向上并没有将他们轰走 只不过让他们留下条件后 才客气地将他们送了出去 其中另向上有些意外的是 就连与向上有过仇怨的柳家 都有派人过来 给出的条件还挺丰厚 那个管事还特意送了一些礼物 其中示好之意 不言而表 向上虽然没有接受 但对于自己的受欢迎程度 却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自然选择上 就更慎重了一些 江家 史家 蒋家 皇甫家 钟家 基本上每一个一流势力 都有派人过来 向上默默思量 这些人提出的条件 有高有低 看起来都成一满满的样子 但向上却看得出来 其中大部分 都只是因为小紫燕 反倒是对于 向上这个天交榜第五 并没有多大的看重 不过想象也是 天交榜 只是年轻一代的榜单 虽然代表着潜力 但每年都有无数人冒头 向上潜力虽强 但也犯不着 让这么多京都一流家族 如此重视 正在这时 向上看到一方势力的条件 眉头不由一皱 这则条件 属于地下联盟雷家的 上面条件很简单 只有两条 加入雷家 立即下架有关悬赏任务 享受七级拥兵待遇 果然 不愧是顶级势力雷家 就是这么霸道 向上眼睛泛冷 直接将属于雷家的条件 丢进垃圾桶 对方不提还好 提到悬赏任务 反倒将向上心中不好的回忆 给勾了起来 总有一天 我会找你们算这笔账的 向上暗哼一声 眼中露出了浓郁的杀鸡 可以说 向上成长过程中 因为地下联盟的这个悬赏任务 多次陷入危机之中 这让向上对这地下联盟 对雷家的印象极差 要不是对方失大 手下掌控有无数佣兵 加上雷家家主 更是天榜前十的强者 先天进以上强者都有好几个 向上早就杀上去了 第二天 再次送小子燕上学之后 向上正想继续前往 科武道馆参务武技 忽然脸色不由一正 我觉得我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 当时并不是我不想来见你 而是 我懂 你妈将企业迁入京都 需要人帮忙 你师父又依附于中家 你确实很为难 向上淡淡地说道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传言了 胡孟严脸色一变 说道 他没有提向上 为什么没有住进他安排的房子中 从他现在的态度 他就已经明白过来 但这却是他最不想看到的 你师父有意 没有的是 胡孟严直接打断向上的话 说道 就是怕你误会 我才专门过来解释 我的心始终在你这里 文言向上身躯一阵 抬起头看着他那越加美丽的容颜 当时之所以不见你 是因为害怕他们对你出手 天骄榜上的天骄 对那些家族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向上直接上前 伸手一拉 胡孟严若先的脸上 浮现一片飞红 分开后 胡孟严说道 所以 你要相信我 我会处理好一切的 只要不是你变心 就没什么好怕的 向上轻声说道 但你还是要小心点 因为你身边的那个小姑娘的缘故 我才敢来看你 至少他们现在不敢明目张胆地对付你 但难保他们会使出一些暗地里的手段 历年来 就有很多天才强者 在没有成长起来之前 就被他们扼杀 胡孟严一脸慎重地告诫道 近一年时间 他见多了各种黑暗 自然不想这种事情 发生在向上的身上 放心 我可是很强的 向上笑着说道 嗯 你在我眼里是最强的 胡孟严笑眯了眼 接下来 他也并没有多呆 与向上依依不舍地告别后 上了一辆飞车 直接离去 向上望着他远去 心情却突然好了许多 误会解除 他对于未来 自然有了更多的期待 又一次 向上来到了科武道馆 经过几天的记录 向上也是发现了 有许多蕴含道运的武技 他都已经见过 并且依靠悟道珠记录了下来 只是偶尔间 才会有新的武技出现 向上这时候也是决定了 今天记录最后一天 接下来他就要全力闭关 准备创武事宜 一处庭院之中 一位长相俊朗的青年正在站庄 这时候如果有懂强的人 就能一眼看出 这位青年所站庄公正是混员庄公 并且他的庄公竟然已经达到了大成 混员庄公大成 代表着他对于气血力量的掌控 已经达到了极为高深的境界 以他这个年纪来说 实在是少之又少 要知道 有许多人在修炼到炼气境之后 对于庄公就已经不重视了 不会再去修炼 而这个青年实力不弱 气势如鸢似玉 深不可测 竟还能时常站庄 就可显出其不凡 钟大少 胡孟严去见那相上去了 这时 一旁一个有些黑瘦的青年 略显恭敬地会报道 嗯 钟浩天脸色猛地阴沉了下来 立即停止了站庄 现在整个京都 谁不知道自己看中了胡孟严 他绝不能容忍 有任何他不想看到的事情发生 派人警告那小子一下 如果不识相 就让他消失 他沉默了一会儿 目光冰冷地说道 可是最近他的身份有点敏感 他身边的小丫头 领悟了凤凰楼上的那道建议 黑兽青年有些犹豫地说道 那就用正规手段对他出手 杨东生那小子 我们钟家养了 他那么久 也是时候出出力了 钟浩天冷哼一声 说道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杨东生可是天交榜第一 黑兽青年不由脱口说道 不过注视到钟浩天那阴冷目光 顿时浑身打了个机灵 点头说道 您放心 我会安排好的 等等 钟浩天想了想 又开口说道 我突然对他起了点兴趣 你去把他带过来 你说 要是他坐我的门客走狗 是不是很有意思 您真高 黑兽青年大笑起来 说道 胡小姐天之骄子 多么心高气傲的人 如果知道他甘愿做您的手下 肯定会看不起他的 这样既羞辱了他 也能让胡小姐对他死心 当真是一箭双雕 死性 钟浩天的脸色 又一次阴沉了下来 黑兽青年见状心意疙瘩 连忙不就到 肯定看不起他 反而会对您更加另眼相看 去吧 钟浩天哼了一声 吩咐道 黑兽青年暗自摸了摸汗 真可谓是半君如半虎啊 连忙告罪一番 退了出去 看来这科武道馆以后就不用来了 再待下去 也不会有太大的收获 看了眼时间 向上暗自想着 就向着门外走去 几天下来 向上记录下来的武技 已经极多 而科武道馆中 如今也很少有新的武技出现 向上自然没有继续在这里 浪费时间的打算 很快 向上走出了科武道馆 正想上自己的飞车 等等 正在这时 一道黑兽的身影 拦在了向上的面前 略带俊傲地说道 你就是向上吧 我们少爷要见你 跟我走吧 向上皱了皱眉 并没有理会 那黑兽青年 理所当然转过身 见向上没有跟上 不由一愣 说道 走啊 向上像关爱智障一般看着他 你可能还不明白 摆在你面前的是什么机缘 钟家知道吗 京都一流势力钟家 我们钟家的少组长 看上你的潜力 打算收你当门客 这个机会 可不是什么人都有的 黑兽青年 一脸算你走运的表情 向上终于开口了 语气平淡 眼神却很冰冷 滚 你 向上直接一脚踢了出去 瘦弱青年那身子 好似漂浮的柳絮一般 直接飞出去七八米远 而后才重重地掉在地上 什么阿猫阿狗 也赶快来指使我 给你那主人带个话 下次不要这么做 这么侮辱智商的事情 显得他很没水平 向上自然知道 这钟大哨是谁 他没想到 自己上午才刚跟胡梦炎见了面 这钟浩天下午 就派人找上门来 只是对方所使的手段 当真有些上不得台面 让他有些看不起 真当他是小地方出来的 没见过世面吗 忽然 向上的个人终端想了起来 向上见了对面的人影 脸上不由露出意外之色 半个小时过后 向上出现在一家 装修豪华的咖啡厅中 这个时候 早有一个衣着高贵 略显富泰的女子 端坐在那里 阿姨 您找我有什么事 向上走上前去 不失礼貌地说道 这人 正是胡梦炎的母亲 红耀集团董事长 张红梅 先坐吧 他对向上指了指 说道 我这次找你来 是想跟你聊聊梦炎的事情 向上的脸上 没有露出丝毫意外之色 我觉得你跟梦炎 有点不合适 她从小天赋卓越 将来成就绝对极高 你虽然最近展露了天赋 但很多东西 不是天赋就可以得到的 地位 背景 缺一不可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张红梅开口说道 好像有点言情了 我尽快过渡过去 不明白 如果您是要跟我谈这个 那就没什么好谈的 向上说着 直接站起身来 我想 您可能对这个世界 有点误解 向上开口说道 这个世界上 实力才是唯一 地位背景 随时可以打破 因为父母的事情 向上本来就对 胡梦炎父母心有愿意 这时候说话也没有太过客气 问题是你有实力吗 张红梅哼声道 你会见到的 向上转身 毫不犹豫地离去 回到家 小紫燕自己就回到房间 做起功课 从小的寄人篱下的生活 让她更加明白自强的道理 每天都显得非常勤奋 学习完了之后 都会自己站在院子里站装 直到饥饿地熬不住为止 向上对小紫燕的这点 很是欣慰 偶然间还会指点她的装功 但却还是没有让她 正式开始舞蹈修炼 回到卧室 向上思考着今天的经历 原本她对于诸多势力选择 还有一些犹豫 但在经过钟浩天 近乎侮辱的拉拢 还有胡孟燕母亲的轻视之后 反倒是做出了决定 她决定放弃 加入任何势力 就像向上自己说的 实力才是唯一 只要有实力 一个人就可以代表身份 代表地位 代表背景 天榜上的强者 哪一个不是先有了实力 才有诸多势力的 失去了势力 他们还是天榜强者 但失去了实力 他们的势力 就必然会被削弱 甚至灭亡 心思一定 向上反倒轻松很多 尽管上面许多家族 提出来的条件 非常诱惑 但有付出 就必然需要回报 向上可不认为 那么多家族 都是慈善家 所以 还是尽快增强实力 这才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 向上心思一定 危机感却突然升起 在江州市的时候 还不觉得 以他的实力 足够生活得很好 但在京都中 他真切地感受到 各个家族 各个势力的那种强大 不说先天不如狗 但后天境级别的强者 当真不少 他如果想要自立 那么仅是目前的实力 是不够的 他需要更强 闭上眼睛 向上精神力微微一叹 碰触到悟道珠 瞬间 向上就置身于悟道空间之中 无数的感悟 无数的思绪 立即浮上心头 没有丝毫犹豫 向上直接将这段时间 从科武道馆 还有以前记录下来的武技 统统在脑海里过滤了一遍 而后快速吸收 感悟 将之理解通透 这是一个无比漫长的过程 向上需要先将这些武技 统统领悟 才能将之拆分开来 再重新排序 粘合在一起 形成一门新的 适合向上的武道神通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十五分钟过去 向上立即从那种奇妙的状态中 清醒过来 根本没有丝毫的犹豫 向上再一次进入 悟道珠之中 又一次开始了领悟 如今的向上 临时不缺 自然悟道珠 能够无限使用 此时真正制约向上 使用悟道珠的 只有精神力 但他的精神力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修炼 也变得浑厚无比 别说只是十几二十分钟 就算是在悟道珠中 待上十几二十个小时的时间 都不会显得太过疲惫 所以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直到第二天一早 又一次从悟道珠清醒过来后 向上才结束了这种疯狂 不过在送小子燕去上学回来后 向上又一次沉浸在这种疯狂之中 一天 两天 三天 正当向上沉浸在创武之中 闭关修炼的时候 在一栋颇具骨色的大院中 一个美丽如鲜的女子 眉头青索 看起来颇为生气的模样 所以 你去见她了 她配不上你 张红梅轻哼道 我已经跟你师父商量好了 那边也已经同意 让你们尽快订婚 你是在开玩笑吧 胡梦言脸色一变 冷声说道 张红梅只是说道 没有开玩笑 你师父已经去钟家谈了 今天就会有消息 你 我不同意 她钟浩天有什么不好 钟家在整个京都都属于一流势力 掌控的力量庞大 随便就能捏死一个二流势力家族 钟浩天自己本身实力强大 更是如今的天交榜前三 将来更是能执掌钟家 嫁给她 你能一跃成为钟家少族长夫人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张红梅劝道 说到底 还不是为了你那个生意 这段时间 你背着我收了他们多少好处 多少照顾 没什么好回报的 所以准备卖女儿 胡梦言的声音也冷了下来 说道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这个世界实力才是根本 没有实力 你眼前的这一切都是虚假的繁荣而已 如此屈烟覆尸 你也只是依附在大家族地下的寄生虫而已 永远看别人脸色行事 说完 她再没有理会自己的母亲 直接往门外走去 张红梅豁然变色 见她要走 急声道 你往哪里去 这你管不着 胡梦言淡淡地回道 不许走 拦住她 张红梅大声说道 而随着她话音刚落 四个身影就突然出现在了胡梦言的身前 这四人看起来颇为年轻 但每一个都有着后天境的五到十例 最强的更是达到了后天境第五重 师兄 师姐 你们要拦我 胡梦言脸色难看地说道 师父怕你想不开 打算让你冷静冷静 其中为首的一个女子冷笑着说道 她是几人中的大师姐 但师父却明显对胡梦言这个小师妹更为偏爱 她承认 胡梦言的天赋是高 但她能被师父收为徒弟 天赋自问不差 长久下来 自然心生妒忌 师妹 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胡梦言另一个师姐也开口 脸上甚至生出一丝极恨之色 钟家少祖长钟浩天 多少人梦寐以求 想要以身相许 让她都嫉妒到发狂 胡梦言竟然弃之如履 这让她有一种自己的追求和向往 被践踏之感 恨意在疯狂滋生 就凭你们 还拦不住我 胡梦言目光冰寒 声音冷漠到了极点 瞬间 她冲了上去 跑了 庭院中 一个中年女子 脸色阴沉地看着自己的四个弟子 那目光冰寒的 好似 能让周围的温度 都直降十几度 这中年女子 正是胡梦言的师父 先天竞大高手徐丽 你们四个 都是后天竞的舞者 竟然还拦不住一个炼气竞的小家伙 她目光瞪视着几人 脸色非常难看 师妹她隐藏了实力 对外说是炼气竞第五重的武道境界 实际上早就达到了炼气竞第九重 突然爆发下 我们措索不及 措索不及 会是这样的情况 看着几个徒弟 人人带伤 徐丽欣慰的同时 也感觉有些难办了 她一直都会收到胡梦言这样的 天资绝顶的弟子 而骄傲 她的天赋之高 是她平生仅见的 以炼气竞第九重的武道实力 战胜四位后天竞初中期的武者联手 还能全身而退 更是让她有种意外之喜的感觉 以胡梦言现在展示出来的天赋和实力 已经足可问鼎潜力榜第一 强势进入天交榜前五了 比之突然崛起的那个向上 更胜一筹 但是 想到自己这边刚和钟家商议好了联姻事宜 胡梦言却跑了 她就越加头疼 快点 派人去找她 必须在一个星期之内把她找到 不然拿你们试问 徐丽哼了一声 说道 文言 几人为难地相互看了一眼 不得不开口说道 就算找到她 我们也拦不住啊 说出来有些丢脸 但胡梦言的实力 却确实是比他们要强 废物东西 我会让田老五老两人跟着你们的 徐丽训斥了一句 说道 四人这才脸露喜色 恭敬地告退 田老五老 都是跟了徐丽数十年的老人 实力极强 分别有后天境第八重 和后天境第九重的实力 别说拦住胡梦言 就算将之情下 也是易如反掌 又一次从悟到空间中出来 向上的脸色露出了一丝喜色 经过几天的全力领悟 我终于将所有武技 全部都感悟了一遍 而且 关于那门武道神通 我已经有了一些雏形想法 相信接下来 只要再花费一点时间 就能够真正创出 尽管是依托物道珠 才能将这武道神通创出来 但向上的心中 却还是满满的成就感 不管怎么说 这种能够实实在在感知到 自己的实力和底蕴 都在提升的感觉 十分奇妙 让他非常兴奋 正在这时 向上感觉到 门外有人敲门 向上心中不由有些疑惑 除了刚开始的几天 有人拜访对他拉拢之外 这几天来人 明显少了很多 更别说现在时间已经很晚 一般人绝不会轻易上门 而且 从对方敲门的声音来看 来者很可能是一个恶客 走出房间 向上打开了大门 目光一闪 一眼就看到了 一男一女两人 正站在门口 是你吗 这两人 向上见过 在江州市基地的时候 正是胡孟岩的师兄师姐 好像是叫徐胜志和吴慧如 当时胡孟岩还专门介绍他们认识 只不过 两人却正眼都没有看向上一眼 直接将他无视掉了 我师妹是不是在你这里 徐胜志很不客气地问道 一边说完 一遍就要往里面冲 孟岩 他怎么了 向上一愣 却自然地拦在他的身前 冷冽地目光看向对方 说道 你师父难道没教过你礼貌吗 我劝你 最好还是让开 徐胜志也冷着脸 瞪视着向上 属于后天境第四重的强大实力 展现出来 气势如虹 一家人养的宠物狗凶兽 原本叫得正欢 这时候瞬间变得静若寒蝉 乌叶一声瑟瑟发抖 对于眼前的威胁 向上视而不见 而是一脸慎重地将目光放在两人身后的一辆飞车上 从飞车里面向上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威胁 一股堪比张真如 甚至比他还要强的威胁 算了 胡丫头不在里面 恰在这时 飞车里面传来一股虽然苍老 却康腔有力的声音 舞者的舞感 强大的可怕 他们虽然不如神念师 一般可以将精神力离体覆盖周身 但感知一定范围内的人体气息 却还是能够做到的 这飞车里面的存在 显然是这方面的高手 只是坐在飞车上 就已经察觉到了向上的别墅中 并没有第三个人存在 知道了吴老 徐胜志应了一声 才瞪了向上一眼 收起身上的气势 说道 算你走运 向上没有拦住他们 见对方的飞车远去后 眉头微皱 很快 向上拿出自己的个人终端 随手打开 之前闭关创武 向上将自己的个人终端 给关闭了 如今重新开启 向上这才发现 自己的个人终端上 多了胡孟严的一道信息 我妈和师父联合起来 逼我定亲 我已经逃出来了 你不用担心 除了这道信息外 后面还多了一个笑脸 见状向上并没有宽心 反而心中一沉 此时距离他发出这个消息 已经过去了近乎两天的时间 而从徐胜志等人 追查到向上这边来的情况来看 对方并不安全 特别是在飞车上感知到的那个舞者 向上顿时感觉到一股焦急 连忙拨通属于胡孟严的个人终端 从个人终端 传来对方关闭信号的消息后 向上快速走进了房间 小子燕这时候 也被之前的声音吵醒 嘱咐对方好好睡觉之后 向上才走出了别墅 上了自己的飞车 驶出自己的别墅后 向上先是将用个人终端 拨通了一个号码 正是属于凤凰楼楼主 江凤凰的联系号码 对方显然很看重小子燕 几乎每天都会亲自来到 向上的别墅中看望他 小子燕与他相处得也很愉快 尽管有些不好意思 但小子燕一个人待在别墅 他始终有些不放心 事已才联系对方 请他代为照看 江凤凰也没问为什么 一口答应了下来 直到这时 向上才开始思考 到底要去哪里寻找胡孟岩 一定要在他们找到胡孟岩之前 找到他 尽管有些茫然 但他却知道 一旦被徐胜志等人找到 以那飞车里面的存在的实力 胡孟岩再难跑掉 让向上稍稍放心的是 既然徐胜志等人会找到他这里 那么就代表着他们还没有找到胡孟岩 但向上并没有因此掉以轻心 因为他很容易就能够想到 胡孟岩被他们找到的后果 必然是软禁 然后等到正式定清 这样的结果 绝对不是他想要的 到底在哪里呢 向上焦急却茫然 他就好像与时间赛跑一般 将飞车开得飞快 却没有目的地 突然间向上眼睛一亮 那个地址 向上突然想到了 在他刚进入京都的时候 曾经联系过胡孟岩 对方给过他一个地址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向上猛地掉转车头 驾驶飞车 向着那个地方赶去 之前他虽然将那条信息给删掉了 但舞者的记忆力自不用说 他只是一回想 就记起了那地方的具体方位 飞车好似闪电般 在公路上急行 一幕幕景象在飞速后退 呼呼风声 越加彰显着飞车的速度的可怕 夜晚中 大多数人都已经处于休息之中 但不管是哪里 都有飙车一族 这些人大多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舞蹈不成 就开始追求这种速度的极致 刺激自己的感官 公路上 无数飞车在快速行驶 巨大的飞车轰鸣声 让他们发出鬼哭狼嚎一般的嚎叫 黑夜中急速闪过的景象 让他们兴奋地浑身发抖 恰在这时 一道银色飞车已快到极点的速度 迅速从身后追了上来 哄哄哄 根本没有丝毫的减速 银色飞车在极短的时间内 超过了前面一辆飞车 只是一个变相 就插入另一辆飞车原本的预定位置 卡住了一个车位 紧接着 飞车再次一窜 好似于越龙门 银色飞车瞬间飞起 跳上七八米高空 在虚空中快速穿行 超过了一辆急速行驶的飞车 而后再次砸落下来 速度丝毫不减地 向着前面继续飞驰着 卧槽 龙跨两江 这个技术 屌得飞起 银色飞车后面 那被超过的青年 瞪大了眼睛 目瞪口呆 远处其他飞车车主 这时候也无不发出了惊叹 龙跨两江 可是一个极为高难度的驾驶动作 因为两辆飞车 都处于高速行驶状态 那么 你必然要将自己的飞车的速度 远远超过前面一辆飞车 才能够做到 而在这种情况下 还要掌控飞车的车身 使其不发生偏移 能够顺利降落 这种技术手段 可不是手快就能够做到的 反应速度 对气流变化预判能力 对车身的控制能力 掌控能力 都要达到极高程度才行 特别是他们正处于飞车状态 那青年的速度绝对不慢 就算是专业的飞车赛车手 也不敢说 能在这种情况下 使出龙跨两江的技术来 而在他们惊叹的时候 银色飞车丝毫没有停留 在公路上速度达到了极致 急速变向 中转翻滚 急弯飘移 各种炫酷到极点的飞车技术 先后施展出来 只是短短时间内 那银色飞车就化为一个黑点 消失在另一个弯道之中 这还是人吗 车神 这绝对是车神 飞车之神 我决定了 我要认他为偶像 各个飞车的公共频道上 先后响起了一阵阵 激动到极点的声音 其中还有一些女生 那兴奋到极点的尖叫声 不过 他是谁 忽然 一道弱弱的声音 在公众频道中响起 有谁记住了他的飞车牌号 没有 都在看他那经验到极点的技术了 谁还有心去看他的飞车牌号 不要急 飞车上有视频记录 等下条出来 对 一定要找到他 我要去找他拜师 只要把他技术学到一半 那整个京都 还不是任我吃床 我会成为你的大师兄的 那不存在 我一定最先找到他 那急速飞驰的银色飞车 自然是向上在驾驶 对于实力达到向上这个程度 且还有着神念师身份的舞者来说 驾驶飞车 自然是简单至极的事情 那些在其他人不敢想象的技术手段 更是信手捏来 轻松得很 尽管他的飞车速度 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极致 但相比于京都的广大 他还是觉得 速度太慢了一些 而正当向上在急速往胡孟岩之前 给过他的住处地址赶去的时候 正在京都中快速查找胡孟岩信息的徐胜志等人 却忽然眼睛一亮 因为在吴慧如的个人终端上 出现了一个信息 找到了 他在外城区 那是他秘密购置的房产 知道的人很少 吴慧如大声说道 告诉他们 我这里刚好顺路 马上就可以到 徐胜志心神振奋 一边加速 一边回道 好 吴慧如应了一声 心中也有些激动 师父徐力 给他们的压力很大 没有找到胡孟岩 他们的日子可不好过 既然找到了 那么有着吴老田老两位后天静后期大高手在 他就再难逃脱 一处秘密别墅中 胡孟岩猛然睁开了双眼 他感觉到 有人在靠近 要知道 这栋别墅 他为了隐秘 特地购买了整个小区的最角落 翻过外墙再走树公里 就是一片郊区 一般到晚上 绝不会有人靠近 而且 他还从靠近的人中 察觉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 不好 暴露了 胡孟岩脸色一变 瞬间起身 从别墅后门中窜出 嘿嘿 师妹你跑不了 乖乖跟我们回去 师父还等着你呢 一男一女两人 快速从身后追上来 这两人 正是徐力的另外两个徒弟 胡孟岩的大师姐 李娇娇 三师兄郭福 凭你们两个可拦不住我 胡孟岩神色不变 身法施展到极致 好似一道幻影一般 眼看就要跳过围墙 如果算上我呢 恰在这时 一道有如鬼魅的身影 从围墙后面窜出 瞬间拍出一掌 一股极寒的飓风 瞬间袭出 寒流掠过 净草树木 立即冻成了冰零 胡孟岩脸色大变 以更快的速度倒飞而出 一箭划出 斩断寒流 田老 胡孟岩站在那里 难以置信地望着来人 而这个时候 李娇娇和郭福两人 也很快追了上来 围住了胡孟岩 见状 胡孟岩并没有什么举动 只是脸色有些难看的 看着身前一个有些枯瘦的老者 胡丫头 你是要我动手 还是自己跟我走 枯瘦老者跃了下来 淡淡地说道 胡孟岩有些挥败地说道 我跟你走 他知道 田老是师父身边最亲近的人之一 实力深不可测 听说早在数十年前 就达到了后天境第八重 如今虽然还是没有突破 进入后天境第九重 但正因为他在后天境第八重 待了太长时间 让他的积累极为浑厚 战斗力远不是一般的 后天境第九重舞者能比 以他的实力 如果是出入后天境第七重的舞者 他还有信心能够冲出去 但在田老面前 他一点希望都没有 只是让他就这么回去 他却也很不甘心 不由地问道 你们怎么找到我这里的 我不记得我有透露过 有关这里的一切消息 你的这处房产确实隐秘 全程都由别人经受 一般情况下 我们还真难以查到这里 不过你不愿意嫁入豪门 但有些人却趋之弱负 李娇娇冷笑一声 说道 你是说张元元 胡梦言脸色瞬间煞白 张元元是他表姐 是他最信任的姐妹 很多事情 他都是交给他去办 包括这处房产 同时他躲在这里 也只有他才知道 嘿嘿 他看上了我 我只是稍微问了下 他就把你的消息告诉我了 一旁的郭福一脸得意地说道 好了 胡丫头走吧 那田老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胡梦言低下了脑袋 心中有些不甘 正快速思考着脱身之际 忽然一辆银色飞车 急行如电快速驶入 还好赶上了 向上瞬间从飞车上冲出 见到眼前的景象 按松一口气 快速冲了过来 向上 胡梦言恶然抬头 脸上惊喜交加 但很快 他的脸色就是一变 拦在向上的身前 说道 你怎么来了 快走 他怕田老对向上不利 我才刚来你就要赶我走啊 向上一脸轻松地笑道 向上自然知道他在担心什么 从一开始 他就注意到了 田老那如鸢似玉的强横气息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这位是田老 我师尊的追随者 早在二十多年前 就踏入了后天境第八重 实力深不可测 你不是对手 胡梦言一脸焦急地说道 你就是向上吧 长得不错 怪不得胡丫头这么迷你 今天有胡丫头在 我也就不为难你了 哪来的回哪去 我们也就当没见过 田老慢吞吞地说道 唉 我这人也就这点优点了 但今天我还真走不了 向上看了他一眼 淡淡地说道 我得带个人走 你谁都带不走 恰在这时 又一道声音从远处传来 徐胜志 吴慧如 还有徐力身边 另一位追随者吴老也来了 向上之前虽然急速飙车过来 但因为中间有一段错路 来回耽误了一段时间 所以仅比他们快了一步 向上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你速度还挺快的嘛 徐胜志冷笑地看着向上 心中跃跃欲试 他向来对于天交榜上的那些人不服气 认为都是资源堆砌起来的 真实天赋 可能还不如他 至于实力 他更是冷笑 他曾经有机会 跟某个天交榜前十高手比试过 对方的实力 让他不敢恭位 心里 对于这种天交榜上的所谓天才 就越加看不上眼了 向上没有说话 这个时候 神色也有些凝重了起来 因为在场除了田老这个老牌后天进第八重舞者之外 再次多了一位 气势明显比田老更强的舞者 完了 向上你快走吧 连吴老也来了 我们没有机会了 胡梦言 星辰到了谷底 紧抓着手中的长剑 心中有些绝望 一个田老 就难以对付了 更别说 还有一个实力更强的吴老 对我有点信心好不好 向上微笑着说道 向上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田老就不说了 吴老 可是后天进第九重的舞蹈境界 而且在这个境界 他足足积累了十年 随时都有可能跨过去 进入下一个境界 胡梦言焦急地说道 后天进第九重的后一个境界 可是先天 也就是说 这吴老距离先天境 也只差一步之遥 尽管这一步 拦住了无数个后天境巅峰舞者 但谁知道 他们会在那一刻 正式踏入境局 我没有开玩笑 向上的脸色 也变得严肃起来 说道 两个老家伙由我来对付 另外四个 你有没有信心 你能行 胡梦言将信将疑 至于他自己 他倒是毫不担心 他几个师兄师姐们的实力 他清楚得很 他能战胜他们第一次 就能够战胜第二次 放心交给我 我不可能让他们把你带走 向上目光坚定地说道 胡吹大气 不知道谁给了你这样的勇气 田老将向上的话听得清清楚楚 本就脾气火爆的他 怒气上涌 顿时生气了 说道 我就看看 你拿什么来打败我 说着 他瞬间冲了出去 身形如影 鬼魅般掠了过去 向上面色不变 伸手往腰间一抹 一个空心铃铛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精神力涌入 瞬息之间 一股强大到了极致的精神冲击力量 就无声无息地掠过虚空 直接注入到了田老的脑海之中 哼 田老猛地闷哼一声 脸色煞白 就连身法也不能维持 身形一致 头痛欲裂 这正是向上得自空间走廊中的空心铃铛 随着向上精神力的增强 他每一次注入其中所发挥出来的威力 也就更强 在使出空心铃铛的瞬间 向上没有丝毫地停顿 身形快速冲出 好似一道幻影一般 直接掠过数十米的距离 来到了那田老的身前 一张手掌 闪过紫光 狠狠地拍了上去 小子好胆 不远处 吴老健壮暴怒 立即从原地冲出 他的速度比田老更快 也更加鬼魅 好似没有移动一般 眨眼就消失在原地 出现在数十米外 再次眨眼 就有一次消失 但他的速度再快 却也比不上向上的这突如其来 而这个时候 田老却刚好从向上那精神冲击中 恢复了过来 他毕竟是一个老牌的后天镜第八重舞者 意志坚定 向上依靠空心铃铛 所发出的精神攻击虽强 却也只能抵挡他一瞬间 但一瞬间 也足够了 向上心中无喜无悲 在田老清醒过来的刹那 一掌 就狠狠地印在了他的胸膛之上 哄 尽管田老战斗经验丰富 在清醒过来的第一时间 就鼓掌起自己体内的真元进行防御 并且 胸膛还在瞬息间一缩 使得他即将受到攻击的地方 猛地凹陷下去了 足足五六厘米 但当向上的攻击真正落下来的时候 他还是豁然变色 脸上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 Pull 一口鲜红的血液喷涌而出 巨大的掌力作用下 他被打得直接倒飞了出去 足足数十米过后 才狠狠地摔在了地面之上 他的胸膛 凹陷下去了一大片 竟直接被向上的这一掌 给打成了重伤 也失去了再次战斗的能力 从一开始向上就知道 如果两位后天进后期舞者联手 自己就算能够抵挡 也会陷入极为被动的情况中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向上第一时间就决定解决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让个人失去战斗力 所以 向上先后使出 法宝空心灵档的精神冲击 和可极大发挥出 向上攻伐能力的 五道神通五雷掌 果然一击奏效 精神攻击 加上堪比后天进 第七宠武者权力一击的 五道神通五雷掌 直接就让这田老 失去了战斗之力 这一切说起来复杂 可实际上却迅速无比 在李娇娇、徐胜志等人 正幸灾乐祸 准备看向上 被田老狠狠教训的时候 事情却有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真正被教训的人 并不是他们原本以为的向上 反倒是他们敬畏无比 实力也强大无比的田老 他们目瞪口呆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就连一旁的胡孟岩 也吓了一跳 没想到 向上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将田老给打伤 让事态有了极大的转变 而恰在这时 吴老到了 眼见田老被打伤 他心中暴怒到了极点 一股强大无比的气势 从他的身上升腾而起 远远看去 就好似一个怒目金刚 哼 一双铁拳 好似跨过了无尽长空 向着向上垂落了下来 向上暴退 目光无喜无悲 战刀早就被他拿起 动念间 十二柄清风小剑 瞬间从他的身上飞出 只是眨眼的功夫 就排列成了两刀 巨大的剑形虚影 两个剑形虚影 而后再次划过 某种玄妙无比的轨迹 竟在虚空中合二为一 形成了一柄淡淡的金色巨剑 小七星剑阵 斩 向上低吼一声 但金色巨剑狠狠地斩在了 那巨大的拳印之上 羌然一声 好似钢铁交击 但金色巨剑瞬间蹦碎了开来 化成了十二柄清风小剑 悬浮半空 而那巨大的拳印 却也在向上的斩击之下 裂成两段 失去了原有的威力 哼 有点本事 饶氏心中怒火中烧 吴老也不得不承认 向上实力的强大 要知道 他这一击虽说还没有使出全力 却绝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打破的 向上控制清风小剑 使出的这一招 几乎已经达到了 后天进第八重的门槛 距离真正达到后天进第八重 仅差一步之遥 以向上这个年龄 能够有着这样的战斗力 当真让吴老惊讶至极 心中也不得不感叹 向上的天赋实力之强 使他平生警戒 不过天赋再强 毕竟没有成长起来 如果只是这样的实力 那你今天就还得留下 吴老冷哼一声 一双拳头 迅速抬起 好似看着两座巨山 无尽的真元力量 汇入拳头之中 一股玄妙至极的力量 在其中汇聚着 另一边 胡梦颜和他四个师兄师姐间的战斗 也在瞬间展开 十一开始 胡梦颜就展现出 自己强横武匹的战斗力 尽管他的武道实力 此时与向上一样 只有炼气进第九重 但他的实际战斗力 却同样恐怖无比 并且最重要的是 与向上一样 胡梦颜同样是武者中 稀少无比的神念师 他的神念师武器 是一柄七尺长剑 这柄长剑显然是特制而成 轻薄且锐利 并且对于精神力 有着极佳的传导作用 在他的控制下 这柄长剑就好似飞剑一般 在虚空中穿梭 一人之下 竟直接将四位师兄师姐 给压制住了 要知道 李娇娇他们几个 最弱都是后天境第三重的武道实力 其中李娇娇和徐志胜 实力更是达到了后天境第五重 可是在胡梦颜的攻击之下 他们却显得颇为狼狈 只有招架之力 却无法形成有效的反击 面对吴老那全力一击 气势如虹的武道神通 向上的脸色 煞时间变得严肃无比 向上精神力一动 再次透过空心铃铛 施展出精神冲击之法 没用的 老田的遭遇就在眼前 我对你的这个手段 又怎么可能没有防备呢 田老冷笑 只是闷哼一声 甚至连意识都没有模糊 就清醒过来 手中的动作 没有丝毫地停顿 反倒随着向上的攻击 他体内的真元 越加沸腾了起来 拳印立即变得清晰无比 呼呼呼 拳印运转 散发出无尽的光芒 身处拳印笼罩之下 一股危险到了极点 也恐惧到了极点的思绪 在向上的心头浮现 拳印之下 向上好像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在他的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虚空 都好像被冻结了一般 让他动弹不得 好像他注定要被这拳印打中 碾压成碎末 任你天赋冠绝当下 再没能成长起来前 也只是一只大点的蚂蚁 会被我轻易碾死 吴老心中冷笑 眼中浮现出一股浓郁的杀鸡 他从向上身上 感觉到了无尽的威胁 向上的天赋潜力 太过可怕了 只是炼气进第九重的武道境界 却能够展现出 堪比后天进第八重的武道实力 如果任由对方成长起来 那么他们今天所为 必将被他记恨 为了将来自身的安慰 他只能下狠心 要将向上给扼杀 吴老从灵气复苏的初期 开始成长到如今 经历过的事情太多了 心知有时候心慈手软 却会将自己陷入到更大的危险当中 心肩如铁 心黑如墨 才是当时应该奉行的形式标准 这个时候 他心中有了杀鸡 要扼杀天才 向上抬眸 脸上没有丝毫的慌乱 权硬之下 他周身虚空都被冻结 让他好似被锁在这方寸之间 但从他的身上 却逐渐生腾起惊人的气势 向上的精神力 和体内的真气 在刹那间沸腾 在虚空中 莫名地出现了 几道复杂无比 却悬傲莫名的符文 向上的精神力和真气 几乎在刹那被抽空大半 全部汇入这符文之中 色拉 紫色的雷电之力 突兀出现 瞬息之间 一大片的雷电 在虚空中产生 无老权硬锁定下 凝结的虚空 在刹那间就被冲破 疯狂涌动的雷电之力 在黑夜中耀眼而夺目 雷霆万钧 落 向上伸手一直 无尽的紫色雷电 好像受到控制一般 瞬间冲出 直接向着无老冲了过去 首当其冲的 就是那巨大凝实的权硬 轰轰轰 无尽的轰鸣声中 紫色雷电在权硬之上 刺掠 狂暴无比的雷电力量 充满了毁灭气息 一道接着一道雷电 降落下来 只是数息之间 那强横无疲 可以将大地 都给摧毁的权硬 就被直接冲散 紧接着 又有无数紫色雷电 顺着虚空 向着无老降落了下去 无老心中狂震 眼中闪过不可思议之色 自己那有着 后天进第九重 武者全力一击的权硬 竟然被打破了 随后降落下来的雷电 更让他心惊胆战 他从这紫色雷电中 感觉到了一种 能让他陨落的气息 这紫色雷电 耽搁的威力并不大 但无数的雷电降落下来 就算是地榜上强者 也要暂避锋芒 只是这雷电速度太快 也太迅速了 他还没来得及躲开 就被雷电轰重 然后再也没能躲开 老五 远处被打伤的田老 一直在关注战场 见状惊呼 李娇娇 徐胜志等人 虽然在战斗 但却也将大部分心神 放在了向上与吴老的战斗之中 因为他们知道 别看他们打得火热 但真正决定这场争斗胜负的 还是向上与吴老的战斗 因为两人不管谁胜利了 都有着决定最后事情走向的能力 尽管不愿意承认 但从向上一举将田老打成重伤 而后挡下吴老的随手一击中 他们就能看出来 向上的实力强的可怕 不仅远远超过了他们 更是超过了 他们对天交榜的既有印象 天交榜第五 绝对不是向上的真正实力 胡孟岩的眼中更是闪过一彩 向上的实力 当真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 不管是之前迅速打伤田老 还是如今立抗吴老 且看情况还能占据上风 都让他震惊不已 想到自己之前几次三番劝向上离开 他脸就有些红 自己对于向上的实力 了解的还是太少了 红红红 树西过后 无尽的雷电落下 吴老整个人都倒飞了出去 此时此刻 吴老整个人看起来凄惨无比 身上一片焦黑 就连衣服都残破了 但他并没有死 与张真如相比 他不管是实力还是底蕴 都要强得多 尽管受伤 但却还没有完全失去战斗力 只是 向上早就预料到这个情况 自然不会任由对方再有反击的机会 几乎在雷电消失的瞬间 人就已经从原地消失 再次出现 就已经来到了吴老的身边 战刀羔羊 无尽的杀鸡 从他的双眸中流露出来 在树西之前 吴老对向上动了杀意 而向上对于想杀他的人 从来就不会有丝毫的心词手软 被无尽的雷电轰击 吴老尽管没有完全失去战斗力 但也受伤不清 加上向上的速度太快了 他根本反应不过来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刀扬起 死亡的恐惧下 让他脸色一片苍白 向上 恰在这时 胡孟严急呼 说道 他毕竟是我师父身边的老人 以前对我也多有照顾 留他一条性命吧 这个时候 他也结束了战斗 将几个师兄师姐打飞 来到了向上的身边 恳求地看着他 好 这次就算了 向上将战刀悬在吴老头顶 无尽的锋芒内敛在刀身之上 几乎触碰到他的额头 却没有将他的额头割破 展现出他极佳的力量掌控能力 滋滋汗水从吴老的额头上滴落 这一刻他真的感觉到了死亡的逼近 在听到向上答应后 他才松了口气 感激地看了胡孟岩一眼 不过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为了防止他再次追来 就先卸掉他的一条腿吧 向上说着 战刀微微一划 内敛在战刀中的力量 瞬间爆发 将吴老的一条大腿 直接斩断 啊 吴老几乎连忙控制气血 防止血液流逝 只是一双目光 死死盯着向上 掩饰不住的杀气流露出来 触目惊心 胡孟岩见了 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是说道 快走吧 这里不能待了 要是我师父来了 我们就完了 向上神色一肃 默默点头 如今他虽然自信 一般的后天境第九重的舞者 也毫不畏惧 但他心中清楚得很 与真正的先天境强者相比 他还差得太远了 向上和胡孟岩离开 李娇娇徐胜智等人 顿时松了口气 向上实力的恐怖 让他们一阵心惊 他的崛起速度 实在太快了 在想及胡孟岩的天赋实力 他们突然觉得 两人似乎也挺般配的 都是精彩绝艳 都是可以跨境界而战的 绝世天才 加上男才女貌 正当他们心思遐想的时候 忽然之间 战场中多了一个人 一个黑色紧身服饰 将自己全身都包裹起来 好似害怕让人见到 真实面貌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 一见到这人 不管是李娇娇 徐志胜等年轻一辈 还是田老五老两人 心都在这一刻 提了起来 他们从这人身上 感觉到一种莫名诡异的气息 一种有为于普通舞者的气息 你是什么人 五老脸色严峻地低喝道 送你们上路的人 这人开口了 声音有些尖色 好像带有一种 其他地域的口音 但他话语中的蕴含的意思 却清晰地表达了出来 所有人豁然变色 快逃 五老疾呼 他从这人身上 感觉到一股不弱于自己的气息 而如今 他和田老两人都失去了战斗力 绝对不是这人的对手 不用五老提醒 李娇娇等人 就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 只是瞬间 就向着四面八方逃去 只是很快 他们就退了回来 又有数位穿着 和那人一样的黑色服饰的舞者 从其他几个方位包围了过来 他们身上的气息 全都不弱 把他们都杀了 一个不留 第一个出现的黑衣舞者开口了 只是他说出来的话 却并不是大夏联盟的通用话语 窝国人 田老豁然变色 百年前 灵气复苏 各种动植物进化 特别是大海 凶兽遍布 各种战船都失去了横跨的能力 整个新界各国 也因为种种原因断了联系 电子信号 根本不可能跨过 那茫茫大海 和广阔的距离 只有周边几个国家 偶尔会有所联系 百年前 窝国人虽然也有一些人 残留在大夏联盟 但这么多年过去 语言早就同化 几乎难以分辨 这些人所说的 都是纯正的窝国语言 以田老百年岁月 也是好一会儿 才想起了他们的身份 窝国是岛国 怎么可能横跨进入 大夏联盟境内 他心中惊疑 却见那些黑衣人 快速突进 对于李依依等人下杀手 瞬间反应过来 连忙强提一口气 打算突围 他被向上打成重伤 但再吃了灵丹 再加上休息了一段时间 这时候 也是恢复了一些战斗力 但这些窝国人 既然敢露面 并且显露身份 自然有着绝对的把握 将他们留下 很快包括田老和五老 在内的所有人 都被这五个窝国人斩杀 只有一位窝国人 不敌田老和五老的疯狂反击 受到了重伤 真是没用 为首的窝国 舞者冷哼了一声 抬起头望向了 向上和胡孟严 离去的方向 说道 查清楚他们的身份 然后展开灭绝计划 大夏联盟的杰出天才 绝不能留 我们要为我国青年一代舞者 进入大夏联盟 扫除障碍 另外 继续探查 务必要在一个月内 找到他们的实验室 是 呼呼 半个小时过后 向上和胡孟严 先后停下了身形 没想到只是一年不到的时间 你的实力竟然已经超过我了 胡孟严瞪大了美目 上下打量着向上 他还清楚地记得 在一年前 向上还只是 练体经第四重的舞蹈实力 别说跟他比 就算与同龄天才相比 也差之甚远 可是如今在看 他不仅舞蹈境界 已经与他持平 就连真实战斗力 都远远超过了他 特别是那最后一击 给他的感觉 好似可以毁天灭地 那是法术吗 他开口问道 没错 法术 向上笑了笑 解释了一番自己的奇遇 看到你能有这番际遇和实力 我也就放心了 接下来 我可能要离开一段时间了 不管是我师父还是钟家 都不是目前的 我可以抗衡的 我打算去一个隐秘的地方 闭关修炼 不到后天不出关 这么接 向上皱着眉头问道 钟家的势力很大 待在这里 我随时都可能被他们找到 原本我也打算 尽快离开京都 只不过 却被他们提前发现了 胡梦颜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 被最亲密的人背叛 他心里也极为伤感 你也小心 这次你助我突围 我师父和钟家 可能会为难你 放心吧 我也不是好惹的 向上耸了耸肩 露出自信的笑容 那就此别过吧 等我归来 胡梦颜说着 靠近了向上 在他脸上一印 而后快速退开 施展身法 离开了原地 小丫头 见状向上脸上露出温暖的笑容 目视他消失在远方后 才转身往回走 他的飞车 可还在那别墅周围呢 进入别墅 向上的眉头一皱 他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 之前他们的战斗痕迹 他自然记得清楚 但是现场上 却多了许多 原本不属于他们的战斗痕迹 也就是说 在我们离开了之后 这里又经过了一场打斗 向上的脸色变得有些严肃起来 不由的 他开始仔细探查 尽管现场经过了一些刻意破坏 但向上还是看出了许多东西 胡梦颜的师兄师姐们 还有那两个老牌强者 可能出事了 向上很快得出了这个判断 心中不由一沉 这是 忽然 向上来到了一个战场中的一个某个地方 如果向上没记错的话 这里是 之前那位武佬 被他斩断腿后停留的地方 向上伸手一扫 立即一股狂风涌动 一层泥土掀开 在地面上出现了一个清晰的大字 哇 字体康腔有力 是被真原透过地面 硬刻下来的不仅清晰 还隐约有一丝真原残留 我是什么意思 向上皱眉 再次在周围仔细查看起来 精神力扫动 周围的景象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只是 除了这个窝字 向上再也没能找到其他的痕迹 只知道他们在与向上战斗过后 再次经历了一场战斗 对方的实力很强 受伤后的吴老田老 还有李娇娇等人根本不是对手 希望他们没事 不然就有些难办了 向上心中想着 却没有太过在意 很快上了飞车 驶离了现场 回到住处的时候 已经几近清晨 这个时候 小子燕刚刚起床 正在院子中站桩修炼 而在一旁 凤凰楼楼主江凤凰 却饶有兴趣地看着 大哥哥回来了 见到向上 小子燕眼睛一亮 笑着说道 站桩不要停 向上说着 然后对江凤凰点点头 感激道 谢谢你能来照顾他 我来可不是因为你 一来我是看在北璇的面子 二来 我也是真心喜欢他 他身上 确实有一种 净化人心灵的气息 纯白无瑕 怪不得能够领悟 北璇的那门建议 江凤凰淡淡地说道 对了 你这次是因为什么事 要不要帮忙 看在小子燕的面子上 我可以帮你解决 紧接着 他开口说道 谢谢你 不过不用了 我已经把事情解决了 向上摇头说道 嗯 那就好 江凤凰也没在意 指着站桩中的小子燕问道 这桩公不错 我从中看到了 混原庄公的影子 不过却多了许多其他的东西 效果比混原庄公 还要好上许多 是你创的吗 算是吧 向上也没否认 江凤凰顿时再次 打亮了向上一眼 说道 难怪能从一介草莽 胜过许多家族子弟 果然有过人之处 但他也没多说 庄公只是最基础的东西 虽然效用不穷 但对于他这个境界的舞者来说 却也算不得什么 好了 既然你已经回来了 那我就不多待 江凤凰说道 吃过早餐再走吧 向上客气了一句 嗯 好啊 说着 他就又一次站在了小子燕的身边 看着他站桩 见状向上摸了摸鼻子 说实话 他刚才真只是客气一句而已 真没过要留人家吃什么早餐 只是人家 既然都打算留下来了 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面对这可屠杀地榜上强者的存在 向上还是有一点敬畏之心的 虽然 在今天他通过战胜吴老 这个后天境第九重的舞者 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施展法术之后 他可以立抗后天境第九重的强者 并将之打败 但实际上 他清楚地知道 自己只有一击之力 一旦那吴老挡住了他的法术攻击 那么 最后输的人一定是他 他的真气还有精神力 并不足以发出第二道法术来 而且 向上同样清楚 后天境与后天境 区别还是极大的 普通的后天境第九重的强者 根本不可能与地榜上强者相比 就算是七八个吴老一起联手 也不可能是江凤凰的对手 因为有江凤凰在这里 早餐他自然不能随便糊弄 亲自弄了几个江州市基地那边的经典美味早点出来 才摆上桌子 敲门声突然响起 向上一愣 对江凤凰和小紫燕说道 你们先吃 我看看是谁 大哥哥 我跟你一起去 小紫燕忙说道 跟在了向上的身边 打开大门 门外却出现了一行数人 个个一身道跑打扮 气势如鸢 其中几人身边 还跟着一两只凶兽 从气息来判断 不乏通灵境的小妖 你好 我是玉兽宗副宗主张继理 这位是我们玉兽宗长老唐东明 是唐仔燕的爷爷 我们是来接他回家的 为首的中年男子 身穿花色道袍 一脸正式地说道 紫燕 快到爷爷这边来 爷爷接你回家了 这是 在中年人身后 一个有些拘束的老者 连忙笑着挥手 对小紫燕发出召唤 大哥哥 我不认识他们 也不想跟他们走 小紫燕心中一紧 连忙抓住了向上的手 好似害怕向上要将他 交给这个所谓的爷爷 长老 刚生的吧 向上淡淡地扫了几人一眼 而后不客气地说道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来历 安着什么目的 但现在 请离开 不要打扰小紫燕 平静的生活 向上只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所谓御寿宗显然是从什么地方调查清楚了小紫燕的身份 然后依着那丝关系 想要收养小紫燕 从而与十里剑神陈北璇攀上关系 甚至 从这唐仔燕所谓的爷爷唐东明身上 那只是练气进一两重的武道修为 向上更是判断出 对方那长老身份 很有可能就是最近突击提拔的 为的 就是能够更加顺利地 把小紫燕给接走 只是 小紫燕在天心市受苦的时候 没见他们来接 如今他即将成为剑神陈北璇的徒弟了 他们却巴巴地赶过来 功力心之强 让他十分不耻 我们是小紫燕的亲人 凭什么不能接他走 反倒是你 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子 有什么资格霸占小紫燕 你到底按着什么心思 自己心里清楚 张继理和唐东明没有说话 反倒是在他们身后 一个中年人大声呵斥道 你又是谁 向上扫了对方一眼 后天进第二重的武道境界 倒是比唐东明要高得多 我是小紫燕的大伯 御寿宗执法堂管事 唐震 对方高傲地说道 执法堂算是一个颇有权势的部门 这唐震能坐镇执法堂 算是极为不错了 听起来倒都是身份不俗 那我问你 小紫燕在天心市受苦的时候 你们在哪里 如今他身份不同了 你们倒是闻着胃 巴巴地赶过来 向上冷笑着说道 那是因为我们当时压根找不到他 唐震接着开口说道 恰在这时 小白狐感知到门外有其他凶兽的气息 担心小紫燕的安慰 轻弱无误地窜了出来 只是在他看到门外的几人的时候 他那原本慵懒的模样 瞬间消失不见 一股愤怒狂暴的气息 从他身上升腾而起 眨眼间 他的身躯就有原本的瘦小 急速扩大 扩大了十倍不止 进入了战斗状态 小白狐 你怎么了 小紫燕惊呼 对面唐震也是变了脸色 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其他几人身上的御兽 也在小白狐气势展露的情况下 纷纷窜了出来 挡在了他们主人的身前 现场气氛 剑拔弩张 一片肃然 小白狐嘀吼一声 瞬间向着几人扑去 只是对面几个 都是御兽宗弟子 其中还包括一个副宗主 对于凶兽确实很有一手 只见那副宗主 直接丢出一个圆环 碰 小白狐以更快的速度 倒飞了过来 小白狐 小紫燕脸色一变 连忙扑上去 要查看小白狐的伤势 放心 只是把他打晕过去而已 御兽宗副宗主张继礼 淡淡地开口说道 向上 我们是小紫燕的亲人 接走他照顾 他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今天由不得你阻止 唐震眼中闪过了一丝冷光 蛮横道 就凭你吗 向上之前为了照顾小紫燕 没有上前动手 让小白狐吃了个闷亏 这时候 心里也有些生气了 一股气势 从他身上升堂而起 你不是我的对手 我劝你不要自讨苦吃 张继礼健壮 也撕碎了原本的伪装 脸上露出冷笑之色 今天这唐仔燕 我们还必须要带走了 一股可以碾压一切的气势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 一旁的花盆都好似承受不住 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 砰的一声 崩裂了开来 玉兽宗副宗主张继礼 不仅武道修为 早早达到了后天境第九重 更是地榜上排名 第七十八名的强者 实力之强 远不是无脑之流 可比 但是恰在这时 一道轻柔却冰冷 好似无一丝感情的声音响起 哦 我怎么没想到 你张继礼这么霸道 而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一道美艳的身影 从巷上别墅里面走了出来 江修 江凤凰 你怎么在这里 张继礼瞬间收起了 自己身上的气势 有些结巴地说道 他没想到凤凰楼楼主 在外有着江修罗之称的江凤凰 竟然会出现在巷上的别墅中 想到这位江修罗的手段 饶是他自身有着地榜强者实力 却已一阵心惊 眼前这位可不比一般人 不仅本身就是地榜排在33位的强者 手段残忍 有女修罗之称 并且身份背景都是不小 只是江家就足以震慑 他御寿宗 更别说他背后 还站着天榜第三的陈北璇 一旦招惹 后患无穷 我不该在这里吗 江凤凰冷笑 说道 倒是你们御寿宗 胆子不小 竟然敢在我江凤凰面前这么霸道 抢抢陈北璇的徒弟 看来我有必要让他上你御寿宗 跑上一趟了 张继礼瞬间静若寒蝉 脸色煞白 一旦让陈北璇认为他们不怀好意 以他们御寿宗的实力 根本抵挡不住 陈北璇虽然不像江凤凰这般凶名昭著 但那剑神的名号 可也是他一人一剑拼杀出来的 手段之酷烈 由胜于江凤凰 以他们御寿宗二流势力 都不到顶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抵挡的朱剑神一剑 更别说他们本来的目的 也是想依靠唐子燕教好剑神 您说笑了 我们怎么敢呢 只是我这御寿宗张老唐东明 和执法唐唐镇 真的是小子燕的亲人 我们也是出于好意 让他们亲人团聚不是吗 张继礼瞒低头认错 只是却也不想这么轻易地放弃 接走小子燕的打算 你认为我刚才是说笑吗 要么滚 要么就等着被踏破山门吧 江凤凰的脸色瞬间冰冷了下来 那凶猛的沙翼 让周围气温都直降十几度 被他那冰冷沙翼的目光扫过 御寿宗几人瞬间打了个寒颤 唐东明实力最弱 最是不堪 直接被这一目光吓得一哆嗦 裤裆 湿了 就连站在江凤凰身边的向上 这时候也暗自心惊 这种浓烈到极致的杀意 确实有一种震慑人心的力量 张继礼的脸色也有些变了 想了想 低喝道 我们走 这次是他们失算了 没有想到江凤凰在这里 设于他的威胁 他们只能退走 眼见御寿宗一行人离开 向上也是暗松口气 地榜上的强者 还真不是现在的他所能抵抗的 大哥哥 你会把我送走吗 小子燕抱着已经清醒过来的小白狐 泪眼模糊地问道 放心吧 我怎么舍得把你送走 向上笑着安慰道 来 先吃早餐 别为他们影响了心情 半个小时过后 吃完早餐 趁着小子燕擦脸的功夫 江凤凰对向上严肃道 这次虽然因为我的威慑 把张继礼逼退 不过难保 他下次还会过来 所以我觉得 暂时还是由我照顾小子燕为好 不用了吧 他们我能应付 向上摇头拒绝道 也行 反正借他们几个胆子 他们也不敢伤害小子燕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我还是会派人暗中保护他 提前跟你说一声 以防误会 江凤凰随口说道 文言 向上虽然皱眉 却还是点了点头 如果玉兽宗真来抢抢 以他实力 还真不一定能够抵挡得住 还是实力太弱了呀 随便一个二流宗门 就可以逼得我束手束脚 向上咬了咬牙 紧紧地握着拳头 如今 向上真实战斗力 虽然已经达到了后天境第七重 施展法术的话 甚至可以威胁到后天境第九重强者 但对比张继礼之流 却还是差得太多了 对了 通灵静小妖 灵智不弱 一般不会无缘无故地发起攻击 特别是已经被驯服了的凶兽 我觉得 你还是需要引导询问一番 紧接着 江凤凰又提醒道 我明白的 向上自然也察觉到了 小白狐的情绪不太对劲 也是打算等下有时间 就进行询问 接下来 向上才与江凤凰一起 将小子燕送到了皇家高等贵族学校 学校中学生身份背景都是不低 是以常年有武道强者守护 一般情况下 还真没什么人胆敢招惹 所以向上还是颇为放心的 回到住处 向上再次开始了闭关修炼 在之前 向上已经通过武道珠 将无数种蕴含着道的武技 领悟了一遍 这一次 他决定正式开始创武 决心创出一门 弥补自己 武者手段匮乏的武道神通 甚至 向上心中有着更多的设想 想要通过这次创武来实现 向上发现 所有的武技都有相应匹配的呼吸法 有些呼吸法杂乱 那么尽管武技精妙绝伦 能够发挥出来的威力也有限 而呼吸法强大 那么就算武技简洁明了 却也威力绝伦 就像向上学习的战刀武士 每一式配合一套呼吸法 不仅使得战斗力大增 甚至呼吸法还有其他增幅作用 其呼吸法的精妙程度 是向上所见最强大的 怪不得在武道天堂中 这门武技标价那么昂贵 所以 向上要创出一门威力绝伦的武道神通 首先就要创出一套潜力无限的呼吸法 这是一个无比漫长的尝试 向上结合上千套武技的呼吸法 取其糟粕 取其精华 并且还要进行搭配 使之效果达到最佳 饶势处于悟道朱之中 脑袋清明 悟性提升到最高 却也觉得一阵阵头疼 时间流逝 眨眼三天时间过去 这三天时间 外界风平浪静 不管是玉寿宗的人 还是胡孟严师傅 甚至是钟家那边 都没有什么动静 好似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般 但是向上却有一种预感 事情绝不会像他想象中那么顺利 危险往往隐藏在暗中 随时会给他致命一击 所以 向上并没有放松心中的警惕 为了防止意外 悟到之余 他还特意购买了许多镇旗 重新在自己的别墅之中 布置了一套镇法 这套镇法 是向上布置的一套 真正意义上的百结镇法 并且与他留在 第一武道学院那套镇法一样 这是一个连环镇法 具有防御困敌和凶杀三种功效 威力绝伦 就算是后天镇第七八重的武者进攻 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攻破 至于炼气镇级别的武者 就算给他一天的时间 也别想进入阵法核心范围 反而会被阵法给绞杀 终于创出来了 这时 向上目光猛地睁开 眼中闪过了一道金光 经过数天不间断的创武 向上终于在这一刻 创出了一门呼吸法 这门呼吸法 与他之前想象中的呼吸法完全不同 他原本想要以战刀武式的呼吸法作为根基 创出这门武道神通的呼吸法 但通过无数次的感悟 向上发现了呼吸法另一层次的奥秘 这所谓呼吸法 并不仅仅是作用在自己身体上 同样要与整个天地契合 呼吸之间暗合天地运转 才能够发挥出最大的功效 呼吸法强大与否 事实上是取决于对于天地领悟程度达到多少 向上对于天地奥秘的领悟自然低得可怜 向上听说就连先天境强者 对于天地间的领悟也不见得有多么深入 所有人都是遵循于前人法 在前人法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领悟 但是向上与其他人最大的不同就是 他能够通过悟道珠看出一些道运来 而这些道运事实上就蕴含着天地法则 蕴含着天地大道 向上通过这些道运 结合呼吸法 再次去创武 尽管难度远比之前想象中大的多 却在有了方向之后 终于创出了第一门呼吸法 既然是依托道运而创出来的呼吸法 那我就将这呼吸法命名为 大道呼吸法 向上定下了名字 迫不及待地开始运转这门呼吸法 呼 呼 随着大道呼吸法的运转 向上立即就察觉到 自己的身体在与整个天地发生共鸣 脏腑晶莹 骨头颤动 血肉都好似在欢呼 丝丝缕缕天地灵气 月亮精华 还有无数神秘力量 作用在向上的身上 让他整个身躯都好像被无尽能量包裹 无数细碎 微不可查的杂志从他体内排出 向上察觉到自己的身体力量 肉身强度 甚至精神力量都在增强 无限生机从向上体内升起 让他好似纯洁如阴海 两久 向上身躯一阵 从那种莫名状态中退了出来 脸上露出无限喜悦 因为第一次修炼这大道呼吸法 所以动静有点大 但是效果果然极好 甚至超过了修炼战刀武式呼吸法的强度 尽管早有预料 这门通过悟道珠创出的 结合了无数武技的呼吸法 必然强大 但真正运转这门呼吸法之后 向上才发现 其强大之处还要超出它的预料之外 而且 以这门呼吸法为内核 我施展出其他武技 威力也不会减弱多少 在创造这门呼吸法之处 向上就将这种设想融入其中 原本向上并没有太大的把握 不过如今看来 效果不错 可以说 大道呼吸法将成为一道基石 依靠这门呼吸法 它能模拟施展出所有武技 并且发挥出 不弱于那门武技原版呼吸法 配合下的武技的威力效果 或许不见得能对所有武技有用 但只是这一点 就足够精识了 继续 武道神通 呼吸法是内核 虽然重要 但最重要的还是招式 只有呼吸法 或许对武道修炼 也有一些辅助作用 但如果没有武道招式 始终会觉得 少了一些什么 也不能真正发挥出 呼吸法的作用来 既然呼吸法已经创出 向上自然不会忘记 创出一门匹配这门 呼吸法的武道神通出来 这一切 对于向上来说 并不难 在悟道珠之中 别人一年的领悟速度 甚至都比不上他一个小时的领悟的多 这么多天的领悟 向上对于武道招式 真气运转 已经有了大致的方向 接下来 只要填充而细化 就能够真正创出 不过 尽管如此 向上还是花费了足足一天的时间 才结束了创武 真正创出了一门属于自己 也最适合自己的武道神通 结束闭关 向上打开了自己的房门 向着院子里走去 他需要在院子中 实验一番自己新创出的武道神通的具体威力 为了修炼需要 向上专门购买了一个特制的测力装 测力极限 可达后天境第九重 能够直观地观测到自己的实际战斗力 站在测力装前 向上自动运转大道呼吸法 真气流转 汇聚 快速地积蓄 而后一拳打出 哄 哄 震天的巨响过后 测力装进兜 承受不住向上这一拳的距离 猛地破碎了开来 四分五裂 彻底失去了作用 向上眨把眼 有点愣神 这一拳的威力 有点超乎他的预料之外 啪啪啪 这一拳有点厉害啊 恰在这时 一阵巴掌声从向上身后响起 紧随其后 是一个略显平淡的声音 向上悚然一惊 立即转身 要知道 如今他这座别墅 可是被他布置了阵法 一般人只要靠近 就会被阵法感应 通知到向上这个主人 可是眼前这人 显然不是一般人 不仅无声无息地 就走进了向上所布置的阵法之中 而且他此时 正站立在向上数米之外 但他却还是 没有丝毫察觉 甚至向上亲眼看到了来人 但他的精神感之中 那里 还是一片虚无 好似他根本不存在一般 这就更让他惊骇了 想到 如果这人要对自己出手 向上就惊出一身冷汗 呼吸法配合武道技巧 蕴含的道运很深 威力几乎达到了 炼气镜所能够达到的极限 这门拳法 叫什么名字 这人双手背负 一脸淡然 有一种无言的自信 见这人没有攻击的意思 向上才稍稍放松心情 仔细打量起来人 这人看起来非常年轻 好似十八九岁的青年 但气息飘渺 近似于无 好像与整个天地融合在一起 让人感知不到 他的容貌看起来颇为普通 但却有一种无敌的气韵 足可让无数少女忽视他的容颜 身陷其中 为他沉醉 大盗拳 向上开口 道出了拳法的名称 反正是他创出来的 自然名字随意 他就直接以大盗命名 至于来人的身份 向上这时候 也已经辨认了出来 这人 正是先天境绝顶 天榜第三 十里剑神陈北玄 尽管与他从某些视频中 看到的锋芒毕露 渐气昂扬 有着极大的差别 他非常的内敛 就好像一个普通人 但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外貌 是以向上 还是与之对上了号 自然 也将心中的警惕放松了下来 如果对方真要对他下手 以他那点实力 根本没有丝毫抵抗之力 还不如自然一点 反倒显得从容 好名字 好拳法 陈北玄赞了一声 对向上的坦诚 很是欣赏 他并没有追问 向上拳法的来历 只是认为 这是他机缘所得 毕竟整个星界中 隐藏着无数的秘密 几乎所有修炼者 都是沿着前人 所创的法在修行 就连他也是如此 如果让他知道 这所谓大道拳 是向上自己所创 并且才刚创出没多久 估计就不会如此淡然了 你是为小子燕而来 向上问道 陈北玄摇头 说道 我陈北玄收徒 手中心性 小子燕能通过考验 误出建议 已经足够证明他的心性 我来是想要认识你 看看你是否是奸邪之辈 如果想要依托 小子燕的信任 谋取好处 那我就只能先除掉你 陈北玄很坦诚 但说出来的话 却杀气腾腾 那如何呢 向上面色不变 只是看着他 我的为人如何 我并不清楚 不过从你的拳法上看 黄黄正道 显然不可能是奸邪之辈 我自然不会杀你 陈北玄淡然摇头 说道 说吧 有什么要求 只要我能做到 我都可以帮你达成 我没有什么要求 小子燕是否拜你为师 还要看他的意愿 我不会去抢球 我也不可能依托他 去谋取什么好处 跟着我 他未来同样能成为强者 向上有这个自信 功法五计 资源指点 向上都不缺 拥有悟道珠 他就是最佳的导师 机会只有一次 这次放弃 下次可没有机会 陈北玄失笑 开口说道 如果我需要什么 会凭自己的努力去夺取 不需要施舍 向上坚定摇头 正在这时 叮铃一声 向上的个人终端响起 向上一愣 号码显示是 小子燕的班主任 连忙接通 向先生 你家唐仔燕 和班级里的吴文慧 赵可尔起了摩擦 事情闹得挺大 另外两个家长都在 您那边没什么事的话 最好还是赶过来一趟 什么摩擦 吴文慧是谁 向上皱着眉头问道 这赵可尔向上倒是知道 听小子燕说过 是他同桌 关系还挺要好 只是另一个 却没有听他提起过 吴文慧是班里一个女生 家境很好 只是爱极度 之前一直跟赵可尔不对付 时有摩擦 唐仔燕来了后 吴文慧就把目光转到他身上 多有针对 这次也是因为体育课 他们对战的时候 吴文慧打了赵可尔 唐仔燕看不过眼 帮着教训了吴文慧一顿 没想到唐仔燕个子小 但力气很大 那吴文慧不干了 叫来了家长 现在不依不挠 对面小子燕班主任 开口解释道 显然他也有点头疼 作为班主任 助案观火 谁对谁错 自然看得分明 只是对方家长闹僵起来 他们也不好办 当然最主要的是 皇家高等贵住学校中 每一个学生背景都不简单 他们自然不能轻易评判对错 文言向上暗松口气 只要小子燕没事 那一切都好说 真正让他有些心疼的是 别人都叫家长来了 他却一个人硬扛着 显然是不想麻烦他 将他卷入进来 道了一声马上道 向上随后挂断了个人终端 前辈向上抬头望向陈北璇 既然是关我未来的徒弟 我自然不会置之不理 我跟你一起过去 陈北璇淡淡地说道 见状向上也没多说什么 点了点头就从别墅中走出 布置其中的阵法 自然不会攻击向上这个主人 正想提醒陈北璇 但想到对方自如进出别墅 却没有惊动阵法的手段 向上也就作罢 果然 当向上走出别墅的时候 陈北璇跟在他身后 阵法好似丝毫察觉不到 他的存在一般 并没有被触动 才刚走出别墅 迎面一辆飞车就驶了过来 向上定眼一看 正是江凤凰 你们这是 小子燕学校出事了 我们正打算过去 向上解释道 一旁的陈北璇 对着江凤凰点点头 算是打过了招呼 那赶紧上车吧 我送你们过去 江凤凰忙说道 不用了 你指个方向 我带你过去 陈北璇摇头拒绝 而后拖起向上的手臂 瞬间离地而起 向上定了定神 知道这是先天进强者特有的手段 虚空飞行 盲指了个方向 顿时就感觉眼睛一花 无数的景象在眼前飞速倒退 这速度 竟比他驾驶飞车达到急速 还要快得多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向上等人 就来到了小子燕 所在学校的操场中 降落下来 向上还有点茫然 尽管他也算是一个武道强者 但虚空飞行的手段 却也让他极为羡慕向往的 不用羡慕 实力到了 这种手段自然能够掌握 算不得什么 似是看出了向上的震惊 陈北璇淡笑地说道 向上暗自翻了个白眼 他自然知道 实力达到了先天境 都可以虚空飞行 那是一种生命体质的极致进化 有种种神意之处 但就算以他的修行速度 要达到先天 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更别说后天到先天之间 有着一个巨大的瓶颈 无数天才横溢的武者 卡在这个境界不得寸进 谁知道他最后能否达到先天 向上尽管自信 却也不敢妄自夸大 至少先天境 还不是目前的他可以企及的 听说你是神念师 或许不用达到先天 你就可以做到虚空飞行 预见飞行 同样是一种可以飞天的手段 陈北璇淡淡地解释道 文言向上眼前一亮 一直以来 他都以为虚空飞行 是先天境以上 存在独有的手段 从来没想过 没有达到先天境 也能够虚空飞行 直到陈北璇提醒 向上才想到 自己神念师的手段 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 只要精神力足够强大 既然连数百上千斤的石块 都能够通过精神力自由 在虚空中穿梭 那么带动一个人虚空飞行 自然也能够做到 谢谢提醒 向上真诚地说道 这算不得什么 只要你实力达到了 自然会领悟到这一点 陈北璇并不鞠躬 看了周围一眼 说道 走吧 别让小子燕吃亏了 而后自动向着一个 方位走去 实力达到他这样的程度 自然能够轻松感知到 小子燕的气息 毕竟现场中 领悟了他独有建议的 可就只有一个 教学楼中 气氛极为压抑 现场除了三个小女孩之外 还有几个老师 另外 则是那两个小女孩的家长 妈 就是他们两个 联合起来欺负我 你看我脸上 就是那个小贱人打的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我 一个长相颇为漂亮的小姑娘 捂着有些亲子的脸哭泣着 声音中充满了恨意和恶毒 放心吧宝贝 妈妈一定为你做主 一个穿的珠光宝器 化了美妆的美妇人 一边安慰自己的女儿 一边指着面前的两个小女孩 坚声说道 两个有跌声没跌跤的小贱种 竟敢欺负我女儿 我看你们是不想好了 被她指着的两个小女孩 其中一位 瘦小俏理 正是小子彦 另一个 白净可爱 应该便是张可儿了 你这个恶父 嘴巴放干净点 小女孩张可儿 身边一个27、8岁左右青年 冷声训斥道 她正是张可儿的父亲张子彦 一身着装 一看就出自明家之手 有喝 自己打不过我家女儿 就叫帮手来一起动手 两个打一个 不是小贱种是什么 美妇恶毒的嘲讽道 谁打不过她了 明明是她使诈 用定身符定住我 趁机刻意殴打我 唐子彦看不过去 才帮我的 到底是谁不要脸 张可儿气得浑身发抖 她的脸上身上 可还有被吴文慧殴打的痕迹呢 学校体育课组织比斗 专门有规定过 不准使用其他手段 要不是吴文慧使用定身符 凭她才刚进入 炼体径第一重没多久的实力 又怎么可能是 已经在炼体径第一重 待了一个多月的自己的对手 自己本事不如人 还嘴将 今天你们两个小贱种 全都要跪下来 给我女儿道歉 不然你们都死定了 够了 到底谁对谁错 刚才老师就已经做出了评判 不要以为你是女人 就可以在这里无理取闹 张子言眼睛一瞪 训斥道 她实在是受够了这个女人 之前女儿都已经跟她说得很明白了 明明是她女儿有错在先 还一直在这里胡搅蛮缠 简直让她厌烦透顶 看到自己女儿脸上的抓痕 她本来就心疼 要不是良好的家教 让她心气平和 她早就狠狠教训对方一顿了 她实在是没想到 这个世界上 竟然会有这么恶毒无耻的女人 什么 你竟然敢训斥我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黄主任 这两个凶残的小贱种 你们还留着干什么 赶紧开除掉 不然你知道后果的 吴文慧妈妈孙梅健 一时间说不过她 顿时将矛头指向了一旁的学校领导 希望学校能够将这两个 惹自己女儿生气的罪魁祸首 开除掉 这 黄主任顿时为难起来 她知道这个女人虽然蛮横不讲理 但身份背景却很不简单 她就算背靠皇家高等贵族学校 在外受人尊敬 但她只是一个小领导 根本惹不起这个女人 只是另外两位的身份 同样不简单 不说张可儿父亲 本身是京都三流家族张家嫡系 就说另一位唐仔燕 也是通过一流势力史家公子 介绍进来的史天成的面子 她不能不给 你放心 学校方面 我会让我家老吴 去跟你们领导解释 你只需要将这两个小建筑给开除了 其他的自然不用担心 孙梅气定神贤地说道 吴文慧的父亲 可是三流家族吴家嫡系 吴家老祖更是地榜上的强者 尽管只在地榜排在末尾 但在整个京都中 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并且恰巧 吴家在皇家高等贵族学校中 参有股份 跟学校校长也说得上话 这 黄主任还是有点迟疑 这双方简直是神仙打架 她在中间难以招架 怎么 还要我家老吴亲自通知你吗 孙梅眼睛一瞪 立声道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 那我知道 应该怎么做了 黄主任额头冒汗 她也是聪明人 知道今天自己如果不照办的话 以后 有的是倒霉的 加上她平时 也确实没少 说吴家的好处 所谓男人手短 自然要为对方办事 转过身 黄主任一脸严肃地说道 张可 唐子燕 现在我正式通知 你们被开除了 即刻就可离校 具体文书 学校稍后会交给你们 你们怎么能这样 张可急哭了 她才是十来岁的小女孩 哪里见识过这么黑暗的事情 三言两句间 就可以颠倒黑白 以莫须有的罪名 将自己开除 实在是太让人气愤了 乖女儿放心 老爸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张子燕也是气得狠了 真当她张家没人吗 随后 她马上拿起个人终端 将事情与自己父亲一说 我知道了 看来我张道来好久没说话 吴老头还以为我好欺负了 听到对面自己父亲愤怒的话 张子燕才算放下心来 她可是知道 自己父亲最疼自己的女儿 平时只是磕着碰着 就心疼得很 这次被人打了 还要受到这样的委屈 可想而知她的怒火 贱女人 我跟你说 这是没完 直到这时 张子燕才瞪了孙梅一眼 冷声说道 这女人所做事情 已经超出了她的底线 愤怒之下 她也是抱了粗口 孙梅理也不理 皇主任在一旁 冷汗直流 也并不敢真的催促 将通知执行 她知道 现在是两家人在斗法 不分出胜负 结果怎么样 根本不好说 因为 在之前已经站了队 她这时候 只希望孙梅这一方能胜 不然她这个主任 就要当到头了 很快 孙梅的个人终端响起 她刚一接通 一道温怒的声音 就传了过来 看你给我惹的麻烦事 我跟你说 为这事 张家张到来 已经威胁要约战我们老头子了 人家可是排在地榜 73位的强者 我爸只排在地榜末尾 根本不是对手 你和女儿 还是跟对方道个歉 大事话小小事话了 这个事情就这样算了 不然后果 可不是我们吴家能够承受的 道歉 吴宗涛你这个废物 自己老婆女儿 被欺负到头上来了 都解决不了 还要我们道歉 告诉你 不可能 你吴家怕他张家 我孙家可不怕 地榜73很了不起吗 我爸可是地榜52 孙梅坚声叫道 愤怒的脸都有些扭曲 你 对面吴宗涛张了张嘴 苦笑起来 他还真拿自己老婆没什么办法 他娘家虽然同样是属于三流势力 但他父亲在地榜上 比他父亲排名要高得多 所以他在家里地位一直不高 不过想到张家张到来 也只排在地榜73 比孙家家主也差了一大截 这次还真不用他们这边低头 很快 孙梅再次拨通了一个号码 而后洋洋得意地望向张子言 事实上 在孙梅提到他父亲的时候 张子言的心就已经沉下来了 一旦孙家家主出面 以他父亲谨慎的性格 还真有可能低头服软 毕竟他们家族 能够在京都位列三流势力 靠的全是张到来这地榜73的名号 要是他被孙家家主 以比斗的名义打成重伤 那么张家必然没落 以大举考虑 只是自己和孙女受点委屈 又算得了什么呢 一旁的皇主任 这时候也将一直提着的心放了下来 孙家家主排在地榜52 可要远比张家家主要高 谁强谁弱 不问可知 他这次总算站对了方位 不用担心职位被除 甚至还有可能因为 靠上了吴家和孙家 职位要有变动 提上一提 另一边 唐紫燕等人的班主任 更加不敢说话了 只是站在那里 静待事情的发展 果然很快 张子言的个人终端 就又一次想起 子言 这次是老爸没用 张到来的声音 仓老中带着疲惫 显得极为无奈 那吴家 我们张家自然不惧 但再加上孙家 孙家家主实力 比我强得多 他威胁要跟我挑战 我个人战败 算不了什么 他孙昊本来就比我要强 但是怕就怕我战败后受重伤 家族势力被其他人窥视 影响到家族根本 所以 你还是跟他们道个歉 这次事情就这样算了 当然 他们也不敢太过分 开除之事 自然不用多提 张到来的话 让张子言心中一凉 猜测成真 没想到到最后 他还是得低头 这个时候 孙梅也是接到了 他父亲孙昊的通话 对方提醒 不要太过分 轻轻放过就可以了 孙梅虽然嚣张跋扈 却也清楚 自己能为所欲为 靠的是自己的父亲 如今他都开口提示 他自然不会再去穷追猛打 毕竟自己女儿 在张家的张可儿手上 可没有吃亏 真正打了她的是另一个女孩 关闭个人终端 孙梅看着脸色难看的张子言 笑着说道 我家女儿和你家张可儿对吧 只是小误会 现在我们误会解除 就这样算了 道歉也就不必了 真正有问题的 是另一个小贱种 凶狠残暴 打伤我女儿 应该向我女儿跪下来道歉 然后被学校开除 你说对吧 小子言脸色一变 茫然而无助地看着这一切 紧紧抓住自己的衣角 绝强着没有说话 张子言脸上殷勤不定 她知道这是孙梅给自己台阶下 只要把一切 推到另一个小女孩身上 自己这边就算彻底相安无事 但是看着那小女孩 可怜的模样 她一时间也下不了决心 毕竟对方是自己女儿的好朋友 这次也是因为帮她 才会卷入这次的事件来 爸爸 张可儿预感到了不妙 不由抓住了张子言的手 渴求道 紫燕是我最好的朋友 求你帮帮她 可儿 我也很想帮她 但是孙家 我们惹不起 所以张子言张了张嘴 剩下的话 却再也说不下去了 这个学校这么不公平 如果紫燕退学了 那我也不上了 张可儿哭泣着说道 今天 她算是真正见识到了 世间的黑暗 却只能拿这个 威胁自己的父亲 希望她能帮好朋友一把 可儿 你不用管我 一人做事一人当 人是我打的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不怕 小紫燕第一次开口说话 一脸认真地说道 一边说着 一股锐利无双 锋芒毕露的气息 从她身上升腾而起 在她感觉到憋屈的时候 剑意自然引动 要拔剑四股 其他人顿时露出 一脸惊讶的神色 这股剑意 对于在场 除了几个小女孩来说 自然算不了什么 毕竟她们每一个 都至少有着 炼体进七八重的实力 就算是孙梅 实力也在炼体进第七重 在百年前 也是堪比人形暴龙的存在 真正让她们惊讶的是 唐仔燕才十来岁 连炼体进第一重的 武道境界都没有 竟然就领悟了剑意 这种情景 她们别说剑过 就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怎么 小剑中你还敢动手 果然是暴力狂 看来把你赶出学校是对的 不然不知道 有多少人要遭殃 快点跪下来道歉 不然打烂你的嘴 孙梅冷笑一声 眼中凶光碧露 一旁吴文慧脸上 也露出快味的笑容 赶走了唐仔燕这个 敢跟她唱反调的人 再加上张可 这次过后 也不敢跟她嚣张 在学校 她就可以称王称霸了 正当吴文慧开始得意畅想 自己以后在学校中 无人敢惹的风光情景的时候 一道冷酷到了极点 好似让她感觉 置身九幽玄明 灵魂都要因此冻结的声音 突然在所有人耳朵中炸响 你刚才说 要谁跪在地上道歉 大门猛地被人推开 两道身影 面露寒霜地走了进来 这两人 正是向上和剑神陈北璇 大哥哥 见到向上 小子燕一只倔强的脸 突然破碎 强忍着没有掉落的眼泪 也猛地落了下来 乌液着扑到了向上的怀中 出事了 怎么不通知我 向上心疼地揉了揉她的脑袋 在门外 她已经感知到 小子燕孤独无助的伤心模样 让她心中怒火中烧 我 小子燕埋着头不说话 至始至终 她都有一种自卑之感 不敢太过麻烦向上 你就是这小贱种的父亲 果然有爹生没爹痒的 跟她一个德性 赶紧跪下来 跟我女儿道歉 不然我能让你 在京都混不下去 孙梅打量了陈北璇一眼 见她浑身上下普普通通 看气势甚至不如一旁的向上 眼中闪过了一丝轻面 冷笑着说道 向上原本还很愤怒 但见这孙梅如此狂妄无知 顿时气笑了 胆敢跟陈北璇说 让对方在京都中混不下去 不得不说 她做死做出了新高度 陈北璇本来正在默默打量着小子燕 眼中满意之色剑龙 这时候听到孙梅的话 眼中顿时泛出了一丝冷光 她平淡地说道 徒弟 今天师父就送你第一件礼物 紧接着 她对同样飞快赶过来 这时候 刚刚赶到教学楼门口的江凤凰说道 我不管这个女人是什么身份 什么背景 今天之内 我要她整个家族势力 彻底在京都消失 将她的依仗彻底打掉 没有问题 胆敢招惹陈北璇 没有谁能救得了他们 江凤凰一脸狂热地看着陈北璇 而后用冰冷的目光扫了孙梅一眼 直接拨通了个人终端 哈哈 你在吓唬谁呢 一天之内 消灭我的家族势力 来来来 我倒要看看 谁有这样的本事 哈哈 真是笑死我了 孙梅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哈哈大笑了起来 一脸嘲讽地看着陈北璇和江凤凰 好似再看两个傻子 就连在她身边的吴文慧 也是露出不屑的目光 自小生活在吴家 他自然知道自己家族的强大 更别说他外公家 比吴家还要强大 在他眼中 除非传说中的先天 不然没谁敢说这种大话 一个普通青年 能指挥地动先天大高手 说笑呢 一旁的张子言 脸色也古怪无比 原本见向上和陈北璇 两人气定神闲 一脸淡然的模样 还以为他们真的有什么大背景 谁知道 就这样吹了个大气 一天之内 让吴家和孙家在京都消失 这怎么可能 同事身为三流家族张家嫡系 他更为清楚 一个三流家族 所能掌控的资源的恐怖程度 别看吴家和孙家在京都 只是排在三流 但那是因为 京都底蕴太过深厚 强大家族众多的缘故 实际上 随便去哪一个基地市 他们都可以直接坐拥一流势力 他们哪一个没有交好一两个先天境以上的大高手 就算是京都一流势力 想要铲除一个三流家族 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也绝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就做到这一点 或许京都中真有人能做到 但绝不包括这个气息普通的年轻人 反倒向上模样非凡 让他多看了一眼 但也只是一眼 他或许是某个家族的天才子弟 但在这种层次上的较量上 根本差不上话 大哥哥 他是谁 为什么叫我徒弟 这时 小子燕也注意到了一旁的陈北璇 有些娇憨地问道 不知道为什么 一见到这人 他就感觉到一阵亲切 好似自己体内有某种东西 与对方同根同源 这正是他体内建议 在与陈北璇身上的气息 发声共鸣 如果你想 他就是你师父 如果你不想 他就是一个前辈 向上看了陈北璇一眼 见他恰好看过来 自顾地说道 他同样有自己的骄傲 陈北璇或许很强 但在向上心中 并不认为 他就是最适合小子燕的 一切 还是要以他自己的心愿为主 小子燕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没有再说话 见状 陈北璇有些无奈地看了向上一眼 却也没有生气 对方这种性格 反倒更让他觉得欣赏 毕竟不是所有人 都能够在面对自己的时候 能够保持这种正常心态的 我已经通知下去了 马上就会有消息传来 恰在这时 江凤凰靠近了过来 热切地看着陈北璇 说道 身为天榜前三的强者 陈北璇的号召力之强 超乎想象 根本没有遇到丝毫的阻碍 他的吩咐 就被一一执行下去 甚至消息传出去之后 短短几分钟内 就有好几位先天境以上的强者 主动请应 要为之征战 这种艺人可敌国的威势 或许就只有如眼前这个男人般的强者 才能够做到吧 江凤凰目光更加痴迷 更加火热了 孙梅发出不屑的吃笑声 她抱着双臂 倒是一点不及 静静地等待着 她倒是要看看 这男人吹了这么大的牛 到最后会怎么收场 那场景相必会无比精彩 陈北璇更不急 她不怀疑江凤凰的话 如果她做不到这点 自然会由她自己亲自出手 作为送给自己徒弟的第一个礼物 她不允许有丝毫的差错 向上同样不急 既然陈北璇说了由她解决 那么她就相信 对方一定能够做到 天榜强者的威严 是不容侵犯的 反倒是另一边的张子言和黄主任 有些不适应这种静谧的气氛 不安地走动着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见那青年始终如一的淡然 他们渐渐地对她说的话 有了一丝相信 特别是张子言 对于刚才那美丽女子 所喊的青年的名字 始终有一种熟悉感 好似在哪里听说过 陈北璇 张子言暗中嘀咕着 忽然猛地睁大了眼睛 豁然抬手 望向眼前这始终平淡如初的青年 天榜第三 十里剑神陈北璇 张子言有些瞠目结舌 如果眼前这青年 真的是那传说中的存在 那么 不由的 张子言再次看了孙梅一眼 目光中带着深深的怜悯 这个愚蠢的女人 不知道为她的家族 惹上了多么巨大的麻烦 如果是其他人 她或许会怀疑 对方能否做到 在一天之内 让两个三流家族覆灭 但如果是这个名字的话 她毫不犹豫地就相信了 吴家和孙家 在今天过后 必然会消失在京都之中 只是数分钟过去 孙梅的个人终端 就急促地想了起来 看到来电视自己的丈夫 孙梅不耐烦地接通 她还没来得及说话 另一边 一道气急败坏的声音 就响了起来 孙梅 你踏马到底得罪了谁 啊 我吴家产业 全部被人摧毁 吴家老宅 变成一片废墟 我爸被打成重伤 完了 全完了 你踏马到底得罪了谁 不可能 孙梅脸色变了变 看了面前始终淡然的青年一眼 不可能 你知道 做这一切的人是谁吗 先天高手 踏马的还不止一个 三四个先天境高手 无数后天境强者一起出手 一分钟 只是一分钟 我吴家所有一切都没了 孙梅 我不知道你到底得罪了哪个大人物 我只知道 你完了 你爸也完了 没有谁能就得了你 一连串的咆哮声 将孙梅搞懵了 就连吴宗涛什么时候挂断了通讯 都不知道 而就在他想要理清思绪 搞清楚事情真相的时候 他个人终端 又是发出了急促的响声 这一次是他的亲身父亲 孙家家主孙昊 孽障 你这个孽症 你到底做了什么 得罪了什么人 我们孙家完了 我一辈子的心血 也完了 我都武道 也完了 快 快向那个大人物求情 只要他能放过 我们一条生路 快去啊 不然我会亲手掐死你 挂断通讯 孙梅脸上惨白一片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自己的背景靠山 吴家和孙家 都没了 就是被眼前这个青年 一句话 半个小时的时间 都没到 就没了 这个时候 他在看眼前的青年 再也没有了之前的亲事 只剩下了无尽的恐惧 扑通 在一旁 黄主任一脸不可置信的目光中 孙梅直接跪了下来 用尽全力 朝自己的脸上扇了过去 一次过后又是一次 啪 啪 啪 孙梅的脸 认错 认错 快点 吴文慧被打懵了 不敢置信地看着自己的母亲 却没想到他又一个巴掌落在了自己的脸上 胸利地说道 小贱人 快点道歉 不然你爸你妈你全家 全都要死 看着孙梅凶恶而扭曲的脸 他终于怕了 呜呜哭泣着 学着自己母亲向小紫燕道歉 希望能求得原谅 大哥哥 小紫燕毕竟善良 有些于心不忍 叫师父 你的所有要求 我都可以答应你 陈北璇引诱着说道 对于小紫燕 她是越看越喜欢 特别是她能够感受到 小紫燕体内那股剑意 简直是天生适合当她的徒弟 害怕她真不愿意拜自己为师 不得以她使出了逗弄小孩的招式来 小紫燕怯生生地看了向上一眼 见她没有说话 才轻声说道 师父 放过他们好吗 好 当然可以 陈北璇高兴地应了一声 望向江凤凰 她自然不会违背陈北璇的意愿 直接发出了信息 见孙梅母女 一脸感激的模样 向上目光中 闪过一抹冷光 尽管陈北璇最后收手 但她身后势力损失已经造成 特别是两个家主都受了重伤 近乎被废 今后的日子可并不好过 至少在京都 已经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了 至于这女人 依她那嚣张跋扈的性格 以前得罪的人必不会少 如今势力缺失 她往后的日子绝对凄惨无比 谢谢你护着我妹妹 向上对张子言点点头 而后友善地对她女儿张可儿笑了笑 才带着小子言和陈北璇等人一起 往别墅中赶去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小子言自然不能安然地继续上课 而就在向上等人离开没多久 张子言的个人终端响起 然后她才从自己父亲那里 听到了有关事情的全部经过 饶恕她对于陈北璇的身份早有猜测 但当听到有足足七八个先天境以上的强者 先后冲入吴家和孙家大肆破坏的时候 心中还是震惊不已 想到陈北璇 她这个时候也忽然想到了一件 最近发生的震惊京都的大事 那就是陈北璇留在凤凰楼的建议被人领悟 剑神陈北璇有了传人 再联想到她让唐仔燕叫她师父 张可儿的同学 那个看起来瘦瘦弱弱的小姑娘 就是天榜前三 十里剑神陈北璇的徒弟 她悚然一惊 而后望着自己女儿 眼睛一亮说道 以后跟着唐仔燕 你要好好交朋友 好好相处 我和她本来就是好朋友啊 张可儿眨把可爱的大眼睛 回道 张子言失笑 自己想得太复杂了 女儿不明白是很正常的 不过 女儿跟唐仔燕交好 未来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甚至他们张家都能因此受益 但这些只能在以后才能实施 她决定 回去跟老头子好好商量一下才行 事已 她也没在这里 多呆 跟班主任打了个招呼 也离开了学校 至于一旁明显有些猛逼的黄主任 她心里泛起一丝冷笑 人家陈北璇没有理会她 并不代表着她就相安无事 两个三流势力的负面 并且出手的 还是七八个先天境以上的强者 已经足够让整个京都震动了 事后必定会被调查 而这黄主任做出的开除陈北璇徒弟的举动 在无数人眼中 就是巴结陈北璇的一个小人情 自然会有无数人会收拾她 甚至学校校长 就是第一个会对她动手的人 事实上也是如此 当天黄主任就被学校开除 随后就再没有谁看到过她 至于乌文慧 也在第二天办理了退学手续 与家人一起 退出了京都 回到别墅 小子燕有些紧张地看了陈北璇一眼 拉着向上的衣角没有说话 在之前 她领悟了那个建议之后 她就已经知道自己会有一个师父 但当她真正出现的时候 却还是有些紧张 不要怕 向上安慰了小子燕一句 望向陈北璇 说道 既然她同意任你当师父 我自然不会去阻拦 只是不知道你是想把她带在身边 还是 我在云顶山有一处庄园 我希望把她接过去方便教导 当然你有空也可以来看她 至于学校方面 我会让她自由上学 平时会有专人接送 安全方面不用担心 陈北璇知道向上的担心 淡淡地说道 文言 向上就没有多说 她相信陈北璇会安排好一切 不用她担心 对了 你教导她练得专攻很好 我会让她继续修行的 这方面 算是我成你一个人情 以后有需要 尽管可以提 接着陈北璇又开口说道 她自然一眼就能看出 小子燕修炼有庄公 其对于小子燕的筋骨锻炼 效果之佳 她也是赞不绝口 承认比自己准备 让小子燕修炼的独门庄公 还要好得多 小子燕修炼的庄公 是向上通过悟道珠 结合她对于 诸多庄公的领悟 创造出来的 可谓是极大成之作 自然不凡 不过向上却也没有鞠躬 淡淡地说道 小子燕是我妹妹 教导她庄公本来就是 我应该做的 不需要刻意感谢 很好 你的天赋才情 皆是不凡 原本我还想着 也收你为徒 不过看你性格 显然是不愿意了 不过我说的话还是有效 只要有需求 就可以找我 如果我不在 找江凤凰也一样 必能帮你解决 陈北璇对向上越加欣赏 之前也确实动过收徒的念头 但通过接触 却发现她极有主见 对于武道修炼 也有着自己的一套基础理论 也就没有再提 有需要的时候 会麻烦你们的 向上也没有拒绝 笑着硬了下来 有陈北璇这样的一个 天榜上的强者在 向上自然不会忘记 找她请教一些 有关修炼方面的问题 尽管她有悟道珠 很多东西都能够通过 悟道珠理解感悟 但修行之道 法财履地 其中这履就是道履 道友之意 相互交流 才能有更多的收获 闭门造车 始终会有错漏 不是正途 对于向上的问题 陈北璇也不吝啬指点 一些修行上的疑问 统统都给予解答 而向上对于一些问题的理解 却也往往让陈北璇大为意外 某些精妙之处的感悟 就算是她听了 也是眼前一亮 或有收获 直到第二天天亮 两人才结束了 这有关修炼的探讨 双方都觉得不需此行 大有收获 相识一场 我也送你一场机缘 最后 陈北璇对向上淡然一笑 伸手在向上的眉心处一点 向上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对方的手指 就已经点在了她的眉心之上 星期才刚提 一道信息 就流入她的脑海之中 意识碰触之下 一道公爵 就被她接收 欲知觉 向上证然 望向陈北璇 她淡淡地说道 这欲知觉 是我偶然机缘所得 在掌控武器方面 颇为玄妙 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你身为神念师 掌控武器更多 想必这欲知觉 你也用得上 何止用得上 向上只是初步观略 就已经察觉到 这门欲知觉的强大之处 不仅能够极大的提升 她的对于武器的掌控程度 甚至在其他方面 都有极大的神效 这门法觉的 通体由某种神秘的神文组合而成 这些神文 好似天生契合大道 向上虽然不认识 但却都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 只是短短的三行神文 却蕴含着无尽的玄妙 有无数种理解 也有无数种可能 非常诡异 但无需质疑 这是一门强大至极的神觉 修炼着门欲知觉 向上估计 不管是武者方面还是神念师方面 自己的实力都能够再次提升一大截 铭记于心 向上没有说谢 她知道自己成了 剑神陈北玄很大的一个人情 只是谢谢两个字 不足以承载这份礼物的厚重 这门神觉之珍贵 丝毫不比 她修炼的天品高阶 功法神骁五雷法刹 她虽然不是战斗法 对武者实力的提升 却要比战斗法还要强大 听说你是从江州市基地过来 那么相信 你也发现了 这个世界远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别看目前人族还算安乐 但随时都有负面的危险 所以尽快成长起来吧 未来人族需要你 如果你真要感谢的话 以后多杀凶兽 多杀一族吧 陈北玄淡笑了一声 说道 向上一震 脸色渐渐也变得严肃起来 陈北玄的话 印证了一直玄在她心中的某些疑惑 包括孔族人 空间走廊 各种古战场 她正想继续询问 但她却没有再多说什么 只说 等她实力到了 自然会知道 这时候 问了也是无意 不得已 向上只能放弃 只是心中将这件事情 记在了心里 随后 小子燕就被陈北玄给带走了 只说让她有空 可以到云顶山看她 与她一起去的 还有小白胡 向上知道 云顶山正好处于京都林脉之上 灵气之充裕 超乎想象 在那里修炼 对小子燕和小白胡 确实都有着更多的好处 看着有些空荡荡的别墅 一时间 向上反倒有些不适应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向上通过某些诱导手段 提问了小白胡 从她那里 得到了小子燕父母死亡的真相 出手对付她父母的 竟正是之前 号称她大伯的唐阵 但她并没有选择告诉小子燕 只是跟陈北璇提了一提 她想将报仇的事情 交给小子燕自己来做 陈北璇同样是这个意思 都决定暂时隐瞒 等将来她实力足够 由她自己出手 在陈北璇等人离开不久 向上随后也走出了别墅之中 随着实力的提升 向上发现自己的武器 已经渐渐地不足以应付 越来越强大的敌人的攻击了 以她手中的那柄 出击法器级别的战刀为例 对付后天境初中期武者 还勉强够用 一旦对手 换成后天境后期武者 就会显得相形见处 有被斩断的危险 事实上 向上常用的那柄战刀 已经有了许多的残痕 不如之前锋利了 神念师武器清风小剑 同样如此 因为数量众多的原因 加上当时财力也不足 所以清风小剑 就连出击法器都不是 一路战斗过来 特别是前段时间 与武老的一场战斗 基本上处于报废状态 精神力控制之下 已经没有以前那么轻松自如了 剑柄也坑坑洼洼 所以 向上想要更换武器 以应对随时有可能出现的危机 珍宝哥 向上走进了一家大型建筑中 上面高悬一个牌匾 相当富有古运 这是向上从史天城那边打听到的 各种武器最齐全的一家商铺 不仅有蓬莱炼器集团 断兵方等大型炼器势力进行供货 还与很多手段高超的炼器师 签订了合作协议 武器种类丰富 品质高端 许多实力强大的舞者 都喜欢来这里挑选武器 进入珍宝哥 很快就由一个美女侍从 一脸恭敬地迎了上来 笑着问道 请问少侠 想要什么武器 这少侠两字 让向上都有一点耳目一新 说起来 还真没谁这么称呼过他 不过想来 对方如此称呼 一般像他 这样的年轻舞者 心里也会舒畅几分 就连向上 这时候对着珍宝哥的服务 印象都好了许多 不得不说 珍宝哥能在京都中如此出名 不说其背靠的势力多么庞大 只是这服务就很让人舒适 向上扫了眼柜台上摆放着的武器 大多虽然不错 却相对低端 就连法器都还没有达到 所以随口问道 有没有更好一点的武器 一楼 我们必及以上武器 刀兵枪剑都有 二楼 则主打法器级别的武器 至于三楼 我们接受私人定制 您只要出的起价 法宝级别的武器 我们也能够打造 那美女侍从 一脸从容地介绍道 就先上二楼看看吧 向上想了想 说道 向上倒不怀疑 珍宝格能否打造出 法宝级别的武器 只是法宝 可不同于法器 珍贵至极 以他的财力 或许能够购得一件 但却有些得不偿失 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好的 对他来说 法器级别的武器 就已经足够了 相比一楼的宽广 二楼同样不小 只是人数相对一楼 要少了许多 一个个气息强大的舞者 由美女侍从带着 对一个个摆在柜台中的武器 进行挑选 显得颇为意气风发 向上同样如此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刀剑区 一柄柄战刀 被摆放在特殊的兵器架子上 有专门的柜子锁着 上面还有有关武器的介绍 初级法器级别战刀 冰制刀 长一米二三 重1300公斤 采用高级凶兽冰山雪茵骨骸坐架 配合火炼石 金金石通过古法炼器手段熔炼而成 售价12000枚下品零石 初级法器级别战刀 雷光刀 售价17000枚下品零石 向上一一扫过 心中也是暗金 在这里 售卖交易 直接就是用零石进行支付 心缘或许同样能够购买 但显然珍宝格更愿意收取零石 这里的东西 价格都是不低 最低的初级法器级别的战刀 都要一万以上下品零石才能购买 不过初级法器级别的战刀 还是不能满足它的需求 所以它继续深入 初级法器 中级法器 高级法器 顶级法器 向上来回逛了个遍 然后重新回到了高级法器区域 一旁 那个美女是从一步一驱 没有丝毫的不耐烦 能在这里购买武器的 无疑都是财力浑厚 身价不菲 甚至实力地位都不低的存在 每卖出一件武器 它们的提成可是不低 自然不敢有丝毫的不敬 相比较于高级法器 自然顶级法器更好用一些 但顶级法器的价格 让向上一阵折舌 单件就需要上百万零食 才能够购买 向上虽然有钱 但也不想做那冤大头 而且 顶级法器数量相对较为稀少 它也没有挑选到适合自己的 反倒是高级法器区域 它对一柄战刀颇为重义 高级法器级别战刀 风雷刀 适合修炼雷属性 和风属性功法的武者 真气灌入后 能引发风雷闪 攻击速度提升一倍 售价30万枚零食 没有过多犹豫 向上就定下了这柄战刀 见向上当场付清了 这柄战刀的价格 美女侍从笑容越加甜美 望向向上的目光 闪过一片惊心 挺了挺胸 像是要向上注意到 她高挺之上的名牌 时候与她联系 向上将美女侍从的反应 尽收眼底 心中不为所动 只是淡淡地说道 我看了你们这边 好像没有神念师所用的武器 少侠难道还是一位神念师 美女侍从惊呼道 她的声音稍微有些大 旁边几个人 不由也将目光 放在了向上的身上 一脸探寻的模样 见因为自己的话 引起了旁人的注意 她有些不自然地笑了笑 却还是一脸期待地望向向上 向上面貌英俊 加上出手大方 能够购买得起高级法器 显然实力也不弱 如果再是神念师的话 那对她简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不是 我只是好奇问问 向上摸了摸鼻子 低调地说道 顿时 那些被她吸引了注意力的人 发出了不懈的吃笑声 目光也是带着一丝轻蔑 哦 神念师武器 与其他武器不同 听说是因为要精神力驱使 所以由排他性 别人用精神力沾染过的 神念师武器 就不能使用 会影响对武器的控制 一般都是要特别定制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功效 尽管有些失望 但美女侍从 还是尽心地解释道 点了点头 向上说道 明白了 带我上三楼吧 好 啊 你说你要上三楼 他又是一声惊呼 联想到向上刚才的问话 一个不难猜测的事实 就在他脑海中浮现 神念师 这个少年 竟然真的是神念师 天才少年 大家族子弟 风云人物 无数种身份 在他脑海中浮现 他望向向上的目光 变得越加炙热起来 而也因为他的这一声近乎 让更多的人 将目光放在了向上的身上 毕竟能上三楼的 可都是要进行 私人定制服务的存在 尽管也不是所有私人定制 都是那种高等级高品质的武器 同样有定制那些出击法器的 但其价格 无不昂贵无比 能花得起私人定制的花费的 无不是财力浑厚之辈 这个财力浑厚 可不是指的所谓心缘 而是零食 只有炼器净以上舞者 才会使用的零食 一般炼体净舞者 根本连接触的资格都没有 特别是向上如此年轻的情况下 就更加引人注目了 甚至其中有一两个人 打量向上的时候 眼神中带着恍然 好似是辨认出了他的身份 美女是从健壮连忙低声道歉 以便引导着向上向三楼走去 不知道您什么定制 那种类型的武器 我们有十几位 接受私人定制的炼器师 他们各个 一边上楼 美女是从一边飞快地 对向上解释 各个炼器师的情况 因为猜出 向上身份不同寻常 他再也不敢轻浮地 称呼为少侠 反而以竞称代替 你们这里炼器技术 最强的是谁 向上打断道 明语大师 他是古法炼器宗师 不管是常规法器炼制 还是神念师武器 都有极高的造诣 曾经更是炼制出 法宝级别的武器 如今被徐家家主持有 就是请他定制武器 一般收费比较高 美女是从连忙介绍道 就他了 向上直接说道 神念师所能发挥出来 战斗力的多少 跟武器有着极大的关系 他自然不会在这方面吝啬 很快就由美女是从 带着向上来到了三楼 找到了正在一间工作室内 忙活着的明语大师 在将向上带到目的地之后 美女侍从就退了出去 站在了门口等候着 定制毕竟是私人性质 需要一定程度的保密 他自然不会去探听 明语大师看起来五六十岁的模样 显得极为健壮 从气息上看 也有了后天进第五六重的境界 实力不弱 小伙子 你想要定制什么武器 明语大师并没有因为向上年轻而轻视 一脸微笑地问道 神念师武器 这种短剑模样 向上手往腰间一抹 顿时出现了一柄清风小剑 递给了明语大师 这柄小剑的材质倒是不错 只是炼制手法粗糙了一点 有点可惜了 不然能成出击法器 明语大师淡淡地点评了一句 而后问道 你是自备材料 还是材料全部由我们供应 另外 对于定制的数量 还有炼制出来的武器的品级 都有什么要求 品级自然越高越好 数量如果可以的话 我需要四十九柄 向上回道 随着向上精神力的提升 自然十二柄清风小剑 已经远远不足以完全发挥出它的战斗力 自然需要更多的小剑 才能使得它施展小气星剑阵的时候 威力达到最高 好 那么 我们来探讨一下 定制所需的具体要求 比如重量 轻便程度 还有对于神念传递容纳传导 明语大师显得极有耐心 一一开始询问 向上有关需要定制神念师武器的一些要求 向上既然打算定制武器 对这些方面 自然也有准备 一一与他进行探讨 终于 一个小时过去 明语大师对着向上说道 你的所有要求我已经了解了 刚才我已经计算过 一共需要定制费10万 材料费87万 加工费25万 总共122万枚下品零食 向上脸色不变 在刚才明语大师就将所需花费一一讲清 他也是同意了的 所以他点了点头说道 没错 如果你确认定制的话 需要提前预付三分之一的费用 也就是40万零食 一般来说 半个月内就可以来这里取货了 当然具体时间 我们会通知你的 明语大师微笑着说道 百万零食的订单 已经算是大额订单了 就算他是珍宝阁最顶尖的炼器大师 半年内也不见得能够接到一笔 没有问题 向上点点头 精神力涌动 直接从储物袋中取出足够分量的零食 40万枚零食 尽管每一枚的个头都不大 但也在现场堆起了小山 明语大师面不改色地收起了零食 笑容岳佳真诚了 要邀请向上供饮零茶 向上微笑着拒绝 直接走出了他的工作室 尽管花起钱来 向上面不改色 但一下子花去一百多万零食 他的心肝还是一阵阵疼 区区一杯零茶 已经不足以驱散他心中的苦闷了 你们这里有收购点吗 走吹工作室大门后 向上问一直等在那里的美女侍从 在先后花去了七十多万零食之后 他身上零食已经有些不足了 有的 有些人身上没有带足那么多零食 所以 我们这里专门设有一个评估收购点 可以给顾客兑换零食 说着 美女侍从忙 带着向上往收购点走去 接下来向上花费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将自己的几个储物袋进行了一个大清理 除了一些用得上的高浓缩零液 年份充足的零药 还有一些相对稀少的矿材 和某些还发现不了用途的东西外 全部卖掉 最后 终于让向上即将告捷的零食重新变得充裕了起来 这次兑换 总价达到115万枚下品零食 加上向上身上还剩余的 他总共还有120万枚下品零食 不过 这只是 他的现有资产 在半个月之后 其中的80万零食 他还要交付给名语大师 以换取炼制好的神念师武器 实际上 他的总资产 只剩下了40万零食 不过 这么多零食也不算百花 至少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不用为武器的事情发愁了 向上虽然心痛 却也知道 这笔花费是必须的 只有将自己武装到位 才能发挥出自己的最强战力 面对可能会遇到的危险的时候 才能更加从容 小鱼儿 你确认他就在里面 不会错的 他没有隐藏自己的相貌 知道他的消息后 我一直守在这里 确认他没有出去过 好 那就再等一段时间 等下那个向上出来 我们立马跳上去跟他挑战 这里人来人往 他肯定不敢拒绝的 没错 天交榜第四又怎么样 飞格说挑战他 就要挑战他 不接受都不行 珍宝阁门外 两位青年模样的舞者 交谈的同时 目光扫尸着门口 每一个从里面走出来的人 都要被他们打量一遍 这两人的交谈 颇有些倡议 丝毫没有在意别人是否听到 于是很快就有人知道了 在珍宝阁门口 有两个人要挑战 现如今的天交榜第四 最近心窜起来的青年强者向上 那个飞格是谁啊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一个不明就里的青年舞者 一脸崇拜地说道 没想到正常聊着的小鱼儿耳间 听到了那青年舞者的嘀咕 顿时一脸得意地说道 那当然 我飞格可同样是天交榜上的强者 过了今天就马二十岁要自动下榜了 所以赶着这时候来挑战一下 这天交榜第四 也算不留遗憾了 原来如此 那不知道 飞格在天交榜上排名第几 那小青年眼睛放光 好似看到了静养中的人物 很多文讯赶来的青年 这时候也是靠近了过来 整个京都 青年舞者还是极多的 他们或许天赋资质 不如天交榜潜力榜上的强者 但却是最为热衷这种舞蹈排名的人了 事宜 只要听闻有舞者挑战 只要赶得上的 都不会错过 毕竟这种剑士舞蹈高手对战的机会 可也不多 排名什么的 其实无所谓 只不过我这人比较喜欢以舞会友 飞格一脸谦逊 就是不说自己的排名 一旁的小鱼儿也是点头 说道 我飞格可是创造了一个小记录 那就是 整个天交榜上两百人 全部都被他挑战过 这不这项上市新上榜的天交吗 刚好我飞格闭关出来 实力突破 加上没跟他挑战过 就想找他验证一下舞蹈 今天如果与他对战过了 我也就算是与同辈天交榜上的 所有人都交过手了 心中也就不留遗憾 可以放下一切名利 去追求舞蹈 探索舞蹈的高深奥秘了 飞格感叹 目光深邃 好似得到高人 真厉害 不知道飞格这时候突破 达到了什么样的境界 小青年一脸崇拜 好像被他感染 莫名的心中悠然神网 想要探索舞蹈更高境界 必须的啊 我飞格 现在已经是炼气竞第七重了 实力跟以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小鱼儿一脸得意 那个 飞格这实力 我记得天交榜上 战斗力最弱 都有炼气竞第九重 天交榜前十 更是可以力压后天镜 我有看过那向上的战戒 他在一两个月前 就连续斩杀过好几位后天镜强者 飞格我看 这还是算了吧 那个差距 好像有点大 小青年神色一致 有些小心地看了飞格一眼 他倒是没有因为 飞格的实力境界 与他设想有差距而轻视 只是确实认为 这个实力跟天交榜前十相比 差距很有些大 你不懂 我压根就没在意过胜负 我只享受这个过程 飞格一脸不以为意 认真的说道 小青年眨巴眼 表示自己好像真的不懂 哦 我知道他是谁了 恰在这时 外围一直偷听的一个瘦弱少年 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 似是终于认出了飞格的真实身份 是谁 小青年很激动 难道这飞格真是一个名人 自己孤陋寡闻 所以没听过 天交调尾车 百连拜蓝天交 蓝舞飞 那瘦弱少年大声说道 同时又看了一眼 个人终端上的天交榜排名 说道 对了 他本来已经调出天交榜了 刚好是两个月前 向上上榜的时候 不过前段时间 他恰好突破 战败了排在末尾的周云 又重新爬在了天交榜 第二百名的位置 欲 立即所有人一顿鄙视 还以为是多厉害的人 原来只是排在天交榜最末尾 天交榜调尾车 百连拜蓝天交 他们可也是听说过的 知道他虽然能够上榜 但实力对比 其他天交却都有一定的差距 偏偏他又喜欢跟人对战 天交榜上每一个人 几乎都被他挑战过 无一例外 他都在短短时间内被打败 但他却乐此不疲 创造了天交榜上百连拜的记录 至今无人打破 你们知道什么 我非个好歹上过天交榜 有资格挑战天交榜上的人 至于你们 可是连挑战的机会都没有 小鱼儿一脸愤怒地反驳道 一般而言 普通人是没有资格挑战 天交榜潜力榜上的人的 只有实力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 或者同时榜单上的天交 才有资格进行挑战 小鱼儿 不用在意 哥的境界 他们是不懂的 蓝舞妃拍拍小鱼儿的肩膀 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 恰在这时 所有人都注意到 一个身形挺拔 面容俊朗的少年 一脸平静地从珍宝阁中走出 蓝舞妃对照 天交榜上向上的画面 确认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连忙跳了上前 叫道 你就是向上吧 天交榜200名蓝舞妃 前来挑战 向上刚走出珍宝阁 就见到一个高瘦的青年 要来挑战自己 一脸莫名其妙 说道 没兴趣 蓝舞妃前来挑战 他又大声说道 看热闹从来就是人类的天性 随着他的声音传出 眨眼间周围 就围了一大片的人 天交榜上的舞者对战 很多人都没有见识过 我再说一遍 没兴趣 向上只是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错开了身子 打算绕过去 对于向上来说 舞蹈修炼 从来不是挑战就能够证明的 有多余的时间精力 还不如闭关修炼 或者去野外猎杀凶兽 天交榜只是一个实力评判标准 绝不是争夺名利的工具 蓝舞妃前来挑战 他再次开口 但向上这时候 已经绕过了他 向着外面走去 设于向上天交榜第四的名头 其他人根本不敢阻拦 大家都看清楚了 我已经对向上发起了三次挑战 他都已经拒绝了 按照天交榜挑战规则 三次挑战拒绝后 双方排名自动调换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天交榜第四 承让承让 对于向上的离开 蓝舞妃好像丝毫不在意 其他人这时候脸上也是露出失望的神色 难道真像传闻说的那样 向上窃战了 真实实力没有传说中那么夸张 连天交榜吊尾车都不如 因为在这段时间内 向上进入京都后 并没有如很多人想象中那般 与各个天交榜上的强者对战 反而一直低调地前修 所以逐渐有不好的风声传来 各种向上窃战 实力不济的信息 在一些媒体上传播 如今向上的这一行为 让他们更加惊疑 至于向上与天交榜 第五使天城的一战 双方都没有宣之于口 所以外界并不清楚 对这些议论 向上如冲耳未闻 但在这个时候 向上的脚步还是微微一顿 他转过身 说道 我接受了 他突然想起 自己拒绝了一个蓝舞妃 为了名利 很快就会有周舞妃 赵舞妃等无数的舞者跳出来 想要与自己约战 毕竟他可是被武道天堂 承认过的天交榜第四 会有更多的人会用蓝舞妃一样的方法 单方面宣布胜利 对他虽然造成不了太大的影响 却也是一件麻烦事情 好 蓝舞妃的眼中闪过一道亮光 神色很快变得认真起来 见状 向上眼中闪过一丝亚色 高看了他一眼 看来之前的表现 只是他逼迫自己出手的手段之一 他的真实目的 还是要与他交手 原本打算散去的人们 又一次变得振奋起来 一脸期待 开始吧 向上淡淡地说道 蓝舞妃并不多言 脸色严肃 瞬间提不上前 体内真气迸发 聚气与掌 雷霆万军般攻向向上 他的掌镜还没有引发 他脚下地板就猛地蹦碎 距离带动下 更显得威势不凡 掌镜不错 向上物道珠 第一时间将他这一掌运行路线记录下来 其运含道运并不多 但这一掌被他施展出来 却也达到了某种极限 远比一般的炼气镜第九重舞者要强 显然 他一上来就使出了权力 但这种程度的攻击 对向上来说 并没有什么意义 面对这净力迸发的一掌 向上同样一掌打了出去 哄 好似石破天晶一般 向上一掌直接将对方的掌镜打破 而后余力不减 印在了他的手掌之上 让他如遭雷击 身子一抖猛地倒飞了出去 我说了 天榜第四 果然名不虚传 兰武飞并没有受伤 最后关头 向上散掉了一层净力 只是向上的脸上 却也不见什么高兴的神色 只是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说道 你也不差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向上在将自己的一掌 打入着兰武飞的体内的时候 察觉到了他体内蕴含了一股强大的气静 尽管只是一闪而逝 很容易被人忽略 却还是引起了他的惊觉 也就是说 这人很有可能隐藏了实力 他的真实战斗力 绝不仅有这么一点 兰武飞神色一变 仔细地看了向上一眼 见对方是笑非笑的模样 顿时头皮发麻 心中一阵后悔 大意了 没想到这向上灵觉这么敏锐 兰武飞苦笑 见向上没有泄露出去的意思 这才稍稍放心 恰在这时 一道身影快速从远处飞边来 好似一只灵巧的飞燕一般 从十米远的地方窜出 越过人群 翻了几个跟斗后 落地无声 停在了向上面前 请接战铁 战铁 谁的战铁 所有人心中 都涌现出了这一个疑问 战铁可不同于一般的挑战 对战双方可是要签订生死状的 一般只有双方拥有 不可调和矛盾的情况下 才会发起 向兰武飞 对向上发起的这种挑战 只能算是较量 而用这种正是战铁来腰战的 才是生死之战 向上的眉头也是一皱 看向面前这人 说道 谁要挑战我 他自问来京都之后 一直低调 没有招惹是非 实在想不到 有谁会如此兴师动众 对自己发出战铁 杨东生 这个名字一触 现场就是一镜 好似鸦雀无声 紧接着很快 一片哗然之音 就在所有人口中响起 杨东生这个名字 对于京都众人来说 简直是如雷贯耳 比之大明星还要响亮 因为他正是五道天堂四榜中 天交榜的第一 真正的青年天交中的魁首 实力之强 可以说是盖压所有同龄天才 自从十七岁那年 他首次展露实力 就在短短三个月内 视如破竹一般 直接坐上了天交榜第一的位置 如今二十岁的他 已经霸占天交榜 第一足足三年的时间 没有谁可以撼动 可想而知 他的实力之强 这一刻 所有人望向向上的目光 顿时从原本的崇拜敬仰 转变为了深深的惋惜和怜悯 天交榜第四 或许在其他人眼中 是无上的荣耀 实力强大 受人敬仰 但如果被天交榜第一的杨东升 针对挑战的话 那就犹如受到了死神的凝视 活不了多长时间 就连刚刚才败在 向上手中的蓝舞妃 口中也是发出了叹息 认为向上一旦接受的话 必败无疑 我好像跟他无冤无仇吧 向上疑惑 但还是接过了战帖 一般战帖上都会标明缘由 陈家和柳家为报丧子之仇 邀天交榜第一杨东升 对天交榜第四向上 发起挑战 陈家和柳家 向上目光一闪 他没想到这两家前几天 还因为小子燕的事情 对他进行了拉拢 转眼间就邀请天交榜第一 对他发起挑战 要了结恩怨 不对 就算两家家主再不知 也不会在这时候对我下手 杨东升好像是中家的人 难道背后有中家在插手 向上心念电传 理清了一些头绪 想到之前 那所谓中大少对他的拉拢 向上冷笑 猜到这很有可能是他的手笔了 毕竟凭借陈家和柳家的分量 可请不动杨东升为他们办事 如果只是拉拢失败 对方自然犯不着 如此大动尴尬 但要是加上胡孟岩的话 就很有可能了 向上可是知道 这人心眼知晓 简直戏如奸针 既然如此 那就将事情一块解决吧 这战帖 我接下了 向上收起战帖 直接离开 尽管向上已经离开 但现场的气氛 却远比之前还要热闹 天交榜第四和天交榜第一 即将发生比斗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轰传开来 引起了整个京都的震动 无数舞者议论纷纷 猜测这一战的结果 只是大多数舞者 却在极短的时间内 就确定 胜利的一方 将必然是天交榜第一的杨东升 实在是在杨东升的实力 根本无需质疑 从他成长以来 无数的战绩都证明了他的强大 就连很多老一辈强者 在与他切磋过后 都自叹不如 认为他是真正的妖孽天才 战利无双 而且 面对其他舞者 向上的神念师身份 或许有着巨大的优势 可面对杨东升 却反而变成了烈士 因为他不仅同样是神念师 并且早早地拜了某个 先天进神念师强者为师 在神念师手段的使用上 绝对要比向上要高明 才刚回到住处 向上的个人终端想了起来 向上打开一看 竟是史天成 你接受了杨东升的战帖 时一接通 史天成就尖叫了起来 问道 没错 向上淡淡点头 如今这个消息 应该已经传遍了整个京都了吧 至少大部分有心的人 都能知道 如果可以的话 我劝你最好还是拒绝掉 他的实力 真的是深不可测 史天成一脸严肃地说道 怎么个深不可测之法 向上一直有听说过 有关杨东升的实力战绩 但对方到底如何强大 却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 如果史天成 能够提供的具体消息的话 他倒是也想了解一番 毕竟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百胜 早在一年前 他就没有再出过手了 到如今 他的真实战斗力到底如何 我也不清楚 不过只是一年前 他就有过栗战后 天进第七众武者 而不败的战绩 到如今 一年过去了 谁也不知道他的实力 到底有多强 史天成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说道 说到杨东升 饶世天不怕地不怕的他 也感觉到一阵恐惧 这是一种被对方压了三年 而无法反抗的无力 杨东升盖压众多天骄 三年时间 牢牢霸占天骄榜第一的位置 已经让他们产生了一丝阴影 越是排名更高的人 越是觉得毫不担心 不过 这只是对方一年前的战绩 以这种天才的成长速度 一年时间对方的实力绝对不可能毫无增长 而且最重要 我猜测 他很有可能已经跨入了后天镜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你将没有一点获胜的希望 他继续开口 说出来的话的语气就更加沉重 炼气镜与后天镜之前 有着巨大的差距 对于天才来说 差距或许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但如果这个后天镜强者 本身就是那种可以越即而战的天才的话 那他的实力将变得更加恐怖 绝不仅仅是境界所能够衡量的 我知道你不服气 虽然我与你对战过 被你轻松打败 没能测出你的具体实力 但只论当初表现出来的战斗力 也只是与一年前的杨东生持平 一年后的他 可能只有老一辈舞者 才能够压制 尽管他认可向上的实力 认为他远比自己强 但他并不认为 向上会是杨东生的对手 向上表现出来的战斗力 并没有达到让他绝望的程度 我没有不服气 不过 我还是想要试试 向上笑了笑 目光坚定 他虽然不追逐名利 但如果遇到合适的对手 他也会兴奋 更别说这个对手 是自己找上门来的 他没有畏惧的道理 既然你已经下定了决心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如果感觉不对 别犹豫 直接认输 史天成郑重地说道 签订了生死状 并不意味着必须奋出生死 只要一方主动认输 还是有机会生还下来的 我会的 向上应道 心中却知道 如果自己输了 对方必然不会给自己 喊出认输的机会 不管杨东生是为了钟大哨 还是为了陈家柳家 而向他发起挑战 都不会让他继续活着 所以这一次 他只许胜 而不许败 才刚结束于史天成的通话 向上的个人终端 就再次想起 这一次 是江凤凰 如果你后悔了的话 跟我说 我可以帮你终止这场比斗 江凤凰十分干脆 直接说道 不用了 我有信心 向上摇头拒绝 江凤凰愿意出手帮助 他很感激 但他同样有自己的坚持 武者之路 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 危险同样存在 他不可能永远处在别人的庇护中 要成长 这些挑战早晚要面对 那好 你安心备战 武者战斗 真正的公平 永远不可能存在 明面上 他们或许不敢动手 但暗地理手段 却也需要防备 我会帮你挡住的 紧接着 江凤凰开口说道 如此 多谢了 向上心中一紧 感激道 不用谢我 帮你只是因为小子燕 再说 陈北璇也说过 要我照应你 自然不能让你受欺负 江凤凰说着 断开了通话 向上收起个人终端 心中也是感觉到了一丝压力 史天成对那杨东升如此忌惮 已经足以证明对方的实力 如今就连江凤凰一开口 就叫他放弃比斗 显然在他眼里 对方的实力 比自己要更胜一筹 看来 真的要好好应对这一场战斗了 向上默默想着 神情也变得认真起来 如今能直接提升 我战斗力的东西 只有武器 武者方面 高级法器风雷刀 倒是已经够得 但是神殿师武器 却还需要足足15天才能提取 也就是说 我只能继续使用清风小剑 向上微微有些遗憾 专门订购的神殿师武器 绝对能让他的实力提升一大截 但时间上 却已经来不及了 他只能放弃 除此之外 我的武道境界 已经达到了练气境第九重巅峰 距离后天境只差一步之遥 但总感觉差一点圆润 想要突破 还需要一点契机 三天之内 估计难以达到要求 除此之外 精神力虽然每天都在提升 但所能够提升的战斗力也有限 所以 如今唯一能提升自己战斗力的 只有欲知觉 还有最新创出的大道拳 向上心中一动 连忙勾动体内的悟道珠 沉浸在悟道空间之中 开始全面领悟 修炼欲知觉 这门神觉 是十里剑神陈北璇所传 精妙绝伦 尽管向上是处于悟道珠之中 将这门功法解析 就足足花费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而后 向上才开始使用悟道珠 提升这门神觉的修炼境界 入门 小城 大城 圆满 又是三个小时过后 向上才彻底将这门神觉 领悟圆满 达到了极限 果然 欲知觉对我实力 有了显著的提升 向上运转圆满级别的欲知觉 不管是施展武者手段的刀法 还是施展神念师的小气心剑阵 都更加自如 威力也更加强大 特别是神念师方面 原本以向上的精神力 只能控制十二枚清风小剑 在虚空中自由穿行 再多 就会利有不歹 显得有些散乱 而如今 在施展欲知觉的情况下 向上对于清风小剑的控制 足足提升了一倍有余 不仅同一时间控制的清风小剑 提升到了二十多柄 就连每一柄清风小剑 在虚空中穿行的速度 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相对应的 威力也是大增 对欲知觉的功效 向上表示很满意 心中对陈北璇 也暗自感激 至于大道权 向上早在创出来的同时 就已经将修炼境界提升到了圆满 倒也不用多此一举 他只是默默运转大道呼吸法 挥使大道拳 熟练掌控 使之没有凝制 如此 一天时间过去 接下来的两天 向上并没有进行修炼 而是开始默默调整自己的状态 静气凝神 使自己的状态达到最佳 终于三天时间过去 向上非常自然地睁开双眼 如往常一样 站装修炼 洗漱吃饭 而后才默默地走出房间 这时候 使天成早就等在了门口 准备送向上前去金武体育馆 上了飞车 使天成开口说道 向上 你感觉怎么样 很好 向上面色平静 好似丝毫没有大战即将来临的紧张 那就好 不管怎么样 你是我朋友 我不希望你说 我可是压了你一万零十胜利的 使天成笑着说道 还有压住 向上好奇地问道 当然 你和杨东升的比斗 虽然没有大肆宣传 但该知道的 都知道了 有很多赌场开了盘口 不过最大的盘口 却还是中家中大少主持的 听说累积投注 已经达到了上千万零十 堪称恐怖 使天成解释道 赔率如何 向上随口问道 杨东升胜 一赔零点三 如果你获胜的话 一赔十 平手的话 一赔五 我的赔率这么高 看来有很多人不看好我呀 向上有些失效道 本来只有一赔三的 不过中浩天剑压住的人太少 才将赔率调到了一赔五 剑还是没多少人下注 才一次性提升到一赔十的 使天成答道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看好你的人不是一般的少 那正好 等下请你帮我一件事 向上耸了耸肩 你不会是想下注吧 使天成吃惊道 没错 向上淡笑点头 而后随手从怀中掏出一个锄带 丢了过去 霸气地说道 给我全压了 我要中浩天破产 金武体育馆 是一个专门为舞者战斗 而设计建造的比武馆 战地空间极广 而且四面八方 还留有一排排的座位 可供人观战 这一次向上和杨东升的战斗 可以说吸引了无数舞者的注意力 当向上踏入金武体育馆的时候 现场早就坐满了人 踩踏在特制地板上 看着四面八方 至少上万人以上的观众 耳中听着各种欢呼谩骂 向上心却一片宁静 两天时间的敬仰 早就让他将所有心绪沉寂 做到了心如止水 很快 向上就走到了体育馆的中心 一个巨大无比的擂台 出现在了向上的眼前 而在擂台的另一边 早就站着一个身穿黑色练功服 留着一头长发 目光锐利如电的年轻男子 他就是向上这次的对手 天交榜第一的杨东升 而在他身后不远处 一位俊义少年 目光微眯打亮着向上 在这俊义少年身边 还站着两个气势如鸢的老者 他们正是二流势力家族 柳家家主刘宗如 二流势力家族 陈家家主陈九重 至于那俊义少年 则是一流势力钟家中 大少钟浩天 这两个家主 此时竟对钟浩天 颇为幸福的模样 他们的这种做派 反倒让向上验证了心中的猜测 陈家柳家之所以串联起来 正是钟浩天在搞鬼 也就只有钟家这种一流势力中 都处于顶尖的强大存在 才有实力 让两个二流势力的家主 放下成剑 一起对向上下手 向上 没想到我们第一次见面 是在这种情况下 说出胡孟岩的下落 或许你今天还有可能活 钟浩天率先开口 与带威胁地说道 向上 一命长一命 你杀了我孙子 今天你必须死 陈九阳语气冰寒地说道 一切结果 由这场战斗决定 如果今天你胜了 那么我们与你的恩怨一笔勾销 我会亲自撤销地下联盟中 对你的悬赏 并且给出足够的礼物 赔礼道歉 说了 那么我想你很难 活着离开这里 刘宗如同样向前 对向上说道 柳家家大业大 子孙更多 并不想将事情做绝 是以相对另外两人 语气中留了一丝余地 向上沉默 并不回应 钟浩天心中大怒 看向一旁的陈九虫 陈九虫心中一动 立即上前两步 说道 钟大少问你话呢 你没听到吗 一股无形的真元 无声无息地聚在了手掌之中 眼看就要拍在向上的身上 恰在这时 一道火红色的身影突然出现在现场之中 似笑非笑地盯着陈九虫 正是江凤凰 陈九虫神色一致 连忙散去了手中的真元 不动声色地后退了一步 说道 江楼主对这场战斗也感兴趣 我弟弟的比斗 我当然要看下热闹 江凤凰哼了一声 而后对向上说道 老东西不老实 难保比赛的时候使手段 你要小心 明白 向上点头 这个时候 现场已经坐满了人 坐在最前排的 大都身份不一般 有一些三流势力的首脑人物 地榜上的强者 甚至有先天进大高手 低调地隐藏在人群中 天交榜上青年强者 更是无一例外 全部赶到 向上在其中看到了之前 在江州市基地空间走廊中 有过一次合作的天交榜 第七的周人杰 第九的胡镇 和第十的田丰鹤 至于其他人 向上虽然没有见过 却也叫得出名字 同是天交榜上的青年天才 向上自然有关注 甚至在靠前位置 向上还看到了天交榜 吊尾车蓝舞飞 他对向上大力挥手 口中叫道 加油 打败杨东升 我可是在你身上下了众主 刚开始向上还很高兴 终于有人表示 对自己的看好 支持自己 但听到他后面的话 立即脸色一黑 原来是看中了一赔时的赔率 顿时转过头 不再理会 没有等太长时间 公正人就到达现场 这次的公正人 是地榜排在前十的 武道天堂公正人员白秋生 由他主持公正 公平方面 大多都能够保证 牵下生死状 向上和杨东升 一同站在了 那个巨大无比的擂台上 擂台通体 由特种合金制作 能够承受地榜强者的权力一击 而不遭到破坏 非常的坚硬 随着向上和杨东升上场 现场的欢呼声 在这一刻达到了最高 几乎所有人在这一刻 都在欢呼着杨东升的名字 表示对他的狂热支持 只有零星几个 在喊向上的名字 只不过这些人 手中都拿着赌场的票据 买向上胜利 以求获利 真正打心理支持向上的 少之又少 你是荣幸的 我已经一年没有正经出手了 你能成为我的是刀之人 足以自傲 杨东升一身黑衣 声音冰冷 希望你这个天交榜第一 不要让我失望 向上平静地说道 为了这一战 他足足准备了三天 确认自己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 信心十足 放心 对付你 三招足矣 杨东升冷漠回应 现在我宣布 白秋升这时候发出高呼 声震虚空 声音传遍整个金武体育馆 让所有人都能够清晰听见 比斗 开始 几乎在白秋升的声音刚落 向上精神力就快速涌动 自身上快速闪出21柄清风小剑 在江州市基地的时候 他只准备了12柄 但为了这场大战 他特意从珍宝阁中 再次定了一批 清风小剑的数量 此时已经达到了21柄 刚好处在向上所能够控制的数量范畴中 21柄清风小剑 在欲知觉的控制下 在虚空中快速穿行 就好似一只只飞鸟 杂而有序 很快形成三个巨大的剑形虚影 剑形虚影 只是微微一凝 而后再次闪动 眨眼间合而为一 形成了一柄更加凝实 气息更加强盛的剑身 小七星剑阵 本来就是一套组合剑阵 可以随着控制小剑的数量增多 急速提升攻击威力 21柄清风小剑 一起汇聚而成的剑阵 威力已经达到可怖的程度 另一边 杨东升精神力同样涌动 一柄柄飞刀 从他的身上一次冲出 每一柄飞刀中 都散发出强烈的法器气息 竟是一套达到了 终极法器级别的神念师武器 足足十五柄飞刀 快速组合 瞬息之间就化为了 一柄大型战刀 战刀高举 好似沉重无比 积蓄了无穷的力量 以一种看似缓慢 使则快速无比的速度 拉升 而后落下 这就是神念师之战吗 简直神奇 台下 有人发出惊叹 那一柄柄小剑 一柄柄飞刀 在空中快速飞舞 所散发出来的寒光 还有那种 在虚空中穿行的奇轨 让人想想都发寒 好强 隔着这么远 就能够感觉到 其中的惊人气势 不难想象 要是真正面对 哪怕使出全力 自己也绝对挡不住 两人的随手一击 有天骄榜上的强者 发出了这样的惊叹 周围其他天骄榜上的强者 相继默然 原本以为一年的时间 进步已经极多 就算还没有追赶上 杨东升这个天骄榜第一 至少不会拉开太远 但没想到 差距却越来越大了 而更多的人 则是惊叹向上的实力 他们没有想到 突然崛起的向上 竟也是这么强大 只是气势对比上 与杨东升都不差分毫 哄 向上的小七星见证 与杨东升的大刀 在虚空中 发出了巨大的碰撞之声 碰 杨东升的大刀 在向上的小七星 见证撞击之下 竟是承受不住 直接倒飞了出去 足足十多米远后 才被杨东升重新控制住 没有散乱开来 怎么可能 杨东升脸上露出凝重之色 毫无疑问 同是神念诗手段交手 他却不是向上的对手 现场所有人都鸦雀无声 好似生怕惊扰了两人的大战 但向上在两人第一次 正式交手的情况下 竟然处于上风 还是让他们惊讶不已 向上神色不变 杨东升的神念诗手段之强 确实是他平生警戒 如果是在数天之前 他没有获得 剑神陈北玄传授的玉之诀 只在神念诗功法方面 他确实要比对方 要弱上一大截 毕竟对方这么多年修炼 资源丰富下 精神力绝对要比向上要强大 但是圆满级别的玉之诀 对向上的帮助太大了 他甚至能够清晰地感知到 每一柄清风小剑的状况 能够察觉到撞击之下 清风小剑的受力变化 然后快速进行调整 每一柄清风小剑 就好似受到了一种神奇的力量的牵引 被向上如臂食指一般掌控 加上掌控清风小剑的数量大增 自然 一击所能发挥出来的威力就更强 向上精神力涌动 虚空中的巨剑 立即重新调整了方位 向着杨东升快速冲去 杨东升毫不犹豫地 再次重新掌控大刀 向着向上的清风巨剑撞去 轰轰轰 连续不断地撞击 虚空都好像在发生哀鸣 无穷的进风 向着四边八方散开 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 终于 在又一次撞击之后 杨东升精神力终于承受不住 那无尽的冲击 大刀猛地蹦碎了开来 重新化为了十五柄锐利小刀 他身形一闪 快速躲过向上清风巨剑的斩击 轰隆声声响中 地面上留下了一道清晰的痕迹 而杨东升也被这一展给波及 身形有些不稳 连续后退几步才掌握了平衡 现场所有人哗然 根本没有想到 现场的战斗竟然是这样的结果 原本寄予厚望的杨东升 竟然在一开始就处于下风 要被向上打败 有些心急的人 这个时候更是叫骂出来 发出愤怒的嘶吼 因为看好杨东升 所以他们在他身上下了重主 而他的表现实在是让他们失望 就连站在擂台下的中浩天 陈九重等人 这时候也皱起了眉头 目光冰冷地看向擂台之上的两人 你的实力确实超乎我的想象 没想到你的精神力 竟然比我的还要庞大 杨东升目光直视向上 眼中流露出一丝亚然 哦 你还有什么手段 就使出来吧 向上精神力涌动 巨剑高悬随时都可以再次出手 原本 我还想要再积累一段时间 既然难得碰到一个这么强的对手 那突破 就突破吧 我早就想到后天进去看一看了 杨东升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一股强横的气息 从他身上升腾而起 波的一声 好似冲破了某个枷锁 他身上的气势 眨眼间就提升了好几倍 后天静 靠近擂台座位上坐着的 无意不是强者 自然清楚地听到了他说的话 脸上无不变色 他竟然要在战斗中突破 达到后天进 果然 这并不是他的真实实力 以他的积累 原本早就可以达到后天进了 没想到他忍了这么久 这就是天交榜第一的底蕴吗 说突破 就突破了 向上危险了 向上的眉头一皱之后 就很快恢复了正常 这才对吗 以对方的名气 如果只是这点实力 他也会非常失望的 很快 杨东升的气息 就重新变得稳固了起来 一股属于后天进的强大气势 在现场中弥散 后天进第二重 原本我计划直接积累 一次性突破到后天进第三重的 向上 不得不说你成功激怒了我 杨东升丝毫没有境界提升后的喜悦 境界没有达到预期 他有些愤怒了 精神力再次涌动 勃勃 一股远比之前强大一倍多的精神力量 从杨东升的身上冲出 好似一股剧烈的精神潮汐一般 靠近擂台的人都好像受到了这股精神力的影响 有了一瞬间的恍惚 说说说 一柄柄原本散落在四周的白色小刀 快速被他引动 与再次从他身上冲出的白色小刀 汇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远比之前更大 气势更强的战刀 这柄战刀 直接升腾而起 快速向着向上斩去 同样的招式 同样施展出来 但威力却要比之前强大了数倍 战刀斩过 就连空气都承受不住那股重压威势 发出嗡嗡嗡的声响 哄 战刀与向上的巨剑猛地撞在了一起 瞬间奋出胜负 巨剑只是微微一凝 就瞬间蹦碎了开来 无数柄清风小剑 直接四散开来 掉落在了地上 突破到后天径的杨东升 实力太强了 只是一击 就将向上的小气心剑阵给打散 并且 因为对方的神念师武器品级过高 向上的清风小剑 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毁 有疾病已经彻底断裂 紧接着 那战刀余力不减 向着向上快速展来 这一次 双方攻守对调 并且向上的处境 要远比杨东升之前要凶险得多 胜负已分 杨东升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他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自己这一击的威力 绝对达到了他目前所处境界的巅峰 一般的后天径第九重强者 都承受不住 高兴得太早了 向上冷哼一声 高级法器风雷刀猛地扬起 乾坤一影 无尽的刀光 迅速在向上的周边弥散 这一次 向上激发了风雷刀的风雷闪效果 刀光速度 直接提升了一倍 加上圆满级的欲知觉 乾坤一影的防御力 凝视到了极点 哼 巨刀狠狠地 斩在刀光之上 刀光微微一致之后 并没有泵随开来 只是一转 就将多余的尽力 倾泻了出去 我看你能当得下几次 杨东升冷哼 精神力如流水般倾泻 战刀快速升起 然后又快速落下 好似九天之上的银河倾泻 带着无可匹敌的气势 哼 哼 哼 一刀过后 又是一刀 杨东升对向上疯狂攻击着 突破到后天径的他 精神力远比之前强大了太多 每一击都达到了后天径第九重的地步 向上的刀芒 蹦碎又凝聚 始终在抵挡着对方的攻击 尽管勉强能够抵挡 但强大的冲击力量 还是让他的身形 一步一步往后退去 只是数息的时间 向上就已经退到了擂台的边缘 下去吧 杨东升脸色猙獰 巨刀再次猛地斩下 差不多了 感知到身后就是擂台之下 向上目光 却变得前所未有的明亮 猛地散去了周身的刀芒 瞬间 向上的身影 就重新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放弃抵抗了吗 那更好 直接去死吧 杨东升的双眼 猛地变得更加冰冷 现场观众 这时候也是发出了惊呼 但随后 心里却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叹息 面对杨东升这样的超级天才 向上能够坚持到现在 已经极为了不起了 特别是还将对方逼迫地提前突破到了后天镜的情况下 他足以自傲 但杨东升本来就是一个绝世天才 如今后天镜的他 实力境界比之前何止强大了一倍 向上抵挡不住 是极为正常的 放弃防守 虽然有失勇气 却也是无奈之举 一般人练气静武者 可是连一击都承受不住 这个时候 他可能已经历劫 真气耗尽了吧 果然 杨东升就是一个妖孽 如果杨东升没有突破到后天镜之前 向上可能还有机会 如今只剩下败亡一图 有人发出了感叹 四野在遗憾 向上没有打破神话 将盖押当代 稳坐天交榜 第一三年的杨东升给打败 你真的只有这点实力吗 江凤凰低语 却不愿意相信 因为他记得 他有跟陈北璇说过这场比斗 陈北璇却说 这场比斗 胜利的一方必然是向上 他不知道陈北璇的自信从哪里来 他愿意相信陈北璇的话 就像相信陈北璇能永远战无不胜一般 向上之前的表现 也确实惊艳无比 但如今 他真的已经陷入了最危险的境地中啊 钟浩天陈九重等人脸上 也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胜利在望 向上也即将被斩杀当场 他们自然高兴 就连柳宗如这时候 也轻忽一口气 放松了下来 我说过 现在高兴还太早了 面对即将临身的巨刀 向上神色平静无比 瞬间运起大道呼吸法 而后身形一动 猛地一拳打出 站在擂台的边缘 向上一拳冲天 竟直接迎上了那锋利无比 可斩断山河的巨刀 大道拳 向上一拳轰出 一股可搅动风云的 充满排斥 拉扯 毁灭的尽力 从向上的手中冲出 哄 这一拳的威势 看起来普普通通 但真正撞在那巨刀之上的时候 好似巨中阵响 那巨刀竟以更快的速度 向着身后倒飞了出去 并且在半空中就直接崩裂了开来 化成了数十柄小刀 散落在地 杨东升汇聚在巨刀上的精神力 被向上一击给打散了 大道拳使一使出 就展现出强势无比的威力 这是什么武道神通 好强 原以为向上神念师手段 才是最强的 没想到他的舞者手段 同样厉害 甚至比神念师实力 还要更加强大 这一拳 已经可以威胁到 后天境第九重的舞者了 现场观众 在这一刻都哗然 原以为 向上已经是处于必死的结局 没想到他身上 还藏有这么厉害的神功绝学 只是一击 就将那威势无比的巨刀 给打散 这种威力 实在是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这就是向上必胜的原因吗 这一击 甚至已经达到了 地榜上强者的 随手一击的程度了 江凤凰惊叹 眼中闪过一丝震惊之色 他从来没有想过 一个炼气劲的舞者 竟然能够发挥出 堪比地榜强者的实力 许多老一辈强者 也是心神震动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向上使出的拳法的威力 就算是他们 也没有几个人 有信心能够接下 钟浩天脸上 第一次出现了一丝慌乱之色 他预感到了不妙 杨东升或许要败亡 这个结果 绝不是他想要看到了 柳宗如和陈九重对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中 看到了浓浓的担忧之色 杨东升胜了还好说 一旦败了 后果他们不敢想象 向上脚下一踏 那用特种合金制作 可以抵挡地榜强者 全力一击的擂台一脚 猛地凹陷了几分 而后向上身子如利剑般冲出 眨眼来到了杨东升的面前 在他惊恐的目光中 再次一拳打出 同样的拳进 席卷而过 他飞速倒退 想要躲避这一拳 手中忽然出现一柄长剑 他施展出防御招式 要抵挡向上这一击 这一刻 他真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向上这一拳 太强了 超越了他所能想象的极限 好似不是人间所有 但是没用 向上这一拳 速度太快了 力量也太强了 防御招式在瞬间蹦碎开来 紧接着 拳头直接落在了 他的真元防护罩之上 根本没有丝毫阻挡 真元防护罩 直接破碎开来 剩余的拳进 全部轰在了他的胸膛之上 碰 杨东升身子凹陷下去了一大片 鲜血瞬间染红他的衣裳 而他的身子 更是被这股距离 直接打打飞数十米 向上眼神冰冷 如影随形 再次一拳使出 如对方 想要置他于死地一般 他也没想过 放过杨东升 既然已经处在了对立面 自然只剩下你死我活 这两个结果 住手 却在这时 一道身影猛地跳上擂台 向着向上冲去 这道身影 狠狠地拍出一掌 想要挡住向上这一拳 这人正是陈家家族陈九重 擂台下江凤凰健壮脸色一变 身形一动 也是快速冲了上去 但这个时候 站在中浩天身边的柳宗如 却快速一闪 将他拦住 哼 陈九重一掌 将向上的大道拳挡住 余力不减 直接让他倒飞了好几米远 陈九重本身就是地榜上的强者 并且还是地榜中排名靠前的存在 随手一击 就挡住了向上的大道拳 要不是众目睽睽之下 他这一掌的威势 就绝不仅仅是这样的程度了 对向上 他本身就 怀着深深的恶意 向上 你和杨东升 都是大夏联盟中 难得一出的绝世天才 无论哪个陨落 对大夏联盟来说 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损失 我看这一战 就到此为止吧 这一场比斗 算你胜利怎么样 陈九重皮笑肉不笑地 看着向上 说道 你没事吧 见陈九重挡住了向上 柳宗如 这才没有太过纠缠 这时候 却是江凤凰 来到了向上的身边 没事 向上摇头 对方的这一击虽强 但他的大道拳 可也不弱 现场顿时安静了 他们没想到 现场会出现这样的变故 向上心中充满怒火 冷冷地憋了陈九重一眼 说道 你有什么资格阻止战斗 我这不是为了让大夏联盟 不损失天才吗 陈九重笑容不变地说道 他以为他是谁 台下使天诚低声骂道 其他人也是议论纷纷 签了生死状的情况下 一方没有认输 可并不算结束战斗 他这手段实在是不够光彩 评委 你也是这么认为吗 向上对出现在擂台上的白秋生问道 毋庸置疑的 这次比斗胜利的一方 是你向上 至于杨东升到底是生是死 有那么重要吗 就算这时候战败的是你 我也不会任由杨东升对你下杀手 大夏联盟需要你们这种天才才能更加强大 白秋生沉默了一会儿 说道 他是武道天堂的人 属于官方势力 自然希望大夏联盟内的天才武者越多 实力越强越好 杨东升的天赋 早就引起了官方的一些人的注意 他也起了一些爱才之心 就像陈九重所说的 这种天才的陨落 对大夏联盟的损失太大了 他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 但是 我如果要杀他 你们真的拦不住 向上看了对面足足三个地板强者一眼 淡淡地说道 不好 三人同时变色 但他们只见杨东升躺着的不远处 一柄小刀忽然动了 好似利剑一般 眨眼划过 直接刺入了杨东升的脑袋 破 血液啪的一声掉落在地上 如拱流一般 缓缓流动 而原本还剩下微弱气息的杨东升 却在这一刻彻底失去了声息 神念师最大的优势 就是精神到处 万物可为兵器 向上的精神力 绕开三位地板强者 而后控制杨东升 散落在地的神念师武器 发起了这次突击 这小刀 虽然不如他自己的神念师武器顺手 但却也能够发挥出极大的威力来 受伤失去意识的杨东升 可以说是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 中平法器级别的小刀 锋利无比 在向上的控制之下 可穿精烈时 自然轻松夺走他的姓名 天才陨落 这一刻 现场一片肃静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擂台 心中震撼不已 盖压所有青年天才 足足三年之久 天交榜第一的杨东升 死了 死在了目前 拍在天交榜上第四的向上的手中 而且更为讽刺的是 他死在了自己的神念师武器之中 很快 所有人都哗然了起来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有些下了重注买他胜利的人 更是张口唾骂 愤恨不已 你 陈九重愤怒地张了张嘴 充满杀意地看向向上 杨东升可不是一般人 先天进神念师的弟子 只是这个身份 就让人忌惮 而这一次 却死在了这里 并且还是在帮他们出头的情况下 死在了擂台上 只要一想到那位存在的愤怒 他们就惊恐不已 就连擂台下的钟浩天 脸色也是煞白 说不出话来 尽管杨东升投靠了他钟家 但并不代表着他可以随意驱使 这次他的身死 饶是他身份尊贵 是为钟家邵家主 也有点承受不了杨东升死亡的后果 毕竟他钟家 绍家主的位置 并不安稳 不止一人窥视他的 绍组长的身份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还在外面设了赌场堂口 向上胜利后的赔率 可是一赔时 想到自己即将损失的 巨额零时 他的眼睛就一阵发晕 谁能想到 后天进的杨东升 竟然还不是向上的对手 怎么 欺负我弟弟 没人吗 江凤凰上前一步 挡在了向上的身前 瞪视着陈九重和柳宗如 我兄弟 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这时候 史天成也是飞快地 从擂台下面跑上来 站在了向上的身边 他可同样是 一流势力史家的少组长 自认为有份量 让陈九重等人忌惮 而以向上如今 表现出来的实力潜力 他相信自家老头子 一定会赞同他这么做的 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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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擂台下 所有观众也发出欢呼声 像是在支持向上 尽管有很多人 输了心缘 或者是零时 但向上表现出来的实力 已经完全征服了他们 让他们幸福 认为他才是整个大厦联盟 最为天才的存在 我宣布 这次比斗 胜利的一方是向上 害怕引起更大的慌乱 白秋生连忙大声宣布道 而随着他宣布出了结果 现场观众的欢呼声 就更大了 他们未能见识这样的一场 青年强者巅峰一战而兴奋 也因向上的实力而震撼 就连擂台下 天骄榜上的一些强者 也用崇敬的目光 看向向上 心中无不狂乎 原来舞者 并不比神念失弱 同境界的舞者 照样可以战胜神念师 尽管向上同样是神念师 但他战胜杨东升 所使出的 却是舞蹈神通 这对于他们来说 心中的震撼 远比天才陨落 杨东升死亡 还要来得大 按照比斗的规矩 我们柳家会撤销 所有对你的针对行动 并且事后 我们愿意拿出 价值百万零食的东西 对你进行补偿 希望能够彻底了断 这场恩怨 见白秋生宣布出了结果 柳宗如开口 将心中早就准备好的说辞 提了出来 对于长时间掌控 一个家族的首领人物来说 一般都会准备好两种方案 杨东升胜了 那向上自然死去 他们也没什么损失 还为自己的家族子弟 报了仇 皆大欢喜 但如果向上胜了 那么自然要尽力 去修补与他的关系 毕竟能够战胜杨东升 这个霸占天交榜第一 足足三年之久的人 其实力和潜力 该是多么可怕 被这样的人物惦记着 他们可是睡觉都不会安稳 我们陈家也愿意补偿 陈九重也很快转变了态度 为了一个死去的人 与向上这种潜力无限 只要不陨落 就注定会崛起的人为敌 十分不明智 该怎么选择 他自然知道 陈家和柳家 都属于京都的 而二流势力 实力和底蕴 还是挺强的 如果不是生死之仇 接受他们的补偿 也不是为一个和解的方法 就算你真想要对他们进行报复 也可以 以此缓和一段时间 留出足够时间进行成长 毕竟京都中 凡是二流势力 可都必定会有一两个 先天进大高手 不到必要 还是不要与死网破才好 正当向上想要答复的时候 江凤凰运转真元传音道 白秋生陈九重和柳宗如 不由看了江凤凰一眼 他们虽然听不到真元传音的内容 但是那股真元波动 自然能够感知得到 只是江凤凰神色淡然 丝毫没有解释的意思 向上想了想 说道 具体的事情 你们跟江楼主谈吧 就像江凤凰所说 不管将来到底要不要 针对陈家和柳家所为 进行报复 获得一些好处 才是最实际的 他相信 江凤凰必然会给他 要到足够的好处的 钟浩天 跑那么快的吗 恰在这时 向上注意到 钟浩天顺着人流往外走 不由大喝一声 走了上前 怎么 你还敢 对我出手不成 钟浩天 阴沉着脸说道 身为钟家少组长 他身边自然会有人守护 在他话音刚落 立即就有一个气势不弱的舞者 上前拦住了向上 不过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向上刚刚展现出来的战斗力 让他都心惊 他还真怕他不顾一切 对钟浩天下手 毕竟 向上在有三位地绑强者的阻拦下 都敢对杨东升下了杀手 并且还成功了 这样的手段 让他忌惮不已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我这不是来找你兑换赌资吗 一百二十万零食 按照一赔十的赔率算 加上本金 你得给我一千三百二十万零食 这么大的一笔巨款 我这不是怕你跑路了吗 向上但笑着说道 一旁的史天成也连忙跑了过来 将一张凭证交给了向上 也是笑着说道 这点向上你应该放心 钟家家大业大 区区一千三百万零食 应该是不会赖账的 对吧 钟大哨 你们 好 好的很 我记住你们了 钟浩天的脸 阴沉得好似要滴出水来 看了向上和史天成一眼 恨声说道 稍后自然会有人 将赌资给你们送上 这一次 他可谓是损失惨重 原本对杨东升有必胜决心 他才敢将赔率调到这么大 没想到最后向上翻盘 一下子损失一千多万零食 饶是有许多人压了杨东升胜 但总体算下来 他还要亏损足足五百万零食 毕竟还是有很多赌徒 看中了赔率 孤注一掷 买了向上胜利的 饶食他身份不凡 这么大一笔零食赔出去 他也要伤筋动骨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次针对向上失败 必然让他在钟家失分不少 会有很多人对他有意见 甚至有人 对他钟家少组长身份起心思 真可谓是损失惨重 不过向上 你也别得意得太早 杨东升是先天进神念师 秦无神的弟子 你就等着被他追杀致死吧 钟浩天哼了一声 直接离开 这一次 向上并没有阻拦 他自然知道 杨东升还有一个 先天进神念师师傅 只是他既然做了 就不怕被报复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就是 先天进高手 可不是那么容易出动的 没有顾及胡乱出手 大夏联盟早乱了 怎么你的脸色这么难看 是我要被报复 又不是你 担心也应该是我担心才对 向上忽然注意到 一旁的史天成 哭丧着脸 笑着问道 他刚才力挺自己 他心里还是很感激的 我这是心疼我的零食啊 史天成苦笑地说道 你不也是买了一万零食吗 赔率算也能有十万了 不算少了 向上安慰道 可是我还买了一百万阳东生胜 史天成一脸生无可恋 要是这一百万也卖向上 那么他可 也能有一千万以上零食 什么 向上目光刷的一下 看向史天成 他的脸色一变 挤出一点笑容 说道 这个你得理解我啊 看在朋友的份上 买你一万零食 不过有赚钱的机会 我也不能放弃不是 感情和实际 毕竟要分开嘛 所以 合着朋友 就值一万零食啊 向上一脚踢在了他的屁股上 将他踢出去三四米远 所以我这不是输了吗 都已经受到惩罚了 谁知道你这么厉害 早点告诉我 我不就知道吗 哎呀 我的零食啊 一千万零食 直接离我而去 我的心好痛 史天成 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哀嚎道 滚 向上只有一个字对了过去 当然 他实际上也并没有生气 至少史天成 并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他也犯不着 因为这一点小时声隔阂 向上 我想跟你谈谈 怎么样 正当向上和史天成打闹的时候 白秋生走了过来 微笑地说道 什么事 向上皱眉 他对于对方之前阻止他杀死杨东生 心里还是有点不满的 找个地方谈谈吧 白秋生看了周围一眼 说道 这个时候 金武体育馆内 大部分人都已经离去 但还有一些人逗留 确实不是 合适交谈的地方 向上点了点头 对方毕竟属于官方人物 本身还是地榜上的强者 一点面子 他还是要给的 经济什么的 就不要在意了 很快 向上就来到了 金武体育馆的一个休息室中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加入武道天堂 白秋生开门见山 直接邀请道 武道天堂 向上沉默 与之前邀请他的势力不同 武道天堂是官方势力 不管是实力还是底蕴 都要远远超过那些家族势力 它是真正的超级势力 霸主级别的存在 与军方合在一起 可以镇压一切异动 如果必要 武道天堂和军方 甚至可以调动所有家族 进行战斗 对 在待遇方面 那些家族势力能给你的 我们武道天堂同样给你 家族势力不能给你的 我们武道天堂同样可以给你 功法 武技 资源 灵地 应有尽有 事实上 那些家族势力中 同样有许多的天才级别的弟子 进入了我们武道天堂 为大夏联盟效力 白秋生极力提供好处 希望能吸引到向上 具体呢 功法武技资源 我暂时可不缺 向上并没有轻易被引动 成长到如今 他大多数都是依靠自己 如果没有合适的理由 别说官方势力 就算军方 对他的吸引力也不大 我可以跟上面申请 让你享受天才及后天进舞者待遇 每个月有十万零食的使用额度 可以兑换 只有我们武道天堂人员 才能够使用的资源 比如灵能药水 突破瓶颈的破接单 还有诸多的法器 甚至是法宝 甚至还有先天进强者的专业指点 白秋生开口说道 见向上还是不为所动 他顿时急了 再次说道 我知道你还在被地下联盟悬赏 只要成为我们武道天堂的人 地下联盟就会自动撤掉 有关你的悬赏 永远不会再出现 对你的安全也能够得到极大的保障 我有一个疑问 向上终于开口了 说道 向地下联盟的这种悬赏 对于大下联盟总体来说 并没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不费除掉 我想不管是军方还是官方 都能轻易制衡地下联盟 让他们进行整改吧 这 这里面关系有些复杂 我只能说 地下联盟并没有那么简单 有一些存在 就算大下联盟 也不愿意过分得罪 白秋生迟疑了一下 才开口说道 我明白了 向上点了点头 最后做出决定说道 不过抱歉 我暂时还没有加入任何势力的打算 白秋生一正 说道 不再考虑考虑吗 如果你是因为我刚才阻止你杀死杨东生 那我在这里给你道歉 不过 我还是真诚地希望 你能加入进来 毕竟 有些事情 只有军方和官方在做 也只有官方和军方 才有资格参与进来 错过了 会很可惜的 不用了 也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我不是那么记仇的人 只是单纯地不想加入任何势力 向上站起身来 说道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好吧 不过如果你以后有想法的话 武道天堂随时欢迎你的加入 白秋生看了向上一眼 苦笑道 他自然清楚 想要邀请向上加入武道天堂的艰难 他不是刚刚开始崛起的新人 而是一步一步从底层慢慢走上来的绝世天才 如果在他没有发迹之前 他们武道天堂对他进行邀请 或许很容易就可以拉拢到向上 但如今 人家已经成长起来了 养成了大事 实力 资源 功法都不缺 自然看不上他们的那点条件 那再见了 向上对他微微示意 直接走出了休息室 可惜了 没能在他成长起来前 让他加入武道天堂 总不给的这点资源 人家压根看不上 白秋生遗憾地叹口气 这次来当这个公正人 他本来还带着任务来的 就是分别邀请向上和杨东升 加入武道天堂 只是一个已经死了 一个却又拒绝 让他很是头痛 走出金武体育馆 向上心中一唱 这次比斗 真正让他高兴的 并不是战胜了杨东升 从天交榜第四 一跃成为了天交榜第一 而是初步解决了 陈家和柳家的麻烦 不用担心两家的暗手 再有就是打击了中浩天 依靠押主 让他损失巨大 伤筋动骨 向上知道 杨东升虽然是中家的客亲 但因为其天才身份 地位可不低 中浩天让他代表陈家柳家出战 本身就有些不合中家利益 如今杨东升生死 他的麻烦可不小 更别说 杨东升还有一个 先天进神念师身份的师尊秦武神 他或许会找向上的麻烦 但同样也会找中浩天的麻烦 所以 向上不仅在财力方面 让中浩天损失惨重 就连他家族方面 压力也都大增 自然也就没有心思 再去追查有关胡孟严的事情 而这 同样也是向上要对杨东 升下杀手的原因 你似乎很得意 恰在这时 向上的耳中 传来一道阴冷的声音 向上悚然一惊 连忙转过头去 顿时就看到 在距离他不远处 无声无息站着一个人 徐前辈 向上瞳孔一缩 微微躬身问好 这个时候出现在向上身后的 竟正是胡孟严的师尊 先天进大高手徐力 徐力有些感叹地说道 我看了你的笔斗 发现我以前还真是小看你了 原来还以为是一个小鳖三 没想到武道天赋竟是不弱 何止是不弱 这时候他也是想起了一年前 那时候向上才练体竞五六重 实力在他看来 实在不值一提 没想到才短短一年时间 他就急速崛起 成长到了如今的地步 让他也不由生出感慨 自认看走了眼 天骄榜第一 练气竞第九重 却有着堪比后天竞第九重的战斗力 攻击力直逼地榜强者 这一切的一切都足够让人惊艳 不敢相信 是以前那个让他断言没有前途的小子 您过奖了 向上说道 我不是在夸你 徐丽哼了一声 说道 你的实力 反倒让我确认了一件事情 说 老五和老田 还有我几个徒弟失踪 是不是你做的手脚 他们是不是你杀的 徐丽仔细盯着向上 有如实质一般的目光 充满了压迫力 先天进强者 只是微微动视 就让向上感觉到 好似在承受重压 有一种呼吸不畅之感 不是 向上皱眉 却还是坚定地开口说道 你不要想着隐瞒 当时 你是不是出现在孟严的私人别墅周围 是不是与他们交过手 徐丽低贺 气势却越来越强 之前他虽然调查到 向上有出现在那周围 却从来没有将怀疑的目光 放在向上身上 因为他不认为 他有实力从吴老田老的手中 把胡孟严带走 更不认为 他能够将吴老田老杀死 但今天 向上与杨东升的一战 却彻底证明了 他有着后天进第九重武者的战斗力 特别是那一拳 攻击力直逼地榜强者的随手一击 足可战胜吴老田老两人 并将他们杀死 我当时确实出现在那边 也确实与他们战斗过 打伤他们之后 我和孟严就直接离开了 并没有杀死他们 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就不清楚了 只是后来我再回去的时候 吴老田老他们 已经消失 不过从现场痕迹上看 在我们离开之后 确实又发生了一场战斗 向上坦然地看着徐力 目光平和 极力解释 对了 当时在现场 我还看到了一个字 应该是吴老索流 被迷途掩盖 他用真元在地表下面 凝结成了一个窝字 可能他们失踪 与这个窝字有关 最后 向上想到了当时现场中的那个字 又提醒到 窝字 难道是窝国人 京都中百年前残留的窝国人 都在城西 距离那里倒是不太远 徐力皱眉 快速思考了起来 但是 窝国人因为不是本国国民 功法5G各种修炼资源受限 并没有什么太过强大的人出现 难道是 忽然 他想起了前段时间听过的一个传言 窝国 邦国和缅国等几个国家 有强者即将来访京都 难道是先遣部队 秘密进入了京都 想到这里 徐力再次打量了向上一眼 身为先天境强者 他自然能辨认出向上没有说假话 如果让我知道 他们的失踪是跟你有关系 你就死定了 徐力冷哼了一声 身形一闪 瞬间就消失在了原地 呼呼 向上轻呼一口气 面对先天境以上的强者 特别是在对方对自己有敌意的情况下 其压力之强 是超乎想象的 向上感觉 这比他与杨东升大战一场 还要来得累 第二天一大早 史天成就登门拜访 我说你的心可真大 一千三百万零食 你就这么放心地放在我这里 一进来 史天成就一个劲地抱怨 而后将一个储物袋 用力地向着向上丢来 向上随手接过 微微一笑说道 有什么不放心的 难道你史大少 会少这一点零食 请不要怀疑 输掉了一百万零食眼红的 赌徒的胆量 史天成怒声道 你知道我用了多么强大的毅力 才决定放弃 据为己有的想法吗 为了这 我可一晚上都没睡 我知道啊 不过 谁叫你不相信我呢 我都说我有信心的嘛 向上耸了耸肩 而后说道 对了 我托你打听的事情 打听得怎么样了 钟浩天的威胁 对向上还是有点影响的 杨东生虽然死了 但他师尊可是一个 先天进神念师 威胁太大了 他自然要打听清楚 尽管他是在正常比斗中 杀死了杨东生 但别人可不会因此而放过他 或许有所顾忌 明面上不会下手 但暗地里的手段 却绝不会少 这一点 你倒是可以放心 杨东生师尊秦无神 目前并不在京都 至少短期内不会出现 事实上 京都中先天进以上的强者 大多数都在外面征战 真正坐镇京都的 少之又少 史天成宽慰道 征战 向上疑惑地问道 没错 征战 史天成解释道 自从灵气复苏以来 天下各地都发生了异变 其中有些地方 环境特殊 可能存在某些天才地宝 有些地方自古以来就是灵地 有种种神异之处 还有一些 则是遗境秘境 有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宝物 只是这些地方 大多都有强大凶兽异兽存在 所以想要征服 就必须大战 很多先天进高手 就是在外征战 谋夺那些机缘 那先天进神念师 秦无神 就是在一处谷地上征战 一时间脱不开身 文言 向上稍稍安心 一个先天进神念师 绝对不是如今的他所能应付的 既然对方脱不开身 那他自然就安全了许多 只是很快 史天成的脸色 就变得严肃起来 说道 不过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 他师尊秦无神 虽然一时间赶不过来 但杨东升还有两个师兄 目前还在京都 其中五师兄是一个独行佣兵 实力早就达到了后天进第七重 加上神念师的身份 实力深不可测 几乎有着地榜上强者的实力 他还有一位三师兄 本来跟随他师尊在征战 但一次战斗中 受到了重伤 专门回京都修养 如今一个多月过去 估计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听闻自己的小师弟被杀 他们肯定会对你下手 总之 一切小心吧 最后 史天成同情地看了向上一眼 向上认真点头 他从来不会小失任何一个对手 能被先天进神念师 秦无神收为弟子 杨东升这两个师兄 都必然不是简单的人物 绝对也是天才一级别的神念师 实力都绝不仅仅是境界所能够衡量的 更别说 他们的境界本来就不低 足足超过向上一个大境界 且在后天境中都走得极远 送走史天成 向上这才将目光放在了储物袋中 之前在史天成面前 他还能保持镇定 但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饶式向上见惯了风雨 面对足足1300万零食这样的巨款 也是呼吸急促 不能自已 精神力扫过储物袋 感知到那几乎将储物袋 给塞满的零食海洋 向上脸上露出一丝满足质感 零食不管怎么样他都不会嫌多的 不一会儿 江凤凰就再次登门 给向上送来了两个储物袋 之前比斗胜利的时候 柳家和陈家先后服软 要对向上进行补偿 向上就让江凤凰帮自己出面 这两个储物袋就是两家的诚意了 因为堵住的事情 向上身上的零食可谓极多 所以在柳家和陈家的赔偿中 向上特别表明了不要零食 所以这两个储物袋中都堆满了物品 其中有书本类的镇道和炼丹相关书籍 还有向上用得上的一些布置镇法所需材料 当然更多的则是蕴含特殊神韵的神秘器物 这是向上专门让江凤凰收集 准备给悟道珠吸收的 自从之前悟道珠吸收了那种神秘器物上的神韵 再次发生了净化 获得了复制别人5G的神迹 向上就知道 其必然还有许多秘密 等待他去挖掘 之前因为一直处于赶路状态 加上还没能安定下来 所以他没有刻意去收集这种神秘的蕴含神韵的器物 如今柳家和陈家的补偿 他正好就让江凤凰 让他们尽量将补偿 换成了这种神秘器物 同时也是从江凤凰口中 向上知道了这种神秘器物的真正名称 在京都 人们统称这种蕴含神韵的器物 名为道宝 道宝中蕴含的神韵 其实是一种大道气息 因为被某些强大存在持有 而沾染的大道神韵 有强者 甚至能从这种道宝中 领悟到远古时代强者的神通 是以 尽管道宝没有太大的实际用途 但都价格不菲 被各大家族所收藏 这一次 要不是为了得到向上的谅解 柳家和陈家也不会愿意 将道宝拿出来给他 将道宝全部道出 向上控制体内的悟道珠 飞出体外 顿时 一股兴奋的情绪 就从悟道珠中传出 他感知到了道宝的气息 渴望将这些道宝中的神韵 全部吸收 向上连忙控制悟道珠 开始一个一个吸收到 宝中蕴含的神韵 这些道宝中蕴含的神韵 有多有手 但在悟道珠的吞噬下 一个个很快就开始变得暗淡了下来 失去了原有的那种神韵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几乎没有停顿一般 悟道珠持续在吸收神韵 一股更加明亮的光泽 从悟道珠中闪出 它好像再次发生了变化 可是向上再看 却又没有什么发现 一个小时过去 随着最后一枚道宝之中的神韵 被悟道珠吸收 现场所有道宝都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气息 变得普普通通 有些甚至因为失去了神韵 在极短的时间变得腐朽 拥有神韵 时间都不能在道宝上体现 但神韵消失 本身材质普通的 自然就被岁月消磨 看来还不够 悟道珠好似吞金巨兽一般 陈家和柳家所提供的道宝 并没有让他得到进化 向上苦笑 但也并不气馁 悟道珠能进化最好 不能进化 只能代表着 他所吸收的神韵还不够 需要更多的道宝 才能够得到进化 于是 向上开始特地委托史天成 还有江凤凰 请他们帮忙 收购蕴含神韵的道宝 为此 只是短短时间 向上的零食 就消耗了近乎一半 终于在第十天之后 吸收了海量到宝中的神韵之后 悟道珠终于再次发生了变化 整个悟道珠中 那抹复杂的纹路 变得更加清晰了起来 隐隐有一种神秘的光韵 在其中闪烁 向上精神力 接触悟道珠 瞬息之间 向上就感觉到 一股好似血脉相连的感觉 从悟道珠中传来 原本向上虽然能够控制悟道珠 但始终有一点隔阂 但如今向上再次接触 竟然感觉到了 悟道珠中有一种原自本能的 对他的亲近 这是彻底认主了吗 向上心中一惊 接着就是一喜 事实上 他一直有一种担心 那就是悟道珠离自己而去 但如今 随着这种血脉相连的感觉浮现 他立即就知道了 他已经认自己为主 彻底受到了自己控制 甚至在悟道珠里面的深处 向上还感觉到了一股微弱的意识 这股意识向上只是微微接触 立即就明白了 这是悟道珠的气灵 只是这股意识太过虚弱 之前一直陷入沉睡之中 只有感知到对他有好处的东西之后 才会清醒过来 发出渴求的震动 如今 在无数的大道神韵灌输下 他才微微清醒 恢复了一些意识 向上接触这股意识 想要与他进行交流 只是不管他如何询问 都没有获得回应 直到向上快要放弃的时候 那股意识才忽然间与向上接触 将一个篇章传出 而后 他就再次陷入了沉睡之中 这是太过虚弱的缘故吗 向上嘀咕 脸上有欣喜 也有复杂 不管怎么样 悟道珠对他已经彻底认主 他倒是不担心 这股意识对他有什么危险 只是没能交流 或知悟道珠的具体信息 还是让他有些遗憾的 而在这个时候 他再次将道宝靠近 悟道珠却没有丝毫的反应 好像道宝已经对他失去了作用一般 不过 倒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向上响及气灵传过来的那个篇章 心思一动 刹那间有关那道篇章的信息 就全部浮现在了向上的脑海中 让向上微微一惊的是 这个篇章 与陈北璇传给他预知绝一般 都是用神秘神文书写 与之相同的是 向上只是微微一接触 就能够明白其中的具体含义 非常的神奇 或许 这种神秘神文 是一种高等级的文字 拥有神效 向上心中猜测 很快就陷入那篇章之中 造化篇之空物篇 这则篇章并不长 向上很快就将之浏览了一遍 与之前的预知绝一般 这篇造化篇之空物篇中 每一句都有着无尽的玄妙 也有着无数种理解 无数种可能 但向上却在瞬间就明白过来 这是一篇驱使法宝的法门 法器之上才是法宝 气灵为什么会传一门 这驱使法宝的法门给自己 难道是 向上心中一动 三天之后 向上走出了别墅 他接到了明语大师的信息 神念诗武器 已经炼制好了 再一次 向上来到了珍宝阁中 进入了明语大师的工作室内 向先生你来了 恭喜你战胜杨东升 名列天交榜第一 明语大师见到向上眼睛一亮 赞叹地说道 您过奖了 向上谦逊一笑 在前几天的时候 刚好又是一次 舞蹈天堂四榜更新的时候 如今天交榜上 向上已经从天交榜第四 一跃排在了天交榜第一 因为杨东升已经死去 所以靠后的排名 都往前提升了一格 只有之前拍在向上前面的几个 还保持在原来的排位 没有变化 其中 史天成倒是进了一步 又一次排在了天交榜第四 只是在最后一次 将道宝交给向上的时候 他却说 需要闭关了 被向上和杨东升 强大战斗力刺激下 他已经决定 正式闭关 冲击后天竞瓶颈 尽快增强实力 达到更强 从史天成的话中 向上还知道 天交榜前十中许多人 也因为向上的这一战 大受影响 不再继续沉淀 纷纷开始突破 如今已经很有一些人 突破到了后天竞 实力大有长进 明宇大师带着向上 进入他的工作室深处 春风满面地 从一个货架上 取出一个小箱子 向先生 你所要求的神念式兵器 全在这里面了 明宇大师笑眯眯地 将小箱子递给了向上 这么轻 向上诧异 感觉到重量有些不对劲 不过他 还是直接打开了箱子 顿时在里面出现了一个 制作精美的瘦皮袋子 橱带 不过好像有点不像 向上能够感觉到 这袋子中的空间波动 和橱带很相似 但却又有些不同 这是次元带 是我们珍宝阁 和一些炼器集团 一起合作制作出来的 储物法宝 目前还只是适用阶段 但也已经有一些流出 里面空间比储物带要小得多 但对于一般舞者来说 却还是极为方便的 你的武器 就在这次元带中 明宇大师开口解释道 次元带 以前我就听说过 有人在研制空间法宝 难道这就是成品 已经成功了 向上吃惊地问道 没错 算是成功了 除了可以储物的次元带外 还有可以存放活物的寿灵带 目前也已经研制成功 很快就会推出市场 明宇大师笑着说道 那这种次元带和寿灵带 价值几何 向上听了大为心动 次元带倒还罢了 它有储物带 用不着 但寿灵带却可以储藏活物 正好可以将洞洞养在里面 却是方便许多 一万零食即可 因为你订购的这套神念士兵器 价值高昂 所以 这件次元带 就算是送给你了 明宇大师笑名利地说道 那就谢谢明宇大师了 向上道了声谢 心里还是有些吃惊 不管是次元带 还是寿灵带 可都是涉及到空间运用方面的 尽管有材质本身 带有空间属性的原因 但珍宝阁能够炼制出来 还是非常让人震惊的 这表明 在炼器方面 他们已经走在了一个极为前沿的地步 距离恢复上古时代的色彩 并不遥远 而且它的价值 也颇为清明 对于普通人来说 或许非常昂贵 但对于炼器镜以上的舞者来说 真算不得什么 几乎可以做到人手一键 同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这次元带和寿灵带 已经可以实现量产 这就足以惊世了 向上拿起次元带 精神力涌动 瞬息间 一排排足足四十九柄三寸长 闪着迎迎清光的小剑 就出现在了向上身前的一个桌子上 这些清光小剑 每一柄都非常轻盈 拿在手上 好似轻弱无物一般 但却都坚硬到了极点 也锋利到了极点 只是微微一滑 距离桌面还有数十厘米的距离 一到静气 就从小剑中产生 扑的一声 桌面一角 就被斩断 这些小剑 每一个都达到了终极法器级别 因为神念师武器的特性 如果合在一起 甚至可以达到高级法器的程度 为了炼制它 我可是很费了一些心思 参考了古炼器法和现代炼器法两种方法 一起结合才炼制出来 其他不谈 单是锋利程度 坚硬程度 就不比一些顶级法器差 明语大师得意地说道 论威力 这套神念师法器虽然不如一些顶级法器 但其中蕴含的记忆 却是我所有炼制法器中的巅峰 向上点点头 这时候 它精神力涌动 瞬间与一柄青光小剑连接 因为没有过其他神念师的精神力沾染 一股融洽到了极点的感觉 从中传递开来 向上如臂食指一般 让它自由转动 实在是顺畅至极 只是微微一试 向上就知道 这套神念师兵器 至少能让自己的神念师实力 再次提升束筹 对这套兵器 向上可谓是满意到了极点 目前这套武器 还只是中品法器级别 不过如果你以后 找到了太炎晶晶 秘银等极品材料 也可以交给我重新熔炼 提升到高级法器 甚至是顶级法器 也不是不可以 明语大师解释说道 向上本身对练器虽然了解的不多 却也知道 成型的法器 想要再提升有多难 对于明语大师能够做到这点 颇为惊讶 心中也是一动 笑着说道 如果以后有寻到合适的材料 必然不会忘记叨唠大师 紧接着 他就在明语大师的陪同下 一起付清了尾款 自此 这套青色小剑 就彻底属于向上了 八十万零食一次性付清 如果是在之前 他定会心疼 但如今 却颇有一些风轻云淡质感 一场压住 向上零食一度达到了一千三百多万枚 尽管后来收购道宝 花去了近半 如今再次花去了八十万 还有足足五百多万枚零食 绝对算得上身价丰厚 只是单纯修炼 这些零食 已经足够向上使用很长一段时间了 这一次 自然没有不开眼的人来寻他挑战 向上走出了珍宝阁 上了一辆飞车 但却并没有往别墅赶去 向上打算前往野外 实验一下自己新的兵器的威力 小子燕如今被陈北璇接过去教导 不需要他费心 至于动动 他早就在别墅内放了足够 他十天半个月食用的雷金 他就算在外面待个一段时间 也没事 京都外 三百里范围内 灵气浓郁 却并没有太多凶兽 向上直接驱车来到三百里开外 下了车 向上一路急行 只往深山密林中而去 靠近京都 还有一些其他舞者 在林中穿梭 猎杀凶兽 或许收集灵彩宝物 向上精神力强大 早早就能提前发现 尽力避过 而后继续深入 向上越走越远 以他的体质 这点距离根本不会疲惫 速度还能保持飞快 在林中肆意穿梭 周围凶兽见多 但大多都是 觉醒进凶兽以下的凶兽 向上并没有出手的兴趣 偶尔一两头小妖 却也被他轻松斩杀 向上就连收拾战利品的兴趣 都没有 咦 忽然 向上察觉到一股芬芳 浓郁的香气 给了人无尽的渴望 向上甚至感觉到 自己的血液都开始沸腾 被这股香气吸引 是天才地宝即将成熟 还是 向上惊觉 很快有了不同的猜测 这种香气 有一种邪性 绝不是天才地宝成熟 应该有的景象 不过他还是小心地靠近 或许会有什么发现 沿着香气 向上走了近三公里 随着靠近 这股香气越加的浓郁 几乎迷惑人的神志 向上保持着清醒 渐渐地他已经察觉到周围 有其他凶兽 向着那股香气源头靠近的踪迹 向上一步跨出 站到了一个山岩上 眼前豁然开朗 在他身前五百米远 出现了一朵巨大无比的花 香气就是从花朵中散发出来 里面密密麻麻无数花蕊 在风中摇割 香气随着风吹过四散开来 让人身心皆甜 花朵生长在一个水泽中 有许多凶兽围在周围 一副蠢蠢欲动的模样 扑通 忽然 一头凶兽忍受不住那股诱惑 跳下了水泽 向着中央那朵巨花奔去 随着第一只凶兽的动作 其他凶兽纷纷震动 齐齐跃了下去 向着巨花跨过 但还是有一些凶兽 似乎是察觉到了危险 迟疑着没有下水 只是站在岸边 目光紧紧地盯着那朵巨花 向上察觉到 这些观望情况的凶兽 大多都是觉醒镜以上 甚至有一两头小妖 有古怪 五百米的距离 向上的精神力 已经勉强能够跨过 他精神力扫了过去 从那朵巨花中 竟感觉到了一种巨大的威胁 随着大部分凶兽跃入水泽 当最开始的那头凶兽 即将碰触到那朵巨花的时候 巨变突然产生 整个水泽忽然冻了起来 无数条根疼忽然冲天起 好似无数根触手一般 将水泽中的凶兽 全部捆了起来 他们发出了惊恐的嚎叫 拼命挣扎 但跟疼却越泪越紧 很快一些凶兽 就失去了生命气息 巨花在这时 却猛地一动 一口就将靠得 最近的一头凶兽 整个地吞了下去 巨花合并 无尽地芬芳跟着消失 只有偶尔流出的血液 证明那朵巨花 确实在吞食凶兽 岸边的那些 保持警惕的凶兽惊绝 纷纷后退 想要逃离 但这时候 水泽里面 又是快速射出几条根疼 只是瞬间 就将几只逗留 在岸边的凶兽给缠住 然后用力地 向着水泽中拖去 可以想象 一旦被拖入水泽 这些凶兽的下场 必然凄惨无比 两头小妖疯狂挣扎 一头小妖 像是刚好觉醒了火焰能力 喷出火焰灼烧根疼 终究让根疼松懈了一些 那头小妖得以挣脱 根本没有丝毫犹豫 她快速逃离了现场 至于另一头小妖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被根疼紧紧地缠住 最后猛地被拽入水泽中 数分钟后 就被无数根疼插入勒井 血液流淌 水泽都变成了深红色 最后失去了生息 化为了那句花的养料 向上震惊 没有想到 这句花竟然是一头少见的植物生命 以吞食凶兽血肉进行成长 以她能够轻易勒死通灵镜初期小妖的实力 至少达到了通灵镜后期 实力非常恐怖 向上有心 想要拿她实验一番自己的实力 但想想还是决定放弃 植物生命稀少无比 却往往生命力顽强 这只巨花植物生命 能力实在有些诡异 她不愿意冒险 但向上想要退离 这头巨花植物生物 却好像不想放过向上 在将所有凶兽都勒死之后 她竟然直接从水泽中冲出 向着向上狂奔而来 通灵镜后期的植物生物 智商极高 有着自己独特的窥探外界的器官 她察觉到了向上的窥视 不想放过它 一朵巨花 盘在顶端 无数根藤 生长在巨花之下 这时候 随着她跨出水泽 那些根藤 就好像一个个脚一般 在陆地上行走 每一步就是数十米 只是短短时间 就靠近在向上三百米之内 至于水泽中 一头头凶兽漂浮在那里 死状凄惨 血水将整个水泽染红 偶尔还有一些白骨透出 显然是以前这植物生物 猎杀凶兽所剩余的残渣 本来还想放你一马 既然自己想死 那就怪不得我了 向上脸色彻底阴沉了下来 心中一阵冷笑 如果她只是一个舞者 对付这植物生命 还有点畏首畏久 毕竟她的根藤实在是太多了 非常的难缠 一不小心被束缚住 就要有陨落的危险 但向上不仅是一个舞者 更是一个神念师 能在数百米之外 斩人首级的神念师 只要不让这植物生命靠近 对方相对她造成威胁 可是艰难得很 想到这里 向上精神力移动 瞬息之间 扶过腰间的次元带 立即一柄柄青色小剑 从次元带中冲出 之前在路上的时候 向上就已经用自己的精神力 将这些青色小剑 一个个沾染 印记下了自己的气息 所以在御史的时候 颇为自如 非常顺畅 与之前御史清风小剑的时候相比 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对这套青色小剑 向上颇为满意 因为通体青色 所以向上特地命名青明剑 去 一柄柄青明剑先后飞出 好似闪电一般划过天空 青明小剑 狠狠斩在了植物生命 巨花跟藤上 吃吃 别看着植物生命跟藤众多 但每一根都非常坚韧 之前一头通灵剑初期的小妖 拼尽全力 都没能崩断一根 向上的青明小剑 斩在旗上 艰难无比 被它控制了 足足斩了三次 才将一根跟藤斩断 不过向上的青明剑众多 它一次性控制 二十多柄青明小剑 在植物生命周围 快速穿行 一个个灵活无比 时不时地狠狠地 斩在它的跟藤之上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就有十多根根藤 被向上斩落 掉落在地上 面对这样的情况 植物生命巨花愤怒了 无数的根藤猛地抽动开来 一根根好像鞭子一般 无规则地四处狂甩 每一根都蕴含着无边距离 偶尔甩在岩石上 山石崩塌 石粉漫天 甩在地面上 泥石翻滚 尘土飞扬 树人难以合抱的巨树 在这根藤的鞭榻下 竟也是如遭重击 树表凹陷 树叶刷刷直落 几个根藤连续狂甩之下 甚至会被直接冲倒 嘎吱嘎吱地声响中 压倒一大片 向上的清明小剑 被它控制下 虽然灵活无比 但被这样密集的攻击之下 顿时纷纷被甩到 向着四面飞射了出去 哼 向上冷哼一声 知道单个的清明剑 并不能给这个植物生命 造成太大的威胁 精神力再次涌动 瞬息之间 那些被率飞的清明剑 再次被它掌控 依次飞回了向上的身边 而后在虚空中 飞速穿行了起来 哇 一股奇异的气息 从清明剑间弥散 眨眼间 二十一柄清明剑 就依此排列 形成了三柄 更加巨大的剑形虚影 或许是本体 都达到了终极法器的程度 每七柄剑形虚影 所凝成的剑形虚影 都凝实无比 好似实体一般 仔细观看 还能看到上面的剑体的纹路 三柄剑形虚影 依次排列 急速飞出 吃吃吃 七柄清明剑 凝结而成的剑形虚影 不管是锋利程度 还是砍击的面积 都要大了许多 用力斩在植物生命的根藤之上 如切面筋 一下子就是好几根 三柄剑形虚影一起 只是一瞬间 就有七八根根藤被切断 掉落在地上 丝丝带着乳白色根字从断口中冒出 隐约有小小的根藤从中生长 将切开的伤口堵住 只是短短时间就长出了数米长 只是相对于原本的根藤 鲜嫩很多 剑形虚影划过 几乎没有受到阻碍 就再次被斩断 但植物生命的生命力之强 从中就可见一般 圆满级别的预知觉驱使下 这一柄柄践形虚影 灵活得好似自己的手臂一般 在虚空中肆意穿行 时不时地飞斩而下 斩断数根根藤 只是数十息的时间 植物生命原本数量众多的根藤 就几乎被斩断了个干净 只剩下五根相对巨大的根藤支撑着 它似乎也被向上 这虚空空物的手段给激怒了 头顶上那巨大的 一直闭合着的花朵 猛地张开 立即一根鲜红色花心 就好像闪电一般 从花朵中喷出 直射向上 向上的精神力 时刻关注着战场中的情况 对方的表现 自然在它的窥视之下 它的花朵还没有张开 它就已经察觉到了不对 在花心冲出来的瞬间 它身形就是一动 横一数十米 消失在了原地 哼 植物生命巨花的花心 好像拥有非常恐怖的攻击能力 直接撞在向上原本所站的巨石之上 轰隆巨像中 巨石直接粉碎 整个崩塌开来 紧接着 一股浓烈到了极点的花香 从其中散发出来 让人闻了 都有点沉醉 好像整个神志都要受到影响 这种花香 竟然还有迷惑精神的特性 向上只是一闻 立即就反应了过来 封闭无感 防御花香的侵袭 之前可能是距离过远 这种迷惑精神的特性并不强烈 如今花心炸裂 自然效果强大了无数倍 只是 植物生命巨花这种攻击特性 如果是遇到其他的舞者 或许还有点作用 但对上本身精神力强大的向上 根本毫无威胁 向上只要躲避掉他的花心攻击 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轰 轰 轰 巨花花朵之中 连续不断地喷出花心 向上身形如垫 却总能在攻击到达之前 提前预判躲开 并且在躲避的同时 向上的攻击却也没有停止 践行虚影猛烈地攻击着 短短时间 五根巨大的跟藤 就只剩下了两根 巨花的跟藤虽然还能生长 但却鲜嫩无比 根本没有威力可言 到了这个时候 巨花终于慌了 她突然发现 自己的攻击总能被对方躲避 而对方的攻击 却能将她的跟藤尽数斩断 于是 她剩下的两个跟藤 就好像两只巨腿一般 直接转身 想要回到水泽之中 在水泽中 有她存储的凶兽血肉 只要吸收了这些血肉 她的跟藤 很快就能重新生长出来 但战斗到这个时候 向上又怎么会让她逃跑 三柄渐行虚影 高悬着 对着巨花狠狠地斩了下去 这一次 向上斩向巨花的本体花朵 跟藤只是她的攻击手段 她真正的本体 还是那朵巨花 只要将巨花斩破 破坏 她自然就会死去 植物生命生命力顽强 但失去了本体 自然也会陨落 没有什么是真正不死的 生命力强 都会有极限 破 巨花封闭着 向上的剑形虚影 展在上面 竟感觉到 一股虚不受力之感 大部分力量 竟然被巨花给倾泻掉了 只在她的花瓣上 留下了一个个印痕 当然 这一击也不是毫无作用 巨花虽然倾泻掉了 这么三柄 剑形虚影的巨大力量 但整个庞大的身躯 却猛地倒飞了回去 直接撞在了一棵大树之上 啪的一声 掉落下来 破 破 破 趁着她站立不稳 向上疯狂攻击着 在她的花瓣上 留下一个个剑痕 只是 她毕竟本体强大 是一只相当于 通灵境后期的凶兽 防御力之强 就算向上 遇使剑形虚影 拼命攻击 也没能斩破 不得已 向上猛地收回 三柄剑形虚影 再次运转 使得这三柄剑形虚影 再次柔和 形成一柄更加巨大 也更加凝实的巨剑 小七星剑阵 只有四十九柄小剑 一起结合 才能发挥出 完整的威力 但如今 二十一柄清明剑集合 威力却也极强 达到了后天境第九重 比之前剑形虚影 还要强大数倍 哼 汇聚在一起的巨剑 猛烈地斩下 巨花想要逃 却又如何能够逃掉 直接被巨剑淹没 向上的这一剑 终于将巨花的一个花瓣给斩破 形成了一个缺口 还不够 继续攻击 向上目光一闪 透过缺口 看到里面 还在疯狂抖动的花心 它好似在颤抖 在惧怕 但向上毫不犹豫 再次控制巨剑 狠狠斩下 立即 又有一个花瓣 被它斩破 巨花终于恐惧了 没有了跟腾 它的攻击力匮乏无比 根本对站在远处的向上 形成不了威胁力 想要逃跑 却因为跟腾被斩断 速度极慢 它就连逃跑的能力都没有 所以 在这一刻 它竟然用剩下的两根跟腾 合十在一起 对着向上跪拜了下来 好像是在谋求它的原谅 想要获得生机 通灵镜凶兽 灵智成长 都是几乎不下于人类的存在 这只巨花成长到如今的程度 实力达到了通灵镜后期 灵智比之十一二岁的小孩 还要聪明 这个动作 显然是它从哪个人类身上 学到的动作 或许以前 都是它作为主宰 接受别人的跪拜求饶 如今却是反过来了 从它之前距离向上五百米远 都主动攻击 想要留下向上的性命来看 它以前碰到的人类 显然没有生还下来的可能 如今它跪拜下来 求饶想要活命 在向上看来 反而显得更加讽刺 心中冰冷 巨剑毫不犹豫地再次展出 剑向上根本不为所动 继续对自己攻击 巨花顿时疯狂了 花心疯狂射出 周围山石泥土 好似被炮弹攻击过一般 留下了一个个的坑洞 强烈到了极点的香气 随着它的攻击而弥散 但向上封闭无感 这些香气 对它丝毫不起作用 这一切的一切 都只是它死前发出的 最后的挣扎 终于 向上控制巨剑 从上而下 顺着已经被破坏的花瓣 对着巨花的花心处 狠狠地刺了进去 是 巨剑深深地刺入巨花的花心深处 没入其中 几乎穿透 巨花只是奋力挣扎一番后 随后它整个花瓣 甚至新生长出来的根藤 都开始迅速变得枯萎 整个巨花的本体 也在迅速地失去生机 生机失去 巨花的防御力 明显减弱了太多 向上巨剑再次插入 很轻松 就将只刺了个对穿 哄 而随着它这一剑刺入 巨花整个花瓣包裹花心花蕊 都枯萎凋零 化为了一团烂泥 而它的身躯也支撑不住 倒在了地上 砸到了一片杂草 发出沉闷的声响 终于死了 还真是难缠 向上精神力扫过 已经彻底察觉不到它的意识 自然清楚 它已经死去 心思一动 巨剑瞬间分解 很快化为了一柄柄清明小剑 而后一次穿行 被向上收入了次元袋中 清明小剑放在次元袋中 实际上并没有以前挂在腰间方便 毕竟次元袋需要经过两个过程 打开次元袋 然后从中取出清明剑 而放在腰间 则能够直接驱使 但毕竟如今清明剑比较多 腰间已经挂不了那么多了 所以它只能放入次元袋中 以后有更好的方法 再进行更换就是 植物生命稀少无比 生命力顽强 一般都不好对付 但是它身上却有一件宝物 不管是人类强者 还是凶兽 都极为渴求 就算是先天境以上 强者碰到了 也会动心 很快 向上的眼睛就是一亮 心中激动不已 在没有杀死植物生命之前 它自然不做它想 但是如今植物生命被自己斩杀 它自然而然就想到了 有关它身上的一件宝物 生命之河 生命之河是植物生物特有的一种宝物 其中蕴含着浓烈的生命气息 服用之后 生机遍布全身 能极大的增强舞者的身体恢复速度 受伤后用更短的时间恢复 还能增强舞者的体质 让舞者身体各方面都得到增强 我记得江州市的时候 有人猎杀了一只觉醒境级别的植物生命 当时生命之河只有鸡蛋大小 却有人花费了十亿星元 从它手中收购 听说 后来那个服用了生命之河的人 凭借其中的生机 还有特殊力量 直接冲破了卡了它十多年的炼气镜瓶颈 突破达到了后天镜 向上心中想着 快速靠近巨花本体 手持战刀 切开巨花的本体 很快就从中 挖出了一个绿色的 带有一抹金丝的晶体 这个晶体 整体呈椭圆状 足足拳头大小 分为金绿两色 整体上绿色占据大多数 只有最深处 才蕴含有一抹金色 看起来丝丝缕缕 被绿色包裹 却非常明显 向上拿在手中 只是观看 心中就有一种悸动 感知到那里面蕴含着 纯粹的 让人心动的力量 通灵境后期 植物生命的生命之河 绿中含有金丝 这颗植物生命 竟已经开始逐渐向 更高层次生命进化 向上按睛 脸上却浮现出喜色 生命之河中 那抹金丝 则表明这只巨花 已经处在了通灵境巅峰 开始逐渐向着 更高生命层次 也就是先天进进发 当整个生命之河 呈现金色的时候 就表明 它已经进化完成 蜕变成先天 如今 它只是才刚刚开始进化 还不一定能否成功 却因为招惹到向上 只能陨落 化为朽木残花 先收起来 此地也不宜久留 向上打亮了眼周围 之前战斗动静颇大 要是引来别人的窥视 可就不好了 这种品质的生命之河 可是连先天进以上强者 都会动心 巨花本体 因为沾染了植物生命的特殊 同样是难得的木属性材料 特别是那些跟藤 不仅坚韧异常 可做兵器 还是少有的灵木材料 如果辅助炼丹炼气 能够提供更加强烈的 炙热的高温 只是这些跟藤的数量体积 确实太大了一些 不得已 向上只能放弃大半 捡取了一些精华部位 随后就离开了原地 至于那个水泽中 尸骨遍布 大多都是觉醒镜以下凶手 向上可没有太大的兴趣 果然只有出来才有机缘 这种生命之河 平时根本不可能买到 服用后 估计我就算不能突破到后天镜 也能在炼气镜积累得更加浑厚 离开水泽 向上目光前所未有的明亮 之前对战的杨东升 为什么早已经达到了 炼气镜的极限 还不突破 就是为了积累魂后 在突破到后天镜的时候 占据更大的优势 一次性突破到后天镜第三重 这反倒可以省缺更多的时间 进行修炼 天才 并不仅仅只是修炼快速 还需要各种资源积累 直接突破到后天镜第三重 和突破到后天镜第一重 然后花费时间修炼到第三重 两者间相差极大 而这没生命之合 却能够将这个时间直接缩减 杨东升需要花费三年的时间积累 甚至更长 而他只是一天就可以做到 不过还不急 这种好东西 用在积累根基 太过浪费了一些 我记得在这附近 有一株天才地宝龙西果 用它来积累根基 反倒更加合适 向上很快开始调整计划 他有一次登陆五道天堂中 有看到过人发帖 提到了这龙西果 并且就连具体地址都记载得一清二楚 就是在这附近 龙西果是一种极品灵果 蕴含着纯粹至极的元气 比之向上以前吃过的千年灵药 还要强大 足可以让向上的积累 达到最巅峰 原本 向上并没有想过 打这龙西果的主意 毕竟他原本 只想要检验一番新武器的战斗力 但如今 有了生命之河 秉着对实力的强烈渴求 他自然就记起了这龙西果 只是 这龙西果虽然效果极佳 对舞者有着数之不尽的好处 但东西却不是那么好拿的 龙西果顾名思义 是与龙有着极大的关系 这附近的那枚龙西果 就是生长在一头真龙巢穴之中 所谓真龙 自然不是远古传说中的那种龙 而是带有一些龙族血脉的恐龙 但是 凡是冠与龙这个称号的 都是极为恐怖的存在 不管是大夏联盟 还是海的另一边 龙都是一种很尊贵 很特殊的存在 百年前 没有任何生物 可以称之为龙 然而在灵气复苏的今天 各种生物进化 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可怕凶兽种族 猪狗猫蛇 虎羊狼兔 各种原本很常见的动物 都有强横至极的存在 还有许多生物 没有谁清楚 它们是怎么进化来的 比如向上之前斩杀的那朵巨花 本体可能是一朵石人花 可能是其他生物 没谁知道 它是如何演变成的 龙族 同样如此 它们或许原本就带有龙的血脉 或许吞服了什么天才地宝 总之它们进化 成为了龙重 不管是外形上 还是实力方面 都与各种传说中的龙 极为相像 这次向上所打主意的 龙锡国所在的真龙巢穴 就是一头钢铁龙的老巢 那是一头不管是力量 速度 还是防御能力战斗意识 甚至身体结构 都极为完美的无敌凶兽 真正的霸主级别的存在 要不是有这头钢铁龙存在 龙锡国早就被人摘取 也不会被人在论坛中披露 毕竟这头钢铁龙的实力 实在是太过可怕 尽管没有达到先天 但就算是地榜上强者 只要不是排名靠前的存在队上 也要有陨落的危险 而地榜上排名靠前的存在 也犯不着为了龙锡国 而专门惹上这等存在的麻烦 当然 以向上的实力 自然也不会是 这头钢铁龙的对手 他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想要去看看 是否有机会糊口夺食 毕竟 他虽然正面对上 必然不会是这钢铁龙的对手 但如果只是逃跑的话 他还是有一定把握的 速度身法方面 向上一向自傲 舞者中 几乎没有谁 能将身法提升到圆满级别 只有他 因为有悟道珠 如今身法已经超越了音速 笔直很多通灵境中后期的 速度型凶兽 还要快速 他想要找机会 趁着钢铁龙外出捕食的机会 谋夺龙西果 向上结合记忆中钢铁龙的方位 向着森林中进发 因为目的明确 向上的速度极快 很快就奔袭了数十公里 路上偶尔碰到的一两头 通灵境级别的凶兽 也没有理会 很快 向上就来到了一处巨山脚下 才刚一步入这地界 向上就能明显察觉到 周围的不同 太安静了 方圆树宫里内 没有一头凶兽存在 不仅小型凶兽进绝 就连虫名声都没有 一股压抑的气息 从中散发出来 让人心间慌乱 龙威 这是来自龙重生物的威慑 龙族 天生就是一种高等级的生物 许多凶兽 就算是同一等级 甚至比之实力更强 面对龙族 都会有一种低人一等之感 面对龙族的这种威慑 实力甚至不能完全发挥 向上有一瞬间 也产生了打退堂鼓的想法 这种龙威 对他的影响 倒没有凶兽那么强大 但从这种威慑中 他能够感觉到 他的强横 那是一种无敌的威势 面对这种威势 他有一种自己在做死的感觉 来都来了 向上苦笑一声 说了一声经典名言 将自己的气息完全收敛 近似于无 圆满级别的脸稀绝 让向上就算走在凶兽的身边 都不会被对方发觉 龙族虽强 但想必也难以察觉到他的存在 对这一点 他还是很有自信的 小心地向上上山 往半山腰的某一处洞穴 渐渐靠近着 不能再靠近了 向上停在了距离 那个洞穴五百米远的地方 刚好处于一个巨石的后面 从他这里 恰好能够窥视到洞穴里面一点的情况 怪不得龙溪果能被人发现 原来就长在了洞穴的门口 向上眼睛一亮 很快就发现 在那巨大的洞穴口里面 差不多十米远的地方 生长着寄住翠绿的植物 这些植物 叶子颇为奇特 成龙形状 只有顶端生长着一颗颗 火红色的果子 一 二 三 这里生长的龙溪果 竟然不止一个 而是五个 向上眼睛一亮 呼吸都有些急促 一个龙溪果 就足够让人积累圆满 原本向上估计自己的丹田过于巨大 可能一个不够 如果能获得这五个龙溪果的话 那绝对能够将它的修为 积累得更加浑厚 接下来 就是耐心等待 等待钢铁龙出去猎食 向上一点都不急 正面跑去钢铁龙的老巢 去虎口夺食 向上可还没嫌自己命长 自然不会去做 想要安全地从它的洞穴中 获得龙溪果 只有在它出去猎食的时候 才有机会 向上趴在巨石后面 气息收敛 近似于无 呼吸平缓 一呼一息之间 都极为的悠长且轻微 站在它的面前 别人都感觉不到它的呼吸 会以为是一个死尸 在这种情况下 向上自然不能进行修炼 只能默默养神 运转无名精神修炼法 提升自己的精神力量 只有精神力修炼 才不会对灵气产生波动 不会被感知到 时间流逝 缓慢而漫长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洞穴中安静如初 好似那钢铁龙并不存在一般 只有那若有若无的威压提醒着 在这周围隐藏着一头霸主级别的存在 终于 第二天一早 向上悚然一惊 从静修中清醒过来 透过石头缝隙 向上一眼 看向了那巨大的岩洞中 一头足足五米高 体长就有十米 尾巴也足有十米长的惊天巨瘦 从那巨大的山洞中 缓慢地走了出来 它的整个体型 显得颇为狭长 额头上有一根向上弯曲的独角 两只眼睛赫黄色 黑色领甲一块连着一块 将它整个身躯 甚至尾巴肚皮都一一包裹 不留一丝缝隙 钢铁龙 这就是钢铁龙 防御无双 力大无穷的钢铁龙 它目光冰冷地扫向四周 好像是在巡视自己的领地 向上连忙低下脑袋 根本不敢冒头 啊呜 它发出震慑的吼声 咚咚咚声中 快速在山林中奔袭 不急 它还没有走远 向上很冷静 并没有轻举妄动 透过石头缝隙 这时候 向上已经看不到 那只钢铁龙的身影 向上眼睛一亮 暗道 就是现在 身形如电 向上快速向着钢铁龙的巢穴冲去 它知道 留给它的时间并不多 谁也不知道 那只钢铁龙什么时候回来 要是被它堵在洞穴口 那就尴尬了 呼呼 风声呼啸 向上身如青烟 眨眼间就跨过了数百米的距离 靠近了那巨大无比的洞穴口 龙溪果 向上一眼就看到了 处在洞穴门口的龙溪果 没有丝毫犹豫 向上飞速窜了过去 一个两个三个 快速摘取 收入早就准备好的玉盒中 一边摘取 向上一边将精神力放在洞穴门外 时刻注意着钢铁龙的动静 忽然 向上身形一致 它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 有一股威压力量 让它感觉非常不适 不由抬起了头 它看向了洞穴深处 恰在这时 一个巨大的脑袋 从洞穴深处的拐角处 伸了出来 钢铁龙 还有一只 向上脸上的表情 瞬间僵住了 两只 神他妈知道 这个洞穴中 竟然有两只钢铁龙 向上想骂你 那个帖子根本没有提到过 这个洞穴中 竟然还藏有另一只钢铁龙 而且他也没有看到过 有谁提出过这样的一个消息 根本没有丝毫的犹豫 向上将最后那枚龙溪果摘取 毫不犹豫地转身 向着洞穴外狂奔 速度在瞬间达到了极致 我就知道 龙溪果这样的宝物 根本不可能留给自己 在看到另一头钢铁龙的瞬间 向上就知道 自己被坑了 或许是真有人发现了这龙溪果 同样有人 因此动心 但是 那些与向上一样 抱着侥幸心理的人 在一头钢铁龙出去猎食的时候 却一头撞上了另一头钢铁龙 而这也是为什么 那五颗龙溪果在过去这么长时间 都还能保留的原因 他们可没有像向上这般强大的 脸熄能力 能够将气息遮掩得近似于无 想必他们 在刚靠近龙穴的时候 就已经被里面的 那头钢铁龙发现了 至于之后的结果 自然不用多说 向上要不是在采摘龙溪果的时候 弄出了动静 想必里面的那头钢铁龙 还不一定能够发现它 呼的一声 向上冲出了龙穴 根本没有丝毫地停留 向着之前观测到的 另一头钢铁龙所去的相反的方向冲去 一声震天的龙吼声 恰在这时 自向上的身后传来 咚咚咚 好似地震山摇一般 钢铁龙也在瞬息间冲出了龙穴 直接向着向上追劲来 恰在这时 另一头钢铁龙 发出了回应的声音 然后向上很快就发现 在不远处那处山林中 巨树摇晃 另一头钢铁龙出现了 他一眼就看到了向上 顿时发出了愤怒的嘶吼 快速狂奔而来 一时间 向上竟同时被两只钢铁龙在追击 这次完大了 向上苦笑 心中非常郁闷 这个时候 身后的钢铁龙 距离他并不远 就算他提前起步 也只是与他拉开了200米的距离 至于另一头钢铁龙 与他倒还有10公里的距离 但是对方这时候 却也向着他急速狂奔 巨树岩石 在他那野蛮冲撞之下 好似泡沫般 直接被撞得粉碎 根本不能阻碍他分毫 唯一让向上有点安慰的是 他身后那头钢铁龙的速度 虽然极快 同样突破了因素 但比之他 却还稍有不如 两者间的距离正在拉开 尽管缓慢 但确实存在 但向上并不乐观 这个时候 向上已经发现 追在自己身后的这头钢铁龙 从体型上看 比出去猎食的那头钢铁龙 更小一些 好像是一头母钢铁龙 而另一头钢铁龙 不仅体型更大 速度也更快 踩一会儿的功夫 与他的距离 竟已经从原本的十公里 缩短到了七公里 也就是说 他的速度 竟然比向上还快 动 动 动 钢铁龙每一步踩踏在地面上 都发出惊天的震响 一些松软的地面 甚至会直接凹陷下去 承受不住他们的重量 但这丝毫不能 对他们的速度造成影响 庞大的体积下 他们每一步跨越都极远 狂奔之下 好似闪电一般 怎么办 向上有些急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虽然将那头母钢铁龙 逐渐甩开 但是另一头钢铁龙的速度 远超过他 这时候正逐渐接近 短时间内 如果不能将之甩开的话 他必然要被追上 三公里 两公里 一公里 向上的危机感 越来越强烈 他知道 他必须要做出抉择了 恰在这时 在向上身前数公里外 有一条身件 身件两边 相隔足足200米远 身后钢铁龙 显然也看到了这个身件 口中发出了兴奋的嘶吼 似是在高兴 自己终于 把这个胆敢冒犯自己 闯入自己巢穴的小家伙 给堵住了 机会 但向上的脸上 没有丝毫的慌乱之色 甚至眼中越加的明亮 向上精神力涌动 瞬息之间 五六柄清明小剑 就在向上的身边环绕 就是现在 向上很快就来到了 身件边缘 脚步甚至没有丝毫停顿 身子奋力一跃 呼呼风声 还有来自身件地下一股旋转的风 给人一种无可比拟的凶险感受 身件之下 可是数百米的悬崖 就算是后天进舞者掉落下去 生还的几率也只有百分之一 如果是一般舞者 此时早就心寒胆颤 认为自己必死无疑 而向上同样如此 心中极为紧张 在他跳出五六十米 即将往身件下面掉落的时候 环绕在向上身边的清明小剑猛的一动 直接悬浮停在了他的脚上 紧接着 他精神力驱动 这几柄清明小剑 这时候 却静止带着向上 往对岸飞去 很快 向上就依靠神念师手段 做到了预见飞行 直接跨越了两百米的距离 达到了身件的另一边悬崖 还好 以我如今的精神力强度 加上终极法器的清明剑的轻变 已经能够让我预见飞行了 穿行虚空了 站在悬崖另一边 向上心情极为舒畅 尽管目前他的精神力强度还不够 不可能像先天进强者一般 长时间预见飞行 只能短距离施展 且速度也比较慢 比他自己施展身法 慢了一半还多 但已经让他极为满意了 这个时候 他可不就因为这个手段 脱险了吗 卧槽 向上望向身间另一边悬崖 却发现 那只铁甲龙同样急速奔来 并且并没有丝毫地减速 而后在那边悬崖下狠狠一顿 哼 今天的正想过后 那只铁甲龙竟然直接飞越了过来 两百米的距离 在他一跃之下 眨眼就跨过 有没有搞错 向上脸色狂变 再一次将身法施展到了极致 向着远处狂奔 铁甲龙这么狂暴 这么狂野的充饰 实在有些吓到他了 同时也让他有些欲哭无泪 不就是在你家门口摘了的果子 除了的草吗 有必要对我这么疯狂地追赶 向上心中疾呼 眼中露出无奈之色 从这只钢铁龙泄露出来的气息中 向上就能够察觉到 其强大之处 就算是地榜上强者 都不是对手 向上清楚 自己更不是 他的战斗力 只相当于后天进第九重 面对地榜强者 也只是一个死字 更别说比地榜强者更强的钢铁龙 所以他只能逃 只是这只钢铁龙 不仅实力比他强 速度还比他快 实在让他有些绝望了 上天 向上一边狂奔 一边心想 很快 他就摇头 这只钢铁龙 因为不是先天 或许真不会飞行 但是在天空中 向上也根本跑不远 遇见飞行说起来拉风 但他精神力有限 根本坚持不了太长的时间 再加上在空中遇见飞行 他的速度可要远比在地上慢得多 钢铁龙只要守在下面 等待他精神力耗尽 就能毫不费力地将他捕杀 指望钢铁龙 因为他飞天 就放过他 不可能 隆重的智慧 天生就比较强大 这只钢铁龙的智慧 绝对不下于人类 不会看不出他的弱点 除了上天 那就只剩下下地了 向上心中苦谈 忽然眼睛一亮 下地 好像可行 感知到身后钢铁龙 距离他越来越近 知道时间紧迫 向上根本没有犹豫 精神力再次涌动 刹那间 就有七八柄清明小剑 自他身上飞出 紧接着 向上精神力控制 这几柄清明剑围成一圈 而后快速旋转了起来 直接往地下一钻 好似一个钻头一般 在向上精神力控制下 眨眼间 地面就形成了 一个半米方圆 深沉的坑洞 没有犹豫 向上身子一跃 直接向着 这个坑洞中 跳了进去 向上精神力涌动 地底下面 竖柄清明小剑 没有丝毫停顿 快速地旋转着 中平法器级别的小剑 锋利无比 就算是地底身处的山石 也根本不能阻挡分毫 被直接切割成了碎末 而后向上就 顺着这个坑洞 一直深入 这一刻 他比穿山甲的挖坑速度 还要迅速 只是短短数息的时间 他就已经钻入地底 近百米 恰在这时 钢铁龙感到了 他口中发出了 一声愤怒的嘶吼 一口龙吸 被他直接吐出 顺着那个坑洞 向着向上快速袭来 不好 向上虽然在挖洞 但精神力 却时刻关注着 身后的动静 感知到钢铁龙的动作 知道他特有的龙吸 不好惹 连忙奋出两柄清明小剑 在身后穿梭 用泥土将上面的洞口堵住 也将自己彻底掩埋 哄 一声震响传来 紧接着 向上就察觉到 一股疯狂的挤压质感 从身后涌上 好在洞口狭小 加上泥土掩盖 钢铁龙的龙吸 威力虽强 却被完全阻碍 根本传递不过来 向上控制清明箭 继续钻洞 钢铁龙的恐怖 给他的印象 实在太深刻了 只是地底百米 还是不能给他 太大的安全感 150米 200米 300米 足足深入地下500米后 上面的所有动静 已经听不到了 向上才停止了挖掘 歇息了起来 精神力控清明箭 如此飞速钻地 对向上的精神力 消耗极大 这个时候 他也有些疲惫了 一时半会儿 那头钢铁龙 应该不会离开 看来我还需要 在这地底下 待上一段时间 挖出了一个 四米方圆的空间 向上心中暗道 不过正好 我可以在这里 进行突破 再也没有哪个地方 比地下500米 还要安全的了 完全不会受到打扰 向上自我安慰 很快就将来自 钢铁龙的威胁 抛之脑后 钢铁龙再强 也不可能刨开地面 冲入地下500米 将它找出来 它那庞大的体积 是优势 但在挖洞方面 却成了劣势 地底之中 空气稀薄 但向上修炼到 如今这个程度 早就可以达到内呼吸 通过体内蒸气 替换空气供养 自然不受影响 龙吸果 向上手一翻 一个长条形的玉盒 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打开玉盒 一股充盈的灵气 就从中散发出来 五颗晶莹剔透 通体火红的龙吸果 随之浮现在他眼前 五颗龙吸果 单单观看 就让人心动 想要吞服 更被说 其中散发出来的 一股特殊的灵气 更让他蠢蠢欲动 如今 我的五道修为 是炼气进第九重 但因为丹田太过巨大 真气积累 并没有达到极限 五颗龙吸果 绝对能将 我的积累夯实 真气达到巅峰 发生蜕变 向上心中想着 拿起一枚龙吸果 直接吞服 刹那间 一股好像暴炎一般的气息 就自他体内爆发出来 龙吸果效果强大 但其中或许是沾染了 隆重的某种气息 非常的狂暴 向上脸色不变 体内真气疯狂地运转 直接将这股狂暴的灵力炼化 一个周天 两个周天 三个周天 无尽的灵力 在真气运转之下 很快就被驯服 而后直接涌入向上的丹田之中 这股灵力太过纯粹 品质与向上的真气还要高 转化之后 反倒促进向上的真气 更加纯粹 也更加凝实 半个小时 第一枚龙吸果完全吸收 果然还没有圆满 继续 向上缓慢睁开眼睛 察觉到体内真气还没有完全填满 毫不犹豫 再次拿起一枚龙吸果 吞入口中 十分钟后 又是一枚龙吸果 被它吞服 直到这时 向上才察觉到 自己体内真气 已经彻底圆满 几乎挤压不下一丝 凝实 压缩 向上疯狂运转真气 将至凝实压缩 与此同时 向上全身筋骨皮肉 都在颤抖着 肉眼可见 向上的皮肤 在发生着幅度虽小 却频率惊人地颤动 丝丝气体 从它皮表渗透而出 带出一些黑色物质 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 向上如坠梦中 感觉全身舒畅 于是 向上再次吞下一枚龙吸果 顿时 一股几乎要将它 丹田撑爆的力量 疯狂地涌入 它的皮表颤动得更加快速了 它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在增强 不管是力量还是体质 或者真气数量和品质 都在提升着 这是一种蜕变 渐渐地 它体内的真气 从原本的丝丝缕缕 开始向液体转变 被挤压而凝结在一起 开始雾化 不急 还不到彻底突破的时候 向上心中暗道 真气成液 是后天境的标志 向上没有莽撞行动 而是再次吞下了一枚龙吸果 这个时候 五枚龙吸果 彻底被它吞食 哼 好似爆炸一般的力量 在它体内攒动 丹田内的真气 已经非常的凝实 一缕缕真气挤压在一起 渐渐地成雾状 就是现在 向上不再压制 更多的真气 向着雾化转变 眨眼间 原本丹田内充盈的真气 就消失了一大半 一股股雾化的真气 逐渐形成了液态 还不够 向上知道 如果它现在想要突破 随时都可以突破 炼气境到后天境的瓶颈 对它来说 形同虚设 因为它的真气太过浑厚 转化为液态后 力量也太强了 炼气境和后天境的瓶颈 任督二脉的关卡 根本阻拦不住 如果向上的目标 仅仅是后天境第一重第二重 那它现在自然可以突破 但它手上 此时可有着生命之河 这样的好东西 自然不会仓促 就冲开任督二脉 进入后天 向上手一翻 瞬间一枚椭圆形的金盒 出现在了向上的手中 植物生命的根本 生命之河 生命之河 真正的精华 是金盒里面的生命灵液 外壳只是保护 向上自然知道 生命之河的使用方法 伸手一摸 一柄清明小剑 就出现在它手中 它用力一滑 扑哧 坚韧的生命之河外壳 就被向上直接刺破 不不 生命之河里面 一股碧绿色 带着点金黄色的液体 在里面缓慢流淌 以我的实力 比这外面的钢铁龙 相差甚远 但是一旦使用 生命之河中的生命灵液 突破到后天境 向上期待万分 之前被钢铁龙 追得上天入地 狼狈无比的景象 可还历历在目 一旦突破到后天境 他相信自己的实力 比之钢铁龙 绝对不差 甚至会更强 五道境界 对于实力的增幅 还是极为恐怖的 就像之前 与向上对战的杨东升 在他练气境的时候 使用神念师手段 却被向上吊打 但当他突破到后天境 神念师方面 向上就完全不是对手 后来使用了 五道神通大道拳 才得以翻盘 向上自信 一旦自己突破 五道境界 对于实力的增幅 将比杨东升 更加恐怖 开始吧 为了不使这些 生命灵液浪费掉 向上张开嘴巴 精神力控制下 生命之河中的灵液 全部飞入他的口中 没有丝毫的浪费 一口生命灵液土下肚 瞬间一股清凉舒适的感觉 就弥散全身 那种舒爽感 甚至让他觉得 整个灵魂都在站立 太舒服了 与想象中完全不同 向上就好似置身于母体之中 身体所有疲劳 所有的不适 都在这一刻消失无踪 生命灵液中无尽的生机 瞬息间融入了 向上身体的每一处 这股生机 让他身体最深层次的血肉 细胞都发生蜕变 得到进化 向上的基因 更是飞速地修复完善者 脱离掉无用的基因 进化重组出 更强也更合适的基因 这是一种源自 生命层次的进化 这种体质上的变化 让他迷恋 不仅是身体本身 无尽的生机 同样融入向上的真气之中 丹田之中 好似赋予了 向上一种特别的力量 让他的真气都变得不同 原本充满毁灭力量的 紫色雷属性真气 因为这股生机的涌入 竟让毁灭中带有生机 柔和之下 反倒使得真气力量更加强大 这一刻 向上有种直觉 同样的招式 如果用如今的真气去施展 威力至少要强大竖筹 如果以他现在的真气 去运转大道拳 绝对能够一拳 就将杨东升给打爆 同样的 丝丝缕缕的生机力量 涌入他的脑海 带动精神力 再一次获得增长 这种蜕变 足足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才停止了下来 向上睁开了双眼 感觉自己的状态 前所未有的舒畅 就是现在 向上重新闭上了眼睛 体内汹涌的真气 在这一刻终于动了起来 流转之间 好似飓风呼啸 带动着他体内发出震荡之音 没有丝毫犹豫 向上聚集真气 在畅通无阻的经络中流淌 而后冲向了任督二脉 哄 如耳鸣般的震响过后 势如破竹一般 任脉直接被冲破 紧接着督脉 也根本没有阻碍多长时间 就被撕裂出一个口子 嗡 刹那间 向上的感悟就全然不同 一个新的天地 新的世界 在他眼前浮现 后天境 根本没有时间感慨 汹涌的真气 无止境地在体内流淌 全然贯通的经络和经脉 让向上体内真气流转不息 好似江流倒卷 呼啦啦作响 带动着向上整个身体 都在发光 如神似佛 后天境修炼 与炼气境完全不同 这个境界 修炼的是体内的学窍 直到这个时候 功法品阶的不同 才会有着极大的差别 向上心中想着 脸上浮现出一丝 志得意满 低等级功法 记载的学窍稀少 修炼到极限 所能够填充的学窍就少 比如最低品阶的 黄品低阶功法 估计只记载了81个学窍 也就是说修炼到顶 也就是达到 后天境第九重 也只能点燃81个学窍 而向上所修炼的 神骁五雷法 是的自神骁阁中的 天品高阶功法 上面所记载的学窍 足足达到了720个 一旦全部凝炼点燃 那它的实力 将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脑海中将功法 快速过滤一变 向上瞬间运转了起来 嗡 向上身躯一颤 体内720个学窍 猛的一阵 产生了一股犀利 瞬息间就让向上在 经络经脉中流转的真源 依此流入学窍之中 嗡 嗡 嗡 眨眼间就有数十个学窍 被向上的真气灌满 然后通透 发出银银之光 这是学窍通达 已经被点燃之小 视如破竹一般 数息之间就有241个学窍 被向上真源点燃 彻底通透 终于在这个时候 向上的真源不足以再次进发 点燃学窍 停止了金勇猛进 241个学窍被点燃 也就是说 我直接突破 达到了后天境第四重 向上心中想着 脸上不由 露出喜色 天品高阶 功法神骁五雷法 点燃80个学窍 才算冲破一重 向上直接冲破了241个 相当于第三重圆满 进入了第四重 尽管才是刚刚踏入第四重 但智语量 已经完全不同 一股强大至极的力量 自向上心中产生 向上身体微微震动 体内已经被点燃的 241枚学窍 就发出银银之光 带动着他体内气血 急速增强 学窍点燃 不仅在增强他的气血 他体内真元也被带动 变得更加凝实 如拱叶一般 沉重而流转自如 而向上的精神力量 也随着他的境界突破 好似重开了某个关卡一般 快速飙升着 在之前 向上的精神力 还是成雾化状态 一缕缕的金色精神力 虽然犹如实质 但毕竟有些虚妄 但是如今 向上的精神力 竟然也形成了一个实体一般 无数金色精神力极度压缩 形成了一个圆形的金珠 金珠之中 精神力浩瀚如海 只是微微扩散 浩浩荡荡 尽管处在地下之中 周围都是泥土 但原本透过泥土 它只能观测到一米的范围 但如今 向上将精神力散开 就算泥土中 向上也能够观测到五六米远的距离 竟直接提升了五六倍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值 感知到自身的变化 向上终于睁开了双眼 这次突破 前后只是花费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向上看了眼个人终端上的时间 残留着突破后 排出的污垢的脸上 露出笑容 事实上 前后时间多半都花在了炼化龙溪果 还有吞浮生命 灵液之上了 它突破到后天境 实际上并没有消耗太多时间 只是微微一冲 就冲破了瓶颈 甚至点燃学窍 突破到后天境第四重 也只在瞬息间就完成了 原本我的实力 应该相当于后天境第九重 在后天境第九重中 应该也算强者 但强的也有限 因为在之上 还有的绑强者 就算是最弱的地绑强者 实力都要比我强 向上心中 对于自己的实力 有着清晰的认知 炼气境第九重的他 绝不是得绑强者的对手 比如 跟他有过恩怨的 陈家家主陈九重 柳家家主柳宗如 都是地绑上排名靠前的强者 他就算手段进出 也会被他们碾压 但如今 哄 向上随意地挥出一拳 就令空气炸裂 轰隆声响中 他身前一米外的泥土 直接砸出一个深深的坑洞 巨大的拳印 清晰可见 如今我随意一击 威力都赶得上以前的权力爆发 如今 我只论身体力量 都不比一般的后天进强者差 权力一击 力量应该超过了百万斤 百万距离 绝对恐怖无比 堪比人形暴龙 如果运转真元 那么我的普通一击 就绝对可以达到地榜强者的地步 甚至 如果施展大道拳 地榜前列强者 估计也要隐恨 向上猜测着 尽管没有真正与地榜强者战斗过 但他却有这种自信 他能够实实在在地 感知到自己的实力增幅 要知道 他241枚学窍点燃 可是相当于许多修炼黄品 甚至玄品功法的后天镜第九重 这种源自功法品界的差距 绝不是一般人所能够跨越的 论真气魂厚程度 他早就已经超越了 许多的后天镜第九重强者 至于神念师手段 甚至比武者手段更强 向上同样不能准确判断出 自己的神念师的实力 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 但是 以他如今精神力的魂厚程度 四十九柄清明剑 他已经可以全部自如地掌控 也就是说 他能够发挥出 小七星见证的完整威力 小七星见证的完整威力 据当初向上兑换秘籍的时候 上面所提出的 理论上可达先天 尽管只是理论上 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其威力之强 或许 地榜前十 都有我的一个位置 向上感知到自己的强大 心中涌现出无上的信心 至于现在 是时候出去了 向上精神力涌动 他提表被蒸汽冲刷出来的残渣污垢 直接就从他身上抽离 瞬息之间飞出 掉在地上 形成一个婴孩拳头大小的泥垢 而向上身上 却已经完全干净 没有一丝意味 去 紧接着 向上再次运转精神力 一柄柄清明小剑就飞出 微微一转 就形成了一个钻头 直接冲天起 刷刷刷 眨眼间 原本被掩埋的土地 就再次被冲开一个可以进出的口子 向上沿着洞口 快速跃了出去 轰隆隆 岩石地层 在清明小剑锐利无双之下 好似豆腐扎一般粉碎 地表的泥土 也被小剑压实 形成一个可供人通行的通道 破 一声震响 尘土飞扬 向上终于跨过了五百米的距离 从地底下冲了出去 一声惊天的震响 忽然自向上不远处响起 那只钢铁龙竟然还守护在周围 眼见向上突然从地面之下跳出 瞬间冲了过来 这个时候 那只钢铁龙距离向上 只有数百米的距离 几乎眨眼间 他就冲到了向上的镜前 尾巴猛的一扫 剧烈的音爆音就从中传来 没有谁会怀疑 这一扫尾的威力 我还没找你的麻烦 你竟然还敢主动攻击 向上怒了 之前被追得上天入地 任谁心里都有火 这个时候 这只钢铁龙还在这里 足足守了他两个多小时 一副不杀他不罢休的模样 向上顿时更加愤怒了 身形一动 有如青烟一般 向上消失在了原地 但下一刻 钢铁龙局找探出 紧随其后 张嘴撕咬 而后又是一剂甩尾 钢铁龙疯狂攻击着 速度快到了极致 如果从远处看 只能看到一个庞大的身躯 有如幻影一般 攻击速度因为太快 撕裂的空气 发出一阵阵的暴虐的声音 向上神色不变 身形如电 有时柔和得好像一阵风 有时又迅捷地 可以冲破虚空 狂放自如 突破到后天镜后 向上的身体素质提升了太多 施展身法后 躲闪腾移 随意使出 就算钢铁龙攻击速度快的惊人 每一击都产生巨大的音爆声 可就是没有办法攻击到 向上一丝 全部被他躲了过去 接下来轮到我了 向上瞬间化作残影 消失在钢铁龙的攻击之下 再次站定 他已经站在了 距离钢铁龙百米开外的地方 刷 刷 刷 向上精神力涌动 次元带中的清明小剑依次飞出 眨眼间就从中飞出了49柄小剑 好似49个青色闪电一般 在虚空中快速穿行 钢铁龙四世也知道 向上这小剑不简单 快速冲上来 想要打断向上的攻击 他嗷呜一声 发出了巨大的震慑之音 触步及防之下 向上动作不由一致 隆重特有的龙威 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攻击手段 向上精神力强大 几乎瞬间清醒了过来 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但躲避的动作 在这个时候 却来不及施展了 因为他那巨大且狭长的尾巴 好似闪电一般 就甩了过来 哼 向上面色不变 快速运转大道呼吸法 而后迎着他的巨尾 一拳狠狠地打了过去 大道拳 Pull 突破后 首次施展的大道拳 和蕴含着钢铁龙 无穷力量的绝招甩尾 直接撞在了一起 好似彗星相撞 发出了震天的巨响 紧接着 向上拳头表面汇聚的 蒸汽溃散 手上鲜血直流 甚至露出了森森白骨 但更快 向上就感觉到 一股暖流在自己的手上流淌 鲜血眨眼间就停止了流淌 破碎的伤口 也很快开始修复 只是短短时间 他手上皮肤 除了显得鲜嫩一点之外 与之前完全没有什么两样 向上眼睛明亮 知道是之前服用 生命之盒中的生命灵液 让得自己体内 也蕴含了这种生机力量 身体恢复速度 直接增强了无数倍 与此同时 钢铁龙的尾巴上 也是灵甲破碎 流出了薄薄的龙血 这一击 两者兼势均力敌 正面应对下 进步相上下 啊呜 钢铁龙大吼 不敢相信 之前被自己追赶的 只能拼命逃走的人类 竟然能让自己受伤 钢铁龙果然不愧是龙重 霸主级别的生物 向上目光微闪 心中也是暗精 要知道 在他炼气境第九重的时候 施展大道拳 威力就足可达到 后天境第九重 而如今 向上五到十力 突破到了后天境第四重 不管是真元还是力量 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施展大道拳之后 威力绝对恐怖无比 但是这样的一拳 竟只是与钢铁龙相仿佛 由此可知 这钢铁龙的攻击力之强 不过 我既然敢从地底出来 自然有着十足的把握 向上眼中闪过一丝疯狂 在钢铁龙再次探找攻击的时候 又是一拳打出 碰 这一次 向上借助钢铁龙这股力量 身形击退 好似闪电一般 直接与他 拉开了数百米的距离 并且 他的爪子 或许不及他的甩尾力量 强大 是以向上并没有受伤 而与此同时 向上精神力控制下 四十九柄青铃小剑 在这一刻 终于将小七星剑阵 完全组合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个 完全由青铃小剑组成的 一个足有三米长 五十厘米宽的大剑 大剑之上 一股流畅无比的精神力量 在其中穿梭 柔合在一起 浑然一体 小七星剑阵 落 大剑被向上控制 遥遥斩出 大剑对着钢铁龙的脑袋 狠狠地砸了下去 剑阵凝结成的大剑 虽然巨大 却灵活无比 也迅捷无比 好似一个绿色闪电一般 直接斩下 如此近距离下 加上钢铁龙体型庞大 根本闪躲不开 只是他好像并不用闪躲 全身领甲遍布的钢铁龙 对于自己的防御力 自信无比 直接昂起自己的头脚 硬顶了上去 哼 原本向上在练气境第九重的时候 他精神力不足 只能施展不完全版的小七星剑阵 只能控制二十一柄清明小剑战斗 但就算是不完全版的小七星剑阵 威力也强势无比 达到了后天境第九重 可力战通灵境后期巅峰的植物生命巨花 将之直接斩杀 而如今 向上突破到了后天境第四重 精神力大增 已经能够将小七星剑阵完全施展出来 攻击力有了质变 其威力到底强到什么程度 向上都不能预估 哼 钢铁龙防御力无双 头顶尖角更是其中之最 但在小七星剑阵完整威力攻击之下 直接被轰得尖角崩裂 脑袋狠狠地撞在了地上 他脑袋下岩石地面都直接被砸得崩裂开来 形成了一个数米深的坑洞 杀 向上双目如垫在钢铁龙爬起来的瞬间 小七星剑阵再次落下 狠狠地斩在了钢铁龙的脊背之上 碰 钢铁龙那坚硬无比的铠甲 直接崩裂一道巨大的剑痕 在他身上浮现 勃勃龙血瞬间顺着伤口流淌出来 滑落在地 龙血落在地上 形成一个小型的坑洞 以钢铁龙的强大 就算是龙血 也沉重无比 堪比铁块 并且里面蕴含着强大至极的能量 被人吸收 可以直接增强肉身力量 提升体质 碰 碰 碰 向上一次次轰击 在他掌握了战斗节奏的情况下 根本不给钢铁龙反击的机会 大剑一次次落下 每一次都带着无可匹敌的力量 将钢铁龙的灵甲崩裂 并且斩在同样的位置 饶使他的防御力无双 在向上小气星见证攻击之下 也承受不住 啊呜 钢铁龙怒吼 发出嘶鸣 他甚至找到机会 一口喷出了一口龙吸 一股好似岩浆一般的 散发出灼热腐蚀性力量 向着向上飞射过来 速度极快 但在向上精神力感知之下 他的攻击无所遁形 被他提前感知 一步就闪开上百米 那道龙吸落在地上 发出痴痴痴的腐蚀之音 向上原本所站的位置 一大片地方 完全被腐蚀掉了 留下了一个 足有七八米深的巨坑 剑撞 向上攻击得更加疯狂 大剑斩下 几乎将他脑袋斩断 龙血飞剑 龙肉四射 他的灵甲已经完全残破了 看起来凄惨无比 啊呜 钢铁龙口中发出悲鸣 这个时候他终于明白 自己完全不是向上的对手 在硬抗了又一次斩击之后 发出狂奔 向着远处奔逃而去 现在才想逃 逃得了吗 向上冷笑 身形如电 直接达到了急速 而后小七星剑阵再一次落下 破 龙血洒满大地 原本就已经深可见骨的伤口 变得更加巨大 龙骨都几乎完全断裂开来 被向上斩断 啊呜 这个时候 钢铁龙的声音已经有些慌乱了 连嘶吼声都变得小了许多 向上丝毫不为所动 再次小七星剑阵 再次落下 破 破 破 向上连续攻击 大剑一次次落下 终于在某一刻 钢铁龙的那硕大的脑袋 被向上直接斩落下来 脑袋翻滚 在地面上流出了一团薄薄的龙血 碰 一声震响 钢铁龙直接倒在了地上 脑袋掉落 就算他生命力顽强 也彻底失去了再次复生的可能 呼呼 终于将他斩杀 向上口中长呼一口气 精神力也是感觉到一阵阵疲惫 连续施展小七星剑阵 饶势向上心境突破 精神力凝实成为了金珠 浑厚无比 这个时候 也感觉有些消耗过度了 毕竟完整版的小七星剑阵 每次施展后 所需要消耗的精神力 太过庞大了 就算是向上 也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不过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斩龙 看着那比他身高 还要庞大的身躯 向上的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 斩龙 可是一个少有荣耀 整个京都中 公认得到斩龙称号的 也只有少数几个地榜上强者 其中大部分 都是地榜前十的存在 地榜中能够力敌龙重 与之战斗而不败 就已经是可以炫耀 将之传送的事情了 更别说将之斩杀 向上从五道天堂四榜中看到过 地榜上强者 公认获得斩龙称号的 只有五位 其中只有十三位 做到了力敌龙重而不败 同样被人称赞 而如今 后天进舞者 能斩龙的强者中 将再次添上一位 斩龙者 向上 微微歇歇 向上心中一阵兴奋 龙重身上 可全都是好东西 向上快速向前 首先就将他的血液 收集了起来 龙血对于舞者的力量 有着极大的增强作用 对如今的向上来说 作用已经不大了 可对于小紫燕来说 绝对算是大补之物 而后向上拿出战刀 开始将他的领甲 还有头角 全部切割下来 一一收集 放入自己的储物袋中 钢铁龙的领甲等物 坚韧无比 是制作防具的极佳材料 价格不菲 向上自然不会放弃 紧接着是他的血肉骨架 甚至龙手中的龙须龙岩 在炼器炼丹 甚至制服方面 都可以用得上 向上一一收集 终于 一个小时过后 整个现场 一片狼藉 血腥味大的惊人 不过向上终究将 整只钢铁龙收拾完毕 全部放入了自己的储物袋中 也就他身上储物袋多 空间够大 才能将之全部放下 不然 还真要将一些血肉舍弃掉 龙角龙铃 再加上龙尾骨架 整个钢铁龙身上的材料 价值 应该在150万临时左右 也算一笔不菲的收获了 向上呼吸微微急促了下 很快就变得平静了下来 如今向上临时不缺 150万虽多 但已经不能 让向上动容了 不过这种财力增长的感觉 还是让人兴奋的 特别是这些材料 如果拿出去 本身就是实力的象征 听说龙族向来 就有收集宝物的爱好 这钢铁龙是龙重 应该也保留了这样的特性 既然他已经被斩杀 那我少不得 要去他的巢穴中 走上一遭 向上心中暗自想着 立即开始动身 半个小时过后 向上再次来到了 钢铁龙的巢穴 之前向上实力不足 在被钢铁龙追击之下 只能仓皇逃窜 如今实力得以突破 加上那头实力更强的钢铁龙 已经被他斩杀 他自然不惧另一头母钢铁龙 大不了就是一战 向上心中 可还想着猎双龙呢 不在 向上站在钢铁龙巢穴口 精神力直接探了进去 却没有感知到 另一头钢铁龙的气息 不由一愣 看来一天之内猎杀双龙的想法 不可能实现了 向上微微有些遗憾 身形却毫不犹豫地踏入其中 饶式钢铁龙是隆重 智慧不下于人类 可毕竟还是处于如毛饮血的状态 洞穴中的味道很不好闻 不得已 他只能平住呼吸 这个真龙巢穴很大 却并不深 只有数百米的远 沿途中 向上再次发现了几株龙稀果 尽管他已经用不上 却也没有放弃 被他一一采摘 收入玉河中 终于 向上直接来到了钢铁龙巢穴的最深处 说实话 向上有点失望 或许是他们体积庞大的原因 这里面非常宽敞 只是一眼看去 向上并没有发现 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 他们确实有着 喜欢收集闪闪发亮的东西的习惯 在洞穴的一角 向上发现了一堆荧光闪闪的石块 这些石块 虽然有些东西同样具有一些价值 但对向上来说 确实有些实之无味了 想象也是 毕竟只是龙重 与真正的真龙相差甚远 就算是收集 也不可能收集到太多的好东西 向上有些失望的叹口气 精神力扫视下 向上很容易就能分辨出 里面哪些东西具有价值 除此之外 在角落还有一堆白骨 一堆粪便 特别是粪便那边恶臭飘扬 让人作呕 向上大失所望 正打算直接离开 忽然他的身形一顿 这是什么 向上望向了距离那些金银石头不远处的地方 要知道 钢铁龙毕竟有了智慧 各个东西都分类摆好 有价值的地方 一般都摆放得很好 比如那堆发光的石头 而这些东西 同样摆放在发光石头的边上 也就证明着 在他们的想法中 他们是有价值的 兵器 铠甲 战斧 这是钢铁龙斩杀人类武者 所留下的战利品 向上很快辨认出那些东西的具体信息 从这堆有如小山的战利品上看 这头两头钢铁龙斩杀的人类武者可不少 向上见了其中光是战刀就足有十件 其他长枪长剑 足有十几件 更别说战斧铠甲 嗯 这难道是 忽然向上心中一惊 精神力一叹 直接将一块圆形的盾牌带了出来 这个盾牌 好似一个龟壳 被打磨得很粗糙 感觉只是稍微收拾了一下 就被人当作盾牌来使用 单单肉眼可见 好似没什么不同 但向上却从中感知到一种古朴的气息 这种气息 就像 就像这空心铃铛一样 向上心念一动 空心铃铛从储物袋中拿出 向上细细感知 果然是发现 这个龟壳模样的盾牌中 有着与空心铃铛一样的古朴气息 他试着将自己的真元 灌入盾牌之中 一股强大至极的阻力 让他的真元根本靠近不得 紧接着他精神力涌入 同样的精神力根本不能靠近 这个龟壳 好像有着一种自我意识 在抗拒着他的气息的灌入 这个龟壳 难道比空心铃铛还要诡异 向上皱眉 空心铃铛虽然奇轨 但他灌入精神力 还能勉强驱动 但这个龟壳 却丝毫不受他控制 不管是精神力还是真元 都不能灌入其中 让他驱动 试试他的防御力 向上不信这个鞋 拿出战刀 拼尽全力 狠狠地对着这个龟壳 斩了下去 他想要试试 他的防御力如何 毕竟这个龟壳太普通了 要不是他本身就有一件 蕴含古朴气息的法宝 加上精神力强大 感知气息敏锐 根本不能发现他的不同 当 一声震响 向上手都震得一片发麻 战刀高高弹起 再看那个盾牌 直接被距离打入地下两三米深 但当向上将龟壳盾牌取出 瞪大了眼睛仔细看 却发现 上面竟然没有丝毫的痕迹 要知道 向上的权力一击 可是已经达到了地榜强者的程度 力量超过了百万斤 竟然都不能在上面留下痕迹 宝啊 这绝对是巨宝 赚大了 向上激动万分 以他的见识 自然清楚 这绝对是一箭至宝 防御性至宝 尽管不能被真元和精神力催动 但只是这防御能力 就足可比许多法宝 还要强大 他或许能抵挡先天一击 向上心中猜测着 再一次开始试探 这一次 向上精神力控制 施展出了小七星剑阵 向上的手段中 目前也就只有大道拳 还有法术玄通的攻击威力 能与小七星剑阵持平 不过 剑阵可以用剑尖攻击 论穿透力来说 还是小七星剑阵更强一些 小七星剑阵化作一柄大剑 对准龟壳猛地刺了下去 哄 一声今天的阵响过后 地面上那神秘龟壳 再次深入地下五六米深 向上将小七星剑阵解除 而后将清明剑一一收起 向上探找 将龟壳从深坑中抓出 再次开始仔细打量龟壳表面 毫无痕迹 果然是防御至宝 向上心中感叹 确定了这龟壳的价值 喜滋滋地将龟壳收了起来 向上这才走出了 钢铁龙的巢穴中 出来也有几天了 是时候回去了 向上走出钢铁龙巢穴 四下扫了一眼 还是没有看到 另一头钢铁龙的身影 心中有些失望 猎杀双龙的愿望 注定不能实现 不得已 做出了回去的打算 一路上 向上显得颇为轻松 境界突破之后 向上不管是身体素质 还是实力 都有了极大的提升 赶起路来 明显比之前要快得多 原本向上全力施展身法 速度还是要比那头钢铁龙要慢 如今论速度 他已经超过了他 全力施展身法之下 已经达到了两倍因素的地步 快得惊人 一天过后 向上翻过了一个山头 摇摇的 他已经能够看到京都的轮廓 正常赶路 自然不需要施展身法 加上向上心中不急 是以速度放得很慢 偶尔看到某些珍贵灵财 他还会停下脚步去采摘 前期的积累 已经消耗殆尽 接下来想要再像之前那般快速突破 已经不可能了 接下来的修炼 所能依靠的 就只有水魔功夫 或者服用灵丹 向上心中明白 五道修炼 前期所需要耗费的资源 都相对较少 炼体静的时候 一些凶兽血肉 就足够支撑 至于炼气静的时候 不仅临时可以助长修炼 还有诸多的天才地宝 灵才灵药 比如向上得自陈家制药集团的高浓缩灵液 对于炼气静的舞者来说 效果极为显著 而他也先后通过了 龙溪果和生命之河两种宝物 才让自己积累魂后 一举突破到后天静 达到了后天静第四重 但是到了后天静 五道修炼 所需要的资源 就突然加大了许多 不仅要增长真元 更要点燃学窍 特别是学窍方面 修炼到后面所需要的资源就越多 向上目前财力虽然还算浑厚 但也很难支撑他 修炼到后天静后期 因为能够增长后天静舞者的灵丹灵才 都太贵了 所以 最省钱的办法 就是自己炼制灵丹 向上再次采摘下一枚 十几年份的辅助灵才 心中却也打定了主意 看来 自己又要重操旧业 向上心中叹口气 正打算起身 忽然心中惊硬 浑身寒毛倒数 在这一刻 他竟感觉到有树道攻击 即将落在自己的身上 他的身子猛地一闪 人就已经出现在几十米开外 哼 同一时间 树柄寒光闪闪的利剑 就从远处急速划过 没入他原先所处的位置 这树柄利剑 不仅穿透性极强 还有爆炎效果 在刺入山体的时候 猛地爆裂开来 将方圆数米之内 炸成了一个深坑 才刚一站定 一股刺骨的寒意再次袭来 向上想也不想 再次闪开 哼 又是一声震响 这一次 是一柄标枪 标枪直接深深 没入土地之中 原地只剩下了一个 深深的洞穴 嘶嘶热气 还从洞穴中冒出 这是因为速度太快 标枪与空气 发生剧烈摩擦 而产生的高温 又是连续三柄标枪 从远处快速飞来 锐利的标枪 寒光闪闪 品质不低 尖锐处 可穿精烈石 三柄标枪 呈三角状急速飞来 静好似将向上给锁定 将它后左右三个方向给封死 与此同时 竖柄利剑 急速闪过 眨眼就穿过虚空 直射向上正前方 对方这是要将它整个封死在这里 向上脸色不变 身形移动 颤刀一扬 狠狠地站在一柄标枪之上 强然声响中 标枪弹飞 紧接着 向上并没有顺着标枪的方位冲出去 而是迎着三柄利剑 快速冲了过去 千米外 一个身材 有些矮小的老者 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 对于自己利剑的威力 他清楚得很 就算与他同等级的舞者 都不敢硬抗 更别说 一个只有炼气镜第九重的小子 向上习惯性施展脸西角 所以在其他人眼中 他现在的舞蹈境界 还是炼气镜第九重 乾坤一影 瞬息之间 三柄利剑就直射而来 向上施展出刀法 乾坤一影 立即一股刀芒 就将三柄利剑挡住 哄 哄 哄 随着刀芒与利剑碰撞 附在利剑上的暴炎符纹 立即爆发 产生一股强烈的震荡之力 但向上刀芒防御力 随着他的舞蹈境界的提升 再次提高 三柄利剑穿透力 和暴炎力量相互结合 已经足可达到 后天境第七重舞者 权力一击的程度 却还是被向上挡住 甚至没能让他的身形 都后退一分 矮小的老者的眼中 流露出惊讶之色 没想到向上的刀芒防御 就将他的攻击力给挡住了 你们都要死 向上冷漠地说道 身形如电 快速向着几人冲去 这个时候 向上也看清了 偷袭自己的人 总共有六位 全部穿着黑色紧身服饰 脸上还蒙着黑布 只露出一双眼睛 充满杀意地看着自己 其中一高一矮 高个身上 还挂着几个镖枪 而另一个较矮的 这手握弯弓 时不时射出极柄利剑 显然仙头的几次攻击 就是出自这两人之手 不过真正引起向上注意的 却是另外几人 他们每一个 都紧紧握住长刀的刀柄 身子微微倾斜着 向自己冲来 特别是为首的一个 气势凶猛 有一种无敌的威势 但他再强 也不可能比得过 钢铁龙那样的隆重 向上只是在他身上 感知到了 有别于一般 后天进舞者的气息 这种气息他也很熟悉 陈家家主陈九重 当时想象他下暗手的时候 就显露过这样的气息 堪比地榜强者吗 向上神色冰冷 急速如电 一柄柄清明小剑 从他身上快速飞出 眨眼间 就形成了七柄剑形虚异 面对钢铁龙那种 有着无敌威势的存在 向上将小七星剑阵 完全施展出来 才能将他打伤 但这几人 给向上的威胁并不大 剑形虚影就足矣 小心 他好像更强了 那个矮个子老者 目光锐利 察觉到了不对劲 三柄利剑瞬间射出 不是大夏联盟的 向上心中一动 他察觉到这几人说话 语言与大夏联盟不同 很快 向上就想到了前段时间 吴老在地面上留下的那一个字 窝国人 在之前 向上特意查过 有关这个字代表的含义 知道百年前有这样一个国家 历来与大夏联盟不合 只是百年前灵气复苏 对方所在又是一个岛国 已经很少有消息传出 没想到这个时候 对方已经能够出海 进入大夏联盟境内 那就更应该死了 剑形虚影一转 直接将三柄利剑斩断 让他们在空中提前爆发 紧接着 七柄剑形虚影灵活无比 在虚空中刻意穿梭 直接迎上了四位冲上来的武者 碰 一柄剑形虚影连斩下 一位持刀武者冷笑 一刀斩出 属于后天境第七重的实力 完全爆发出来 怎么可能 剑形虚影 与他的战刀狠狠相撞 他的整个身子 却以比来时更快的速度 向着身后倒飞了出去 而后直接砸在了一棵大树之上 大树狂震 刷刷刷的树叶 自掉落下来 不好 情况有变 他又变强了 这个时候 其他几人 也先后与向上的剑形虚影交手 只是瞬间 三位武者就相继倒飞了出去 虽然没有受伤 但却极为狼狈 只有那位为首的强者 手持战刀 与向上剩下的四柄剑形虚影交手 不若下风 他的实力 显然要比其他几人要强得多 有着堪比地绑强者的实力 在对向上扶杀之前 他们对向上的战斗力 有着清晰的认知和判断 却没想到 只是短短时间 他的实力 竟然还能获得提升 实力比之前 与杨东升一战之前 强了太多 一起晋身 他是神念师 不惧群战 为首的那人发出高呼 连续斩出四刀 将四柄剑形虚影 相继斩退 而后快速向着向上冲来 其他人剑状 连忙将速度提升到极致 想要在晋身的情况下 将他斩杀 远处那一高一矮 两个武者剑状 同样向着向上急速冲来 手中动作却没有停止 分别射出标枪和利剑 哼 你们的速度太慢了 向上的眼神冰冷 伸手一招 七柄剑形虚影 快速穿过 先一步来到了向上进前 只是微微一晃 七柄剑形虚影 就爆发出七道金光 相互穿梭结合 很快就组成了一柄巨剑 小七星剑阵 再次成形 去 向上低贺一声 与此同时 他身影极闪 躲过利剑和镖枪 咻 一道刺耳的音爆声响起 空间都仿佛被绞碎 巨剑在虚空中穿梭 瞬间穿过数十米的距离 带着狂暴旋转的气浪 让得地面上都形成了一条长长的痕迹 植物破碎 泥土翻飞 冲在最前面那位为首舞者 脸色大变 想也不想快速向着一旁闪躲了开去 无形的气浪让他的身子都剧烈地翻滚了一下 只是紧随其后的几个舞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其中最先反应过来的那位舞者也想躲开 然而巨剑的速度太快了 他的身子才刚刚测开 举起战刀挡在胸前 巨剑就直接刺在了他的胸膛之上 蹦 他那中平法器级别的战刀 直接崩裂开来 战俘 真元防御根本没能阻挡分毫 就直接被巨剑透体而过 一个人头大小的血洞 出现在他的胸膛 他张了张嘴 什么话都没能说出来 就直接倒了下去 巨剑斩杀第一位舞者之后 紧随其后那位舞者 脸色大变 想也不想一刀斩出 但巨剑处于向上的控制之下 猛地一转 就闪过了他的攻击 而后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 有如闪电一般 在他脑袋上一划 一个脑袋冲天起 随后掉落在了地上 鲜红的血液 从那无头的身体上喷射 他身后那个舞者脸色煞白 前冲的动作猛地顿住 进也不是 退也不是 但向上却不会因此犹豫 几人对他进行服杀 根本没想过留守 出手就是杀招 如果他没有突破 绝不会是一位 激进地榜实力强者带队的 几人对手 要么逃顿 要么被杀 不会有第二种可能 巨剑扬起 如五叶屠刀 迅速斩落 那位舞者拼尽全力 提起战刀阻挡 口中发出剧烈的咆哮之音 后天进第八重的 五到十里全力爆发 真元全部灌入战刀之中 一道耀眼的银白色光芒 从战刀中闪出 看起来威势无比 然而 在小七星剑阵的斩落之下 他的所有挣扎 都是徒劳的 剑阵落下之前 一道剑气纵横 首先就冲散了 他的所有威势 紧接着剑阵斩落下来 连人带战刀 直接就被斩成了两半 鲜红的血液 瞬间将地面染红 地面上的浸草 吸收了五者血液中 庞大的精气能量 急速生长 眨眼间就长高了一米多 并且还开出一朵朵的白花 在第一时间 浸草就获得了蜕变 成长为了灵才 连杀三人 向上神色越加冰冷 远处一高一挨 两个舞者见状 面色狂变 设于向上剑阵的威势 竟在瞬间转身 想要向远处逃去 逃得掉吗 剑阵只是微微一顿 而后就犹如闪电一般 向着两人追去 剑阵的速度太快了 虚空穿梭 发出浓烈的音爆声 眨眼间来到了两人的身后 但这时 一道刀光 却在向上眼前闪过 这是他们的首领快速突进 靠近了向上 对他发出了攻击 这一刀快到了极致 一道黑色的涟漪闪过 好像空间都被劈成了两半 他的脸上露出冷笑之意 目光中胸光闪闪 向上的实力 确实有些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 但是对于自己的实力 他同样有着绝对的自信 如果在远距离之下 他对向上还有些忌惮 但是在这么近的距离 他不认为向上还有翻盘的机会 大盗拳 向上以攻对攻 一拳打出 无尽的真气力量 瞬间汇聚 强横无皮的气势 从向上身上升腾而起 早就防着你这招了 杀手首领目光冰冷 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他这一刀 在即将临近向上拳头的刹那 猛地收了回去 而后身子猛地一顿 瞬息间 他竟然消失在了原地 身法 隐盾 在神念师身上故弄玄虚 真不知道你是愚蠢呢 还是愚蠢呢 向上的脸上同样露出笑容 神念师战斗之中 精神力笼罩四周 其中任何变化都逃不过他的感知 这杀手首领的身法或许玄妙 面对其他舞者有奇笑 但在向上的眼中却无所遁形 他另一只手战刀猛地扬起 急如闪电 迅速斩下 Pull 向上的身后 杀手首领原本激动的脸 猛地僵住了 他感觉到自己持刀的手上 传来了一股剧痛 强然 战刀掉落在了地上 而他的手 却还紧紧抓着刀柄 手掉了 他的手被向上斩断了 杀手首领脸色大变 一股含义刷的一声 袭遍全身 从头梁到脚 大人 远处一高一矮两位舞者一起大叫出声 但他们同样不好过 向上虽然面对袭杀 但精神力却遥遥掌控小七星剑阵 对着这两位舞者斩落而去 他们挣扎 投出镖枪 射出利剑 想要阻碍飞剑的攻击 然而这一切只是垂死的挣扎 剑阵迅捷无比 只是一转 就将两人的攻击躲避开来 偶尔一柄利剑设在剑阵之上 对他也造成不了丝毫的威胁 至始至终 剑阵都将两人笼罩在旗下 他们脸色狂变 眼中流露出深深的恐惧 之前三人的死亡还历历在目 更让他们绝望的是 他们这时候 明明已经距离向上足足五百米远 但剑阵却还是如影随形 境界突破之后 向上的精神力暴涨 如今精神力已经可以直接覆盖周围上千米的距离 千米范围之内 都处于他掌控之中 五百米可还远没有超出他的剑阵攻击范围 扑 一声凄厉的嚎叫 矮个子舞者被斩首 面对几乎不可能逃脱的攻击 高个子绝望了 不再躲闪 从自己处物袋中 拿出了一个巨大的圆盾 直接扛在了身上 哄 剑阵落下 只听扑的一声 圆盾被切开 洁面光滑 而后剑阵余力不减 直接落在了他的头顶之上 将他斩成两半 自此 原本袭杀向上的六人 已经死去了五个 只剩下杀手首领 独自支撑 杀手首领痛苦不堪 被斩断手臂 特别是持刀的手臂 对他来说 是一种极其严重的创伤 但来自向上的威胁 让他根本不敢有丝毫的停顿 身形在手臂被斩落得瞬间暴退 你不是炼气剑 你突破到后天镜了 杀手首领难以置信地看着向上 这时他说的是大夏联盟的语言 尽管带有点口音 但却很清晰 舞者实力到了他们这个程度 掌控一两门语言 将变得非常简单 后天镜舞蹈 已经让他们的脑域得到净化 接收知识的速度 比以前快了无数倍 侥幸 向上并不急 他想要从这杀手首领中 探知他们对自己下手的原因 身上属于后天镜第四重的气势 一傻而逝 向上望着这人 说道 你们是窝国人 我不记得我们有什么恩怨 为什么要对我下手 这也是他有些困惑的地方 他们显然是早就守在了这附近 在向上出现之后 立即对他进行袭杀 根本没有丝毫的欲照 如果是一般舞者 在他们连续攻击下 可能第一时间就陨落了 六个后天镜后期舞者 其中一位实力更是堪比地榜强者 他们一起围攻 绝不是一般舞者所能够抵挡的 你是大下联盟的人 杀手首领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 并没有拒绝回答 愿读地看着向上 说道 大下联盟的天才 我们必须扼杀 画壁 他手猛地一挥 一张紫色的四金飞金四目飞目 上面密布着无数复杂无比的纹路的令牌 猛地飞出 才只是半空中 一股恐怖无比 带着无上威压力量的气息 就从令牌上散发了出来 不好 向上脸色狂变 这一刻 他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死亡的威胁 从那令牌之中 他感觉到了一股远比钢铁龙全力一击 还要强大的气息 先天 这是达到了先天境级别力量的一击 向上目光前所未有的凝重 躲 已经来不及了 先天境级别的一击 将周围虚空全部凝结 让他好似受到了重压 一时间根本挣脱不开来 只能硬扛 心念电转间 向上就明白过来 自己所能选择的余地并不多 想也不想 精神力浮过储物带 一个圆形的龟壳 瞬间出现在他的身前 这正是得自钢铁龙巢穴中的那一箭之宝 他没有想到 这么快就需要用上它 但向上同样不想让杀手首领好过 精神力涌动 斩杀了高矮两位杀手的小气心剑阵 迅速倒飞回来 速度达到了极限 直接向着杀手首领斩落了下去 哄 哄 各自的攻击几乎同时落在了双方的身上 杀手首领失去了一只手臂 身形速度都受到了影响 根本没能躲开 身上的战俘还有真元防御 瞬间就被击破 根本没能阻碍分毫 而他的整个身子也随之被一箭劈下 斩成了两半 饶是他有着堪比地绑强者的实力 这一次也在瞬间生机断绝 没有了生还的可能 自此 这次袭杀向上的窝国六人 就被他全部斩杀 一个不胜 但是 但是 在向上一箭将杀手首领斩成两半的瞬间 他的攻击也到了 这一击是先天进级别强者的一击 超越了向上所能承受的极限 不管是陈九阳 柳宗如 还是钢铁龙 在这一击面前 都要隐恨 先天 是超脱于普通人的一种存在 如果说 后天进武者还是人类的话 那么先天进 已经属于另外一种生物 在远古时代 先天进 被古人尊称为神灵 有神鬼莫测的能力 他们超脱于世人 寿元五百 可以虚空飞行 搬山填海 追星赶月 有种种大神通 向上此时所面对的 虽然只是某个先天进强者所封印的一击 但威力却也强得可怕 哼 如流星坠落 点点星芒 落在了圆形龟壳之上 向上将自己的身形 全部缩入龟壳之下 拼命抵住 随着攻击降临 巨大的无可匹敌的力量轰落下 向上胸口一闷 一口鲜血吐出 身子刹那间倒飞了出去 碰 向上的身子 狠狠地摔在了地面之上 再次吐出了一口鲜血 但是向上的脸上 却露出了喜色 挡住了 杀手首领释放出的 被提前封印的一击 确实太强了 远超过钢铁龙全力一击的十倍 但向上手中的龟壳 更是一箭质薄 这样强势无匹的攻击落在上面 几乎九成五的攻击 都被他防御抵消掉了 只剩下最后零点五成的力量 透过龟壳 浮散在向上的全身 震荡地向上口吐鲜血 受了轻伤 但这样的伤势 在向上体内生机运转之下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就完全恢复 要不是地面上 还留着他吐露出来的鲜血 他甚至以为自己根本没受过伤 这龟壳果然是一箭防御至宝 被这样足可比你仙天镜 大高手全力一击的力量轰击 竟然还是丝毫痕迹都没有留下 这龟壳主人 生前的实力 绝对远远超过了仙天镜 向上打亮了龟壳表面一眼 剑上面还是如之前一般 灰扑扑的 并没有什么不同 眼中也是闪过了一丝惊骇 也只有超越仙天镜以上的存在 留下的龟壳 才能够有着这样强大的防御之力 不过这次也算是一个教训 不可因为实力更强 就小瞧任何人 谁也不知道 他们身上会有什么宝物 能对自己发出致命一击 向上脸色严肃 心中也是后怕不已 要不是他这一次 刚好从钢铁龙巢穴中 获得了这神秘龟甲 对方的这一次攻击 自己绝对难以承受 会有陨落的危险 他暗自警醒 以后面对敌人 绝不能给对方任何机会 站起身来 向上打量了一番战场 暗自惊叹于 之前一击的恐怖 在大部分威力 都被龟甲所抵挡的情况下 地面上却还是留下了 足有十几米长宽 五六米深得 流出无尽硝烟的巨坑 眼见于此 向上对于那神秘龟甲 更加看重 星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将是自己的最强防御手段 没有之一 没有在现场久留 向上将几人身上的储物袋 全部收取 再将散落的标枪等法器 收集起来 全部收好 就离开了原地 再次往京都而去 看来沃国人都不富裕 六个人总共加起来 收获才只相当于百万零食 路上 向上心中叹口气 有些失望 特别是那个杀手首领的储物袋 向上心中抱有巨大的期望 他希望能在他的储物袋中 再次找到能够发挥出先天进强者的权力一击的封印令牌 只是可惜 对方的储物袋显得很干净 除了几枚中上品零食之外 就是一两件法宝 和一些换洗衣物 实在是穷得很 至于另外几人的储物袋中 也是如此 很多人还不如那首领 显得很是干净 不过沃国人所谋甚大 一次性出动这么多强者对我袭杀 而从那杀手首领的话中来看 凡是大下联盟的天才都要扼杀 那么我的事情就绝不是个例 不知道还有谁那么倒霉 会被他们针对 不过沃国人的动作这么大 想必军方和官方必然会有察觉 绝不会任由他们继续如此肆意下去 向上心中想着 目光却逐渐变得冰冷 但是 不管他们有没有引起军方和官方的注意 惹到了我 就绝不能让他们轻松下去 接下来的路程 一路顺畅 向上再没有遇到什么意外 搭乘上了一辆飞车 一起驶向了京都 听说了嘛 各国舞者都来到了京都 说是要交流舞蹈 车主是一个中年人 名叫赵文鼎 实力只有练体静 但对于各方面的消息颇为灵通 才刚与一个车队一起从外地回归 却对京都的许多消息了如指掌 这一点倒是没听说 都有哪个国家 向上目光一闪 心中有些好奇 在他进入野外之前 可并没有什么消息传出 显然各国舞者 就是在这几天之中 进入了京都 同时他想到了 对自己袭杀的那几个窝国人 想必这次前来京都的人中 必然有他们的身影 只是不知道 这些窝国人 是跟随各国舞者一起前来 还是早在各国舞者到来之前 就已经秘密来到了京都 不过从他们对自己的消息 了如指掌来看 他们很显然是后者 同时向上也猜测着 当初吴老田老 和先天进舞者徐立的几个徒弟遇害 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动的手 种种迹象表明着 他们有着极大的嫌疑 来的还挺多 其中包括窝国舞者 韩国舞者 缅国舞者 泰国舞者 和印国舞者 总共数百名舞者团队 他们打的名号倒是挺响亮的 说是为了交流舞蹈 共抗未来 但从这几天 他们与官方谈判的迹象上看 他们窥探我们大厦联盟的 功法武技的心思 可谓是昭然若揭 赵文鼎冷笑 脸上一副看透一切的表情 不过也是 偏远小国 一记资源 自然没有我们大厦联盟丰富 自然要想尽一切办法 从我们身上谋夺好处 然而 官方可也不是好相遇的 他们要不能吐出一点好处来 别想轻易如愿 赵文鼎一脸得意 好似为自己身处大厦联盟而自豪 事实上 早在数年之前 各国高层就跟大厦联盟 正式提交了五道交流 共同进步的申请 只不过 因为种种原因 耽搁了下来 如今数年过去 各方面条件成熟 各国舞者 经过近三个月的时间赶路 才正式踏入了大厦联盟的首府京都 这也是自从零期复苏以来 百年后的第一次交流 但这次交流 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火爆的气氛 在听说了大厦联盟的天交榜之后 同样跟随而来的各国年轻一代舞者 立即兴奋起来 一个个寻到天交榜上的强者 进行约战 只是短短两天时间 双方对战数十场 各国年轻一代舞者 竟胜多败少 顿时各种轻视之言 就从各国青年口中传出 特别是倭国和韩国两国的年轻一代 多有辱及大厦联盟舞者的言论 更有甚者 各国舞者强烈要求大厦联盟舞到天堂 重新定制天交榜单 将他们本国的舞者排列上去 在飞车上 向上与赵文鼎交谈 再结合一些新闻上面的信息 获悉了这些消息 同是天交榜上强者 向上还是天交榜第一 他自然也关注这些战果 心中不由无言 大厦联盟青年一代太不争气了 双方公开战斗进百场 竟然只有二十几场胜利 剩下的六七十场战斗 全是以各国青年一代胜利收场 在这些战斗中 各国舞者中 都有几个亮眼的人物出现 被无良媒体吹捧 又冲击天交榜第一的实力 史天成竟然也败了 败在了一个印国名 叫加拉瓦的人身上 天交榜第七 第九还有第十 也都被人挑战 先后败在了窝国 韩国 泰国青年强者手中 只有天交榜第三出手 才将某个号称 有冲击天交榜第一的 缅国强者击败 向上紧眉 感知到了他们来者不善的意味 他们在逼宫 青年强者出手 将我们大厦联盟天交榜上的人都打败 好逼迫官方在某些地方让利 赵文顶摇头 表示看破一切 可惜 天交榜上的人太不争气了 加上天交榜第一第二 还有第五第六 这几个天交都不见踪迹 不然战况不可能这么不利 赵文顶叹息 四也在为这场比拼而焦虑 向上脸色一变 他想到了袭杀自己的那六个 缅国武者 两者间必然有着联系 很显然 缅国 甚至各国都有着相同的计划 扼杀像他这样的天交榜上靠前的武者 为他们青年一代武者扫清障碍 以他们对自己出手的力度来看 天交榜第二 第五还有第六那几位 很可能已经凶多吉少了 这让向上目光中 不由闪过了一丝凶光 不过仔细想想 会有这样的战果也是很正常的 这次来交流的年轻武者 可以说都是各国年轻一代最强 多国一起联合起来 自然显得他们更强一些 赵文顶看的分明 只是语气难免有些遗憾 说道 只希望天交榜第一的向上 和天交榜第二的孙武早日出现 将他们碾压 文言向上摸摸鼻子 说道 会的 他们嚣张不了太长时间 一路交谈 飞车在京都路口稍稍停顿 拿出个人终端 检查过各自信息后 随后就进入了京都之中 途中 赵文顶忽然脸露兴奋之色 指着一个个人终端的一个推送消息 说道 天交榜第二的孙武出现了 正要跟印国的加拉瓦比动 如果你有空的话 我们一起过去看看 也好 向上想了想 回去也不差这点时间 点头同意了下来 飞车一路急行 很快就来到了一个高大建筑之中 下了飞车 他们陆续还能看到许多人从各地赶来 显然还有许多人收到了消息 想要观看这场比斗 天交榜第二的孙武 算是一个与杨东升一同崛起的天才舞者 三年前败在杨东升手中后 之后陆续挑战了七八次 都惜败于他手 后来他就出走京都 前往各地闯荡历练 只偶尔在某些险地中 才能获得他的消息 一年多下来 没有谁知道他如今实力有多强 只是没想到他这时候 却回到了京都 要接受印国舞者的挑战 至于印国强者加拉瓦 自从进入京都 短短几天之内 先后打败天交榜上第七十八 第五十六 第三十二 第十七 还有第四等诸多强者 已经奠定了自己的强者地位 被各个无良媒体尊称为 青年一代最强者之一 有冲击天交榜第一的实力 两者的交战 可谓是吸引了无数目光 甚至有媒体通过手段 沟通了各方人员 要对这次的交战进行转播 战场恰好就放在了之前 向上与杨东升一战的金武体育馆 当他和赵文鼎步入其中的时候 巨大的体育馆内 已经坐满了人 人流数 甚至比他当初与杨东升大战还要多 许多人直接就站在过道中 紧紧盯着擂台中间 向上和赵文鼎来得不是时候 战斗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了 双方激战震撼 见状赵文鼎失望的叹口气 却毫不犹豫地向前冲去 显然他看热闹希望靠前 这也是大多数人的通病 只是来这里观看比斗的 大多力量不弱 以赵文鼎练体近七八重的五到十例 还真挤不动几个人 不得已向上也跟着上前 轻轻一拨就将前面人挤开 路上行人纷纷怒视 但在向上平静的目光下 却不得不退让 赵文鼎大喜 道了声谢 跟在他身后一脸得意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战场的最前边 距离擂台 只是一个防护栏的距离 在这里 战斗情况一目了然 偶然间还能感受到 因为大战而掀起的进风 直到这时 向上才将目光看向了战场之中 孙武是一个显得有些黑瘦的青年 目光锐利 身形矫健 从气息上看 他的舞蹈境界也已经达到了 后天境第三重 至于他的对手加拉瓦 眼眶深陷 身材高大 有着非常明显的外国人血统 但他的气息绝对不弱 与孙武一样 都是后天境第三重的舞蹈实力 两人交战 激烈异常 孙武擅使长棍 棍法使出 整个擂台之上全是棍影 层层叠叠 好似没有禁绝 另一边 加拉瓦手持双刀 身形却极为灵活 刀法使出 同样连绵不绝 两人以快打快 时不时地听到羌然之声 刀光棍影 让人眼花缭乱 忽然孙武棍法一变 转机为慢 棍法却变得势大力尘 每一击打出 撕裂的空气都发出尖笑之声 加拉瓦手持双刀 猛地扛在头顶 竟打算硬抗 碰 威力无匹的棍法 狠狠地打在双刀之上 让得加拉瓦身子猛地一沉 直接半蹲了下去 地面都有些开裂 孙武要赢了 有人忽然兴奋起来 大部分大夏联盟的人 都发出了兴奋的欢呼声 这段时间 因为各国舞者挑战 大夏联盟败多胜手 许多人心中都有点压抑 眼见孙武好像要胜利 都显得很振奋 但向上却皱起了眉头 以他的眼力 自然能够看出 之前一块打块之中 孙武是处于下风的 棍法势大力尘 但在与那个 印国舞者对攻的时候 他在力量上面 还比对方更弱 看起来棍法密集 但实际上 是为了分散 对方每一击的力道 如今转变棍法 如果能一击 占据上风还好 但这一棍 却被人家直接抵住了 那么他的处境 就有点不妙了 你不高兴吗 赵文鼎疑惑地看着向上 孙武要输了 向上摇了摇头 叹道 赵文鼎文言差一道 怎么可能 现在 明明他占据上风 接下来的暑西时间 孙武再次打出了两棍 纳加拉瓦同样没有反击 持刀硬顶 脚下特种和精打造的地板 都有些凹陷了 任谁都能看出 这时候是孙武处在上风 身边其他人听到向上的言论 都是皱眉 有些人更是怒视向上 似是认为他在唱衰孙武 立场不坚定 向上没有多说什么 他只是把自己看到的说出来 至于别人相不相信 他并不在意 果然 胜负很快愤出 孙武败了 在孙武第四次提起长棍 打算再次挥出的时候 一直处于防御状态的 加拉瓦猛地动了 手中双刀猛地一转 一刀在孙武长棍 欲落未落 力量还没有聚集之前 挡了过去 以加拉瓦远比 孙武还要强的力量 竟让孙武身子一震 微微有些不稳 紧接着 加拉瓦另外一只手的战刀 猛地一划 孙武胸口一凉 立即就感觉到 自己的身上 多了一道狭长的伤口 紧接着 加拉瓦双刀转动 施展刀法 快到了极致 几乎是瞬间 孙武的双手双脚 都被割了一刀 手一软 长棍直接落在了地上 腿一软 他瘫倒在地上 下一刻 一柄狭长的弯刀 落在了他的脖子上 这时人们才发现 孙武的手筋脚筋 都被加拉瓦给割断了 四肢根本踢不起 丝毫力起来 现场人群无不及被发寒 手筋脚筋被割断 虽然还能救治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孙武都不能动武 将是废人状态 这对于一个舞者来说 绝对是一个莫大的痛苦 我认说 孙武强忍着四肢 传来的那种无力感 脸色惨白 勉强到 加拉瓦文言 神色丝毫未变 反而围攻着身子 对他施了一里 走下了擂台 很快就有人走上擂台 抬着孙武送去救治 这个时候 现场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眼看孙武占据上风 却在眨眼间就被翻盘 这样的结果 对于对他有无限期待的人来说 打击太大了 唉 走了走了 所谓天交榜第二 也不过如此 各国舞者中 一个印国舞者叫嚣 语气轻蔑 用大夏联盟的话说道 这次各国来大夏联盟的舞者 几乎全部掌握了大夏联盟的语言 这就像他们家乡的一句老话 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大王 都是一群井底之蛙而已 天交 香蕉还差不多 一位韩国舞者大笑 语气非常嚣张 各国其他舞者 也纷纷大笑了起来 一脸嘲弄的望向另一边 一脸悲愤的大夏联盟舞者 在那边 坐着许多的天交榜上的青年强者 为首的正是天交榜第三的舒浩然 但他的脸色也非常难看 心中涌现出一股无力 你们也别太得意 我们这边最强者 可还没出现呢 天交榜第一的向上 实力绝对碾压你们 有人不服气地大叫道 对 一旦向上出手 绝对可以镇压一切 天交榜其他人纷纷赞同 大声回应道 向上的实力 他们可都是见识过的 能强势斩杀原本的天交榜第一杨东升 而且还是 实力突破过后的杨东升 可见其实力之强 如今 他们虽然大多已经突破 进入后天境 但真不敢保证自己的实力 会比突破后的杨东升强 天交榜第一项上 我看他就是怕了我们 才不敢出现的 不然为什么久了 还没有动静 窝国一位舞者大笑 脸上满是轻视 他们自然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但这段时间的胜利 已经让他们狂放自大 看不起这所谓的天交榜第一 那位舞者语色 向上不见踪迹 确实让他们无言 特别是这段时间 各国舞者喧嚣日上 连拜天交榜上的各个天才舞者 嚣张无比 也不是没有舞者猜测 他是因为惧怕 躲了起来 因为有人曾在各国舞者出现的前一天 看到了向上出入珍宝阁 证明他并没有离开 谁说向上怕了你们 他已经来了 就在这里 忽然 一声大吼 从观众席上传来 刹那间 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喊话的人 正是向上旁边的一个大汉 他此时正满脸 激动地看着向上 眼中满是崇拜 向上微微愕然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刚才对他怒目而视的人中 就有这个大汉 而很显然的 他很可能就是通过之前那一个邓氏 认出了向上的真实身份 你就是向上 天交榜第一的向上 旁边的赵文顶惊呆了 不敢置信地看着向上 没错 我就是向上 向上摸了摸鼻子 微笑着说道 多谢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